在战场上,他曾经冒着九死一生的枪林弹雨从生死线上抢救下了自己的战友,现在和平时期,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那些小伤对于他们这种在生死线上穿梭的铁血男人来说,又算得上是什么呢? 心血在滴滴答答的流淌着,刘小飞全神贯注全身心的指挥着,感应着,现场的废墟越来越少,刘小飞心中那种强烈的心灵感应越来越强烈,刘小飞已经感觉到在他心灵感应中,柳其宇的气息正在一点点的变弱,这让刘小飞心中越发焦急, 他指挥的声音更大了,搬运废墟的频率更快了,他的声音已经沙哑了,他的嘴角都已经被他咬破了,鲜血再流淌着他交无极万分。 刚刚又协助着挖掘机,搬运走了一大块巨大的混凝土块,突然,刘小飞的双眼定格在混凝土块旁边的一个位置, 那里有一个西装的椅脚露了出来,快,所有人都到这里来,我找到他们了,刘小飞大声地嘶吼着, 听到了刘小飞的声音,很多人全都向这边蜂蜂而来,大家齐心合力, 拼尽全力地搬运着混凝土和钢筋,几乎所有人全都发疯了。 因为他们知道,此刻,被压在下面的人是他们露鸣市的市场,是那个为了救小孩子奋不顾身,以身犯险的市场。 孩子们的家长拼命了,救援的官兵拼命了,刘小飞拼命了。 一时之间,整个现场,所有人全都在默默地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他们对柳秦宇的关心, 一分钟之后,刘小飞激动地喊道,看到他们了,看到他们了,快,快把那块混凝土搬开。 当有一块混凝土被搬开之后,成铁牛和柳秦宇的身体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此刻,成铁牛正双臂抱头称帝顶在柳秦宇的脑袋两侧,双腿齐在柳秦宇的身上崩开。 他和柳秦宇之间,还有几块砖石顶在地上和他的胸前。 成铁牛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柳秦宇身上最为关键的要害部位。 成铁牛的胸前已经被几块砖头给顶了进去,凹陷了进去。 但是他身上被一层层的混凝土压在上面,但是他就那样用身体牢牢地挡住了上面的废墟。 此刻,成铁牛的腿已经被砸断了,胳膊已经被巨大的压力给压得骨折了, 两节断骨已经戳破了皮肉漏了出来。 但是那半截骨头和他的脑袋却依然十分坚定地顶在一块巨石上。 为柳秦宇撑出了一段自由的空间。 但饶是如此,柳秦宇的身上依然是满是鲜血, 尤其是大腿处更是鲜血流淌了一地。 柳秦宇和成铁牛全都昏迷不息。 他们两人的腿都已经被废墟砸断。 这时有人想要去搬动成铁牛。 不要动他,不要动他。 刘小飞突然发疯了一般把那个想要去搬动成铁牛的人给狠狠地推到了一边, 冲着旁边的医生大声喊道。 医生,快过来,成铁牛的脊柱恐怕已经被压断了。 快,生出最好的救援方案,不要情欲挪动。 此时此刻,当医生们赶过来救援的时候, 看到成铁牛那种跪地手肘撑地的姿态,全都被深深地震撼住了。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在生死关头间用自己的整个身体护住了柳秦宇,护住了他的身上要害。 而他那么庞大的身体却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 他的手臂骨头已经戳了出来, 那森森带着鲜血的白骨上沾满了混凝土灰尘。 他的双腿全都断了,他的脊柱也好像被砸断了, 胸腔几乎已经凹了进去。 当时他的身上曾经被厚厚的废墟给压住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只是为了让柳秦宇能够有一丝的生还机会吗? 难道他不知道,他这样做他自己几乎没有生机了吗? 柳秦宇到底有多么巨大的人格魅力竟然让一个人可以这样为他付出。 秦宇哥哥,铁鸟哥哥。 人群中的刘婉清看到成铁牛用这种姿态护住了柳秦宇的时候, 一瞬间他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感激感动,哇的一声痛哭出来。 铁鸟哥哥,铁鸟哥哥。 这两声发自肺腑的呼唤惊天动地,神鬼同碑。 刘婉清彻底被成铁牛这位憨厚老师沉默寡言的哥哥给感动了。 不管自己的秦宇哥哥能否生还,但是铁牛哥哥却是用他的生命和身体在努力地为秦宇哥哥营造一线生机。 此时此刻,现场那些摄像机者们在看到现场的情形之后全都泪流满面。 摄像机镜头毫不犹豫地对准了成铁牛那跪地互助柳秦宇的姿势。 此刻,成铁牛的身体已经有些僵硬,一动都动不了了,就那样静静地护住了柳秦宇。 掀起,顺着他的胸膛大腿头部鼓鼓地向外流淌着。 这一刻,几乎现场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全都被成铁牛的举动给感动了,泪水顺着很多人的眼角已经不受控制地流淌了出来。 电视机前,电脑屏幕前,手机屏幕前,很多看到直播的人看到这一幕泪水再也忍不住地流了出来。 男人,真正的男人,不畏生死。 用自己的生死为好兄弟在争取这每一分有可能生存下来的机会。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成铁牛这个人很傻,认为他不会说话,不会办事就会开车打架。 哪怕是成铁牛担任了柳青云的司机之后,很多人依然不认可他,看不起他,认为他没有前途。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不被很多人看得起,不被很多人重视的男人,却用他的身体护住了柳青云。 因为成铁牛虽然憨厚老实,不善言辞,但是他却有着一颗晶莹剔透的心。 谁看得起他,谁对他好,他心中清楚得很,或许他不善与人交际,不善与人表达自己的情绪。 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吃好几个人的饭,但是他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柳青云对他的那种关心和欣赏。 自从他和柳青云相识之后,柳青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难听的话,从来没有一次对他发脾气。 柳青云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般真诚坦率无私。 哪怕是平时有什么重要的饭局,成铁牛从来都没有像其他领导的司机那样,跟别的司机在一桌吃饭。 成铁牛永远都是和柳青云在一个饭桌吃饭,柳青云吃什么喝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喝什么。 几乎每次吃饭,柳青云都会点成铁牛最爱吃的饭菜,确保成铁牛可以吃饱,吃好。 成铁牛清楚,很多时候自己吃的东西比柳青云还要好,还要多。 但是柳青云却从来没有在乎过,因为成铁牛知道,柳青云是把他当成了兄弟。 成铁牛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但是他却有着一颗实在的心,一颗老实人特有的感恩之心。 此刻,电视台直播视频中开始不断地闪回着一个画面。 画面中,就在柳青云翻身从八层楼上一跃而下的时候,摄像机镜头捕捉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正在以迅雷不羁掩耳之势,飞快地向着柳青云的方向奔去。 速度之快,绝对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此时此刻,爆炸已经发生了,但是那个黑影却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丝毫的停顿,就那样顶着一块块纷飞四射几乎可以要人命的混凝土碎屑,疯狂地冲进了正在不断下落的废墟之中,冲到了柳青云的深浅。 再然后,整个画面中只剩下纷飞落下的碎屑和钢筋混凝土废墟,黑大个儿和柳青云同时被埋在当中。 黑大个儿冲进去那个视频画面,与眼前跪地守护的画面接替播放着。 观看直播的所有人全都被眼前这一幕场景给震撼了,泪水已经饮满了很多人的眼帘。 现场在专业医护人员专业手法的帮助下,成铁牛和柳青云全都被送上了救护车。 刘晓飞不顾其他人阻拦,坚定地跟在柳青云和成铁牛的救护车上,默默地守护着他们两个。 或许以前的时候刘晓飞只是把柳青云当成兄弟,把成铁牛当成朋友。 但是从这一刻起,刘晓飞已经把成铁牛当成自己的兄弟了,是那种可以为之交付生命的好兄弟。 刘晓飞看着昏迷不醒的柳青云,看着奄奄一息的成铁牛泪水疯狂地流淌着。 这个哪怕是面对枪林弹雨,大军围困,九死一生的险境之时都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纯爷们,此刻却流下了滚烫的男儿泪。 这时,唐万刚,杜宇峰,沈洪飞也全都走了过来,看向一名留在现场的医生说道,医生,他们两人的情况怎么样了? 医生说道,他们两人的情况都不容乐观,柳市长先是被爆炸的冲击波给震伤了。 我估计肯定是受了严重的内伤,随后又被废墟掩埋并砸断了双腿,浑身多数受伤。 现在具体情况还无法判定,我只希望柳市长的头不要受伤严重,否则的话恐怕情况非常不妙。 不过相比于柳市长的情况,黑大个儿的情况更加凶险。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几乎是九死一生。 黑大个儿不仅失血过多,身上的伤势更是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尤其是他的胸腔几乎大面积塌陷,双腿双臂肋多处骨折,希望不要有骨头插进脾脏。 否则的话,大罗金山也难以拯救。 杜宇峰文言,双眼中充满了严肃的说道。 医生,你转告你们院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要保住他们两人的生命。 这是政治任务,完不成,把院长就地免支。 在杜宇峰说话的时候,唐万刚已经拿出手机直接打给了卫生厅的厅长,把刚才杜宇峰对医生所说的话再次说了一遍,并且指出,如果完不成任务,他这个卫生厅厅长也不要干了。 这一下,省委两位大佬都发话了,不仅是这位现场的医生害怕了,就连卫生厅厅长也害怕了。 开什么玩笑,省委一二把手同时发话了,要保住这两人的生命,谁敢有丝毫的懈怠。 卫生厅厅厅长第一个坐不住了,接听完唐万刚的电话之后,他直接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天涯省第一人民医院和天涯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主要领导们,给他们下达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要把柳清宇和成铁牛给救活,否则的话,这些医院的院长要好好地琢磨琢磨自己屁股下面的位置是否还能坐得稳。 这些院长文言全都害怕了,而且他们很快也都接到了下面人的汇报,说是省委一二号大佬对两人的性命十分重视,不容有失,所以这些院长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纷纷集合各自医院最精锐的专家,第一时间赶往省第一人民医院的急救室内,前往参与会诊。 此时此刻,燕京市多家医院的骨伤科,内科,外科,脑科的顶尖医生也全都接到了多个电话,这些打来电话的人一个个来头都不小,有柳氏家族打来的,有曹家打来的,有诸葛峰打去的,有谢家人打去的,还有黑子亲自打去的。 一时之间,燕京市各大医院多名精锐医生纷纷在指定地点集合,随后直接乘坐专机飞往天涯省陆明市。 刘青玉和陈铁牛直接被送进了天涯省第一人民医院的急救室内,此刻,天涯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外面突然涌入了大量的市民,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陆明市市民正在向着第一人民医院的方向赶了过来。 那种情况,让陆明市市政府很多官员们心中充满了焦急,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市民们喊话,希望市民不要前往第一人民医院了,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徒劳的。 因为此时此刻,所有老百姓心中全都有着一个念头,那就是要第一时间看到柳市长苏醒过来,第一时间知道柳市长的消息。 甚至一些七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们也在家人们的搀扶下走出了家门,向着第一人民医院方向走去,几乎就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天涯省第一人民医院外面便汇集了数万人。 不过这些人全都竟然有序,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骚动,所有人全都神清凝重,很多人甚至在嘴里在心中为柳青羽和成铁牛祈祷着。 柳青羽的舍生望死救孩子和成铁牛以身犯险用身体护住柳青羽的场景感动了整个陆明市的人,感动了整个天涯省的人,感动了全华夏的人。 一脚飞机在天空中飞行着,柳青羽的老妈柳魅烟神情焦虑地紧闭双子,默默地为儿子祈祷着,泪水在他的眼角不断地滑落。 四个小时之后,柳魅烟的飞机降落在陆明市机场,早有人机场内准备了专车在等待着柳魅烟。 下了飞机之后,在其他人充满羡慕嫉妒的目光中,又每年上了专车,直奔天涯省第一人民医院。 就在他们下飞机不久,另外一架飞机上,来自燕京市的十几名各领域医学专家也下了飞机,上了准备好的专车,向着医院方向急驰而去。 天涯省第一人民医院急救室外,市委书记沈鸿飞,秘书长王健刚,公安局局长艾坤等人,全都神情焦虑地等候在手术室外。 沈鸿飞表情凝重,不时地打着电话。 权力巅峰第1346集 就在刚才过去的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手术室内的手术一直在进行着。 直到现在为止,不管是柳芹雨也好,成铁牛也罢,两人一直都没有行转的迹象。 成铁牛由于伤势严重,多个部位受伤,据专家估计,至少需要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才能暂时稳住情况。 但是是否能救活成铁牛,没有一个专家敢做出保证。 至于柳芹雨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从外表上来看,柳芹雨由于在跳落之时下面有气垫,缓冲了大部分的压力。 再加上成铁牛及时赶到,用手身体护住了柳芹雨。 所以柳芹雨的外伤除了腿部骨折以外,身体其他处伤口都是擦伤或者是砸伤。 虽然身体多处出血,看起来伤是挺严重的,但是伤到骨头的并不多。 但是柳芹雨一直没有醒来,是因为由于爆炸之时受到冲击波的近距离冲击,脑部和内脏受到了强烈震荡。 所以到底啥时候能够醒来,专家无法给出准确答案。 有专家甚至指出,如果柳芹雨在十二小时内无法醒来的话,变成植物人的可能性将会大幅度增加。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不明是其他市委常委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很多人的心情复杂至极。 廖志才在事发第一时间,跟着其他常委们过来看了一眼。 等了一会儿之后,看到手术室一直无法给出最终的结果和准确的结束时间,便以工作繁忙为由又离开了。 董之浩来了之后,待了一会儿便又走了,其他常委们也过来看了一下,有的等了一个多小时后,看到还是没有结果,也就离开了。 但是,自始至终,沈洪飞、王健刚、艾坤三人却一直坚守在柳芹雨的手术室外面。 身为陆明市市委书记一把手,沈洪飞对柳芹雨的所作所为十分钦佩,而且他也的的确确关心柳芹雨的安危。 所以,虽然工作繁忙,但是他却一直坚守在现场,他需要第一时间知道结果。 这时柳芹雨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冲了过来,看到沈洪飞之后,立刻问道,沈洪飞,秦宇的情况怎么样啊? 沈洪飞自然是认得柳芹雨的,知道这位是柳芹雨的老妈。 虽然柳芹雨看起来也就是三四十岁的样子,但是他却知道,柳芹雨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所以沈洪飞连忙十分恭敬地说道, 柳芹雨,柳芹雨现在正在手术室内抢救你,具体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您先不要着急,先坐这里等一会儿,我相信柳芹雨一定挤人天象的。 沈洪飞处于对柳芹雨的心情考虑,并没有告诉他医生说柳芹雨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的可能性,柳芹雨却并没有坐下,只是站在急诊室的门口默默地等待着,双眼充满焦虑地看着手术室的房门。 这一刻,等着众人的面前,柳芹雨却并没有流出眼泪,身为柳芹雨的母亲,柳芹雨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泪水,她可以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去流,但是在众人面前,她必须要表现出坚强的一面。 时间又过去了整整一个小时,手术室的灯光一直在亮着,医生护士们进进出出,对于柳芹雨等人的问话基本上不予回答,只是让他们继续等待。 这时,来自阴京市的十几个专家组成员已经换上了手术服,打开了急诊室的房门,走了进去。 而陆明市的医生们则有几个从里面走了出来,有人摘下了口罩。 柳芹烟连忙凑了上去,充满焦急地问道,医生,我儿子的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生命危险? 你是柳市长的母亲?医生有些吃惊地看着柳芹烟。 柳芹烟气质超然,往那里一站,徐宁半老,功运十足,只是神情憔悴至极。 不过看起来,柳芹烟是柳市长的姐姐倒是挺像的,倒不像是母子。 这时沈洪飞在旁边说道,是的,医生,这位的确是柳市长的母亲。 现在柳市长的情况怎么样了? 医生苦笑着摇摇头说道,仙子的情况后容乐观。 我们已经处理好了柳市长的外伤,但是柳市长的内伤却是十分令人头疼。 有些地方的内伤,以我们现在的科技手段根本就检查不出来。 虽然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要唤醒柳市长的意识,但是却依然没有奏效。 所以,我们初步怀疑柳市长的头部在爆炸中受到了重创,但是通过CT扫描,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现在先看看燕京室来的专家怎么说吧。 那他有生命危险吗? 听到医生的话,柳妹燕的声音都有些颤抖起来,充满焦虑的问道。 医生苦笑着说道,生命危险,暂时还说不准。 如果柳市长二十四小时之内无法苏醒的话,虽然他不至于立刻死去,但是变成植物人的几率非常大。 当然了,这也只是我们的初步诊断,具体的还要看看燕京室的专家怎么判断。 说完,医生充满联系的摇摇头向外走去,他们已经忙碌了五个多小时了,已经累坏了。 听到儿子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一直坚强无比的柳妹燕,身体一下子变垮了。 身体直挺顶着向后倒去,经文噩耗,他再也支撑不住了。 幸好沈红飞就站在旁边,他一把扶住向后倒去的左妹燕立刻找了医生把柳妹燕也送进了急诊室。 好在柳妹燕只是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才晕厥,经过医生们的高效抢救,柳妹燕很快便苏醒过来。 醒来之后,柳妹燕才刚刚睁开眼睛便大声地问道,医生,柳金鱼怎么样了?他苏醒过来了吗? 负责救护柳妹燕的医生,健壮连忙安慰道,柳女士,您不要着急,柳市长正在急救呢,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柳妹燕如何听不懂对方的安慰之语,那一刻饶使柳妹燕再坚强泪水也不可抑制地流淌了出来。 这时柳婉青走了进来,他的眼角上也带着泪痕,坐在柳妹燕的床前伸手挽住柳妹燕的手术道,柳阿姨,您不要着急,我相信柳哥哥肯定会没事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柳婉青的泪水也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她虽然是在安慰柳妹燕,但是她自己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柳妹燕缓缓缓坐起身来,火股医生护士地阻挠,坚决地穿上鞋,向外走去。 也是的,你们不用管我,不管我儿子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但是,在情语的结果出来之前, 我必须要第一时间知道一切关于她的消息,这是我一个做母亲必须要做到的。 柳婉青见状联盟伸手挽住柳妹燕的胳膊,和她一起向外走去,一边往外走,柳婉青一边说道, 柳阿姨,情语哥哥是被人给暗算的,那些人实在是太可恶了,既然故意设下圈套,让柳哥哥去钻,您可一定要给柳哥哥报仇啊。 柳妹燕文言,原本慈眉善目的脸庞上布满了寒霜,原本慈祥的眼神中傻机弥漫。 不管是谁策划了这起行动,我一定会让她后悔终身的,她最好祈祷自己的行为,不要被我插出一丝一毫的端倪,否则的话,她就等着接受我们柳家歇斯底里的报复吧。 对,柳阿姨说的没错,我妈妈也正在赶过来,她说了,只要查出了是谁干的,一定会让对方不得好死。 柳婉青原本清纯浪漫的脸庞上,也是充满了仇恨的火焰。 柳婉青不能想象,像柳哥哥这样一心为老百姓做事的人,为什么会遭到别人的恶意算计? 竟然要置柳哥哥于死地。 他虽然知道人心险恶,人性自私,但是却一直坚信,哪怕是在自私自利的人也应该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 但是这一次,他深刻知道了什么叫仇身似海,知道了什么叫阴狠毒辣。 又过了足足有七八个小时的时间,青色早就已经黑了,自始至终,柳妹烟都坚定地守在柳情语的手术室外。 就那样的站在那里,到了该吃饭的时候,很多人都出去吃饭了,柳妹烟和柳婉青,却谁也没有动。 他们其实早就已经鸡肠碌碌了,但是谁也没有心情吃饭,还是沈洪飞体恤二人为他们专门准备了快餐送过来,但是两人却谁也没有动过一口。 沈洪飞等了半天,看到一直没有结果,他也有些盯不住了,让医院方面也准备了一个临时休息室,暂时先去处理一下工作,顺便休息一下。 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柳情语手术室房门的灯终于灭了。 顿时,柳妹烟和柳婉青两人先是一愣,随时立刻迈步向着门口方向迎了过去。 然而,刚刚迈步,柳妹烟却是身体一亮起,差点睡倒。 由于长时间的站立不动,他的双腿都有些麻木了,柳婉青连忙扶住柳妹烟。 这时房门一开,医生们推出来一辆病床车走了出来。 柳情语头上戴着氧气面罩,双眼紧闭,被推了出来。 医生,我儿子怎么样了? 柳妹烟看到柳情语的样子,话才刚刚说出来,泪水便再次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看到柳妹烟那泪眼扑苏站立不稳的样子,医生们全都沉默了下来。 我儿子到底怎么样了?你们倒是说话呀! 一向端庄贤淑的柳妹烟,突然大声地质问道,看到柳妹烟那愤怒到了极点的样子,一名医生这才缓缓说道, 柳女士,您能不能先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只有确定您完全稳定下来,我们才能告诉您实际情况。 柳妹烟为言,身体再次摇晃了一下,她突然有种不妙的感觉。 她的目光落在了双眼紧闭的儿子脸上,那熟悉的脸庞,那个曾经充满了坚毅的脸庞,此刻显得是那样的安静。 那个曾经骑在刘飞身上用稚嫩的小手使劲拍打刘飞屁股玩骑大马的活泼小男孩,却现在一动不动。 那一刻,许许多多的画面在柳妹烟的眼前浮现,小时候柳情语的顽皮, 大一些时候在乡下农村所接受的种种磨练和身体训练, 上学时候的聪慧绝尘当兵时候的义气风发,汉不畏死,进入仕途之后的一心为民鞠躬尽瘁, 柳妹烟亲眼见证了儿子的每一步成长。 而现在,烟看着儿子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的时候,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一刻柳妹烟心如刀割。 不过柳妹烟毕竟是柳妹烟,她在柳婉青的搀扶下先活动了一下腿脚, 舒活筋骨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站稳之后,柳妹烟平复了一下心情。 沉生说道, 好了,我没事了,我儿子,到底怎么样了,你们就直接说吧,我能扛得住。 医生轻轻点点头,这才缓缓说道, 柳女士,柳市长的外伤我们都已经全部处理好, 但是现在,由于无法确定的原因,她一直昏迷不醒, 所以现在只能进入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 我希望你们能够想办法跟她说说话, 把她的意识从深度昏迷中唤醒, 只要她能够苏醒,那以后的治疗就会简单得很多, 要想康复的话,也就是几个月的事情, 但是,如果不能把她从这种深度昏迷中唤醒, 恐怕我们就再也不能为力了, 我们燕京市的专家组会在这里再停留48个小时, 如果48个小时之内柳市长能够苏醒, 我们会再次为她进行预诊, 确保她能够安然度过危险期, 如果48小时之后她还不能苏醒, 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听到医生这样说, 柳妹烟的身体再次移动, 随即她使劲地深呼吸了几下, 轻轻点点头说道, 好的,我明白了, 随后,柳妹烟、柳婉青跟着医生们推着柳轻雨的病床车, 来到了重症监护室内, 刚刚安顿好柳轻雨的病床, 柳妹烟的手机便响了, 电话是曹叔会打来的, 妈,你们在哪里, 我来了, 我们在1215病房, 你直接过来吧, 我让婉青出去接你, 柳婉青快步走了出去, 她刚刚到了电梯门口出, 便看到曹叔会和小魔女韩湘仪两人一人抱着一个孩子, 快步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曹叔会和韩湘仪两人的眼圈都是红红的, 很显然, 两人在来的路上肯定没少哭, 在两人的身后, 柳轻雨的奶奶梅月缠, 爷爷刘峰宇以及谢雨昕薛灵云李小璐龙梅子等一大帮人, 浩浩荡荡地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最后旁边的电梯门一开, 又是一大帮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次来的人包括刘小飞, 刘庸的儿子刘小胖, 黑子的儿子小二黑, 徐哲的儿子徐爱国和肖强的儿子肖天龙, 秦帅柳门四杰等, 这些都是柳轻雨的好哥们, 刘小胖, 小二黑等人的出现倒是没有什么, 当刘小飞出现在梅月缠和刘峰宇等人面前的时候, 刘峰宇和梅月缠两个老人家对视一眼, 彼此的目光中充满了疑惑, 身为刘飞的老爸老妈, 他们老两口自然对刘飞柳轻雨的长相心知肚明, 而眼前的这个刘小飞长相和刘飞之间竟然有着七八分的相似, 和刘轻雨的长相更是至少有着八分的相似度, 这个孩子到底是谁家的, 为什么以前没有注意到过呢? 对于儿子刘飞的年轻时的风流潇洒老两口自然是清楚的, 只不过刘飞的每一位红颜之体他们都是门亲的, 他们的孩子也自然都见过, 但是眼前的刘小飞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 不过此刻却并不是两人寻思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现在孙子刘轻雨还躺在病房内生死未卜呢, 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只是交流了一下, 眼神便没有再说什么, 众人心情沉重地看着刘小飞向病房内走去, 权力巅峰第1347集 当这么一大票人出现在病房门口的时候, 把负责值班的护士吓了一大跳, 立刻叮嘱众人不要大声喧哗, 看完之后一定要尽快离开, 以确保室内空气的清新度, 当众人来到柳秦宇的床前, 看到柳秦宇双眼紧闭的样子全都流下了热泪, 曹淑慧更是当场差一点晕厥过去, 当柳浩天和柳香薇两个小家伙看到爸爸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两个小家伙虽然不明所以, 但是看到爸爸不理自己全都有些急眼了, 全都张着两只小手想要扑向柳秦宇, 柳浩天更是直接扯开了嗓门大哭喊道, 爸爸不要睡觉, 陪天天玩儿, 一边说着, 一边向着柳秦宇的方向勾去, 柳香薇也不甘示弱, 大声地喊道, 爸爸, 陪薇薇玩儿, 两个小家伙这么扯着嗓子一喊, 中卫大人们眼中的泪水更是止不住地流淌了下来, 曹淑慧更是泪水连连, 几乎哭成了一个泪人, 看到妈妈哭了, 柳浩天联盟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去为曹淑慧抹眼泪, 妈妈不哭, 妈妈不哭, 奶奶说哭闹的孩子不乖的, 见到儿子这么小就这么懂事, 曹淑慧更加伤心了, 尤其是当她看到老公柳清雨头上戴着氧气面罩, 到现在依然昏迷不醒的样子, 她的心中更加伤心了, 众人在柳清雨的病房内只是待了一小会儿, 便被护士们给赶了出来, 房间内只留下柳媚嫣和曹淑慧以及两个孩子, 病房外面, 刘晓飞把秦帅刘晓胖小二黑等一干年轻的兄弟们召集到了一起, 来到了一处僻静的角落里, 刘晓飞双眼中充满了杀气说道, 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 柳清雨肯定是被人故意射套给暗算了, 而且这个人百分百就是陆明市或者是天涯省的人, 对于这个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想给柳清雨报仇, 我要把这个人给找出来, 然后狠狠地报我对方, 我知道这样做或许会引发很难住以后, 但是我现在过不得这些了, 怎么样, 你们干, 还是不干, 干, 为什么不干, 敢对柳老大下黑手, 我绝对不会轻饶的, 说话的是柳小胖, 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上肌肉抽搐着, 双眼中寒光碧露, 傻气冲天, 干他娘的, 必须干, 小二黑也是咬着牙说道, 其他人也纷纷表态, 坚决要为柳老大报仇, 对于他们这些兄弟而言, 原本一个个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就算是刘小飞不组织大家, 众人也还要想尽办法报仇呢, 现在由刘小飞带头组织, 这帮兄弟们怎么能不响应,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人说道, 我暂时不能参加, 说话的人是秦帅, 听秦帅这么一说, 众位兄弟们全都愤怒地看向他, 就连刘小飞都眉头紧照, 看向秦帅的目光充满了不满, 秦帅苦笑着说道, 各位兄弟, 不是我不想问家, 而是我有更重要的任务, 我一会儿, 要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 为柳老大通过针灸来疏通经络, 推功过血, 礼器条元, 有些时候, 西医无法搞定的事情, 我们中医却可以通过我们祖国的 传统的特殊理疗方式来解决, 我想试一试, 所以今天晚上, 我恐怕要一夜更远, 听到秦帅这么说, 其他兄弟们脸上全都露出释然神色, 刘小飞拍了拍秦帅的肩膀说道, 秦帅, 对不起, 兄弟们错怪你了, 秦帅苦笑着说道, 没事, 我知道兄弟们的心情, 我也很想立刻加入进来, 把那个幕后策划者, 碰到一顿, 但是我认为, 先想办法把老大救醒, 这才是最根本的, 这个事情, 你们帮不上忙, 你们就先去干你们的, 等我尝试完之后,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会加入你们, 一起进行复仇的, 刘小飞点点头, 好, 秦帅, 那老大的安全, 就拜托你了, 希望你能够不惜一切代价, 把老大救过来, 缺什么, 尽管跟兄弟们提, 兄弟们保证满足你, 另外, 如果等成体能的手术结束之后, 如果你还有精力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成铁鸟, 如果不是成铁, 恐怕柳清宇现在已经被砸死了, 秦帅点点头, 我知道, 铁牛是个好汉子, 值得我勤帅敬重,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救活他的, 刘小飞点点头冲着众人说道, 兄弟们, 走, 咱们开始行动了, 陆明市的那些阴谋家们, 你们就等着颤礼, 等着颤抖吧, 我们兄弟的不仇, 从今天晚上正式开始了, 随着刘小飞一声招呼, 十几名兄弟们立刻呼啦, 啦啦怒气冲天地向外冲去, 陆明市从今天开始, 正式进入了一个都市之秋, 刘小飞带着众人离开之后, 秦帅立刻返回了病房, 和柳媚嫣曹书会商量了一下, 梅月禅和曹书会立刻在病房外面等待着, 而秦帅则独自一个人进入了病房之内, 梅月禅和曹书会之所以如此信任秦帅, 是因为他们知道, 秦帅是一位中医水平超高的中医大师级人物, 不仅医术高超, 智商更是超群, 现在属于柳秦宇极其重要的左膀右臂, 更是柳秦宇的贴身御医, 秦帅进入病房之后, 仔细查看了一下柳秦宇的身体状况, 又看看现在的时间, 这才不慌不忙地从随身手包中拿出了一套银针, 坐在柳秦宇的身旁, 将森根银针轻轻轻拧转着, 刺入了柳秦宇的河谷学, 内观学和足三理学, 随即再次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柳秦宇的状态之后, 再次拿出银针, 开始一根根地刺下, 每次银针入学之后, 秦帅都会缓缓地轻柔地向里面输入一道内力, 尤其是涉及到柳秦宇头部的穴位, 秦帅更是轻柔到了极点, 将内力一点一点地向里面输入, 时间整整过去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秦帅这才缓缓收针, 针灸的时候不仅下针有讲究, 就是收针的时候也有很多讲究, 收针的手法对于治疗效果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当秦帅把所有银针重新收回到针囊里之后, 他的浑身已经被汗水给湿透了, 身体寂静于虚脱, 不过为了观察针灸效果, 秦帅并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坐在那里仔细观察着柳秦宇的面部, 当他看到柳秦宇的脸色比之前施针前红润了几分之后,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这套针法名叫举火烧山镇, 需要配合他的内功修为, 为柳秦宇从头到脚, 疏离经络, 活血瓦淤, 是他祖传的一套独门绝学, 这套针法十分难学, 不仅要求施针者熟悉每一个学位, 更是要弄明白人体五行与时辰, 天气之间的关理, 要根据时辰的不同, 季节的不同, 刺激不同的学位, 还要求施针者必须要具有内力, 只有配合内力进食施针, 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但在施针的过程中, 不能受到一点打扰, 补折稍有差池, 就会危及患者的生命, 好在秦帅相信有柳妹烟梅月禅和曹书惠在外面守着, 他们是不会让任何人打扰自己的, 过了一会儿, 秦帅又为柳秦宇整了整脉, 发现柳秦宇的脉象比自己施针之前要强劲有力的许多, 甚至柳秦宇的眼皮都有微微颤抖的迹象, 这让秦帅欣喜不已, 因为他知道, 此时此刻的柳秦宇正在和自己的身体进行着最为激烈的斗争, 这说明他并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 秦帅站起身来, 拖着疲惫到了极点的身体, 缓缓挪动到门口, 当他的手握到门把手想要使劲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几乎一点劲都使不上了, 他先调戏了一会儿, 这才攒足了最后一口气, 打开了房门, 身体探出门外, 声音虚弱地说道, 嫂子, 一进去和老大聊聊, 可别让他感动, 让他产生巨大求生欲望的事情, 如果刺激得当的话, 估计老大应该可以醒来了, 话刚刚说完, 秦帅的身体便直接扑通一声扑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 看到这种情况, 曹书慧和婆婆柳妹烟全都大吃一惊, 他们可是知道秦帅的身体状态的, 这家伙身体壮实得很, 没有想到这才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尤其是当他们的手扶到秦帅胳膊上的时候, 这才发现, 他浑身都已经湿透了, 两人的脸上全都露出了感动之色, 他们知道, 秦帅已经尽心尽力了, 两人立刻招呼医生护士赶快对秦帅进去抢救, 医生过来之后检查了一下秦帅的身体笑着说道, 没事, 他这是累的, 休息一下就好了, 不过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竟然累成这个样子, 柳妹烟简单敷衍了几句之后, 便让曹书慧独自一人进入了病房内, 而他则带着几名保镖在外面守护着, 曹书慧进入病房内, 看到柳芹雨的第一面便感觉到了柳芹雨此刻状态的不同, 他刚刚见到柳芹雨的时候, 柳芹雨的脸色是极其苍白的, 即便是在昏迷的时候, 他的眉头也是紧紧皱着的, 似乎在承受着什么剧烈的痛苦, 然而此时此刻的柳芹雨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他的脸色已经比之前红润了许多, 而原本一直紧皱的眉头此刻似乎也舒展了许多, 看到柳芹雨这个样子, 曹书慧便知道秦帅到底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 心中对秦帅多了几分感激, 曹书慧真正意识到了柳芹雨这些兄弟们之间的情谊是多么的真挚, 不过看到柳芹雨依然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曹书慧眼中的泪珠再次忍不住地流淌了下来, 轻轻握住柳芹雨的手疏道, 柳芹雨, 我是曹书慧, 那个以前最喜欢和你作对的大魔女, 柳芹雨, 知道吗, 以前的你可坏了, 总是欺负人家, 柳芹雨, 你知道吗, 浩天和香薇这两个小家伙, 看到你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时候, 他们全都哭了, 他们哭着喊着想要唤醒你, 想要让你陪他们玩, 但是你却偏偏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柳芹雨, 你快点醒过来吧, 妈自从得知你受伤的消息之后, 马不停蹄地从燕京室赶了过来,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二个小时, 妈连一口水都没有喝, 一口饭都没有吃, 虽然她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她心中的焦虑, 柳芹雨, 你快点醒来吧, 否则我担心妈的身体要支撑不住, 爸因为你的事情雷霆震怒, 但是他不能过来, 因为他那边的工作太多了, 最近这段时间, 国际局势十分严峻, 美国又在南海挑逝, 菲律宾和日本也是蠢蠢欲动, 爸也很担心你的情况, 几乎每隔两个小时就给妈打个电话, 她能够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了, 曹淑慧一边跟柳芹雨叨咕着, 一边抽气着, 病床上柳芹雨却依然一动不动, 曹淑慧没有放弃, 依然在执着地跟柳芹雨说着, 柳芹雨, 你知道吗, 刘小飞已经带着刘小胖小二黑肖天龙他们出去为你报仇了, 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你的仇家是谁, 但是他们依然出去了, 我虽然很想劝住他们, 但是我知道, 现在的他们已经被怒火填满胸膛, 如果不让他们释放出来的话, 他们肯定会爆炸的, 所以我没有阻止他们, 真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样折腾啊, 还有啊柳芹雨, 你知道吗, 柳芹雨跟你长得可是真相啊, 而且他对你真的很够哥们, 而且他还说跟你能够产生心灵感应, 就是他通过心灵感应找到了你们被埋的位置, 为了救你, 他甚至冲着神尾唐书记和杜省长怒吼咆哮, 最终让他们妥协了, 他为了尽快把你给救出来, 手掌都被钢筋给扎破了, 血淋淋的, 但是他没有放弃, 直到把你和成铁牛从废墟中给救出来, 柳芹雨你知道吗, 成铁牛为了救你, 到现在还在昏迷着呢, 他用身体为你挡住了钢筋混凝土, 用身体为你撑起了一点点生存下去的空间, 而他的双腿,双臂,甚至是肋骨等多处都骨折了, 成铁牛刚刚从急救室出来不到两个小时, 医生说, 如果八个小时之内, 成铁牛要是还是无法醒来的话, 他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柳芹雨, 你赶快醒醒吧, 只有你能够唤醒成铁牛了, 柳芹雨, 你快快醒醒吧, 浩天和香薇两个小家伙不能没有你这个霸, 一边说着, 曹淑慧的泪珠流淌得更加厉害了, 就在这个时候, 曹淑慧却并没有注意到, 一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柳芹雨眼皮开始剧烈地抖动着, 挣扎着, 没有被曹淑慧握住的右手手指轻轻地抖动着, 突然, 曹淑慧感觉到自己的手被人给握住了, 他一惊向手上一看, 发现不知何时原本一直被自己握着的柳芹雨的手已经轻轻地握住了自己的手, 虽然此刻柳芹雨手上的力道十分柔弱, 但是他依然可以感觉到柳芹雨手上传来的触感, 柳芹雨的手很凉。 柳芹雨, 你醒了? 曹淑慧充满惊喜地向着柳芹雨的脸上看去, 此刻, 柳芹雨的眼皮在剧烈地抖动着, 握住曹淑慧的手的力道在一点点地加大, 柳芹雨, 加油, 加油啊, 成铁牛还在等着你去唤醒她呢, 香薇和浩天还在等着你陪着他们两个去玩呢, 浩天说了, 她也想要骑大马玩。 曹淑慧看到柳芹雨的状况, 联盟加快了语气充满焦急地说道, 噢, 一个轻轻的声音从柳芹雨的嘴里传来, 柳芹雨的眼皮终于缓缓地睁开了, 一双乌黑的眼睛露了出来, 与曹淑慧对视着, 柳芹雨, 你醒了? 当看到柳芹雨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 曹淑慧那绝美的容颜上顿时泪水与微笑混杂着, 一双劫碑的玉手紧紧地握住了柳芹雨的手。 权力巅峰第148集 紧紧地攥着, 就好像一松手柳芹雨就要离她远去一半。 柳芹雨嘴角微微超动着, 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声音虚弱地说道, 我活过来了, 老婆, 别哭了, 你不要说话了, 我去喊妈进来, 她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曹淑慧连忙起身, 跑到外面一把拉开房门大声喊道, 妈, 柳芹雨醒了。 听到曹淑慧的呼唤, 原本正坐在那里神情有些呆滞的柳芽烟, 一下子就睁开了双眼, 那满是血丝的眼睛中充满了震惊和欣喜。 秦宇, 真的姓啊, 妈, 真的姓啊, 您快进来吧。 一边说着, 曹淑慧一边对旁边的人说道, 你们快去通知医生们, 过来看看。 其实, 不用曹淑慧吩咐, 对面的病房内, 虚眼的房门已经打开了, 几名专家护士从里面急匆匆地冲了出来, 因为柳芹雨身份的重要性, 为了确保能够第一时间为柳芹雨进行救治, 医院方面专门把对面这个病房疼了出来, 让专家们在里面休息等候, 同时配备了几名护士轮流值班, 时刻观察着对面房间的状况。 此刻, 当护士们听到柳芹雨醒来的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了专家们, 专家们立刻全都起来向外走去。 对于柳芹雨, 这些专家们心中也充满了钦佩, 他们很多人全都看到了柳芹雨 舍己为人永救孩子们的那一幕。 当专家们跟着柳媚嫣曹淑慧 一起进入柳芹雨的病房, 为柳芹雨检查了一下身体之后, 全都震惊了。 专家们检查完之后确认, 柳芹雨的身体, 除了腿部骨折和身体的外伤 以及无法查明的内伤之外,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24小时之内不出现反复的状况, 柳芹雨基本上可以确定脱离死亡风险区了。 不过医生们也交代, 让柳媚嫣和曹淑慧不要过多地打扰柳芹雨, 让她多休息休息。 这时,房门打开, 刘峰雨、徐娇娇、李小璐、 薛灵云等人也纷纷走了进来, 看望柳芹雨。 对于众人来说, 柳芹雨从小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孩子, 每个人都对柳芹雨有着很深的感情, 刘家的孩子们对于柳芹雨这位大哥更是充满了尊敬, 柳芹雨在孩子们之中更是说一不二, 对于各位兄弟妹妹们照顾有加。 在小的时候, 刘芹雨为了兄弟妹妹们也没少和其他的孩子打架, 所以现在刘芹雨受伤了, 整个和刘家有关系的人全都过来了, 尤其是这些娘子君们, 他们围在刘芹雨的身边, 嘘寒温暖, 关怀备至, 让刘芹雨倍感温暖。 这时, 刘峰雨走了过来, 众人纷纷让路, 刘峰雨 坐在柳芹雨的身边, 沉声问道, 芹雨, 你能确定这次事情是谁在幕后主使吗? 刘芹雨苦笑着摇摇头, 刘峰雨闻言眉头紧皱, 沉声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只有使用打草惊蛇这一招了, 一定要想办法将幕后知识者给揪出来, 敢对我的孙子动手, 我必定让他后悔终身。 说话之间, 刘峰雨这位曾经的大佬身上流露出一股强烈的气势, 众人全都沉默了下来, 看向刘峰雨的目光中充满了敬重之色。 大家都知道, 这位老爷子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下来了, 虽然平时一向必经低调, 但是老爷子一旦动怒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书惠, 你去通知一下医生们, 让他们推我去乘铁牛的房间, 我要去看看铁牛, 我要把他唤醒。 刘峰雨说道, 柳媚烟不由的眉头一皱, 秦雨, 你刚刚苏醒, 身体还很虚弱, 医生叮嘱你一定要多多休息, 铁牛那边等你稍微休息一会儿再过去吧。 刘峰雨摇摇头, 骂, 铁牛是为了救我才变成那样的, 如果我现在要是不过去的话, 我对不起我的兄弟, 我必须要过去。 刘峰雨突然说道, 媚烟, 让秦雨过去吧, 身为一个男人, 就必须要懂得感恩。 铁牛那孩子是个好孩子, 如果他能够苏醒的话, 我会想办法把他掉进黑子身边, 让黑子好好的培养培养他。 像他这种人才, 只是留在秦雨身边当保镖, 有些浪费了。 听到公公都这样说了, 柳媚烟虽然也是当婆婆的人了, 却没有再坚持。 因为他知道, 虽然自己疼柳秦雨, 公公比自己还要疼, 而且对承铁牛, 柳媚烟也是充满了感动和欣赏, 所以他也就没有再坚持 过去喊来医生护士, 推着柳卿雨的病床车, 来到了隔壁城铁牛的病房里。 就在柳卿雨与黑子这边 病床挨着病床说话的时候, 陆明市这边已经闹翻天了。 刘晓飞带着兄弟们离开医院之后 并没有急于行动, 而是先到了附近一家茶馆。 大家仔细商量了一段时间, 对于他们而言, 虽然大家对于陆明市并不是特别熟悉, 来的也比较少, 但是在座的各位可全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尤其是刘晓飞和陆昭, 小二黑, 全都是在生死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精锐, 而其他人要么是商场上的大佬, 要么是律师中的牛人, 黑客中的高手全都是高智商的牛人。 这些人汇聚在一起, 其威力绝对不比十三罗汉逊色。 在经过几轮密集的头脑风暴之后, 最终众人分成了两个小组, 一个小组由刘晓飞亲自带领, 包括刘晓胖、林云、黄德广、 肖天龙、徐爱国, 另外一路则由陆昭带领, 包括小二黑、梁家园、韩湘仪等人。 两个小组随后分成小组, 各自商量好自己的行动方案, 并再次进行集体头脑风暴之后, 便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此刻, 已经是凌晨两点钟。 陆明市公安局值班室, 突然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 这个举报电话的举报人, 说他们发现了一名国家A级通缉犯, 此人已经流窜到了陆明市, 住在距离市局不到一公里远的一家酒店内, 此人身上背着十二条命案, 属于重点的通缉对象。 接到这个举报电话的人, 是刑侦支队的副队长郭宇强。 郭宇强没有敢耽搁, 立刻向自己的老领导进行回报。 他的老领导是陆明市公安局副局长卢华明。 他知道, 如果能够抓住这个A级通缉犯的话, 那么老领导可就立功了。 到时候老领导肯定会欣赏自己的, 到那个时候, 自己的付出问题可就有希望解决了。 卢华明接到下属的汇报之后, 并没有特别兴奋, 因为他知道, 很多时候举报信息也未必准确。 再说了, 现在可是凌晨两点多钟了, 谁没事在大半夜的举报啊? 所以他狠狠地把郭宇强批评了一顿, 郭宇强郁闷得不行。 就在这个时候, 郭宇强值班式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随后他立刻接通了电话, 听到又是那个举报电话, 郭宇强立刻气不打一处来, 狠狠地痛骂了对方一顿, 就想挂断电话, 这时对方等郭宇强骂完之后突然说道, 你现在能够上网吗? 我这边刚刚复制了酒店的监控录像, 你可以确认一下是不是那个通缉犯, 郭宇强文言顿时心中一动, 如果对方真的能够提供酒店的监控录像的话, 那么他就有把握去说服卢副局长了。 所以他直接说了一下他的邮箱, 让对方把监控录像发过来, 同时他立刻起床打开电脑登录邮箱, 调出了对方发过来的视频录像, 等他看完之后, 又打开通缉犯系统库, 把视频录像与通缉犯的照片仔细地对比了一下, 当时激动地直接从原地一蹦三尺高, 使劲地挥舞了一下手臂说道, 耶,没错,错不了, 就是这个家伙。 于是他立刻再次拨通了卢华明的电话, 此刻卢华明刚刚躺进被窝里接到电话之后, 顿时气得鼻子都快崴了, 又是劈头盖脸地把郭宇强痛骂了一顿, 等他骂完之后, 郭宇强有些郁闷地说道, 卢局长, 我这里接到了举报人发过来的视频监控录像, 已经可以确定, 那个名叫马天国的A级通缉犯, 已经住进了金红宾馆317房间, 绝对错不了的。 什么? 有监控录像? 你确定没有问题吗? 卢华明一下子从被窝里坐起深懒, 双眼中充满了激动神色。 他这个副局长, 自从新任局长艾坤上位以后, 日子十分不好过, 因为新任局长对副局长们要求很是严格, 要求每位副局长都必须要真抓实干, 而且对于以前廖志才这一边的副局长人马进行了清洗。 他隐藏得比较深, 在经过一系列人事变动之后, 终于爬上了副局长的位置, 只是没有人知道, 他其实是廖志才的人。 不过自从卢华明上任之后, 一直没有找到表现自己的好机会, 所以在市局里的地位并不是很高。 所以这次接到郭宇强打来的电话让他意识到自己翻身崛起的机会到了。 他相信, 如果自己能够趁此机会抓住这个A级通缉犯的话, 那么在局里的微信会立刻窜升很多。 而且他也已经看出来了, 廖志才现在日博西山, 自己必须要重新找一个靠山了, 但是要找靠山也需要有政绩才行。 所以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 不过, 卢华明性格谨慎, 他先让郭宇强把视频监控给他发过来仔细了研究了一下, 确认无误之后, 立刻给郭宇强做出指示, 让他立刻连夜抽掉十几名精锐警力集合待命, 同时通过他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系了陆明市电视台的记者随行进行拍摄, 他决心要把自己的这次抓捕行动进行大肆宣传, 他要让陆明市所有领导都看到自己的成绩, 以便于他重新改换门庭。 凌晨两点半, 正是夜色深沉的时候, 整个陆明市的城市都在沉水中, 街道上空空旷旷的, 偶尔几名上下夜班的工人形单影只的低声聊着天, 神情疲惫地向家或者是单位的方向赶去, 一排排昏暗的路灯如同哨宾一般, 见证了整个城市从黑夜向白天的转换。 几辆警车车顶的警灯闪烁着, 却没有冥想警笛, 从事公文局里开出一路急迟向着一公里外的金红宾馆驶去。 警车刚刚来到金红宾馆附近的时候, 一辆黑色奥迪从金红宾馆停车场方向缓缓驶出, 警方并没有注意, 直接向着金红宾馆停车场内驶去。 就在这个时候, 郭宇强的手机响了, 看到那熟悉的电话号码, 郭宇强心中就是一动, 立刻接通了。 你好, 我刚刚看到马天国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半夜起来了, 现在已经开车离开宾馆了, 刚才与你们正好碰面的那辆奥迪车里就是马天国。 电话里郭宇强熟悉的声音充满焦急的说道, 听到这里, 郭宇强立刻对身边的司机说道, 快, 追上那辆奥迪车, 那就是犯罪协议人。 司机一听二话不说立刻调转车头快速追了过去。 一边追, 郭宇强一边拨通了卢华明的电话, 告诉他最新的举报信息, 卢华明二话没说立刻指挥手下们紧追不舍。 正好, 此刻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远远的, 他们看到那辆奥迪车停在那里等着红灯, 看到这种情况, 卢华明立刻下令全速追击。 正在这个时候, 绿灯亮了, 奥迪车左转弯之后立刻加速前进, 似乎发现了他们这些警车, 卢华明见状立刻大声指挥, 快, 追上这辆奥迪车, 抓住里面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的司机立刻全部加速追击, 不过犯罪嫌疑人似乎也发现了他们脚下油门狂踩。 再加上这哥们技术挺强的, 卢华明他们虽然能够一直紧追不舍, 却始终追不上。 最终, 奥迪司机把车开进了一个高档别墅小区内, 停在一家二层别墅前面, 直接跳进了别墅内, 来到房门处, 直接飞快打开房门, 随后消失在别墅里面。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犯罪嫌疑人似乎因为太过于慌张, 竟然忘记了关上房门, 整个房门虚掩着。 追到了别墅前面的卢华明健壮二话没说, 立刻指挥着手下们同样跳过院墙, 快速向着别墅里追了过去。 当众人冲进别墅之后, 发现整个别墅面积很大, 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 这时一名警察打开灯光之后, 突然用手一指地上的鞋印说道, 卢记长, 你看, 地上有鞋印。 好, 打开手电筒沿着鞋印追击, 另外留四个手在别墅外面, 防止对方逃跑。 奔赴下去之后, 卢华明立刻带着手下们沿着鞋印一路追踪, 而他身后市电视台的记者们也已经准备完毕。 一边向里面追踪, 市电视台的记者一边跟卢华明说道, 卢记长, 我们电视台的副台长, 想要把这次节目做成一期视频直播节目, 用以展现咱们警方为了追击犯罪分子所付出的努力, 表现咱们警方守护一方百姓的心口。 您看, 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进行直播吗? 我们台长说, 打算在新闻节目和网络视频同步进行直播。 卢华明一听, 立刻点点头说道, 没问题, 没问题, 对于你们新闻媒体对我们警方所有的正面报道, 我们都是大力支持的, 不过直播过程中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一次的通缉犯可是国家级A级通缉犯, 手上有好几条人命, 记者十分勇敢笑着说道, 没问题, 请领导放心, 我们会注意安全的。 一边说着, 记者一边打开了摄像机上面的实时网络传输功能, 将所拍摄的视频信号同步传输到了电视台和露鸣市电视台的官方网站视频直播板块。 此时此刻, 虽然已经是凌晨三点左右了, 但是夜猫子也不少, 尤其是网络上, 数千万的网民们都守在电脑前, 或者在打游戏, 或者在看电影看新闻, 打发着他们无聊空虚寂寞的时间。 然而, 露鸣市也有一些网民在随意的上网打发着时间。 权力巅峰 第1349集 就在这个时候, 很多上网的网民们电脑里突然同时弹出了一个弹窗广告, 巨大的标题十分醒目, 露鸣市警方深夜追击国家级A级通缉犯, 双方即将展开激烈交火, 到底谁胜谁负呢? 在后面还有视频直播的链接和标识。 很多网民看到这个弹窗广告在无聊之下纷纷点了进去, 很快的, 他们就看到视频画面中出现了一对警察。 这些警察正在捏手捏脚地循着地上的脚印在悄然前进着, 每个人的手中全都拿着手枪小心翼翼, 很显然, 他们对于这个犯罪嫌疑人十分重视, 当这些警察追踪到一间房门前的时候, 脚印全部消失了, 警察们全都停了下来, 在卢华明的指挥下, 警官们分左右两边站立, 随即一名年轻警察一脚拽开了房门, 随即身体向前一步一个翻滚重新起身双手吃枪, 向前大声好道, 不许动, 再动, 我就要开枪了。 与此同时, 两边的警察立刻快速冲了进去, 同时打开房间的灯光, 卢卢明最后一个走了进去, 而记者们的摄像机也随后跟了进来, 进入房间之后让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这是一个十分宽大的房间, 房间的里面摆放着一张巨大的床, 比之普通的两米四乘两米的大床要宽出两米, 长出一米, 此刻房间内的大床上是三个浑身赤着身体拥抱在一起的三个人, 最中间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一个啤酒度将他身前一个身材窈窕的美女隔开了一段距离, 他的一双大手很不老实地按在美女的胸前, 而在他的身后, 另外一个美女同样拥抱着他, 此时此刻, 不仅现场的这些警察们被眼前了这一幕正经, 就连后面的视电视台记者们, 以及网络上电视上观看直播的人也全都震惊了, 一男二女, 此刻三人已经全都醒了过来, 一边拉住被子, 遮住了身体关键部位, 一边充满愤怒地看着眼前了这些警察们, 尤其是中间的那个男人, 愤怒地吼道, 你们是什么人, 是谁让你们进来的, 由于刚刚睁开眼睛, 再加上房间内灯光刺眼, 所以这个刚刚醒来的男人, 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眼前这些人到底是谁, 这时郭雨强大声喊道, 不许动, 都不许动, 我们是警察, 正在搜索通缉犯, 一边说着, 郭雨强一边拿出手中的照片, 与眼前的这个男人对照起来, 一边看, 郭雨强一边皱起了眉头, 咦, 那颗脚印明明是进了这个房间, 怎么床上的这个人和通缉犯长得不太一样了, 你们两个, 在屋子里仔细地搜搜, 这时, 床上的男人似乎适应了眼前的光线, 目光落在了郭雨强党人的脸上, 尤其是当他看到卢华明和市电视台的记者和他们手中的摄像机的时候, 床上的男人顿时暴怒起来, 指着卢华明的脸怒声呵斥道, 卢华明啊, 你他妈的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呀, 你这个副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此时此刻, 在经过最初的震惊疑惑之后, 卢华明也已经通过声音认清楚了眼前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赫然就是陆明市常务副市长廖志才, 更让他震惊的是, 此刻, 躺在廖志才身边的两个女孩, 明显不是廖志才的妻子, 更不可能是他的女儿, 因为这两个女孩年轻貌美, 而且是双胞胎, 廖市长, 您怎么在这里, 卢华明看着床上满脸震怒的廖志才, 顿时眼睛瞪得大大的, 脸色阴晴不定, 双腿双手都颤抖起来, 他毕竟一直都是廖志才隐藏的嫡系人马, 他虽然早就有脱离廖志才派系的想法, 但是一直都是在暗中进行着, 但只要是廖志才不倒, 他肯定不可能明着投靠别的阵营的, 但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今天根据群众举报抓捕A级通缉犯, 怎么就抓到廖志才的头上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个双胞胎年轻美女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这时两个美女也全都醒了, 因为害怕, 两人全都把头蜷缩到被子底下, 一左一右地搂住了廖志才的胳膊叫声说道, 廖志才, 我害怕, 您让他们赶快戳去, 你们都给我戳去, 廖志才冲着卢华明大声吼道, 还有那个记者, 立刻把摄像机里的视频全都给我删了, 卢华明啊, 这件事情你负责监督, 这都是什么事啊, 廖志才的官微顿时进展无疑, 然而, 此时此刻, 卢华明和郭雨强以及电视台记者们彼此面面相去, 脸上全都露出一副无语的模样, 这时, 那名电视台记者苦笑着说道, 廖师长, 我, 我们正在进行电视直播, 所有的画面都是实时传输的, 身处不了, 廖志才又恩言顿时气得大发, 雷霆都让他们给我滚出去, 一边说着他一边用手挡住了自己的脸, 电视台记者此时此刻, 已经手忙脚乱地拿出盖子, 盖住了摄像机镜头, 卢华明已经带着众位警察向外走去, 一边往外走, 郭雨强一边问道, 卢局长, 那个攻击犯, 我们还要不要再搜一搜, 那个鞋印明显就是在这个门口消失了, 走, 搜个屁呀, 郭雨强, 他妈的到底有脑子没脑子呀, 没有看到我们稀里糊涂的都搜到了廖志整的别墅来了吗, 卢华明愤怒地吼道, 可是, 可是嫌疑犯很有可能就在房间里了, 我们如果不搜的话, 实在是太可惜了, 郭雨强此刻似乎还没有醒过味儿来, 其实他早就醒过味儿来了, 只不过眼看着这A级通缉犯马上就抓到了, 却突然被廖志才给赶了出来, 他实在有些不甘心, 看到郭雨强还不怎么上道, 卢华明叹息一声说道, 我说郭雨强啊, 知道为什么你总是无法升官吗, 因为你小子太不会做人了, 没有看到里面的人是廖市长吗, 旁边还有两个女孩儿呢, 如果这件事要是曝光出去的话, 恐怕廖市长就要出名了, 到那个时候, 就算是我们真的从里面搜出了那个A级通缉犯, 恐怕我们也得不到什么好的结果, 廖市长到时候还不把我们往死里整啊, 廖市长的性格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确实知道他, 他可是牙字必报啊, 就是今天这个事情我们能不能混过去都是个问题啊, 一边说着, 卢华明一边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郭雨强此刻也真的有些害怕, 他是卢华明的下属和亲信, 虽然知道自己的老领导背后应该是廖志才, 但是他对廖志才却了解的并不是很多, 只是知道廖志才以前的时候在陆明市绝对是说一不二的主, 就在几个人在这里充满战战兢兢的等待着房间内的廖市长最终反应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此刻的网络上和电视上已经炸锅了, 当时市电视台的副台长之所以同意甚至大力支持记者们的搞视频直播, 主要是考虑到收视率的问题, 虽然现在是凌晨三点左右, 看电视的人很少, 但是他相信, 随着这次视频直播的进行, 陆明市电视台的名声一下子就能够打出去, 因为他要借助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电视观众, 陆明市电视台绝对会第一时间向观众奉献最新鲜的新闻, 这是属于口碑营销, 但是这位副台长万万没有想到, 原本一个抓捕A级通缉犯的视频直播过程, 到最后竟然演变成了直播副市长廖志才左拥右报如何大发雷霆的过程, 这个结果让这位副台长当时一下子就懵了, 虽然他在第一时间已经让导播切断了电视直播信号, 但是网络直播那边却并不是这位导播可以控制的, 因为网络直播是直接通过这位摄影记者的摄像机直接与网络平台客户端进行直接连接的, 而且此刻这位副台长也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 所以就在副台长这边积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考虑着如何善后的时候, 网络视频直播平台那边早就热闹非凡了, 本来以陆明市电视台微博微信平台的粉丝量, 观看这次视频直播的人不会很多, 能有那么几十个能够看到视频直播就很不错了, 然而今天的情况有些诡异, 竟然整个陆明市的百分之七八十的网民的电脑上全都出现了弹窗广告, 而弹窗广告宣传的正是这次视频直播, 虽然很多网民对于弹窗广告不感兴趣, 直接点击关闭, 但是依然有数万的网民点击了查看视频直播, 当视频直播画面中出现了廖志才和两位美女的时候, 所有的网民全都瞪大了眼睛, 所有人全都被震惊了, 画面中两位美女的身材简直好到了极点, 颜值极高, 再加上没有马赛克, 很多网民们大饱眼福, 尤其是当廖志才醒来之后的怒斥, 已经卢华明左一声廖市长, 右一声廖市长, 就算是以前不认识廖志才的人也知道眼前的这位竟然是一位市长大人了, 尤其是露民市的那些网民们, 对于廖志才这位副市长并不陌生, 最不凑巧的是, 那位摄像记者在慌乱之下, 虽然凝上了摄像机的盖子, 导致后来的视频直播画面一片黑暗,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郭雨强罗华明他们出去之后的那段对话, 却依然通过摄像机和内置的无线传输装置传输到了视频直播中, 所有的网民全都听到了卢华明与郭雨强之间的对话, 于是网络上彻底沸腾起来, 而且在幕后推手的操作下, 不仅仅是露民市范围内, 网民看到了这次视频直播, 全国所有深夜没有睡觉的网友们, 电脑前全都出现了弹窗广告, 至少有数十万的网民观看了这次视频直播, 随着这次直播的进行, 在各大门户网站以及各大门户论坛里, 都出现了有关这次视频直播的直接连接和新闻链接, 而标题更加醒目, 陆明市电视台记者跟拍警方抓捕A级通缉犯, 阴差阳错撞破副市长廖志才通奸, 很醒目的标题, 很能够引发读者的阅读狂潮, 于是这些帖子, 新闻链接, 视频内容的点击率飞速飙升, 几乎在随后播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很多帖子的点击率都已经超过了百万, 尤其是一些网络大V们也加入到了对于这些帖子的转发过程当中, 于是整个事件几乎在凌晨五点左右彻底酝酿发酵了, 凌晨五点钟, 天涯省省纪委书记刘建伟刚刚起床正在洗漱的时候, 他家里的红色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这是一部内部办公电话, 只有在有紧急公务的时候才会使用的, 刘建伟只能立刻放下牙刷, 草草竖了竖口, 立刻抓起红色电话机, 说道, 你好, 我是刘建伟, 刘书记, 陆明市出事了, 给刘建伟打电话的, 是省应级指挥中心主任李玉平, 他立刻在电话里把陆明市公文局副局长卢华明带人抓捕A级通缉犯马天国, 却阴差阳错地撞破了廖制裁通奸案的事情说了一遍, 同时指出,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在网络上充分发酵了, 现在语情十分严重, 同时接到应急指挥中心汇报的还有天涯省宣传部部长闫林奎, 和陆明市市委书记沈红飞, 现在虽然才刚刚早晨五点钟, 但是很多常委们都已经起来了, 当他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脸色全都变得十分难看, 尤其是纪委书记刘建伟,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双眼立刻眯缝了起来, 寒光四射, 刘建伟没有丝毫犹豫, 第一时间拨通了省委书记唐万刚的电话, 把整个事情向唐万刚汇报了一遍, 唐万刚听完这个消息之后,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说道, 刘建伟同志, 为了尽快平息舆论风波, 你们省纪委立刻介入此事进行调查, 如果确定廖志才同志确实涉嫌通经行为, 立刻按照当机国法处理, 绝对不能姑息, 随后唐万刚略微沉吟了一下, 觉得此事十分严重, 立刻让省委秘书长通知所有省委常委, 立刻赶到省委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廖志才之事, 此刻廖志才已经穿好了衣服, 正在对着郭宇强, 卢华明等人大发雷霆呢, 然而他却并不知道, 他怒批卢华明, 郭宇强等人的行为, 正在被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通过无视频, 却有声音的方式, 对着整个世界进行直播呢, 廖志才更不知道的是, 他家里的电话其实此刻早已经被打爆了, 但是由于某些人已经暗中做了手脚, 所以他家里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而廖志才的手机很不凑巧的是, 不知道啥时候已经关机了, 所以廖志才的家里已经成了信息孤岛, 被廖志才一番痛斥之后, 卢华明立刻当场表态, 自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平息此处事件, 他还提出了几个方案, 其中就包括事后如何解释此事, 如何瞒天过海, 如何花钱, 请网络公关公司删帖等等, 然而他却并不知道, 他们所说的话, 全都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传了出来, 呈现在所有网民的面前, 而那名记者由于也牵扯其中, 所以他也一直都没有走, 他也害怕自己被廖志才穿小鞋, 所以他也表示会积极帮忙平息舆论危机, 就在他们这边紧锣密鼓商量对策的时候, 天涯省省委那边紧急常委会已经开始了, 不过在常委会刚刚开始不久, 便有工作人员走了进来, 在唐万刚的耳边耳语了几句, 唐万刚文言顿时立刻瞪大了眼睛, 立刻让工作人员调出了廖志才与卢华明等人 商量如何应对舆论危机的视频直播内容, 顿时所有常委们全都目瞪口呆, 尤其是孙德彪更是气得咬牙切齿心中暗道, 了之财啊了之财, 你压的就是一头猪啊, 你怎么就不知道你所干的那些龌龊事情全都被视频直播了呢? 权力巅峰第1350几 本来刚开始的时候对于唐万刚提出的让省纪委介入调查廖志才的事情的提议, 孙德彪和黄玉川等人还有些反对呢? 但是当看到这个视频直播内容的时候, 他们什么也不说了, 他们知道廖志才彻底完蛋了, 很快的天涯省常委会上做出一致决定, 由天涯省纪委立刻介入对廖志才的调查, 此时此刻, 躺在病床上的柳青宇并不知道就是那么一夜之间, 陆明氏竟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 因为现在的柳青宇正躺在病床上, 躺在一只昏迷不醒的好兄弟成铁牛身边, 正在和成铁牛说话呢, 他已经整整和成铁牛说了好几个小时了, 但是成铁牛依然昏迷不醒, 虽然医生和专家已经过来好几次劝柳青宇不要再说了, 让他好好休息, 但是柳青宇却根本就不听, 此刻柳青宇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 虽然柳青宇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 但是柳青宇却依然没有听从医生护士们的话, 柳青宇的脾气平时非常好, 一向从善如流, 但是一旦他的脾气上了, 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尤其是当他遇到了他坚持要做的事情以后, 就算是死, 他也要做到, 曹书惠柳媚嫣梅月禅等人虽然焦虑柳青宇的身体安危, 但是他们对柳青宇的性格极其了解, 所以虽然担心柳青宇的身体, 却也只能在病房外面默默地等待着, 默默地注视着病房内的动静, 柳青宇静静地躺在成铁牛的身边, 微微侧着身体, 声音有些哽咽, 铁牛啊, 你快点醒来吧, 老大我现在离不开你呀, 铁牛, 我知道, 你累了, 想要多歇会儿, 这没问题, 老大我理解, 现在老大我说, 听着, 行不行, 铁牛啊, 我感觉对你们说, 这点小伤没什么吧, 你好歹也是成铁牛啊, 你小子一定要给老大我挺住啊, 铁牛啊, 咱们在一起也有好几年了吧, 你啥时候看到老大我怂过呀, 你可不许给老大我丢人啊, 你要是怂了, 老大我可不认你这个兄弟了, 一边说着, 柳琴雨的声音一边变得有些低了下来, 此刻的柳琴雨感觉到自己的头脑一阵阵发晕, 但是他却依然勉强地睁着眼睛, 继续在那里念叨着, 因为他知道, 如果成铁牛这次要是醒不过来了, 恐怕今后他真的要看不到自己的好兄弟了, 门外, 曹书惠柳媚嫣梅月禅三人听着柳琴雨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虚弱, 全都双眼中充满了焦虑, 但是却没有人敢进去, 铁牛啊, 你小子一定给老大我挺住啊, 挺不住也要挺, 咱们哥俩风雨兼程这么多年, 大风大浪都走过来了,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 哪怕是你面前, 就是鬼门关, 哪怕现在孟婆就站在你的面前逼你喝迷魂汤, 你小子也得给老大我挺住, 咱们兄弟怕过谁呀, 阎王算个屁, 小鬼算个屁, 那几个世界排名靠前的杀手怎么样, 那些小日本的阴谋算计怎么样, 我都被咱们兄弟联手给干掉了吗, 咱怕过谁呀, 咱谁也不怕, 铁牛啊, 你小子不过是受了点小伤而已, 你小子一定要给我挺住, 你小子要是挺不住的话, 老大我可看不起你了, 你怂了吗, 你难道不是那个一顿能吃下一只烤乳猪, 两只烧鸡的成铁牛了吗, 你难道不是那个拳打美国第一杀手, 脚踹日本第一高手的成铁牛了吗, 据我所知, 这次我被算解的背后, 应该有小日本在后面捣鬼, 铁牛啊, 你还不赶快给老大我醒来, 咱们一起去收拾鬼子去,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 但是这些小日本, 却偏偏不肯放下那颗侵略我们华夏的心思, 他们现在不敢从军事领域对我们进行侵略了, 该从经济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对我们进行侵略了, 现在竟然敢动用暗杀手段对付我, 铁牛, 你师父是怎么教你的, 不是让你坚决要维护我们华夏的国家安全吗, 不是要你坚决做国家的动良之财吗, 你怎么就怂了呢, 铁牛, 要是再不起来, 老大我可真的看不起你了, 说到最后, 柳琴宇几乎用全身力气喊出了, 看不起你了几个字, 随后身体一软,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了, 听到里面没有动静了, 外面的曹书惠等人可是吓坏了, 纷纷推开虚掩的房门冲了出来, 外面等候的医生护士们也纷纷往里面走, 急急忙忙为柳青雨插上氧气管等各种医疗器械, 直接就地在成铁牛的房间内抢救了起来。 旁边, 曹书惠看到成铁牛依然紧闭着双眼一动不动, 眼神中充满了七碗之色, 声音哽咽着书道, 铁牛啊, 嫂子求你了, 赶快醒来吧, 你的刘老大刚刚苏醒过来就过来看你了, 陪你说了好几个小时的话, 他刚才已经晕过去了, 你又是再不醒来的话, 你刘老大这条命恐怕真的要交代了, 铁牛啊, 嫂子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求过别人, 但是这次就叫嫂子求你了, 你快点醒来吧, 你要是再不醒来的话, 别说刘老大看不起你, 嫂子我也看不起你了。 铁牛, 你说你好歹也是身高将近两米的巨汗了, 怎么能这么坚强呢? 嫂子知道你受伤很重, 但是你只要你醒来, 再重的伤也不是问题。 你可是还没有媳妇呢, 嫂子我已经帮你物色了几个不错的媳妇候选人, 里面有女排的姑娘, 有女蓝的姑娘, 一个个长得都水灵着呢, 身高都在一米九零以上, 甚至有一个美女, 比你还要高呢, 你小子要是还不赶快醒来的话, 那些美女可就和你没有关系了。 成铁牛依然没有动静, 这时急救那边的医生已经大声喊道, 快快点, 刘青玉病体危急, 立刻进行心肺复苏, 快快。 听到这里, 曹书慧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哭腔, 成铁牛, 你快点醒来吧, 如果你要是再不醒来的话, 恐怕刘青玉也要坚持不下去了, 就算是嫂子求求你了。 说完, 曹书慧已经抽气了起来, 这时李小璐和谢雨昕两人抱着柳浩天和柳香薇两个小家伙走得进来, 两个小家伙正在哇哇地哭着, 本来他们两个是恶醒了, 当他们进入病房, 看到一群人正在柳西玉的身上折腾着, 顿时着急了, 两人同时哇哇大哭起来, 嘴里喊着爸爸爸爸, 两人的哭声清脆而又争执, 不知道是刚才曹书慧的那番话起了作用呢, 还是孩子们哭声起了作用, 原本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成铁牛突然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随后脑袋不断的微微摇晃着, 随即发出了一声痛苦的闷哼,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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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柳卿宇醒来了之后 专家们立刻兴奋起来 因为成铁牛终于一只脚踏出了鬼门关 接下来就是要对成铁牛进行进一步的救治 这时旁边的柳卿宇经过医生们的急救 也已经醒来了 柳卿宇刚才只是因为太过于虚弱而晕厥了 等柳卿宇睁开双眼之后 听到成铁牛醒来的消息 他立刻要求医生把他推到成铁牛的床边 成铁牛此刻全身都被固定在病床上 只有头部能够微微地左右摇动 当他听到柳卿宇的声音之后 立刻转头看了过来 这时病床上的柳卿宇也正好转头看了过来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 泪水同时流淌了出来 柳卿宇伸出手去 轻轻地握住了成铁牛缠满纱布的手掌 铁牛 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 老道我还等着你跟我一起去收拾那些小日本呢 柳卿宇充满鼓励地看着成铁牛 成铁牛憨厚地咧嘴一笑 老道 我会坚持住呢 那些对你小黑手的人 我一定会亲自出手收拾他们的 柳卿宇笑了 好 那时候咱们一起收拾他们 成铁牛的手微微动了动 一根手指轻轻地碰了一下柳卿宇的手 哪怕是这么轻微的动静 也让成铁牛这个一向坚强的汉子疼得嘴角使劲地超动了一下 此时此刻柳妹嫣曹书惠等人全都自觉地走了出去 房间内只留下这两个生死与共的兄弟静静地聊着 成铁牛醒来之后 当天晚上又被推进手术室做了一个手术 出来之后成铁牛的身体虽然虚弱 但是精神状态却好了很多 不过这一次 医生却并没有再把柳卿宇与成铁牛分开 而是让两人住在了同一个病房内 而柳妹嫣则直接把成铁牛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来进行照顾 让从小就缺乏父母关爱的成铁牛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 三天之后 成铁牛的病情算是彻底稳定了下来 医生正式宣布成铁牛彻底摆脱了死亡的阴影 接下来就是需要长达一年多的身体恢复期 而柳卿宇的伤势也不轻 至少需要休息三个月的时间 毕竟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柳卿宇可是双腿骨折了 随后的日子里 天涯省的领导们 陆明市的领导们陆陆续续来探望柳卿宇 尤其是唐万刚和杜玉峰两人 更是连妹而来 亲自带着礼盒过来 给足了柳卿宇面子 要知道 能够让这种级别的大领导亲自来探望一位市长 这在整个天涯省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更何况随后天涯省的其他常委们也前后过来探望 在大家探望柳卿宇的同时 领导们也纷纷慰问了成铁牛 所有人都对成铁牛奋不顾身 护住柳卿宇的行为表示了高度赞扬 甚至杜玉峰还开玩笑的说 想等成铁牛病好之后挖过去给他当司机 好无例外的 被柳卿宇和成铁牛同时拒绝了 不过在病床上柳卿宇却并没有闲着 在成铁牛醒来之后的第三天 柳卿宇的秘书张以琛 在下午四点左右来到了病房内 柳市长 今天上午省纪委的工作人员 直接到了咱们市政府 从常务副市长廖志才的办公室 把他给带走了 柳卿宇愣 他被双规了 张以琛点点头 是的 他被省纪委给双规了 现在整个陆明市人心惶惶 很多人都着急了 正在四处活动 我估计 很有可能廖志才的落马 会让整个陆明市的力量进行大戏拍 柳卿宇文言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问道 廖志才 为什么被双规了 这三天以来 柳卿宇的家人 为了让柳卿宇安心养伤 在每个人过来探望柳卿宇之前 都慎重地叮嘱他们 不要和柳卿宇谈论工作上的事情 以免柳卿宇分心 所以这些天柳卿宇一直没有接触工作方面的信息 今天是柳卿宇第一次接触工作上的信息 张以琛便把卢华明等人为了抢攻抓捕A级通缉犯的结果 却追到了廖志才的私人别墅内 恰好又被电视台记者进行了现场直播的事情详细地说了一遍 等柳卿宇听完之后 当时金的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 随即便哈哈大笑起来 就连旁边的成铁牛听完之后也呵呵地憨笑起来 柳卿宇笑着说道 卢华明这次可真是机关算尽 太聪明 半屋的轻轻性命 张以琛立刻点头说道 谁说不是呢 就在廖志才被双规之后 廖志才第一个咬出来的便是这个卢华明 卢华明很多犯罪事实被廖志才供出来之后 卢华明在今天下午两点左右就已经被双规了 同时被双规的还有那位自作聪明的行政队副队长 这两人是一丘之合 刘青宇呵呵笑了起来 如此看来廖志才对这个卢华明算是恨之入骨 廖志才做事一向谨慎 我当的路名是这么长时间 虽然可以感觉到廖志才有问题 但是却从来没有抓到过他任何的把揹 也从来没有接到过有关他的举报信 从这一点来看 这个廖志才确实是个人才 至少在演戏方面做得相当到位 对了一辰 廖志才为什么被双规了 难道仅仅是因为通奸罪吗 张以琛摇摇头 不是 据说省纪委对他家进行搜索的时候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包括对他的银行账户进行大范围的调查 包括他家人的经济来往信息 也都调查了 也没有查到任何问题 不过在对廖志才被撞破好事的那栋别墅进行搜查的时候 从其撕挖的地下室金库内搜到了一个多亿的现金以及三百多万美元以及一百多公斤的黄金以及一些字画古董等物品 保守估计价值在两个亿以上 而那栋别墅是属于廖志才的那两名双胞胎情妇之下的 刘勤语听到这里不仅唏嘘不已 好一个廖志才 果然是手段老辣 做事谨慎 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人那么不巧的撞破了好事呢 这里面肯定有门道 这时张以辰又说道 刘市长 我还听到一个小道消息 这个消息已经在咱们陆明市市委那边传开了 说是市委副书记董志浩的家里前两天夜里被小偷给光顾了 但是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就被董志浩书记给否认了 他还表态要严查造谣之人 不过在私底下 陆明市的黑道上正在对那些陆明市的小偷进行大范围的控制 甚至是私下里的审问 虽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 但是有人认为这件事情和董志浩加背道应该是有一定的联系 柳青宇文言眼睛更是瞪得大大的 权力巅峰第1351集 要知道 廖志才中招也就算了 这个事情可以算作是一个单独的事件 但是董志浩加也同时被盗 这件事情可就不简单了 因为董志浩和廖志才这两人自从自己到了陆明市之后 一直都是和自己作对的 现在两人在自己重伤之后接连出事 要说这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 柳青宇绝对不信 不过柳青宇现在也很纳闷 到底是谁在背后策划了这件事情呢 董志浩加里到底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盗呢 如果没有重要东西被盗的话 为什么陆明市的黑道会大范围针对那些小偷们呢 一直以来 官员们被盗从来都是讳莫如深 哪怕是真金白银被偷了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声明或者报警 因为那些东西来源不明啊 谁也不想因为丢失了那些东西而让政治对手抓住了把柄 随后张以琛又向柳青宇汇报了一下最近这些天来陆明市的各种动向 让柳青宇对陆明市的大局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这时病房的房门被人敲响了 张以琛立刻走过去打开房门 门外站着的赫然是陆明市市委书记沈洪飞 看到沈洪飞进来 柳青宇笑着说道 沈书记 你来得正好 我正琢磨着呢 给你打电话商量一下近期的工作之事呢 沈洪飞放下手中的水果笑着说道 柳学长 你这都卧病在床了 还是先好好养病吧 工作上的事情你可以先放一放 我们陆明市的发展可是离不开你啊 柳青宇笑着说道 我这病倒是没什么大事 就是骨折了不能下床而已 工作上的事情都是博泰碍事 说到这里柳青宇笑着说道 沈书记 你过来应该也是有工作上的事情 要找我商量吧 沈洪飞立刻黑黑一笑竖起了大拇指 高明 柳青宇啊 你果然是我的知己 没错 我这次过来就是想要和你商量一下关于常务副市长的事情 这不是料之才今天刚刚被双规吗 常务副市长的位置空了出来 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柳青宇轻轻点点头 沈书记 我感觉王洪波同志不错 他既是市委常委 又是副市长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感觉到他的能力也相当强 但是常务副市长应该是绰绰有余 在我不在市政府的这段时间里 可以让他暂时主抓市政府的全面工作 听柳青宇这么说 沈鸿飞笑着点点头 嗯 没错 和我的想法一模一样 我感觉王洪波同志也比较合适 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回头我会上回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对了 如果让王洪波担任常务副市长的话 那谁来接替王洪波同志的位置 柳青宇笑着摇摇头 沈书记 这个我还真没有看到合适的人选 还得你来拿主意才行啊 沈鸿飞笑了 这柳青宇果然是聪明人 知道进退取舍之道 沈鸿飞非常清楚 以王洪波在市政府内的人气和能力 如果不能让他担任常务副市长的话 柳青宇这边肯定不干的 而且他对王洪波的实力能力人品都相当欣赏 所以对于这个人事变动 他没有任何意义 当然了 至于接替王洪波的人选 他早就已经确定了 过来只是征求一下柳青宇的意见而已 如果柳青宇真要是不懂进退的话 他也不会在乎 毕竟柳青宇现在卧病在床 想要伸手干预也很难 不过柳青宇的表现还是让他相当满意的 谈完了人事上的问题 沈鸿飞笑着说道 柳市长 对于近期咱们陆明市的发展 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有的话可以说出来听听 咱们一起探讨一下 柳青宇笑着点点头 这也正是我刚才说 要给你打电话的主要原因 咦 你还真有想法 好啊 赶快说出来听听 沈鸿飞有些惊喜地看着柳青宇 对于柳青宇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才华 沈鸿飞从来都是相当认可和支持的 哪怕是两人较量的再激烈 在事关陆明市的发展问题上 他对柳青宇的看法还是相当重视的 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 随着大型深水港项目的建设 他充分认识到 之前自己非得坚持要发展东开发区 而柳青宇却偏偏支持要发展西开发区 当时两人斗得不可开交 不过从后来的实践来看 还是柳青宇的想法更高瞻远瞩一些 不过好在柳青宇这个人确实心胸宽广 在大型深水港项目起来之后 立刻通过一系列的政策 把东开发区也囊括进整个深水港项目 部署项目中去 让自己不仅获得了政绩 同时也避免了丢人 在这个问题上 沈洪飞对柳青宇相当感激 他这次过来也算是投桃报李 柳青宇笑着说道 沈书记 我打算现在就立刻启动 陆维党大型深水港项目二系建设工厂 沈洪飞顿时就是一愣 现在就启动 是不是时间上有点早啊 按照项目进入规划 二系工程不是需要在一年甚至两年之后才能启动的吗 柳青宇笑着说道 如果按部就班的进行 确实是最为稳妥的方案 不过是书记 我认为 随着咱们一系工程发展到现在 一切态势基本上已经逐渐清晰了 二系工程的成功率已经非常之高了 所以我认为 现在正是启动 二系工程的时机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不过这次二系工程启动 我不打算担任这个项目的组长 甚至成务副组长 我也不打算担任 柳青宇这话一说出来 沈洪飞顿时惊呆了 他实在想不明白 柳青宇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要知道 鹿维岛大型深水岗项目二期工程 才是真真正正的大型深水岗项目的主体工程 仅仅是项目投资就高达数千亿万 这个项目一旦建成 其中的政绩之实在丰厚 绝对不是一般的项目可以比拟的 而且这是实实在在的政绩 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 有了这份政绩 刘青宇胜任市委书记 甚至是副省长都是绰绰有余的 而且刘青宇也只是需要在病床上 休养三个月左右就可以正式工作了 为什么他却不想担任二期工程的项目组组长呢 甚至连副组长都不想担任 刘青宇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刘青宇你不担任项目组组长 施列担任 其他人可没有你那种能力啊 沈鸿飞实话实说 刘青宇笑着摇摇头 沈如今你太太拒我了 说实在的 这个项目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 就算是少了我刘青宇 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 刘青宇的脸上流露出 一丝丝的不舍和愁绪 不过这种表情只是一闪而过 随即刘青宇接着说道 沈书记 我认为这个二期工程项目组的组长 被你莫属 因为你是市委书记 因为你还是省委常委 你所拥有的资源和协调能力 是其他常委们所不具备的 沈鸿飞眉头微皱 他总是感觉 今天的柳青宇 似乎哪里有些不太对劲 听柳青宇推荐自己担任组长 沈鸿飞也并不感觉到陌生 因为在他看来 自己就算是挂个组长的名字 也只是挂名而已 真正的项目操作 还是要以市政府这边为主 这时柳青宇接着说道 沈书记 我认为 您这个组长 今后可是不能再当甩手掌柜的了 尤其是二级工程 您必须要全面参与 全面领导 尤其是我现在握柄在床 没有你全面把关 这个项目弄不好 要戳乱子的 这个工程成败 可是关系到我们陆明市 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命运 沈鸿飞听到柳青宇这样说 心中那种感觉更加强烈 他怎么感觉柳青宇有种脱钩的味道 沈鸿飞皱着眉头说道 你在医院养生期间 我倒是可以全面主抓项目 但是等你病好了之后 还是由你来主抓 我这个市委书记的工作可是不少啊 柳青宇只是微微笑了笑 这事情以后才说 沈书记 你得先答应我担任这个组长 并主抓全面工作 沈鸿飞笑着说道 柳市长 你今天怎么了 要是别的市长 恨不得把我这个书记 给提出局去 他自己当组长呢 你怎么反而非得要把我给拉进来 还要让我主抓全面工作 你就不怕我抢走你的权力 让你没事干 没有政绩可拿呀 柳青宇淡淡一笑 沈书记 你是那样的人吗 沈鸿飞笑了 和柳青宇这种聪明人在一起聊天 就是十分痛快 根本不需要拐弯抹角的 什么事情人家早就算得非常清楚了 那常务副组长的人选 你有什么想法 你真的不打算担任常务副组长吗 沈鸿飞皱着眉头问道 柳青宇点点头 我暂时也无法出去工作 担任常务副组长 也就是挂个名的事情 对于工作展开不利 我看还是让王洪波同志 担任常务副组长吧 沈鸿飞眉头正得更紧了 那你做什么 只担任组员吗 柳青宇笑着说道 那又有何不可能 反正这段时间我又无法工作 谁能干 谁就是常务副组长 我最近这段时间内 会和那些大投资商们 亲自联系一下 你回头上会研究一下项目小组的成员构成 你可以根据你的观察和想法 构建一个新的项目小组 要确保你对整个项目小组的绝对掌控权 柳青宇是笑音音的说出这番话的 当柳青宇说出来之后 沈鸿飞第一反应就是震惊 就是震惊 因为他一开始 以为柳青宇是在用这种语气调侃他 甚至是嘲笑他 讽刺他想要借机抓拳 当时他在震惊之余 还有些愤怒 你柳青宇把我沈鸿飞当成什么人了 我是那样的人吗 再说了你不在这段时间 正常情况下不正是我抓拳的大好时机吗 你有什么可以叽叽歪歪的 但是很快的 沈鸿飞便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看到 柳青宇虽然是在笑 但是眼神中却并没有丝毫的嘲讽之意 而且他的语气之中还带着几分落寞 很快的 沈鸿飞心中就涌起了一丝莫名的感觉 他已经隐约猜到了什么 看向柳青宇的眼神也变了 之前的愤怒震惊全都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钦佩 一种敬重和一种坚定 沈鸿飞的目光与柳青宇的目光对视起来 沈鸿飞看到 柳青宇那平静的眼神深处隐藏的是坚定 坚决和义无反顾 深深叹息一声 沈鸿飞知道像柳青宇这种人 一旦做出决定 恐怕很难改变了 而且他也知道 这次针对陆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的二期工程 恐怕是柳青宇所做出的一个惊天布局 既然柳青宇想这样玩 他也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想到此处 沈鸿飞看向柳青宇沉双问道 柳师长 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你应该知道这样做的后果的 柳青宇淡淡一笑 沈书记 你说我有理由不这样做吗 有些人连我的性命都想要驱走 我如果要是不采取一些手段进行还击的话 那些人真的以为我柳青宇好欺负呢 以为我们刘家好欺负呢 是可杀不可辱 犯我逆灵者必死 至于后果我自然清楚那又如何 只要我所做的事情能够让陆明使的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 只要能够让天涯省能够得到真正的实惠 牺牺牲我一个 又有何举在 柳青宇说这番话的时候 斩钉截铁 义正辞严 态度坚决到了极点 沈洪飞也被柳青宇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气势给深深的震撼了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主动伸出大手握住柳青宇的手书道 柳学长 这次我沈洪飞欠你一个人情 我愿意陪你一起玩一把 我们好好地合作一把 一切为了陆明使人民 为了天涯省的百姓 柳青宇的手紧紧地和沈洪飞握在一起 这一握握出了陆明使历史上的千古绝唱 握出了新一代华夏精英官员的惺惺相惜 握出了华夏崛起的超级引擎 更握出了柳青宇后面一系列的凶险立场 董志浩办公室内 董志浩的秘书罗小强脸色有些难看地站在董志浩的面前 正在承受着董志浩的怒火 董志浩把办公桌拍得啪啪作响 董小强你是怎么办事的 你跟我也有好几年了 你以前你办事不是挺稳妥的吗 这次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调查出来 难道那些小偷还能从咱们陆明使飞走了不成 为什么这都好几天过去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我小强弯着腰 有如一只大虾一般脸上写满了委屈和歉意 董叔姐 您不要着急 这件事情我正在让人去调查 您也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 虽然我动用关系让陆明使三大黑帮首领联合起来 对整个陆明使的小偷小毛贼进行了一番大规模的梳理 但是这动静也不能闹得太大 否则万一引起市公安局那边的注意可就麻烦了 您也知道的 现在的市公安局基本上已经落在了柳轻宇的掌控之内 如果柳轻宇要是得到消息 咱们正在大规模的动用资源排查小偷毛贼 我担心他会察觉到什么 所以这些事情只能在暗中偷偷的去做 之前罗小强已经解释了半天了 再加上董志浩经过这么一番痛斥怒骂之后 怒火稍微平息了一下 不过脸色依然十分难看 罗小强 现在梳理的结果如何了 到底有没有一些消息 罗小强连忙说道 董叔姐 现在我们已经梳理了有差不多一半左右的小偷小摸了 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 去您家里偷东西的人 应该不是咱们陆明市本地的团伙干的 因为陆明市比较有实力的偷到团伙 到现在已经被下面的人仔细的梳理了一遍 基本上没有任何遗漏 哪怕是一些外地偷窃团伙下面的人 也已经梳理了一遍 应该没有什么遗漏 不过 在一次梳理的过程中 有一个外地偷到团伙的人 正好去您家附近的小区进行作案 他们说 在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 发现一辆挂着外地牌照的面包车 停在了您小区的围墙外面 看样子似乎是在踩点 同时 他也看到从车上下来的三四个人 正在四处侦查 所以现在道上的人正在对这个面包车展开调查 不过 由于监控视频主要掌握在警方手中 所以道上的人现在正在想办法去疏通警方的一些关键人员 想要去调查那个面包车的前后动向 以便找出这伙人 权力巅峰 第1352集 不过您也知道 现在陆明市公文局那边管理的极其严格 所以短时间内 道上的人还无法渗透进去拿到监控视频 不过 这个只是个时间问题 董志浩不由的眉头一皱 难道 你就不能通过咱们埋伏在市局内部的人去找监控视频吗 这种事情干嘛要让道上的人去办 这种事情他们能办好吗 对于那些人 我们既要利用 却又不能和他们走得太近 否则一旦出事 绝对会忍一身骚 其中的度 你必须要把握好 卢小强连忙说道 老师姐 放心 我不会亲自和他们进行接洽的 一直以来 我都是委派中间人和他们接洽的 他们就算知道中间人的背后是我 也不敢多说什么的 毕竟这么多年来 您在陆明市的地位一直都是十分稳固的 道上的人对您还是比较尊敬和畏惧的 董志浩冷哼一声 这件事情要抓紧办 务必要尽快找出那几个小偷 秘密的给我抓起来 卢小强连忙表态 一定会尽快抓住那几个小偷 最后卢小强被董志浩十分不满的挥了挥手赶出去了办公室 虽然罗小强的表态稍微让他安心了不少 但是等到罗小强离开之后 董志浩依然无法完全放下心来 因为他清楚 这一次自己家中被盗 损失不是一个小字了得 仅仅是珍贵的翡翠雕件以及和田玉雕件 价值就高达七八千万 而且董志浩还有一个习惯 他在每一个收藏雕件的盒子里都用特殊的符号标记了送给他雕件的人是谁 送礼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雕件价值多少 他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方便记住送给自己东西的人 同时也要提醒自己 收了别人东西是否帮人把事情办好了没有 身在官场 董志浩做事还是非常规矩的 他一向信奉一点 收人钱财与人办事 如果事情办不成 必须要及时退还别人的钱或者其他物品 因为董志浩非常清楚 凡是求着官员办事的那些人 尤其是舍得送钱那些人 没有一个是好相遇的 如果自己收了别人的钱没有给他办事 那么不排除这些人会通过某些手段来因自己 这样的事情不胜为举 网上也经常报出某些商人 因为给某些官员送礼 对方却没有办事 因此把官员给举报出来的消息 而且董志浩之所以把这些物件 全都标上号 甚至还专门做了登记 还有另外一种考虑 那就是给自己留一手 因为他不仅要收下面人给他送的礼 他还要经常给上面的领导送礼 为了自保 他在每一笔送给上面人的礼品上都暗中做了记号 并进行了记录 平时的时候 大家都是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但是如果万一到了自己的关键时刻 如果某些领导要是不出面帮助自己 甚至想要落井下石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的拿出那些关键的证据 来与对方玉石聚焚 当然了 玉石聚焚只是下策 这只是他自保的手段 他的目标只是用这些后手来进行要袭 以防止自己成为某些人的弃子 从而走上悲剧的道路 虽然他自从当了市委副书记之后 这些后手从来没有使用过 但是他无时无刻不再留着这些后手 因为他身为一名贪官心中非诚虚 尤其是每次去省里开会 尤其是省纪委书记在场的时候 每当省纪委书记的目光向他看来的时候 他虽然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 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心中紧张得要命 所以他这个人收礼的时候十分讲究 第一 绝对不收银行卡收礼 或者通过转账收礼 以免被人抓住把柄 第二 绝对不直接收礼 以免被人直接下套抓住把柄 第三 他收礼只收现金或者古玩 翡翠 何田玉 雕剑 黄田石等 这一次 他家中的很多翡翠 何田玉 黄田石被盗 让他震怒不已 不过唯一让他稍微安心的是 他藏在家中的那些巨额现金 并没有被那些小偷发现 但是家中被盗一次 让他心中有些惶惶不安 因为他家中虽然有很多大型的古玩 雕剑没有被盗 但是如果小偷看到了那些东西 一旦拍照或者宣传出去的话 对于他的政治生命来说 绝对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打击 虽然他被盗的别墅 并不是他平时居住的别墅 甚至房主的名字都不是他的 但是他依然十分担心 所以他一边让秘书通过黑道势力去抓捕小偷 一方面也在琢磨着 如何转移藏在那个别墅里 价值巨大的雕建以及现金 尤其是那些现金 如果小偷下次要是再光顾一次的话 真的有可能被发现 点燃一根烟 狠狠地吸了几口 一边抽着烟洞之后 一边在办公室内来回来去的踱步 思考着下一步自己应该如何转移别墅里的那些东西 沈鸿飞离开柳清宇的病房之后 第二天上午陆明市例行常委会上 沈鸿飞抛出了一个让所有常委们十分震惊的消息 同志们 昨天我去看望柳清宇市长的时候 他向我提了一个建议 他提议我们陆明市陆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二期工程可以开始启动了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现在启动 是不是有些太早了呀 听到这个提议是柳清宇提议的 董志浩不由自主的便站在了反对者的立场上 因为对他而言 柳清宇这个人做是一项暗藏深意 总是能够在悄然之间完成对于一己的打击 所以他断定 这一次柳清宇出手要提前启动二期工程 绝对是有阴谋在里面的 曾振天文言却并没有给予表态 而是问道 沈书记 柳市长既然要说启动二期工程 总应该有一个理由吧 沈鸿飞笑着看了曾正天和董志浩一眼 他们两人的态度让他心中有数了 从他和柳清宇之间的交流分析中 柳清宇就已经指出 这个提议提出来之后 董志浩肯定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 因为现在的董志浩做事已经不再是 就是论事 而是看人论事 基本上只要是柳清宇提议的事情 他都会站在反对的立场上 除非这件事情对他十分有利 而对于曾振天的态度 沈鸿飞也有过预测 沈鸿飞认为 曾振天不会轻易表态 如今看来 沈鸿飞的预测 基本上准确无误 沈鸿飞笑着说道 二期工程提前启动的理由 刘勤玉同志也说了 他认为 随着一期工程项目逐渐进入正轨 一期工程项目成功是板上钉钉的了 以前之所以没有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同时启动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 现在一期工程成功在即 所以二期工程同时启动能够缩短工期 而且在这个时候进行大规模的宣传 不仅能够借着一期工程的东风 扩大我们陆明市的影响力 同时能够让之前一期工程中 没有中标的那些投资商们 想尽办法往里面挤 投资商越多 我们陆明市在二期工程上的主动权也就越大 还有 如果我们等着一期工程进行的差不多的时候 再启动二期工程 那个时候如果投资商们突然联合起来闪我们一下 对于我们陆明市获得二期工程的主动权十分不利 而如果是现在乘着我们一期工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时候 乘着我们正处于最黄金的时候启动二期工程 我们将会最大程度的获得二期工程项目谈判中的主动权 说到此处 沈鸿飞十分出人意料地说道 我经过慎重思考之后 我感觉 柳青玉同志的这个提议还是比较好的 不过对于我们陆明市来说 对于陆明市老百姓们来说 哪怕是对于我们天涯省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 所以从我个人而言 我是比较支持柳青玉同志的这个提议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支持这个提议 曾东升第一个表态了 随后各位常委们纷纷表态 基本上还没有等董之号把他反对的理由在长篇大论的展开呢 市委常委会上支持柳青玉提议的已经达到六票了 这还不算上柳青玉那一票呢 这时曾振天笑着说道 我也感觉柳青玉同志这个提议挺不错的 我支持 当曾振天表态之后 整个常委会上大局已定 十三名常委在一名常委缺席一名常委没有到任的情况下 已经获得了七票支持 大局已定 董之号健壮 最终只能郁闷地说道 我保留意见 沈洪飞笑了 好了 除了董之号同志保留意见之外 其他同志们基本上都是赞同柳青玉同志的提议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二期工程即可正式启动 至于二期工程项目小组名单 我也宣布一下 考虑到二期工程现在只是处于筹备阶段 所以呢 这次就不和一期工程一样 全部常委都纳入小组名单中来了 这个小组的组长由我来亲自担任 常务副组长的人选 本来应该是柳青玉同志来担任的 但是柳青玉同志考虑到 他最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都要在床上养伤 所以他推掉了常务副组长的任务 听沈洪飞这样说 董之号和曾振天两人同时眼前一亮 董之号立刻眼珠转了转书道 沈书记 我作为专职副书记 平时的工作并不是很多 我愿意亲尽全力铺在二期工程上 曾振天文言也立刻说道 沈书记 我身为组织部部长 我也愿意为我们陆明市的经济发展 奉献自己的力量 而且 我在进入陆明市担任组织部部长之前 对于经济发展方面 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主持过多个大型项目的建设 项目建设经验非常丰富 我愿意担任这个常务副组长的职务 曾振天说完 董之号的目光立刻向着曾振天看了过来 目光中充满了不满 曾振天却根本就没有把董之号的目光放在眼中 只是目光充满坚定的看向沈鸿飞 他相信以自己的能力和背景 沈鸿飞选择自己担任副组长 绝对比选择董之号要强得多 董之号看到曾振天竟然没有把自己放在眼中 嘴角上露出一丝冷笑 心中却对曾振天不以为然 在董之号看来 沈鸿飞选择曾振天为常务副组长的几率 要远远小于选择自己 因为他知道 凭借曾振天的背景 一旦他获得失权 那么沈鸿飞很难对他进行制衡 哪怕是现在 虽然曾振天只是组织部部长 在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上 曾振天也并不是每次都会坚决贯彻沈鸿飞的意图 总是会在一些人事问题上 插入一些自己的见解 而且董之号早有耳闻 曾振天正在四处联系 组建自己的班底 而且他现在的班底 已经正在渐渐形成 虽然他在常委里的力量不如沈鸿飞 但是在其他领域却已经获得了突破 东之号相信 沈鸿飞不会选择曾振天的 此刻所有常委们全都看向了沈鸿飞 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情既然是沈鸿飞和柳青玉商量出来的 那么这件事情 项目小组的人选名单 肯定是以这两人的意见为主 所以大家都等着沈鸿飞公布最终的结果 沈鸿飞冲着曾振天和董之号同时微笑点点头 嗯 董之号和曾振天两位同志 能够积极表态支持这个项目 我还是非常欣慰的 不过呢 刘青玉同志 虽然决定不担任常务副组长了 但是通过他对一期工程项目知青过程中 所有项目组成员的考察和思考 他最终推荐王洪波同志 担任项目小组的常务副组长 而且现在省委基本上已经确定 王洪波同志即将就任我们 陆明市市政府的常务副组长 市委常委 再加上王洪波同志 在一期工程项目上的表现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我认为 刘青玉同志推荐王洪波同志 担任常务副组长 还是比较合理的 至于说组员的人选 初步确定为三个 第一个为刘青玉同志 虽然柳青玉同志这三个月内不能参与到我们项目中的各种筹备中来 但是以柳青玉同志主持一期工程的丰富经验 以及他所积累的丰富投资商人脉 他成为小组组员 我相信大家不会有人反对的 沈鸿飞这话一说完 会室内一片沉默 东志浩和曾振天两人全都露出了震惊很愤怒的神色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打破脑袋 想要争夺的这个常务副组长竟然被王洪波给拿下了 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王洪波竟然要担任常务副组长了 这个消息对于董志浩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的 因为随着廖制裁的垮台 董志浩对市政府的影响力大幅度降低 而王洪波以前就已经明显倒向了柳青玉那边 现在柳青玉因为养伤无法到市政府上班 正是他布局市政府大面积拉拢人心的大好时机 而且已经有副市长找他来疏通关系了 对方也向他表态了 只要对方能够晋级市委常委或者常务副市长 他一定会为董志浩马首是瞻 董志浩也积极向黄玉川推荐了这位副市长 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 沈鸿飞竟然带来了这么一个重磅消息 王洪波竟然要担任常务副市长了 如此一来 柳青玉虽然暂时不在陆明市市政府坐镇了 但是王洪波却依然可以以常务副市长的身份组 支持市政府的全面工作 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而沈鸿飞提议王洪波担任常务副组长 对他来说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而对曾振天来说 如果他能够担任常务副组长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借机劳取政绩 但是却没有想到 沈鸿飞和柳青玉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他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这个事情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他一点准备都没有 沈鸿飞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这时沈鸿飞又接着说道 这第二名组员是曾正天同志 是我和柳青玉同志商量之后确定的 曾正天同志组织工作经验丰富 而二期项目也需要物色一批 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来担任重要工作 所以曾正天同志 你到时候就要辛苦一下了 听到沈鸿飞说要让自己当组员 曾正天先是一愣 随即心头就是一喜 因为他算是看出来了 沈鸿飞明显是在借着这一次二期工程 是在进行暗中布局啊 只有三名组员 每个组员的含金量可就比之一期工程 大大不同了 一期工程除了廖制裁以外 所有常委全都是组员 到时候即便是出了政绩 也是大家一起分 但是二期工程的政绩 可是比一期工程要强大得多呀 而项目组人员却少了很多 只有区区五人 那么分起政绩来可就要多多了 权力巅峰 第1353集 虽然无法担任常务副组长 让曾正天十分不爽 但是能捞到一个组员 他也勉强容忍了 这时沈鸿飞接着说道 至于第三个组员的人选是张东升同志 选择张东升同志进来 主要是因为张东升同志是纪委书记 我们这个二期工程涉及到的资金太过于巨大 离不开纪委同志们的监督 所以张东升同志在项目进行过程中 可以全程让纪委的同志们对项目组所有成员进行监督 发现问题绝不姑息 以确保我们整个项目能够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下展开 要确保整个项目中不发生一起贪污腐败事件 以免影响到我们陆明市的市委市政府的公信力 沈鸿飞说完董志号的脸色一下子就苍白了起来 而曾正天的脸上表情却是殷勤不定 曾正天怎么也没有想到 身为市委副书记三号人物的董志号 竟然被排斥在了整个项目小组之外 总管整个项目小组 沈鸿飞一人担任组长 王鸿波担任副组长 柳秦宇和王鸿波是组员 而他也是组员 五个人项目小组的成员当中 竟然有三个是柳秦宇阵营的人 这沈鸿飞到底是怎么想的 难道他就不担心柳秦宇完全把他架空了吗 要知道 常务副组长王鸿波和组员张东升 可完全都是柳秦宇的人呐 而且柳秦宇自身还是组员 沈鸿飞是不是脑袋被驴给贴了 此刻 不仅是曾振天想不明白 董志号和很多常委们也想不明白 这个沈鸿飞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就不怕他彻底失去对整个项目小组的掌控吗 沈鸿飞的心思 如果要是让一般的常委们都摸得清楚 他这个位置还能坐得稳吗 不同层次的人 有不同层次的思维模式 因为他们站的高度不一样 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 沈鸿飞对于众人的表情自然是尽收眼底 却根本不在意 沈鸿飞心中有自己的算盘 因为他非常清楚 他和柳秦宇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陆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做成做好 沈鸿飞宣布了五个小组成员名单之后 让大家分别讨论了一下 由于曾振天已经在名单中 所以不管是沈鸿飞这一阵营也好 柳秦宇阵营也罢 再加上曾振天的默认支持 沈鸿飞的提议在常委会上获得了通过 随后在整个项目小组的大力推进运作之下 在宣传部门的大力宣传下 陆明市即将启动陆维岛二期工程项目之事 立刻开始在国内外各大媒体上宣传造势 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内 天涯省陆明市再次成为了 整个华夏媒体舆论关注的焦点 而陆维岛项目则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要知道陆维岛二期工程将会融资超过数千亿万 这样的大型项目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商们开始从世界各个地方分治踏来 陆明市各大五星级酒店全部爆满 其他一些星级酒店也是床位紧张 甚至一些快捷酒店也是人满为患 前来陆明市考察二期工程项目的 不仅有各大投资公司 还有银行 基金 天使投资人等 各路手中握有巨资的职业经理人和老板们 汇聚陆明市 即便是没有投资意向的一些大公司的老祖 就纷纷赶了过来 无他 只是希望借此机会认识一些手握巨资的投资商 破绽一下自己的人脉 要知道能够在一个地方见到这么多大型投资商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连一些外省地市的招商引资部门 也纷纷派出招商引资队伍前来陆明市 进行招商引资活动 陆明市身为地主 又怎么可能会不抓住这次机会呢 刘勤宇虽然身在病床上 但是早在沈鸿飞过来探望他的时候 就与沈鸿飞仔细讨论过 如何利用这次陆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二期工程 来助推陆明市的经济同飞了 就在大部分投资商赶过来的时候 一个重磅消息便通过官方渠道 以及一些私人渠道在投资商之间快速传播着 陆明市第一届陆维岛深水港周边区域招商引资洽 将会在两天后正式启动 届时陆明市将会推出一系列与陆维岛深水港项目相关的招商引资项目 欢迎各路投资商前来参加 而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的举办地点就设在了陆绞县 由陈明灿亲自担任项目筹备小组的组长 当然了 陆明市各个区县自然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招商引资机会 纷纷拿出了自己区域内能够拿得出手的资源或者项目 而陆明市周边的兄弟城市自然也不甘落后 纷纷和陆明市洽谈要求参加本次招商引资洽谈会 对此柳清宇和沈红飞自然没有意义 因为这次过来的投资商都是实力相当雄厚的投资商 只要是好的项目 他们都有足够的能力吃下 而陆明市的目标则是借着二期工程融资的通风 将陆明市的招商引资洽谈会 打造成整个天涯省最有影响力的省会 而且要办成系列盛会 在正式融资洽谈会之前 先举行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 也算是为后面的融资大会进行暖场铺垫 本来刚开始沈红飞提出柳清宇 要在正式融资洽谈会之前 在陆角县举行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的时候 陆明市内反对的声音还是不小的 有些人认为完全没有那个必要 而且很多人都认为有陆维岛二期工程项目这个大的目标在 不会有哪个投资商愿意去陆明市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去投资的 持这种观点的就包括副书记董志浩 当然了 董志浩说的比较委婉 认为马上就要举行陆维岛项目融资洽谈了 这个时候突然举行一个招商引资洽谈会完全没有必要 又耗费精力又劳民伤财 不过这一次 董志浩又几乎被孤立了 因为沈洪飞在董志浩说完之后就直接表明立场 对此事表示强烈的支持 而大部分常委也全都表示支持 董志浩彻底郁闷了 他突然发现 他现在在陆明市市委常委里的地位和话语权正在严重下话 以前的时候 廖志浩还在的时候 董志浩加上吴成坤再加上廖志浩 则人就占了11名常委之中的三席 只要稍微做一做其他中立常委的工作 就达到四席 其话语权非常大 但是随着陆明市增补了两名常委 再加上廖志才的垮台 而吴成坤这个市委秘书长 最近这段时间也渐渐变得沉默寡言 董志浩虽然一直在常委会坚定自己的立场 坚决反对刘青 但是其声音却渐渐被主流意志给冲淡了 基本上已经变成了可有可无的立场 很快的 在陆角县召开招商引资洽谈会的提议 获得了通过 虽然时间紧迫 但是陆角县的准备工作却做得相当充分 在陈眠灿的亲自安排下 陆角县拿出了一个大型露天广场 来举办这一次的招商引资洽谈会 而且旁边还专门画出了一个空间巨大的停车场 对于会场的布置 陆角县方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会场虽然是在露天设置的 但是电源水等资源配置却是相当到位 包括临时搭建的蒙古包帐篷也是别具特色 体现了陆角县在准备工作上的细致和用心 花费不多 但却又处处给人出人意料的感受 虽然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 但是其收获却是让陆明市各个县区负责 招商引资的负责人眉开眼笑 就连一些外省过来的招商引资负责人也是颇有收获 当然了 收获最大的要属陆角县 作为陆维岛项目所在地 以及距离陆维岛岗距离最近的县城 在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上 在陈绵灿的用心部署和亲自坐镇之下 陆角县直接落实招商引资资金一百多亿万 大中小项目二十多个 其中有三个项目投资都将会超过二十亿万 随着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的完结 陆角县将会正式进入高速发展时代 就算是没有大型深水岗项目 就凭借着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上的成果 陆角县的GDP在随后的几年 也将会呈现翻倍的增长 而且陆角县百姓的工作机会之多 将会让其他县区的人眼红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几年的时间 陆角县老百姓的人均收入 也将会呈现爆发式增长 达到小康水平指日可待 而随着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 陆角县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 柳琴与力推陈棉灿成为常委的质疑声音 全部消失了 陈棉灿用他的实际行动和结果 向整个天涯省的领导们展现出了他扎实稳妥 却又充满了创意的工作作风 以及强悍的工作能力 虽然陈棉灿取得这样突出的成绩 与陆角县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但是同样是县委书记 前任县委书记郭长德主任之时 他那些年加在一起的招商引资资金数额 也没有人家陈棉灿这一次招商引资数额多 而其他县区同为陆明市的下辖区域 甚至有些县区的地理位置和陆角县就是比零 甚至一个县距离深水港港口的地理距离和陆角县不相上下 但是招商引资金额最多的一个县区也只有四十多亿万 比这陆角县差了很多 天涯省省委书记唐万刚的办公室内 唐万刚和省长杜玉峰面对面的坐在沙发上 一边品茶 一边聊着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的事情 唐万刚笑着说道 杜省长 真是没有想到 刘青玉这家伙发展经济比较有一手 这诗人用人上也是相当有眼光啊 这陈棉灿真的是一个将帅之才啊 杜玉峰笑着点点头说道 是啊 只有短短的两天时间 他却能够将整个招商引资洽谈会准备得如此充分 如此详细 我和一些投资商也交流过 他们对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的体验非常不错 甚至有人说 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的组织水平 比一些省级的招商引资洽谈会的组织水平还要到位 他们还说如果有下一次招商引资洽谈会的话 他们还是会派人参加的 唐万刚笑道 是啊 我也听一些投资商朋友们提起过参会体验 很多人都反映 这一次的组织方绝对是在用心做事 很多细节上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中就包括专门有服务人员推着装满了的热水 饮料 小吃的免费车辆在会场内来回巡视 随时为所有参会者提供免费服务 尤其是这次路角线方面提供的临时厕所 是生物厕所 皆能环保 而且还是以车辆的形式存在的 既新潮又环保 深得很多投资商的认可 尤其是那些外国投资商 他们甚至认为 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在某些细节上 比之国外很多大型展会做的还要到位 杜玉峰点点头 我也派人了解过路角线 为了筹备本次招商引资洽谈会的资金投入情况 其结果绝对超出了你的想象 唐万刚眼神中露出了疑惑之色 哦 怎么理解 杜玉峰笑道 唐书记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虽然这次路角线在这次展会上提供了很多免费服务 包括动用了节能环保生物厕所车 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但是他们路角线不仅没有往里面投入多少资金 反而通过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小赚了一笔 盈余足有三百万之多 唐万刚顿时一愣 哦 还有这种事情 以前的时候就是省里组织的招商引资洽谈会 不是每次我们都要划洽资金吗 杜玉峰笑道 所以说呀 这个陈棉灿真的是个人才 他接到在路角线召开招商引资洽谈会的任务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准备好了一份组织分配方案 直接开会讨论 并且在会上就分配了每个人要负责的工作 有人专门负责宣传造势工作 有人专门负责场地建设工作 有人专门负责外联工作 有人专门负责广告宣传工作 而且他定下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部署 那就是在每个人负责的领域 负责人都可以根据工作的性质来寻找赞助商 而赞助商的获益方式 就是通过赞助产品服务 获得植入广告的机会 由于这次前来参会的投资商 很多都是大型国际投资商 所以很多大型企业都愿意过来展示一下他们的产品 甚至有好几家公司通过展示他们的产品 还获得了一些投资商的注资 可以说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是一次三赢的局面 陆角县方面不仅没有赔钱 反而获得了免费的赞助 获得了一系列的投资和项目 而投资商则获得了发财的机会 而那些提供免费产品和服务的公司 则获得了好的口碑 甚至是投资商的注资 如此一来每一方都对这次招商引资洽谈会十分满意 都希望陆明市方面继续召开这样的盛会 而且还希望在陆角县举席 唐万刚听完之后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轻轻点点头说道 很好 我看这个陈明灿不错 今后可以重点培养一下 我们天涯省官场就需要这种能够做事 敢于打破常规去做事 而且能够把事情做好的管员 就在唐万刚和杜玉峰这边 开心地聊着陈明灿的时候 在另外一间办公室内 黄玉川和孙德胜却脸色十分阴沉 黄玉川脸色阴沉着 看向孙德胜说道 老孙啊 真没有想到 刘清宇竟然搞了一个突然袭击 竟然要提前启动二期工程 彻底打乱了我们的部署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权力巅峰第1354集 孙德胜轻轻轻地点点头 我已经和加成投资的莫耶斯沟通过了 他已经跟我表态了 他们加成投资这次会至少投入200亿元以上 到我们天涯省 而且这次 他的投资将会和我们省里签订合同 而不适合陆明市方面签订合同 不过他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要确保他们加成投资 能够帮助他们加成投资进入二期工程最后的融资名单之中 帮助他们进入二期工程最后的名单之中 这个要求有些过分了吧 难道他不知道二期工程的主动权在陆明市方面吗 虽然你是陆维岛项目的顾问 但是要想直接伸手还是很困难的 黄玉川皱着眉头说道 孙德胜轻轻地点点头 这件事情 我也跟莫耶斯说过了 不过莫耶斯却说 他相信我们的能力 而且他们加成投资也会和其他投资商公平竞争吧 不过他却要求在同等竞争条件下 必须要优先保证让他们加成投资中标 黄玉川却是眉头紧周 不对劲啊老孙 你想想看 如果加成投资方面仅仅是这么一点点的要求的话 他没有必要说要拿出两百亿投资来作为交关条件啊 毕竟两百亿投资可不是一个小数 说到此处黄玉川又问道 对了 加成投资方面 有没有说他们这两百亿元投资准备投入到哪个领域 或者哪个行业项目 孙德胜摇摇头 他没有说 不过我看他的意思 这两百多亿元应该只是投资一个项目而已 我认为不管是什么项目 一个投资金额达到了两百亿元大项目 对我们天涯省来说绝对是一个超级项目 这对于拉伸我们天涯省的GDP是大有好处的 这也是一块非常巨大的仗迹 听到孙德胜这样说 黄玉川略为沉隐了一下 缓缓说道 两百亿元的大项目 我们肯定是要拿下的 不过您还是要仔细的和加成投资方面 好好的沟通一下 摸清楚他们到底打算投资什么项目 毕竟有些项目老百姓还是比较敏感的 如果他们真要是投资一些敏感项目 我们也是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的 我们也不能只看投资不看项目不是 任何事情风险与付出都是需要成比例的 听到黄玉川这样说 孙德胜立刻眼前一亮 他已经明白了黄玉川的真实意思 很显然黄玉川是想要弄清楚加成投资 到底是想要投资什么项目 以便于后面进行讨价还价 如果加成投资的项目真的比较敏感的话 那么他们与加成投资 在进行后续谈判的时候 肯定是要提高相应的价码 确保他们的政绩最大化 陆明大酒店总统套房内 新加坡加成投资的董事长穆依斯 日本三井集团副董事长总裁三井优人 坐在客厅里一边抽着烟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聊着天 三井优人在今年看起来有五十岁左右 身高有一米六零左右 螺圈腿交叉成二郎腿撬动着 嘴里叼着一根大号的雪茄 不时地喷出一股股浓浓的烟圈 一双蛤蟆眼中闪烁着狡猾之色 三井优人的目光看向莫耶斯笑着说道 莫耶斯 你在加层投资董事长的位置上 干了有十多年了吧 在外人面前一向极傲不驯的莫耶斯 此刻他的脸上写满了恭敬之色 点头哈腰的说道 是啊 三井先生 不写集团队伍的栽培和信任 这才有了我的惊天 我虽然是新加坡裔美国人 但是我保证 终身会忠实于集团 忠实于三井家族的 谁说白人不会拍马屁 这莫耶斯拍起马屁来 绝对也是一流高手 三井诱人微微一笑 摆了摆手说道 嘿嘿嘿 莫耶斯 你不用这样 我不太爱习惯 我知道你的性格 你一向是一个狂傲不羁的性格 你即便是在我的面前表现出这种流须拍马的模样 我也知道 你在心中对我们日本人还是瞧不起的 你真正看得起的 尊敬的是我们手中的资本 是我们对于你前途的掌控 所以你也不必装模作样打 其实你心中想什么我非常清楚 这次我代表三井集团过来 主要是想要向你传达两个消息 听到三井诱人这样说 莫耶斯略为尴尬地笑了笑 随即又恢复了之前那种旁人面前不可一世的高傲姿态 看向三井诱人的目光中也多了几分忌惮 却依然有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这才是他的真实面目 三井诱人说的没错 他莫耶斯真正尊敬的只有资本和实力 至于对三井诱人也好 对日本人也罢 他从心底里还是看不起的 因为在他眼中 日本不过是美国的一只看门狗罢了 美国让他咬谁他就咬谁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优越感 他才可以面对三井诱人的时候平等相待 当然了 一开始他肯定是要做出一副恭敬的样子来迷惑对方吧 不过既然对方已经看出来了 他也没有必要再演示了 不过对于三井诱人接下来要说的话 他还是比较重视的 因为他知道三井诱人代表的是三井集团 他说的话就是集团的决定 虽然他是加成投资的董事长 手中掌控着数千亿的资金 但是实际上他非常清楚 他这个董事长也只是一个管理者而已 虽然他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 但实际上他的加成投资集团里 真正的大股东是三井集团 占据了整个加成投资60%以上的股份 而他莫伊斯加成投资的董事长 也不过是占据7%的股份而已 其他的股份则是来自世界各大银行的股东们 只不过表面上莫伊斯对外宣传拥有加成集团 67%以上的股权 所以他才可以在整个加成投资呼风唤雨 实际上只有莫伊斯清楚 他不过是日本人的一个代言人罢了 拿两个消息 莫伊斯有些心虚的问道 三井忧人微微一笑 第一个消息就是集团方面希望你们加成投资 能够配合好集团总部方面 请尽全力拿下这次陆维岛项目最大的融资份额 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 甚至到时候三井集团这边 还会与加成集团上演你争我都的好戏 到时候必须要把戏演得真实一点 精彩一点 必须要让华夏人看到 让他们知道加成投资是绝对不会和我们三井集团妥协的 这一来基本上没有人会怀疑加成投资的真实背景 莫伊斯文言立刻笑道 这个没问题 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是加成投资的董事长 我必须要为加成投资的所有股东们考虑 不管是谁 我们加成投资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与这竞争的 这次的陆维岛二期工程 我们必须要拿下最大的一块市场份 因为我相信二期工程绝对是一块巨大的肥肉 今后获利将会非常丰厚 三井总裁 不知道您所说的第二个消息是什么 三井忧人笑着说道 如果在这次的竞争中 最终真的是你们加成投资注标了 希望你到时候必须要坚决按照集团的指示去做 到时候集团会指示你做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 至于事情到底是什么 你现在不需要知道 但是你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那些事情肯定是不容易干的 如果你干的好了 集团方面会提升你的股份作为奖励 但是如果你做的不好 那么你存在的价值恐怕就不大了 所以现在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考虑 你是否还需要在加成投资集团董事长的位置干下去 一旦你决定要干下去了 那么你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按照三井集团的指示 把一切都做好 那么你获得的将会是丰厚的回报 但是如果你失误了 那么等待你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消息 当然了 你也可以选择留一手甚至是告密 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那样做的话 不仅仅是你会消失 你所有的家人也将会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听三井幽人说完 莫伊斯的脸色当时就苍白起来 从上次陆维岛一期工程项目开始的时候 他接到三井幽人的指示 让他高调行事 就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因为按照正常的商人行事方式 他既然想要参与陆明市的项目 可不应该得罪陆明市的主要领导大 尤其是柳青宇 但是三井幽人却偏偏指示他嚣张行事 不要把陆明市放在眼中 当时的他十分不理解 但是还是按照三井的指示做了 最终一气工程 他们出局了 而且被柳青宇彻底给记恨上了 但是这一次 当三井幽人的指示出来之后 他突然有些理解三井幽人上一次 为什么要给出那样的指示了 一切都是为了今天 都是为了掩人耳目 三井先生 我能够实心知道一些信息吗 你们日本人到底要我 再拿下这个项目之后做什么 莫耶斯问道 三井幽人摇摇头 莫耶斯 现在你没有必要知道 而且有些事情 你知道的越多 死的也就越快 你只有通过这一次的终极考验之后 才有资格知道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 我现在能够告诉你的是 你现在可以选择退出 当然了 退出的结果就是 你必须交出你手中掌握的 加成投资7%的股份 带着你之前赚的钱 回新加坡也好 回美国也罢 随便你 但是一旦你要参与到后面的事情中来 就只能面临我之前说的两种结果 成功或者死亡 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你现在可以开始思考了 三井幽人说完 莫耶斯陷入到了深思之中 莫耶斯的思考并没有持续多久 对于他来说 他的价值观是早就注定的 那就是利益 在他的眼中 利益高于一切 他是商人 有足够的利益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交易的 至于说生命的安全 让他见鬼去吧 既然担任了三井集团的代理人 他就知道这将会是一条十分艰辛的道路 他非常清楚 三井集团是日本的大型财团 靠着军火行业和装备制造业积累了雄厚的资本 所以这些资本十分敏感 要想进入华夏市场 尤其是关系到华夏国际名声的重点行业市场 其敏感性还是很大的 所以三井集团才特别在新加坡注资成立了 这家由各国股东联合成立的投资集团 其主要投资市场就是华夏以及美国等亚洲市场 其根本目标是获得亚洲国家一些敏感的 和军事战略有关的重要项目的控股权 从而借机安插一些商业间谍 军事间谍堂而皇之的进入华夏国内 甚至通过其权力在华夏暗中 部署一些军事监控器材 至于其深远的目的 莫耶斯更是清楚 不外乎是时刻都在为针对华夏的战争进行着准备 莫耶斯虽然是拥有新加坡国籍的美国人 但是对于日本的历史却深有研究 他清楚日本针对华夏的野心 从古到京都没有停止过 现在华夏虽然国力强大 但是日本觊觎华夏的野心却更加强烈 虽然不能从军事领域对华夏进行侵略 但是经济领域的侵略却从始到中都没有停止过 所以从一开始和三井集团合作的时候 也就有了心理准备 我选择继续合作 莫耶斯大手一挥数道 三井忧人黑黑一笑 竖起大拇指 好 莫耶斯果然是聪明人 我相信 只要你能够完成这次任务 你一定会为你的选择而骄傲的 说完三井忧人转身离开 在陆明市融资洽谈会竞标公告的前一天下午 陆明市市委常委会会议室内 天涯省副省长孙德胜出席了最后一次筹备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孙德胜首先发言 孙德胜声音中充满了激情的说道 同志们 对于你们陆明市的一期工程 我感觉到非常满意 到现在为止 一期工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眼看成功在望 现在二期工程马上就要展开了 我对于融资洽谈评标委员会的成员构成 有一个新的想法 大家一起参谋参谋 当孙德胜说到这里的时候 沈鸿飞的脸色当时就阴沉了下来 因为在他的想法当中 这一次的融资竞标依然是要像一期工程的融资一样 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好 因为一期工程的融资已经证明 那个融资模式是非常成功的 而那个模式是由柳清宇开创的 是值得肯定和沿用的 孙德胜的目光从沈鸿飞的脸上扫过 看到了沈鸿飞的脸色便笑着说道 沈书记 你先不必担心 我知道你或者陆明氏的很多同志 希望继续沿用一期工程项目融资时候的竞标模式 对于你们一期工程项目竞标模式 我也是认同的 但是呢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不管是在规模上 还是性质上完全不同 一期工程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 那些资金基本上算是由你们陆明氏来主导的 而二期工程投资却高达数千亿万 这个项目你们陆明氏是无法主导的 其主导者肯定是投资商们 这一点在你们的项目规划书中也早就提及了 这一点我相信就不用我说了吧 所以我认为 既然二期工程的项目主导方发生了变化 所以对于融资方式的评判条件 以及评标委员会成员的临选条件 就应该发生相应的改变 这一点省里很多领导也是认可的 沈书记 你说呢 权力巅峰 第1355集 在孙德胜看来 现在陆明氏市委常委会上 没有了柳青予这个脚屎棍 在那里不知轻重地顶撞自己 现在陆明氏常委会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真正能够对抗自己威压的人却并不多 沈鸿飞虽然是市委书记 还是省委常委 但作风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他相信 沈鸿飞是绝对不会与自己直接顶撞的 似乎他的判断得到了验证 听完他的话之后 沈鸿飞继续保持着沉默 看到这里 孙德胜放心了 继续说道 看来 大家没有人反对我的提议 那我就接着往下说了 我认为啊 既然二级工程要以投资商为主导 尤其是基建项目完成之后 整个港口的运营 也是以投资商组成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为核心 那么我认为 在项目融资阶段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港口运营的经验问题 所以呢 在选择融资商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投资商在港口运营商的经验是否丰富 绝对不能因为投资商有钱就让他们进来投资 因为不是有钱的投资商就可以运营好如此大型的深水港口 说到这里 孙德胜停顿了一项 想要让陆明市的领导们感悟一下他话里话外的意思 同时也测试一下众人的反应 孙德胜刚刚说完 董之号便立刻说道 嗯 我赞同孙副省长的意见 对于一个新建的港口来说 港口运营经验十分重要 尤其是由一个运营经验十分丰富的投资商来运营 整个港口的运营成功率会非常高 获利空间会非常大 反之如果由一个没有运营经营的投资商来负责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整个港口项目会遭遇重大失败 到那个时候可就不仅仅是投资商的失败 也是我们陆明市的失败 这种失败我们陆明市承受不起 而且一旦港口运营失败了 我们也无法向老百姓交代 我也赞同孙副省长的意见 陆维岛项目作为我们陆明市最重要的大型港口项目 必须要高度重视 谨慎运作 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错误 所以在融资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确保项目的成功率 这次站出来说话的是市委秘书长吴成坤 吴成坤说完 沈红肥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依然没有说话 继续保持着沉默 会议室暂时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 这时陈明灿突然问道 孙副省长 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意见 最终反映到评标委员会 以及评标规则上 是以何种方式来体现 孙德胜笑着说道 我的想法 是在评标委员会的专家人员中 增加两名有过港口运营经营的 专家型管理人员进入评标委员会 同时要求各个投资商 对港口运营方案进行陈述 以便我们选择正确的投资商 至于这人马 我们天涯省不是有两大港口吗 可以让这两个港口的管委会主任 来担任评标委员会委员 我相信 以他们的专业眼光 一定会给出十分公平公正的评判的 沈鸿飞终于说话 孙副省长 我看着投资和港口运营之间 没有必然的联系吧 投资商只需要投资就可以了 至于港口的运营到时候是由多方联合起来协商进行的 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有银行资本要进来 我们能够要求对方有港口运营经验吗 不可能吧 既然是项目融资就要按照融资的流程来搞 把融资和港口运营之间联系起来 完全没有必要吧 沈鸿飞同志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 这个投资商虽然是负责投资的 但是每个投资商最终肯定是要派人进入港口运营董事会的 所以一个懂得运营的投资商和一个不懂运营的投资商 在后期的运营管理中是完全不同的 会直接影响到港口运营的成败的 沈鸿飞轻轻摇摇头 孙副省长 我认为您有些强词夺理了 孙德胜听沈鸿飞这样说 他的脸色当时就沉了下来 沈鸿飞同志啊 你可不能乱扣帽子呀 要不这样吧 你们陆明市常委会直接投票表决吧 以多数同志们的意见为主 你看怎么样 沈鸿飞文言心头就是一惊 按理说 现在自己对常委会的掌控力度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孙德胜不应该提议常委会表决来决定啊 这不像是孙德胜的风格呀 心中虽然这样想着 但是在气场上 他却绝对不能认输的 立刻点头说道 好 既然孙副省长非得坚持你的建议 而且您又是这个项目的顾问 我们陆明市怎么着 也得尊重你的建议啊 这样吧 那咱们陆明市就投票表决一下 同意孙副省长建议的请举手 沈鸿飞说完董志浩 吴成坤两人立刻举起手表示同意 看到只有两人举手 沈鸿飞的脸上露出淡定从容之色 在他看来 常委会的局势竟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然而他脸上那得意之色刚刚升起 随后便呆住了 就在董志浩和吴成坤刚刚举手之后 市委宣传部长张一锐 市委组织部长曾振天 新任市委常委副市长邹金龙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陆云飞 全都举起手来了 眨眼之间竟然有六名常委投票 支持了孙德胜的意见 沈鸿飞的脸色一下子就难看了起来 沈鸿飞的目光 在陆一帆 邹金龙以及曾振天张一锐等人的脸上 一扫过 这些人全都低头不语 不肯与他对视 这让沈鸿飞有种想要脱血的感觉 失控 常委会已经隐隐有要失控的迹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随着新任市委常委副市长邹金龙的上任 陆明市的市委班子已经全部配备齐全了 当然了 由于柳秦宇一直在医院有伤 所以原本应该有13名市委常委 现在只有12人到场 而现在表决刚刚开始竟然有六名常委 支持了孙德胜的意见 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尤其是陆云飞和张一锐 虽然大部分时间保持中立 但是一旦自己亮明态度 他们一般都会站在自己这一边的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们两个会改变历程呢 沈红飞并没有看到 此刻的陆云飞和张一锐两人脸色有些难看 甚至还带着一丝愧色 但是他们的手却坚定地举着 眼底深处似乎有一抹难言之影在闪烁着 沈红飞的目光 在剩下几名常委们的脸上扫过 心中开始有些没底了 剩下的这些常委 陈绵灿 张东升和王洪波 是属于柳秦宇的人马 他们正常情况下 应该会支持自己的 但是李向军一向都是保持中立立场 这件事情上 不知道会不会明确表态 如果李向军要是明确表态的话 也许自己这边还有希望能够与对方打平 但是新增补的常委陆一帆的态度 他可就摸不准了 想到此处 沈红飞的目光向着陆一帆看了过去 然而让他彻底郁闷的一幕出现了 陆一帆在犹豫了半生之后 竟然也举起手来 看到沈红飞向着他看过来 他冲着沈红飞略微充满歉意的苦笑了一下 还是举起手来 起票 竟然有过半人数人员选择支持孙德胜的意见 拜 自己竟然拜了 如果说拜给柳清宇 沈红飞心中或许会好受一些 毕竟柳清宇这家伙做事十分咬腻 万常理出牌 而且即便是输给柳清宇 他也相信 柳清宇一定会把工作做好 只不过柳清宇与他有些时候理念不同吧 但是输给孙德胜 却不是他心中愿意接受的 因为沈红飞总是有一种感觉 这个孙德胜做事私心还是比较重的 尤其是上次在陆维岛项目主导权之争的时候 孙德胜是旗帜鲜明的想要站出来摘陆明市的桃子的 只不过那一次陆明市在最关键时刻 柳清宇接到关键信息 最终扭转了局面 逆转了结果 不过为了大局 陆明市方面只能提议由孙德胜来担任顾问 本来提议孙德胜来担任顾问 只不过是陆明市的权宜之计 只是为了给省理一个面子 但是沈红飞却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提议竟然在二期工程上成为一个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 孙德胜竟然在这次关键的会议上 突然掌控了整个陆明市常委会的大局 自己这个市委书记的脸往哪里了 如果上面的领导知道 会不会怀疑自己对陆明市的掌控力 孙德胜到底在私底下做了什么工作 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竟然选择支持他 一时之间 沈红飞心中千丝百转 最终只能满脸苦涩 沈书记 你看现在已经有七名常委表态了 这结果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呀 这个时候 孙德胜自然不会放过成胜追击的机会 沈红飞脸色更加难看 虽然心有不甘 却也只能暂时认输 轻轻点点头 好 既然大部分同志们都支持孙父省长的意见 那我们就以多数同志们的意见为主 但是不保留我自己的意见 沈红飞能够混到如今这个位置 自然不是简单之人 既然眼前这一局 他输了 他输得起 输朕不输人 在随后的会议上 孙德胜虽然提出了一些提议 但是全都被沈红飞直接给否定 这一次 他再也没有给孙德胜提出投票表决的机会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了 孙德胜在私底下做了大量的工作 导致整个常委会事态紧禁失控 所以 只要沈红飞认为孙德胜的提议中 大有私心的 不利于公平工作展开工作的 不管孙德胜说什么 他都坚决而强势的反对 如果孙德胜还想要继续支持 那么他直接表示 这个事情暂时先放下 等他考虑一下 等时机成熟之后 再进行最终决策 孙德胜倒也是有分寸之人 他知道 在评标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 他突然袭击成功 这个结果已经相当不错了 因为评标委员会多了两个人之后 他对于整个评标结果的走向 将会增强很多话语权 所以在随后的一系列讨论中 他也并没有逼着沈红飞再次进行常委会表决 因为他也清楚 自己不过是一个顾问而已 如果过分插手这个项目 恐怕沈红飞会强烈不满 如果去省里告状的话 恐怕他也讨不到好 而且沈红飞身为路名市市委书记 可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 沈红飞在评标委员会人选上 没有动用一票否决权 是因为他爱惜自己的面子 不愿意输赈输人 但是如果自己把他逼急了 他抛下面子直接动用一票否决权 他也没有脾气 所以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之后 最终融资竞标之势 终于尘埃落定 与一期工程相比 融资方案基本一致 只不过增加了两名评标委员会委员 而且在招标文件的要求上 增加了要求投资方陈述港口运营方案的一个环节 虽然这个环节所占的分数比例不大 但是却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最后呈现 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之后 最终两个评标委员会名额 一个由省理制定 另外一个由陆明氏制定 散会之后 沈鸿飞的脸色难看至极 他没有回办公室 而是直接去了柳青云病房内 进入病房 关好房门之后 沈鸿飞坐在柳青云的身边 苦笑着说道 青云 我被孙德胜给算下了 柳青云表情显得十分淡定 轻轻点点喉 是 你确实被孙德胜给算下了 这件事情上 陈明灿已经跟我说过了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沈鸿飞问道 柳青云苦笑着摇摇头 暂时没有办法 沈鸿飞瞪大眼睛 没有办法 不会吧 柳青云 我可是知道的 你小子一向鬼主意还拨荡 柳青云叹息一声说道 沈书记 这件事情如果按照正常流程去操作的话 你 我 都没有办法 因为孙德胜的这次突然袭击 时机 把握得非常好 抓的关键点也非常准 我们一点脾气都没有 难道你不觉得孙德胜提出的这个建议应该是有私心的吗 沈鸿飞问道 私心肯定是有的 而且我还知道他这个私心到底是为了谁 柳青云道 为了谁 新加坡加成投资集团 柳青云脸色冷峻的说道 为了新加坡加成投资集团 沈鸿飞充满疑惑的反问了一句 对 就是为了加成投资集团 上一次一期工程的时候 孙德胜就是为了这家公司上传下调的 只不过最终在咱们的联手反制之下 他失败了 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 一直都按兵不斗 迷惑你 而在私底下 他肯定做了很多其他常委们的工作 再加上常委会上的突然袭击 这才导致了你对常委会失去了惩库 输到此处 柳青云双眼中突然闪过一道寒光 沈书记 不甘肯定 孙德胜这次做工作 肯定使用了很多不光彩的手段 否则的话 常委会上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控局面 你为什么说他是为了加成投资呢 有什么证据吗 沈红飞问的 沈书记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新加坡加成投资集团的投资案例 我曾经深入研究过 我发现加成投资集团在亚洲各国的港口建设上投资十分积极 不仅是港口投资积极 在机场能源等项目上都十分积极 他们这个集团在这些领域的投资是十分专业的 所以当我听陈棉灿跟我说 孙德胜在常委会上提出要求投资商对港口运营方案进行陈述的时候 我就基本上确定孙德胜这样做是为了加成投资 而且再联想到上次加成投资对待我们陆明市的态度 以及加成投资的董事长自始至终都没有和我们陆明市方面见面 而是与孙德胜进行见面 所以我敢肯定孙德胜与加成投资集团之间肯定有着一定的关联 权力巅峰第1356集 那我们怎么办 难道任由孙德胜在这个项目中搅风搅雨 我认为增加这一条对于其他投资商来说并不公平 因为并不是每个运营商都懂得港口运营 沈鸿飞充满愤怒的说道 刘青雨却是笑着摇摇头 沈书记 我认为这件事情得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 从表面上看 对其他投资商来说确实不太公平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 却也未必是坏事 由于有了竞争的压力 这就迫使其他投资商去研究港口的运营 或许他们未必能够通过投标 真正的懂得如何做港口运营 但是我相信 每个投资商要想中标 肯定会动用他们的资源和能量 去努力研究港口运营 这对于我们陆明市陆维岛大型深水港的港口运营 也未尝不是好事 听柳秦宇这么一说 沈鸿飞眉头皱得更紧了 沉思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 柳秦宇 照你的意思 孙德彪根本没有什么私心了 柳秦宇摇了摇头 没有私心 那怎么可能 如果他没有私心的话 怎么可能会肆意插手我们陆明市的项目呢 更何况 他所提的这个条件 明显对加成投资有利 没有私心才见鬼了呢 这一下 柳秦宇可是把沈鸿飞给弄糊涂了 柳秦宇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你既然说孙德胜有私心 却又说这不是什么坏事 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 柳秦宇笑笑道 沈书记 你也别在这里考验我了 我相信 你心中早就应该有数了 你放心吧 你心中的那个想法 我会全力支持他 沈鸿飞的眉毛挑了挑 嘴角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看向柳秦宇说道 柳秦宇啊 你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妖孽了呀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柳秦宇笑道 这还不简单呢 因为我知道你也想要为我们陆明市的老百姓做些实事和好事 只要知道了你这个立场 那么围绕这个立场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是那么几件 只需要简单一分析 不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吗 哦 那你猜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听柳秦宇这样说 沈鸿飞反而感兴趣了起来 这可是一个他能够摸清楚柳秦宇思维模式的最好机会 柳秦宇也看出了沈鸿飞的用意了 也不隐瞒笑着说道 很简单 沈书记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既然看出了孙德胜的意思 但是却又爱惜自己的面子 所以在常委会上 你只能暂时选择隐忍统协 第一局认输 其实如果你在常委会上 动用书记的一票否决权 完全可以否定孙德胜的提议 但是你却偏偏没有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平时做事稳妥 轻易不肯冒险的 所以正常情况下 在内容会上 涉及到那么重要的决定 你根本不可能妥协的 但是你却还是妥协了 这就说明你心中 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而且你所图谋的 绝对不是小事 你应该正在给孙德胜 或者某些人做局吧 说完柳清宇笑着 看向沈洪飞 对于这位市委书记 柳清宇从来就没有看清过 或许柳清宇在到了陆明市之后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与沈洪飞之间的斗争 但是他却不得不承认 沈洪飞对于陆明市的掌控力 还是相当强的 而且在沈洪飞 与自己的斗争中 虽然沈洪飞在某些局部 或许会处于下风 但是综合整体来看 沈洪飞在一系列斗争之后 他总是能够在大局上 占据一些优势 虽然这种优势的取得 与沈洪飞的职务和级别有关 但是能够在轻描淡写之间 就获得那么多的好处优势 既能够让自己这个二把手 努力的去把工作做好 又能够形成对自己的有效牵制 这说明沈洪飞这个一把手 做的还是相当聪明 相当到位的 刘清宇自认为自己绝对 不是一个轻易佩服别人的人 因为他的骨子里写满了傲气 但是对于沈洪飞 他却不得不产生一丝钦佩 因为这家伙既有划不留守的时候 也有稳重大气的时候 还有冲冠一怒的时候 总之 沈洪飞总是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 做出最正确的抉择 最终保证他这个一把手的权威 始终处于其他人之上 哪怕是妥协 他也会从妥协中获得相应的好处 要想做到这一点看似简单 实则不易 因为这不仅需要对于形势的精准分析判断 还需要有一颗博大的胸怀 有容忍之量 而沈洪飞却能够做到 而柳清宇自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 距离沈洪飞还是有些差距的 尤其是在妥协中获得好处的这一点 他很难做到 因为他不喜欢妥协 除非到了极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柳清宇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所以来到陆明市这一年半多来 随着他对沈洪飞认识的逐渐加深 他对于沈洪飞的政治智慧的理解也越来越深 不过他虽然钦佩沈洪飞的政治智慧 但是却无法做到和沈洪飞一样 因为他的做事风格与沈洪飞完全是两个样子 沈洪飞是勉里藏针 而柳清宇则是锋芒毕露 沈洪飞看似稳重行事 从不冒险 实则内心自有秋贺 从来不肯吃亏 而柳清宇则是行事看似鲁莽嚣张 实则是步步为淫步步算计 雷霆万军间将对方打得七零八落 看到柳清宇那副表情 沈洪飞笑了 虽然以前的时候他也笑过 但是这次笑却是一种真正的充满了欣慰的笑容 充满了欣赏的笑容 充满了认可的笑容 以前的时候 他冲着柳清宇露出过很多次笑容 有鼓励的笑 有表扬的笑 有部分的冷笑 有不满的讥笑 甚至还有虚伪的假笑 种种笑容 都是为了迷惑柳清宇 这个平生最为强劲的对手 甚至是一生的对手 但是这一次 沈洪飞的笑却是久逢知己 谦卑少的笑 是真真正正认可了柳清宇这位强劲的对手 认为柳清宇能够与他平等论交的笑 也直到此刻 沈洪飞才真真正正的看清楚了柳清宇这个人 以前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一直都可以将柳清宇玩弄于鼓掌之间 利用柳清宇为国为民的一腔热血 让他为自己打前战 当前锋 把柳清宇当枪使 但是现在沈洪飞却只能苦笑 柳清宇这家伙虽然性格嚣张 做事强势 但实际上 这家伙却也是心思细腻到了极点 虽然柳清宇没有参与今天的常委会 但是他能够通过陈棉灿对他的描述 就能够判断出自己的真实意图 这一点很难 沈洪飞相信 今天的常委会上 很多人肯定认为 自己是为了面子或者是畏惧与孙德胜的权势 才最终不得不选择妥协的 而且他也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 甚至种种表演 强化了这种表象 让别人故意往那个方向去想 但是柳清宇还是看穿了他 哦 你再仔细说说 沈洪飞依然笑着说道 柳清宇点点头 沈书记 你是不是想要通过在这次常委会上的妥协 来迷惑孙德胜包括他背后的人 然后在某个关键时刻突然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沈洪飞笑着点点头 柳清宇 你说的也对 也不对 柳清宇一愣 怎么解释 沈洪飞黑黑一笑 常委会上 我确确实实是在迷惑他们 我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因为我相信 即便是我在常委会上否定了孙德胜的提议 他依然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去达到他的目的 而且如果他一旦动用其他手段的话 也许就会让我失去控制 因为他既有可能会动用省里的资源来施压 到那个时候 也许很多事情都会超出我的掌控 所以 我暂时向孙德胜妥协了 而且我的目的也是为了反击 就这一点而言 你说的没错 但是呢 有一点你却是说错了 因为并不是我要为孙德胜做局 而是我为你准备好的做局的空间和机会 真正要去做局的人是你 这个机会是我为你争取来的 啊 让我去做局 沈书记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现在可是病人好不好 我现在对于陆明市的大局 根本没有多少了解好不好 刘青玉十分不爽地说道 此刻 柳青玉才意识到 自己又被沈鸿飞给算计了 这个老狐狸竟然又要拿自己当枪使 柳青玉 你虽然是病人 但你依然是陆明市的市长啊 现在形势都到这种地步了 你总不好意思不出手啊 再说了 我可是听说了 你的那些兄弟们最近在陆明市可是玩得不亦乐乎啊 当然了 对于他们的某些行为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没有亲眼见的 所以呢 我也不打算过多关注这些 但是你可是他们的老大呀 你得关注关注吧 再说了 你要不关注的话 万一他们要是在陆明市闹出一些乱子来 这责任还是你的呀 柳青玉 你的这些兄弟们 一个个的可都是猛人啊 所以你不负责作局 谁来作局 说到这里 沈鸿飞黑黑的得意笑了就 那笑容就好像是偷鸡成功的黄鼠狼一般 得意中带着几分奸诈 柳青玉彻底无语了 虽然这些天 刘小飞刘小胖等一干好兄弟们 一直都没有露面 但是柳青玉对于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也隐隐猜到了几分 是以他对柳小飞的了解 这哥们绝对不是一个好惹的主 现在已经自己被人算计了 柳小飞岂能容忍 这哥们要是不采取反击才有鬼呢 而且柳青玉可是清楚的 柳小飞那是什么人啊 那可是国际雇佣兵 做事易正易协 甚至比自己还不按理出牌 毕竟自己身在官场 很多事情都是有着 严格的规则和规范的 但柳小飞可不是官场中人 他要做事 只凭自己的好恶与感觉 柳小飞这哥们不出手则已 一旦出手必定识破今天 此刻看沈洪飞的意思 似乎对于自己的这些好兄弟们 已经暗中关注了很久 甚至对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了如指掌 如此看来这家伙也是一只老狐狸啊 这次在常委会上故意妥协 既是为了自己创作了做局的机会 又何尝不是再为自己做局呢 这是逼着自己这个病人哪怕是在病床上 也得为他所用 柳青语望着沈洪飞咬着牙鼠道 沈洪飞 你你真是太太狡猾 太无耻了 沈洪飞风轻云淡的一笑 得了柳青语 不要那么在意嘛 咱们好歹也算是老朋友了 不是 在整个陆明市能够像咱们两人这样 心息相通 志趣相投 报复相同 智商平等的人也只有咱们两个了 即便是我可以轻易的为别人设局 让他们替我出手 我也不放心啊 更何况 在做局坑人这一块 你绝对比我有天赋 我不用你用谁啊 再说了至少现在这个阶段 我是一把手 你是二把手不是 我用你 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 刘青语咬着牙鼠道 那如果有一天我当了一把手 你当了二把手呢 沈红飞没有任何思考的就说道 那很简单啊 到时候如果你能够为我做局 让我替你冲锋陷阵的话 我也心甘情愿啊 这样你就没得说了吧 听沈红飞这样说 柳青语则是冲着沈红飞黑黑一笑 主动伸出手来 与沈红飞使劲地握了我说道 好 沈红飞 记住你今天所说的话 如果有一天我当了一把手 你当了二把手 到时候我肯定会为你设局的 你就准备为我冲锋陷阵吧 到时候可不许耍赖哦 说话之间 柳青语脸上原本表现出来的那种 不甘悲愤不爽的神情完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似乎沈红飞将那真的会成为 他的二把手似的 看到柳青语这种表情 沈红飞突然感觉到心里咯噔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有一种感觉 自己今天和柳青语敞开心扉那么一谈 尤其是刚才用一二把手来解释了 一下两人之间的沟通规则 似乎好像有种作茧自缚的感觉呀 虽然现在他依然确定 柳青语确确实实被自己给算计了 但是他心中总是有着不妙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自己掉入了柳青语的陷阱一般 似乎柳青语一直在等待着自己阐述出这种规则似的 尤其是当沈红飞看到了柳青语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之时 心中的那种预感越加强烈了 不过反过来再想一想 现在柳青语只是正厅级 而自己已经是复省级了 柳青语距离自己还是有两个台阶需要攀爬的 虽然他相信 以柳青语的背景早晚会攀爬上自己的这个位置 但是他怎么想都应该自己一直在柳青语的前面领跑 柳青语要想超越自己应该没有那么容易 想到这里他又释然了 他相信柳青语肯定不可能超越自己 最终让自己成为柳青语的二把手的 然而沈红飞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事实无常 在未来的某一天 沈红飞突然悲催的发现 当然了这是后话 暂且不提 此刻的沈红飞和柳青语两人全都是得意洋洋 两人都认为自己把对方给算计了 沈红飞笑着看向柳青语说道 柳青语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们应该怎么样阻止孙德胜接下来的行动呢 柳青语淡淡一笑 很简单 咱们的第一招就玩一个仙人指路吧 沈红飞一愣 仙人指路 兵禁局 难道您要出招试探一下对手的虚实 柳青语笑着点点头 没错 我就是要先试探一下对手的虚实 试探一下孙德胜和嘉诚投资集团之间的关系 试探一下这次来陆明市的那些投资商彼此之间的关系 先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再出后招 说到此处 柳青语冷哼一声 二期工程虽然提前启动 但是如果某些国际势力想要趁机浑水摸鱼 也没有那么容易 随后沈红飞又和柳青语详细聊了一下后面实施的细节问题 从柳青语病房中走出去的沈红飞脸上却是神采奕奕 到了沈红飞这个级别 他做事都是极有章法的 自己擅长什么 别人擅长什么 他心中门青 而且到了他这个级别 必须要善于用人 善于用别人的智慧来为自己服务 权力巅峰第1357集 沈红飞自认为自己善于守 而柳青语则善于攻 所以这一次他过来找柳青语 就是希望柳青语在进攻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而柳青语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一招新指路便足以让他再次掌握 整个陆明市陆维岛项目上的主动权 第二天上午 陆维岛项目融资竞标谈判公告正式对外公布 同时各大投资商们几乎都在第一时间赶到招标公司 交了两个亿的投标保证金 并领取了竞标文件 之所以收取投标保证金 是为了防止某些投资商恶意竞标 扰乱整个竞标谈判 当嘉诚投资集团的投资总监戴旺书领取了竞标文件草草 颁看了一遍之后 脸色刷的一下就阴沉了下来 戴旺书拿着竞标文件匆匆下楼 回到自己的汽车上 一边让司机开车 一边拿出手机 拨通了董事长莫叶斯的电话 莫叶斯先生 我刚刚拿到了竞标文件 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戴旺书说 麻烦 什么麻烦 莫叶斯皱着眉头问道 莫叶斯先生 我刚才看到 在竞标文件上 十分明确地写着一条 任何一家参与融资竞标的投资公司 都必须要清楚地写明 其公司内排名前二十的股东信息 包括股东的姓名 所占有的股份比例 股资金额等 如果要是不写出来 或者使用虚假信息 一旦被查验出来 那么将会被取消投标资格 即便是中标了 也将会被取消中标资格 戴旺书刚刚说完 莫叶斯便起得一脚踹翻了面前的茶几 愤怒地吼道 什么 投个标竟然还需要著名股东信息 陆明氏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 他以为他们陆明氏到底是什么香伯伯呀 凭什么给出这么苛刻的条件 难道他们陆明氏不知道 股东信息属于我们的商业机密吗 戴旺书苦笑着一句话都没有说 此刻他只能沉默以对 莫叶斯愤怒地狠狠地踹了沙发几脚 稍微平息了一下心中的怒气之后 这才缓缓说道 好 你立刻赶回来 把竞标文件带回来 我要再仔细地研究一下 如果竞标文件上真的要这么写的话 那么我会联合所有的国外投资商进行抗议 我绝对不能容忍这个条件 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竞标文件上 很快的 戴旺书带着竞标文件赶回了酒店 酒店里 莫叶斯仔细地看完竞标文件之后 再次怒火燃烧 直接把竞标文件狠狠地摔在了桌面上 咬着牙说道 过分 陆明氏实在是太过分了 说完莫叶斯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道儿 我是莫叶斯 哦 是莫叶斯啊 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满嘴波士顿方言的声音 道儿 你们道儿集团拿到了这次竞标文件了吗 莫叶斯问道 拿到了 不过还没有看呢 怎么了 道儿 我建议你最好先立刻看一看 尤其是第27宴上所标注的内容 你最好仔细地看一下 看完之后 我再和你详谈 哦 27宴 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似乎不以为然 你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翻开页面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一个愤怒的声音传来 什么 竟然要去公布公司股东信息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美国公司的股东构成 怎么可能会向华夏政府方面公布呢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道儿的声音显得极其暴躁不安 这时莫耶斯反而不着急了 道儿 怎么样 心情是不是很糟糕 听到莫耶斯这样说 金发闭眼大鼻子的白人道儿反而冷静了下来 他冷冷地说道 莫耶斯 你让我专门看这个竞标条件到底是什么意思 莫耶斯的那一笑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只是我认为 露铭市所设置的这个条件已超出了我们家乘投资集团的成熟范围 我不打算就范 你怎么看 我也感觉这个条件有些过犯 我们是投资商 不是罪犯 凭什么露铭市要我们著名集团的股东构成 万一露铭市要是把我们股东构成泄露出去怎么办 这是侵犯我们的商业机密 道儿说道 没错 就是这一道 我想在这一点上 不仅是你我二人 大部分外国公司肯定是十分不满的 所以我建议有你牵头组建一个投诉联盟 我们要求露铭市市政府方面取消这个苛刻的条件 否则我们不参加这次融资竞标 道尔文言立刻冷冷一笑 莫耶斯 你难道想要拿我当枪使吗 我可是知道的 华下有一句话叫枪打出头鸟 我要是出面组织的话 极有可能被露铭市市政府给记恨上 既然你早就发现了这个不公平条件 你为什么不牵头组织呢 如果你要是愿意担任组织者的话 我愿意配合你的行动 莫耶斯微微一笑 道尔 你应该知道的 在上一次一期工程的项目融资中 我们加成投资 已经把露铭市方面给得罪了 现在他们对我们集团恨之入骨 如果这次依然还是由我们来组织的话 我估计露铭市愤怒之下 取消我们的竞标资格也是有可能的 我建议让你来牵头 也不是想要害你 而是为了你好 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是能够成为这个临时联盟的主导者 这对于你们集团将来在项目竞争中 也是大有好处的 你甚至可以凭借此优势进一步获得一些支持 从而赢得更高的竞标成功率 道尔文言却是冷冷一笑 莫耶斯 你也别给我戴高帽 没有用 我可不傻 我可是知道的 陆明市那边可是非常强势的 上次一期工程的时候 你们集团不是想要走高层路线吗 结果怎么样 还不是照样出局 你现在想让我带头去逼宫 这不是坑我吗 我不带这个头 莫耶斯不由得眉头一皱 他没有想到这个道尔倒是挺狡猾的 说什么也不肯当这个领头羊 略微沉吟了一下 莫耶斯又提出了其他的一些交易方式 许诺了道尔一些好处 道尔这才勉为其难的答应了下来 随后 道尔和莫耶斯两人开始合纵连横 很快就联络了这次前来陆明市的不少国外公司联合起来 向陆明市市政府提出了严重的抗议 表示不愿意服从陆明市竞标文件中 要求所有公司都必须要公布股东构成的条件 并指出这个条件涉嫌侵犯商业机密 陆明市在接到这个临时抗议联盟的申诉之后 第一时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 常务副组长王洪波当着所有记者的面 十分明确地指出 要求所有投资商提供股东构成信息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很多华夏公司在国外参与各种国际投标的时候 也常常遭遇这样的要求 尤其是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投标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更是非常常见 陆明市提出这样的条件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王洪波十分强硬地指出 临时抗议联盟有申诉权 但是陆明市有拒绝权 融资竞标会会如期举行 如果有哪些投资商对这个条件不满 可以不参加本次竞标 不得不说 王洪波的强势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临时抗议联盟在参加完新闻发布会之后 两位领头者 莫耶斯和道尔气得都快出离愤怒了 酒店内莫耶斯和道尔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 道尔愤怒地把茶几上的苹果狠狠地摔在地上 疏道莫耶斯 你说陆明市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们总是那么强硬呢 现在柳清雨不是都重伤住院了吗 为什么还是那么强硬呢 莫耶斯淡淡一笑不慌不忙地说道 道尔不要着急吗 柳清雨虽然住院了 但是文鸿波可是他的嫡系人马呀 他肯定要坚决贯彻柳清雨的意思了 所以陆明市强势很认诚的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难道我们的抗议就这样无疾而终吗 那我们不是白忙活了吗 道尔愤怒地说道 白忙活 怎么会呢 我们向陆明市提出抗议申诉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只是试探一下陆明市的基本反应而已 现在陆明市的反应我们基本上已经看到了 现在就是我们真正展现我们这个联盟实力的时候了 莫耶斯不慌不忙地说道 道尔眉头一皱 哦 展现实力 如何展现 莫耶斯笑着说道 很简单 我们抗议联盟也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 迫迫他们修改这个条件 到那个时候 以我们在抗议者联盟中的领导者姿态 我们只需要与联盟内的其他公司达成相关的协议 到时候我们制定好统一的融资条件和要求 到那个时候 陆明市在内外两重压力之下 只能向我们妥协 而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基本掌握了这次融资竞标谈判的主动权 我们是投资商 主动权当然应该由我们来掌控 柳青玉之前所有的部署 都是为了确保陆明市对整个陆维岛项目的主导权 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我相信道尔你也应该明白掌握主导权的真正含义吧 莫伊斯说完 道尔顿时眼前一亮 他当然明白掌握了主导权的真正含义 一旦抗议者联盟取得了项目主导权 那么在与陆明市谈判的时候 他们将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包括项目运营的主导权 包括股份丰红的主导权 甚至是包括港口运营方向的主导权 这些东西一旦掌握 虽然这个港口是属于陆明市的 但是整个港口将会彻底落入抗议者联盟的手中 到那个时候 他们将会愈取愈夺 而他们所需要付出的 就是拿出一部分资金去掌控相关的关键位置的少数领导而已 这种商业操作手法 是很多西方公司早就十分成熟的操作手法 不过道尔虽然清楚莫耶斯的想法 却也不无担心 莫耶斯 你说的办法可行倒是可行 但万一要是陆明市坚决不肯妥协呢 那我们抗议者联盟可就要作辣了 莫耶斯笑了 不妥协 只要我们这边把声势闹起来 到那个时候 天涯省的领导层就会出面进行干预了 陆明市能够抵抗得住省领导的威压 他们要是不妥协才怪呢 这一点你尽管放宽心就好了 而且我已经拉了三家在华夏比较有名的投资公司 加入到我们的抗议者联盟了 到那个时候 整个抗议者联盟的实力将会变得非常强大 陆明市的话语权将会被严重压缩 不正是我们谋取利益的大好时机吗 道尔文言蓝色眼珠转了转 轻轻点点头 也行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搏一把 在经过精心准备的两天之后 抗议者联盟新闻发布会正式举行 抗议者联盟同时也亮出了他们的底牌 其涵盖了80%大型国外投资公司 以及三家国内大型投资基金 可以说整个抗议者联盟基本上掌握了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投资公司 剩下一些没有加入抗议者联盟的投资公司 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分量上 都无法和抗议者联盟相提并论 可以说虽然抗议者联盟只囊括了80%的竞标公司 但是却掌握了90%以上的资金规模 在抗议者联盟这些大佬眼中 那些剩下的投资公司根本不值一提 新闻发布会上 抗议者联盟的领导者道尔十分愤怒地指出 陆明市坚决不肯退让的做法 十分让投资商心寒 因此他们这些投资商决定联合起来 表示强烈不满 如果陆明市还是要坚决不肯有任何改动的话 那么他们整个抗议者联盟里的所有成员 将会直接退出本次融资竞标 当这个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 整个陆明市 整个天涯省 整个华夏 乃是整个世界 全都被陆明市这个新闻发布会给震动 这种事情在世界范围内 还是比较少见的 这是由于投资商们联合起来 对项目融资者发出的最为强烈的挑衅 这也代表着投资商们的强烈不满 这件事情出现在了整个华夏各大舆论媒体上 也出现在了很多国外很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上 一时之间 陆明市再次成为了整个世界的舆论焦点中心 看到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后 孙德胜立刻第一时间 以调研考察的名义赶到了陆明市市委 并让沈鸿飞组织召开了一次临时常委会 在常委会上 孙德胜对陆明市市委市政府最近的表现 给予了强烈的批评 随后才皱着眉头说道 沈鸿飞统治 你们陆明市有没有注意到 近期抗议者联盟这次新闻发布会所带来的压力 你们陆明市打算如何应对 沈鸿飞淡淡一笑 孙副省长 我们陆明市在这次事件上不打算妥协 什么 不打算妥协 难道你们想要让陆明市继续在国际媒体的群追猛打中斗日吗 你们难道不知道 现在你们陆明市在国际媒体上被形容成什么样子吗 你们难道就不知道 即便是燕京市那边 很多领导也对你们陆明市在这次事件中的糟糕表现十分不满吗 省里就更别提了 很多省委领导都对你们陆明市近期的表现十分不满 甚至有人还提议说 如果你们陆明市要是无法正确处理好这次与投资生之间的矛盾 那么省里将会需要重新考虑是不是要将整个陆维岛项目的主导权收给省里 沈红飞听到这里不由的眉毛一挑 脸色当时就阴沉了下来 这时董之浩皱着眉头说道 沈书记 我感觉孙副省长的话很有道理 现在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我认为我们是时候考虑妥协退让一步了 毕竟那抗议者联盟里可是涵盖了 80%以上的投资商 他们掌握了90%以上的资金规模 如果他们真的要是退出这次竞标谈判的话 那么我们这次二期工厂的融资极有可能要失败啊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后果可是我们陆明市难以承受的 到时候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董之浩的话比孙德胜的话更有冲击力 他说完之后很多陆明市的常委们眉头全都紧皱了起来 他们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陆明市确确实实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 权力巅峰 第1358集 就在众人思考的这个空档 吴成坤又说话了 沈书记 在参加会议之前 我刚刚收到抗议联盟发给我们陆明市的公函 他们表示如果三天之内我们陆明市不对他们的发言做出回复的话 他们会立刻全部撤出本次融资竞标 并且要求我们陆明市退还所有投标保证金 否则的话将会申请国际仲裁 看样子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呀 说到此处 吴成坤又说道 沈书记 恕我直言 我认为 在竞标文件中 突然插入那么一条要求各大公司公布股东构成 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这条建议的出台 只能是导致我们陆明市与投资商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即便是去掉了这个条件 对我们陆明市也没有任何损失 还能够确保我们陆维岛项目顺利进行 既然如此 我们干嘛有多此一举呢 吴成坤说完 会议室内很多人都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吴成坤的话 确确实实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同 看到这种情况 孙德胜再次顾忌重施说道 沈书姐 我看这件事情还是常委会表决吧 听到孙德胜这样说 沈洪飞却是淡淡一笑 充满不屑地看了孙德胜一眼 孙副省长 虽然你是省委常委 是陆维岛项目的顾问 但是还没有资格主导我们陆明市的市委常委会吧 说完之后 沈洪飞直接冷冷地盯着董志浩说道 董志浩 吴成坤两位同志 各位常委们 有一个问题 我必须要严肃声明 要求所有关系到国际名声的重大项目的投资商 投标商公布其公司股东构成 甚至是公布一些关键程序的原代码 早已经是国际惯例 就像我们国家一些通讯公司 去美国等国家进行网络工程投标的时候 他们的要求甚至更加过分 至于陆维岛项目虽然是一个商业运营项目 但是有一点却是不可否认 那就是由于陆维岛项目的特殊战略位置 这个项目含有着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所以我们要求所有投资商必须要公布其股东构成 以防止被一些心怀叵测的投资商钻了空子 影响到我们华夏的国家战略 这一点不论是现在还是在未来 我们陆明市都不能有任何的退缩 这就是我的态度 我不会有任何的退缩和妥协 我们陆明市也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退缩和妥协 如果孙富城长非得把这个问题升级到身位层面的话 那么没问题 我沈胡飞奉陪到底 说到此处 沈胡飞稍微顿了一下又说道 还有一点 孙富城长 请你记住了 现在我们陆明市已经成立了陆维岛二期工程项目领导小组 即便是要表决的话 也是我们项目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表决 好了 再会吧 说完 沈胡飞站起身来向外走去 直接把孙德胜和董志浩等人晾在了那里 强势 霸道 霸气 这就是此刻沈胡飞的表现 孙德胜坐在那里 脸色阴晴不定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一向以稳重平和而著称的沈胡飞 竟然还有如此霸气的一面 刚才不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直接斥责自己干预陆明市的常委会 还直接表态不惧与自己在省委层面进行较量 这还是那个温文耳折腿的沈胡飞 直接启动了书记的一票否决权 太意外了 难道沈洪飞这家伙 跟柳情语搭班子搭的时间长了 受到柳情语的影响比较深了 但是人的性格 怎么可能改变得这么快呢 要知道 刚才只要沈洪飞 说要进行常委会表决的话 他有90%的把握 拿下这次表决结果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了 很多陆明市的常委 都希望这次的融资谈判 能够顺利进行 不希望节外生枝 所以在竞标谈判条件里 去掉公司股东构成的一条 大家也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沈洪飞的反应 竟然如此激烈 尤其是沈洪飞的最后一段话 刚才让孙德胜感觉到 心中有些不安 这时 已经走到会议室门口的沈洪飞 突然转过身来 看向众人说道 二期工程项目领导小组成员 都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我们继续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确定一下应对之策 说完 沈洪飞拉开房门 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回忆室的众人眼神都狠狠地收缩了一下 孙德胜却是满脸的怒气 因为孙德胜听出来了 沈洪飞刚才最后一句话 是对他的一种直接挑衅 二期工程项目领导小组 这是独立于常委会之外的一个组织 是直接针对二期工程而专门设立的 平时的时候或许不起眼 但是在现在这个即将产生激烈冲突 对抗的关键时刻 二期工程领导小组的地位 可就变得十分重要了起来 看看二期工程领导小组的名单 沈洪飞 王洪波 柳琴宇 曾振天 藏东升 这五个人只有曾振天 有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 但是曾振天在这个小组里的话语权 却只有五分之一 而其他五分之四的人 只要联合起来 曾振天的话语权 又将会变得可有可无 孙德胜现在才意识到 沈洪飞这个家伙看似平和 实则心机深沉 如果沈洪飞愿意 这个二期工程领导小组 直接把他这个顾问都给架空了 沈洪飞走了 会议室内其他常委们 也已经看清楚了眼前的形势 纷纷离开 孙德胜和董志浩 吴成坤三人走在最后 他们的脸色全都很难看 回到自己办公室之后 沈洪飞再次召开了一次 小规模的讨论会 会上 沈洪飞直接看向了曾振天 问道 曾振天同志 对于这次的抗议者联盟 你怎么看 说话之间 沈洪飞的目光 冷冷地盯着曾振天 曾振天轻轻地摸了摸鼻子 他看得出来 沈洪飞对自己的回答 他十分看重 曾振天略微沉吟了一下 沈生说道 绝不妥协 绝不退缩 以我为主 养我国威 听到曾振天的回答 沈洪飞笑了 这个曾振天虽然有些时候 会和自己和柳情语唱反调 但是在关键时刻 在关键位置上 却还是保持了曾家子孙应有的傲气和正气 如果曾振天要是在这个时候 依然选择和孙德胜站在一起的话 那么沈洪飞虽然什么都不说 但是在心中将会彻底把曾振天 从自己的竞争者名单中剔除 因为在沈洪飞的眼中 一个不懂得为大局着想的官员 根本不可能走到多高的位置 至于是孙德胜 在沈洪飞看来 孙德胜也就是到此为止了 他不可能走上更高的位置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太过于功利了 甚至掺杂尽了私利 有了曾振天的表态 那么二级工程领导小组五人的态度 便全都全部统一了起来 有了这五人的态度 那么即便是再上常委会 沈洪飞也相信 自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让自己的意见 在常委会上获得通过 不过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在抗议者联盟声势浩大的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之后 在所有的国内外媒体 都在铺天盖地的报道此事 等待着陆明市市委市政府 出台相应的回复的时候 陆明市方面竟然一直按兵不动 抗议者联盟给出的三天实现 已经过去了 陆明市竟然连一次新闻发布会 都没有举行 所有人依然在按部就班地 干着自己的工作 此时此刻 全世界的媒体 全部涌入到了陆明市 等待着陆明市举行新闻发布会 然而陆明市却依然没有任何举动 很多媒体记者们开始坐不住了 纷纷通过各种途径探听陆明市市委市政府的消息 然而他们却什么都打听不到 此刻酒店总统套房内 道尔 莫耶斯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 道尔脸色阴沉着 看向莫耶斯说道 莫耶斯啊 你说陆明市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都三天过去了 他们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们抗议者联盟怎么办 难道我们还真的要宣布不参加这次竞标了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 此刻 莫耶斯也郁闷得无以复加 他千算万算 就是没有算到陆明市竟然会一声不吭 就那么干耗着 而这次竞标公告的时间依然是二十天 现在眨眼之间七八天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 虽然还有一半多的时间 但是他们还得整理竞标资料 还得规划投资方案 这些事情 他们到现在为止 可是还没有真正的准备呢 但是陆明市一声不吭 却让他们难受到了极点 不过在道尔面前 莫耶斯自然不能将真实心境表露出来 莫耶斯淡淡一笑 露出胸有成竹的样子说道 道尔啊 不要着急嘛 陆明市这边强势惯了 他们肯定不会轻易就范的 这个简单 你再联络一下 召开一次抗议者联盟会议 让大家鼓动各国的记者 开始大范围的口诛笔伐 我还就不信了 在如此强大的舆论面前 陆明市还不肯偷协 另外我会再去找一找天涯省的领导 是时候继续向陆明市市委领导层施压了 好就这样办 我还就不信了 陆明市的那些官僚们能够抵挡得住这么多外国记者的口诛笔伐 我可是早就听说了 华夏的官员最害怕舆论功法了 尤其是外国媒体的舆论功法 这次我们一定要让那些高傲的华夏官员们 低下他们那高高昂起的头颅 道尔咬牙切齿的说道 对于道尔而言 他们这家公司虽然进入华夏市场比较晚 但是在其他地方 各地政府基本上把他们都当成是大爷一般的工厂 没办法 谁让他们是大投资生呢 每个项目投下去都是一两亿美金 各地的官员们甚至为了争夺他们的投资 取诺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 甚至有些官员还会主动表态 说帮助他们在银行进行贷款 很多人为了政绩 甚至连他们的祖宗坟地都敢给刨了 但是到了陆明市 他却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气氛 这可是数千亿的融资项目啊 这可是要他们投资商过来投资啊 陆明市市委市政府却摆出了如此高傲的姿态 这简直是不可接受的 虽然他心中清楚什么狗屁的股东信息 根本就算不得是什么太大的商业机密 但是陆明市这种高傲的姿态 却是他们无法接受到 当然每家公司的股东构成 严格来说还是有其机密性可言的 毕竟有些股东是非常不愿意 他们的信息被披露出去的 这对于股东们的商业布局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股东信息公之于众 经过一番密谋之后 以道尔和莫耶斯为首的抗议者联盟开始行动起来 第一波攻势便来得极其猛烈 几乎是在一天之内 各大国外媒体上纷纷针对抗议者联盟所发布的声明 以及陆明市没有给予回应 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在这些报道中 很多国外媒体都纷纷将矛头对准了陆明市市政府 认为陆明市市政府信息反应迟缓 处理事情拖沓 到现在都还没有对抗议者联盟的要求给予明确回应 一时之间各种批评论调铺天盖地 而这种批评也随着国外媒体的报道 开始反馈到国内的很多媒体上 再加上抗议者联盟通过他们设在国内的一些代理机构 花费公共经费对媒体进行公关 一时之间 国内很多媒体针对陆明市的批评之声也甚嚣尘少 尤其是一些网络媒体 更是有奶便是娘 直接在新闻板块对陆明市进行了貌似公允 实则带着批评姿态的报道 一时之间 陆明市成为了各大媒体口诛笔划的焦点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陆明市依然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对此事进行回应 两天 国内外媒体对陆明市进行了整整两天的口诛笔划 陆明市倒是沉得住气 但是省里一些领导却沉不住气了 就在这天中午 沈鸿飞接到了省委宣传部部长严林奎的电话 老沈啊 你们陆明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面对国内外那么多媒体的批评功法 你们陆明市却根本就不进行任何的回复呢 现在省里的压力很大呀 虽然唐书记和杜省长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也深受欺扰 现在很多省份可都在看咱们的笑话呢 你陆明市还是要尽快平息此事才行啊 沈鸿飞却是淡淡一笑说道 严部长 这件事情请您放心 我们陆明市早就有了自己的打算 最迟明天晚上 我们就会对此事做出回应 严林奎眉头紧皱 既然要做出回应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晚上呢 为什么不早点呢 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 现在你们陆明市所面临的语情 形势十分严峻吗 沈鸿飞笑了 严部长 您就尽管放心吧 类似的事情 我们陆明市也经历了不止一次两次了 您看我们陆明市什么时候失守过呀 身为华夏著名的旅游城市 我们陆明市需要的不仅仅是国内知名度 还有国际知名度 现在既然有那么多的外国媒体 想要为我们进行免费广告 我们干嘛不好好的利用一下呢 利用 你们现在的形势都那么严峻了 你们还想着要利用国外媒体 我说老沈啊 你们要发烧吧 严林奎有些不满的说道 沈鸿飞笑道 严部长 您就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吧 这次的事情是柳清宇亲自躲在幕后操作的 对于她的这次应对方案 我是深入进行研究的 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严部长 我向您保证 三天之内此时就会彻底平息下来 而且我们还会让舆论为之翻转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沈鸿飞底气十足 权力巅峰 第1359集 其实 当抗议者联盟 给陆明氏设定三天之内 必须要回复的时候 沈鸿飞就已经亲自赶到了柳清宇的病房之内 询问柳清宇的意思 不过柳清宇的回答 却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柳清宇竟然告诉她 三天之内 不要给予对方任何回复 当时沈鸿飞很是不解 为什么不给回复呢 那样岂不是将陆明氏推到了风口浪尖 柳清宇却笑着解释说 推到风口浪尖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难道我们陆明氏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还少吗 而且我断定 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到时候他们肯定会动用各种资源去煽动舆论 对我们陆明氏进行口诛笔伐 而且肯定会动用国外的媒体去攻防 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否则的话 如果凭借我们陆明氏现在的掌握资源 要想让国际媒体报道我们陆明氏南胜加南 但那些抗议者联盟就不一样了 他们可是来自世界各地 基本上当年八国联军时候 所在国家的投资商都有 到时候他们肯定会动用那些媒体 对我们进行攻防的 只要我们顶住压力 熬过这段时间 在关键时刻翻转整个舆论风向 到那个时候 我们陆明氏可就真的在国际上大大出名了 石书记 我们陆明氏可是旅游城市啊 如果我们利用好这次舆论危机 让我们陆明氏国际扬名 这对于促进我们陆明氏的旅游事业 可是大有好处的 沈鸿飞听到柳秦宇的这种观点 当时还是很难接受的 不过在经过柳清宇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之后 基本上也就接受了柳清宇的观点 并且与柳清宇一起谋划起各种细节来 在经过长达五个小时的谋划之后 沈鸿飞对于整个事件已经做到底气十足了 所以这次回答起闫灵魁的问题倒是没有任何担忧 闫灵魁听到沈鸿飞的回答眉头紧皱 却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挂断了电话 随后闫灵魁立刻第一时间赶到了唐万刚的办公室内 把沈鸿飞的意思向唐万刚汇报了一遍 唐万刚听完之后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笑道 哦 鲁明氏竟然想要利用那些国外媒体 看来柳清宇这小子胃口还真是不小 沈鸿飞倒也是一个敢于纳贱之人 好 那我们就不要着急 不要再给鲁明氏什么压力了 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看鲁明氏接下来到底会如何把这出戏唱好 闫灵魁看到唐万刚如此表态 心中也是吃惊无比 他可是了解唐万刚的行事风格的 这位大佬一向做事果断 但是却不喜欢过分冒险 但是鲁明氏这一次的行为 却已经属于严重的冒险行为了 一旦失败 却会对鲁明氏带来严重后果 但是唐万刚却容忍了他们的这种行为 难道唐万刚就不怕鲁明氏玩火自焚吗 虽然心中疑惑 闫灵魁却并没有说出来 时间过得很快 又是一天多的时间过去了 经过接连数天的狂轰滥炸 外国媒体们对于这个话题都有些审美疲劳了 报道的力度也开始降了下来 而鲁明氏一直保持的沉默态度 也让一些油奶便是娘的国内媒体感觉到郁闷无比 虽然想要发力 却偏偏找不出什么好的着力点 就在这个时候 当天上午 各大国内国外媒体记者们全都接到了鲁明氏发出来的邀请函 邀请各大媒体当天晚上七点钟到鲁明氏新元大酒店新闻厅参加鲁明氏市政府主持的新闻发布会 鲁明氏将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抗议者联盟做出答复 一时激起千层浪 几乎还没有等到晚上七点钟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 鲁明氏新元大酒店内就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 大家都开始抢占有利地形 准备对此次新闻发布会进行现场直播和报道 更有一些媒体记者们开始打赌 赌鲁明氏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来回应抗议者联盟 更牛逼的是 针对鲁明氏到底会采取何种立场的赌局 一些国际赌博公司还开出了赔率 赌鲁明氏会妥协的赔率是一赔0.5 赌鲁明氏会坚定立场不肯妥协的赔率是一赔1.6 很明显从赔率来看 国际赌博公司还是比较看好陆明氏会妥协的 而此刻网络媒体上也都是在讨论陆明氏今天晚上新闻发布会的立场问题 大家都很好奇 陆明氏到底会如何回复抗议者联盟呢 随着各路媒体记者们的聚集 随着新闻发布会的时间的临近 陆明氏上空似乎有一股无限的阴云在笼罩着 尤其是在新元大酒店新闻发布会现场 气氛渐渐变得紧张起来 所有记者们全都把目光聚集到了新闻发布席上 大家都在猜测着 今天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会是陆明氏的哪位市领导 晚上七点钟时间到 新闻发布会后面的小门缓缓打开 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人从后面走了出来 是陆明氏市政府秘书长王健刚 看到是王健刚 所有人全都大吃了一惊 因为按照很多媒体的猜想 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的人 至少应该是陆明氏的市委常委层面的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竟然只来了一个市政府的秘书长 王健刚站在新闻发布席上 目光扫了一眼台下众位记者们 轻轻咳嗽了一声 朗声说道 各位国内外新闻媒体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陆明氏今天召开这次新闻发布会 主要是对之前所谓的抗议者联盟 提出的一些疑问给予回答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陆明氏市政府秘书长王健刚 在这里 我代表陆明氏市委市政府参加本次新闻发布会 现在 我正式宣布一下 我们陆明氏对这次所谓的抗议者联盟的回复 说到这里 王健刚也没有拿出任何文件去念 就是站在那里大声说道 我们陆明氏市委市政府的回答是 说到这里 王健刚拉长了音调 并没有一下子就把结果宣布出来 而是略微等了一下 等到会场内所有的事件焦点 摄像机焦点全都集中过来之后 王健刚这才记者说道 我们陆明氏市委市政府的态度 是绝对不会修改任何竞标文件里的条款 愿意参加本次竞标洽谈会的 可以留下来继续竞标 不愿意参加本次竞标洽谈会的 来去自由 我们陆明氏市委市政府将会坚决按照流程办事 按照竞标文件上的规定条件 去组织本次融资竞标会 说到此处 王健刚的脸色突然一变 语气严肃地说道 考虑到这次突然组建的 抗议者联盟的一系列举动 给我们陆明氏市委市政府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而且涉嫌不正当竞争 对此 我们陆明氏市委市政府经过商议后决定 对抗议者联盟采取如下处理措施 第一 经过我们调查 抗议者联盟的组织者为 道尔公司的负责人道尔先生 所以我们决定取消道尔公司参加本次 二期工程融资竞标会的资格 并退还其投标保证金 第二 凡是参加了抗议者联盟的所有国内外公司 全部进入我市的诚信档案里 一律减去五个诚信积分 同时 所有参加本次抗议者联盟的公司在融资竞标中 如果得分与别的公司相同 考虑到其诚信分数较低 同等条件或者相差不多的条件下 优先选择与其他公司合作 王健刚刚刚说完 整个现场一下子就炸锅了 各路媒体记者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很多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谁都没有想到 陆明市这次竟然会如此强势 如此决绝 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妥协 而且直接取消了道尔公司的竞标资格 要知道 道尔公司在估计上也算是大的投资公司了 陆明市竟然说取消其资格 就取消其资格了 这也太有魄力了吧 要知道 在其他省市 很多地方的领导恨不得求爷爷告奶奶 把道尔公司请过去投资呢 而陆明市呢 却偏偏把投资商往外面推 这也太嚣张 太牛逼了吧 此刻 王健刚却根本没有去管那些记者 到底在议论什么 而是冲着现场媒体记者们微微一笑 好了 各位记者们 今天的新闻发布阶段到此结束 下面我可以回答大家提出的六个问题 想要提问的可以举手了 当王健刚这番话刚刚说完 下面那些记者们几乎全都齐刷刷的举起手来 望眼一看 下面简直就是手臂凌厉 有长满黑毛的 犹如大猩猩一般的手臂 也有粉嫩白皙犹如脸藕一般的玉臂 更有满是青筋粗壮有力的手臂 王健刚直接点了一下距离离他比较近的 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说道 请这位记者先提问吧 这个记者虽然长相是金发碧眼 不过普通话却相当标准 王秘书长 你好 我是美国CMN电视台的记者乔约翰逊 我很难理解 为什么这些企业自发组织在一起 维护他们的正当权利 你们陆明市却要取消道尔公司的竞标资格 还要给所有企业在你们陆明市的诚信档案中扣分呢 你不觉得你们陆明市这样做有些太过于霸道 不符合国际惯例吗 王健刚笑了 乔约翰逊先生 你这可不是一个问题啊 而是一系列问题 不过作为第一个提问者 我就全都回答了你吧 第一 这些企业组织在一起 意图通过串联的形式 来逼迫我们陆明市退让妥协 甚至召开新闻发布会来逼宫 这种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相关的企业诚信规则 这种行为甚至可以视为联合垄断行为 意图想要利用其资金优势逼迫我们陆明市让步 我相信这种行为即使放在你们美国 恐怕也要接受反垄断调查的 第二 取消道尔公司的竞标资格 是因为道尔公司的道尔先生 是这一次抗议者联盟的组织者 用我们华夏的一句话来形容 这叫枪打出头鸟 至于说我们陆明市的做法过于霸道 不符合国际惯例 我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我们陆明市已经相当仁慈了 我们的处理做法完全是依照国际惯例进行的 据我所知 你们国家好像经常动辄就对我们华夏的一些行业 实施反垄断调查吧 恕我直言 你们的反垄断调查根本就不是 依照国际惯例来进行的 只是按照你们所谓的国家规则 甚至是迫于某些大公司大集团的压力进行的 我们这样做又有何不可呢 说完王建刚笑着说道 好了 请下一个记者提问 随后 王建刚用手点了一个国内的记者 这位记者立刻问道 王秘书长 难道你们陆明市就不担心这些投资商们 联合起来拒绝参加后面的竞标吗 我可是清楚的记得 前几天抗议者联盟可是说过了 如果你们陆明市要是不取消限制条件的话 他们就会拒绝参加后面的竞标 王建刚笑了 这位记者朋友的问题非常好 我现在可以代表陆明市 陆明市委 市政府在这里郑重表态 即便是抗议者联盟里所有的公司 全都拒绝参加接下来的竞标 我们陆明市的融资竞标 依然会如期举行 而且条件绝对不会有任何改变 所有国内外公司全都一视同仁 哦 对了 我在现场透露一个消息 就在今天 又有几家国内外比较知名的大型投资公司 领取了竞标文件 我相信即便是抗议者联盟所有公司 都不参与本次竞标的话 我们在融资上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甚至有一些公司还表示要全额投资 这一次的二期工程 当然了 我们陆明市考虑到风险问题 以及公平问题 肯定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 否则的话 我们根本不需要举行这次的融资竞标 我们之所以举行融资竞标 是为了给更多公司在我们陆明市 赚钱和发展的机会 是为了确保项目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所以大家说 我们陆明市可能因为某些雄心勃勃 想要垄断这个项目的那些人的压力 就向他们妥协了 当王健刚回答完这个问题的时候 现场很多记者全都傻眼了 尤其是一些关注着本次新闻发布会的人 也全都傻眼了 此刻在总统套房内 道尔在听到王健刚宣布取消道尔公司的竞标资格之后 气得当场把面前的茶杯狠狠地摔到了地板上 顿时摔得粉碎 道尔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分 实在是太过分了 凭什么取消我们公司的竞标资格 说完 道尔愤怒地看向莫耶斯说道 莫耶斯 你不是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 不会出现问题的吗 你不是说你在天涯省有关系吗 为什么陆明是要取消我们公司的竞标资格 你让我如何向董事会交代 此刻 莫耶斯虽然表现一脸严肃 甚至还有几分愤怒 实际上他心中早就乐开了花 因为他之所以让道尔去负责牵头组织 就是因为他清楚 只要陆明是有柳清宇这个强势的市场存在 只要柳清宇还活着 就绝对不可能妥协的 而牵头者肯定会受到打击的 而道尔恰恰是他们公司在竞争融资份额时 一个强劲的对手 至于他之前所说的联合起来分享份额 根本就是画柄冲击 实现的机会非常渺茫 当然 如果陆明是真的妥协的话 他也不介意和道尔公司 以及其他抗议者联盟一起分享这个项目 他这一手绝对是进退自如 一箭双雕 此刻 三井幽人看到本次新闻发布会之后 嘴角上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 点点头说道 嗯 这个莫耶斯很聪明吗 通过 一个抗议者联盟帮助我们三井集团 除去了很多强大的竞争对手 这次陆维岛项目基本上在我们三井集团的掌控之中了 新闻发布会大厅内 所有的记者们望着台上的王健刚 脸上全都露出了震惊世然之色 现在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露民事如此强势回应的原因了 权力巅峰第1360集 虽然抗议者联盟联合起来的实力确实很强大 甚至占据了投资商的80%以上 但那又如何呢 对于露民事来说 只要有20%的投资商能够解决他们的融资问题 那80%的投资商不存在又怎么样了 王健刚看着台下记者们议论纷纷的样子 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冷淡的微笑 心中对市长柳清宇充满了强烈的钦佩 什么叫牛人 什么叫轻描淡写 柳清宇就是 虽然身在病床上 却在轻描淡写间就化解了抗议者联盟的强势攻击 看现在这些媒体记者们的样子 王健刚相信 此刻抗议者联盟内部 应该很难再继续团结下去了 因为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道尔公司 谁也不想真正失去这次竞标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 经过这次新闻发布会 那些原本想要加入抗议者联盟逼宫露民事 从而占得一些好处的公司 将会损失惨重 刚才王健刚已经说过了 凡是参加抗议者联盟的那些公司 在同等条件甚至比其他竞标公司 还要有一点优势的情况下 露民事将会选择其他公司中标 而不是抗议者联盟 这又就意味着 凡是参加了抗议者联盟的公司 想要中标的话 必须要拿出比其他竞标公司 更优惠的融资条件 这绝对是投机不成反十八米 此刻的王健刚表面上十分淡定 其实现场的记者们并不知道 此刻的王健刚 其实心中远没有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淡定 因为他知道 他刚才所说的话真假参半 确确实实 后来又有几家公司 购买了竞标文件 但是那些公司 都是中小投资公司 靠他们的势力 很难直接解决 露民事的融资问题 但是柳清宇让他这样说 他也只能这样说 柳清宇还告诉他 这叫心理战术 为了尽快离开此处 不让自己内心的虚弱 被媒体记者们看出来 王健刚立刻说道 好 下面开始回答第三个问题 随后王健刚用手一指 一名看似华夏记者的人站了起来 用日语稀里哗啦地说了一通 王健刚淡淡一笑 不好意思啊 这位记者 我们这里是华夏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要不换个记者来提问吧 这名日本记者顿时眉头一皱 用汉语说道 王秘书长 我很纳闷 为什么你们露民事召开新闻发布会 不准备翻译呢 王健刚反问道 这里是我们露民事 我们举行新闻发布会 当然要用我们的国语 为什么要准备翻译呢 身为新闻记者 在非本国以外的地方采访 难道不应该使用所在国的语言吗 日本记者顿时语色 立刻转移话题 问道 王秘书长 你不觉得你们露民事的处理结果 有些不公平吗 为什么同等条件下 参与抗议者联盟 无法中标呢 你们露民事 不是一项主张公平公正的吗 王健刚淡淡一笑 你说的没错 我们露民事 一直都是主张公平公正 但是这种公平公正 是针对合法竞争者 与合作者而言的 对于那些意图通过合纵连横 扰乱市场秩序 合作模式的公司 我们为什么要公平公正的对待他们 任何人任何公司 既然想要运用非公平的手段去获得不当利益 就必须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我们提倡公平 却并不代表容忍无耻和卑鄙 我们的公平只针对有诚心和诚信的合作伙伴 接下来 王健刚又回到了几个问题之后 笑着疏导 好了 各位记者们 我今天的回答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到场 我还有事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此为止吧 说完 王健刚转身离去 会场内记者们立刻散去了 还有人想要追过去 再多提几个问题 却被王健刚一一拒绝了 与多必失的道路 王健刚还是懂得的 正好此刻的他心虚的很 他肯定是先走没妙 王健刚离开的同时 陆明大酒店会议室内 抗议者联盟的参与者们通过会议室内的大屏幕 观看了整个新闻发布会的视频直播 等他们看完之后 众人的目光全都愤怒起来 不过此刻 大家的目光全都看向了道尔 一家德国银行的负责人不满地说道 道尔 你不是口口声声声说参加抗议者联盟 保证会获得利益吗 现在呢 我们不仅没有获得预期中的利益 反而在陆明市失去了诚信分 我们要想中标 就必须要付出比其他公司更加优惠的合作条件 我们的损失太大了 道尔 你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此刻的道尔坐在主持席上 接受着各家公司的狂轰滥炸 一脸的郁闷和痛苦 等到众人纷纷将矛头指向他的时候 他再也忍不住了 狠狠一拍桌子说道 够了 你们说够了没有 是 当初我是承诺保证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也是被人给忽悠了 当时是新加坡加成投资的莫耶斯 公司跟我说保证没有问题的 他说他已经做通了天涯省一些领导的工作 保证不会出现问题的 我这才联系你们组建抗议者联盟的 但是现在失败了 而我们道尔公司更是被陆明市取消了资格 你们以为我愿意啊 我也不愿意 我也想成功 我不想失败 但问题是这个事情超出了我的掌控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们虽然失去了诚信分 但是我失去的却是竞标的机会 我现在已经被董事会的董事们批评的狗血零头了 你们以为我好受啊 莫耶斯 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 说到此处 道尔充满愤怒地看下莫耶斯 这时莫耶斯的手机响了起来 莫耶斯充满歉意地看了一眼 道尔和众人说道 不好意思啊 我先接个电话 随即 莫耶斯站起身来向外走去 众人在里面等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莫耶斯再也没有回来 这时道尔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 等他再次拨打莫耶斯的电话之时 却发现莫耶斯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道尔彻底出离愤怒了 狠狠一拍桌子 莫耶斯你这个混蛋 竟然敢耍我和你没完 一边说着 道尔一边愤怒地冲出了房间 消失在走廊尽头 而这时 其他公司的负责人才回过味来 好家伙 这两个组织者全都跑了 他们这个抗议者联盟彻底解散了 他们全都吃亏了 却一点脾气都没有 因为道尔公司都已经被取消竞标资格了 他们还能拿道尔公司怎么样 对于他们这种临时组合起来的联盟来说 有利益的时候 大家自然可以分享 但是一旦失败 那么大家也只能忍了 只能有苦自己吞了 这是他们西方式的合作模式 当年八国联军血洗圆明园 带走大量华夏国宝的时候 他们就是这种合作模式 当时多国联军与抗美援朝志愿军在朝鲜交战惨败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种合作模式 他们的这种合作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合作 一旦失去了利益 合作便轰然瓦解 后面只能各自为战 随后竞标公事期内 陆明市自然各路媒体记者云集 却并没有再发生一些重磅新闻 整个陆明市显得波澜不惊 一切都在按照平稳的轨迹向前行进着 融资竞标会正式开幕了 这一次针对融资竞标会 陆明市采取的依然是三轮竞标模式 也就是说第一轮是各家公司分别爆出各自公司打算融资的金额 提出自己的融资条件 并提出其运营方案 在经过第一轮的竞标之后 运营方案分数便固定下来 随后进入第二轮价格以及融资条件的竞标环节 经过第二轮竞标之后 淘汰排名靠后的三分之一竞标公司 剩下三分之二进入第三轮最终竞标环节 经过这一轮的竞标之后 最终决出八家合作竞标公司 对于竞标公司的融资上限 在竞标文件中 陆明市也做出了规定 每家公司最多的融资金额不能超过1200亿元合同 同时各家公司一旦成功进入融资合作行列之后 其融资股份不能在股东之间进行转让 如果要是转让的话 必须优先转让给陆明市或者陆明市指定的新的投资商 陆明市之所以这样规定 是为了避免某些融资公司之间通过合作 掌握整个深水港项目超过51%的股权 从而彻底掌控整个项目的绝对主导权 第一轮竞标刚刚开始 整个竞标会现场便弥漫起了浓烈的火调味 首先杀出来的便是抗议者联盟的那些公司 这些公司非常清楚 他们要想在这次项目中分得一杯羹 必须要拿出比其他公司更加优惠的合作条件 所以在第一轮的时候 这些公司便纷纷拿出了部分底牌 承诺融资金额在二三百亿的公司足有十家之多 这些公司每一家都给出了不错的融资合作条件 而其他公司则在第一轮采取了保守的姿态 除了运营方案之外 在价格和融资条件上全都十分保守 不过由于这十多家抗议者联盟的突然杀出 当竞标进入第二轮的时候 所有人都意识到一场惨烈的大战即将打下 谁也没有注意到远在医院病房内的柳秦宇 此刻正在通过视频监控直播 观看着竞标会现场的情况 他的脸色显得有些阴沉 柳秦宇的目光自始至终都锁定在竞标会场的一角处 默默地坐在那里观看整个竞标过程的一个男人的身上 这个男人正是日本人三井幽人 虽然自始至终 三井幽人都没有出现在竞标陈述人中 只是作为日本三井公司的一个陪同人员进入会场的 但是柳秦宇却从三井幽人的目光中 看出了他对于其他所有竞争对手的蔑视和不屑 甚至脸上还充满了傲然之色 柳秦宇不由地寻思起来 这个日本人那强烈的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要有什么资本如此轻蔑地看待其他对手呢 其实柳秦宇对任何公司包括国外公司都没有任何偏见 柳秦宇相信一部分国外公司到了国内之后 还是会遵纪手法展开商业行为的 包括一些日本公司 柳秦宇从原则上来讲 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偏见 只要他们在华夏遵纪手法经营 柳秦宇不仅不会去为难他们 反而会积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 去鼓励他们在华夏发展 因为柳秦宇的心胸是开阔的 包容的 他非常清楚 华夏要想真正强大起来 发展起来 必须要融入整个世界 必须要兼容必须 必须要以更加开放 自信的姿态 与外国展开合作竞争 但是开阔包容并不等于无条件容忍 别的公司柳秦宇不太清楚 但是日本三井公司 柳秦宇却是做过深入的了解 这是一家以军工和化工起家的 大型日本财阀集团 这家集团就是当年日本发动 清华战争以及二战的主要幕后支持者 推动者以及受益者之一 而这家财阀的骨子里就透露出一丝 对于华夏各种资源进行侵略的渴望 当然了 随着时代的变化 以及华夏国力的强大 明面上的侵略已经不太可能了 但是三井集团却一直没有放弃 通过经济金融领域 甚至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 对华夏进行侵略 而这种侵略却是无形的 是很难被发现的 以前柳清宇也与三井集团的人打过交道 所以当柳清宇看到三井集团的人出现在陆明市的时候 柳清宇第一时间便提高了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身在病床上 他还是吩咐王健刚专门为自己准备了一台摄像机 专门用于视频直播整个竞标会的全过程 第二轮竞标开始了 第二轮的竞标是按照融资金额的大小来排序出厂的 由于日本三井集团和新加坡加成投资集团 准备融资金额都比较大 所以他们排在后面出厂 前面几家出厂的公司 融资金额都是在几十亿到二三百亿左右 所以他们的出厂并没有引发多大的轰动 不过当一家来自燕京市的融资公司提出了融资四百亿 前三年不拿股份分红的条件之后 整个竞标现场的气氛彻底被引爆了 因为当这家公司的条件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知道 这家公司竞标分数肯定会超出同等级的竞标对手 因为前三年不拿股份分红这个条件可是相当厉害了 要知道一旦深水港建成之后 即便是前三年运营上未必会赚钱 不拿股份分红可能不会亏什么 但是万一要是前三年赚钱了呢 要知道以陆维岛大型深水港的地理位置 前三年就开始盈利分红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而且以这种大型深水港的优越条件 一年分红几个亿甚至是几十个亿应该还是小意思的 但是这家华夏公司竟然直接放弃了前三年的分红条件 这简直是在直接向其他公司下战输了 而真正引起各大公司注意的是 这家华夏公司在第一轮的时候 宣布的融资金额只有五十个亿 现在到了第二轮 他们竟然直接提出要融资四百个亿 这种跃进模式足够让人震撼了 要知道这次融资竞标陆明市是有上限的 最高也就是一千两百亿元 而且根据这个项目的需求资金来看 四五千亿元应该就差不多了 即便是在考虑到陆明市以土地资源入股的比例 一千两百亿元绝对是可以占据百分之十五以上的股份金额 要知道这次可是至少有八家公司会成为整个项目的股东之一 而且对于股东数量 陆明市却并没有设置上限 也就是说如果在投标中 有十二家公司提出了陆明市可以接受的融资条件 那么这十二家公司都是有可能会中标成为投资商的 所以要想在竞标中获得最大的股份比例 也没有那么简单 而这家华夏公司第二轮就将投资金额提升到了四百亿 那么第三轮对方会提升到多少呢 现场所有投资公司的负责人表情全都凝重起来 尤其是三井幽人和新加坡加成投资的莫耶斯 此刻三井幽人和莫耶斯两人隔着一条走廊 坐在相邻的座位上 当看到这家华夏公司的报价之后 莫耶斯的目光立刻向着三井幽人这边看了过来 三井幽人目光中闪烁出一丝阴冷之色 对着莫耶斯轻轻地点点头 同时将手伸到了腰间 冲着莫耶斯方向伸出了两根手指 再暗示莫耶斯采取第二套方案 全力巅峰第1361集 病房内 柳秦宇立刻拿起遥控器按下了暂停键 随即将视频滑下到回 随即按下了放大键 由于这次摄像机采取的是高清高速摄像机 所以虽然三井幽人的手势很快就收回了 但是柳秦宇通过高速高清摄像机进行放大之后 依然看到了三井幽人的手势 同时看到了三井幽人看向莫耶斯时 那充满了暗示的眼神和表情 看完这个特写之后 柳秦宇眉头紧锁 开始思考起来 看三井幽人和莫耶斯的表情 他们两人似乎很是熟悉啊 而且看样子 三井幽人似乎处于主导地位 但问题是 莫耶斯可是新加坡家常投资的董事长啊 而且在加成投资中占股比例超过了50% 绝对处于大股东的地位 可以说是在加成投资中一言九鼎 而加成投资在整个亚洲地区 也算是比较大的投资公司了 而他们第一轮的报价就高达900亿元 那么看这样子 他们很有可能第二轮就直接报价到上限1200亿元 这么大老板为什么要看三井幽人的脸色形势呢 难道他们两家公司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成 还是说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串联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压低融资条件 想到此处 柳琴宇眼珠转了一下 拿出手机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 在电话里叮嘱了几句之后 嘴角上露出一丝不屑的冷笑 继续将画面切换到直播频道 继续看起了整个竞标直播 在这家华夏公司之后 各家公司所提出的融资金额明显都有了增加 之前第一轮说打算融资三五十亿的那些公司们 纷纷提升了融资金额 并且在融资条件上明显做出了让步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第二轮要是无法进入前面三分之二序列的话 那么将会被淘汰出局 所以第二轮的竞争异常激烈 甚至有一些公司不久在数额上提出的比这家华夏公司高 而且更提出了三年半不进行股份分红的条件 尤其是那些参加了抗议者联盟的那些外国公司 他们非常清楚路维岛项目的潜力到底有多么巨大 未来的利益将会是十分巨大的 而且根据他们的估算 这个项目前三四年都是无法赚钱的 所以提出前三年半不分红其实对他们来说应该没有多大的损失 所以他们几乎大部分都提出了至少三年半甚至四年以上不分红的融资条件 整个竞标现场一下子火药味十足 倒数第三个出场的同样是一家华夏公司 名字叫华安投资集团 出场的负责人是刘晓飞 看到刘晓飞出场之后 刘晴雨的嘴角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刘晓飞坐在竞标发言席上 绷亲云淡的说道 我们华安集团准备投资一千两百个亿 五年不分红 同时我们还愿意另外投资陆明市一些基础设施和名声设施建设 帮助陆明市发展绿色有机农业 当刘晓飞的产数结束之后 现场其他公司全都有些惊呆了 尤其是那些原本就将融资目标锁定在一千两百亿上限的公司 好几家公司原本打算在第三轮拿出的底牌 竟然连刘晓飞第二轮的融资条件都比不上 这让这些公司的负责人心中有些吃惊和愤怒 尤其是三井忧人 他用充满愿毒的目光看向了刘晓飞 在他看来这个刘晓飞根本就是过来搅局的 如果真的按照刘晓飞的融资条件来竞标的话 那么他们公司的获利周期肯定要拉长 这对于一向喜欢以短期见效益的融资风格为主 他来说简直是难以接受的 最关键的是如果刘晓飞真的融资成功的话 对于他在鹿尾岛项目上的一些谋划是十分不利的 此刻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三井忧人真的想用眼神杀死刘晓飞 莫耶斯的目光也充分愤怒的看着刘晓飞 因为刘晓飞破坏了他和三井忧人之前所制定的一些竞标规划 本来按照莫耶斯与三井忧人两人的谋划 他们打算在第二轮唱一下双簧 由三井忧人公司先出场提出一个相当优惠的合作条件 最后再由莫耶斯出面 代表加成投资公司提出比三井忧人更加优惠的融资条件 从而下退一些其他的竞争对手 等到了第三轮 继续由三井忧人代表三井集团提出十分苛刻的优惠条件 将更多的对手下退 然后三井忧人再以无法履行合同为由退出本次竞标 而莫耶斯第三轮提出的条件 却只会比第二轮的条件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只要确保中标即可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做出过多利益上的牺牲 然而他们却谁也没有想到 刚刚到了第二轮 刘晓飞便横空杀出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彻底打乱了他们之前制定的战略规划 他们自然对刘晓飞恨之入骨 虽然莫耶斯和三井忧人对刘晓飞和华安集团充满了憎恨 但由于这里是公平竞争 他们也没有办法 只不过此刻三井忧人的眼神中闪烁着一丝阴狠之色 不过他并没有把恨意全都记在刘晓飞的身上 而是记在了柳晴宇的身上 因为他非常清楚 柳晴宇和刘晓飞之间的关系密切 这刘晓飞很有可能是柳晴宇弄过来进行搅局的 为了拿下这次的大股东位置 在接下来加成投资和三井集团的竞标陈述中 双方全都把竞标金额直接提升到了1200亿元的上限 同时也对一些优惠条件进行了调整 其调整幅度虽然没有华安集团那么大 但是论起综合评分来 这两家集团绝对都处于排名比较靠前的 因为他们在第一轮的运营方案评分之中 遥遥领先其他公司 全都拿到了十分运营方案分数中的九分 属于最高分 而其他公司在运营方案评分中 最高的也只拿到了七分 不要小看这两分 如果到了竞价环节 这两分至少意味着数亿元的利益 而且根据综合评分原则 投资1200亿元所获得的分数将会是最多的基础起评分 所以等到加成投资和三井集团全都陈述完之后 最终的评分结果出来了 这一次分数最高的是加成投资 第二高的是三井集团和华安集团 这两家公司的分数是一样的 最终根据评标规则 这两家公司通过抽签决定陈述顺序 最终加成投资最后一个上台陈述 而三井公司则排在倒数第二个进行陈述 华安集团倒数第三个上台陈述 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不论是三井优人也好 莫耶斯也好 他们全都十分兴奋 因为这个结果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这样就便于他们在最后一轮的竞标中 及时修改自己的竞标条件 从而确保最终的中标 在这次竞标中 陆明市对于1200亿元的上线竞标名额进行了限制 最高只允许一名上线名额入围最终的融资股东候选 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 第三轮竞标正式开始 刘勤宇自始至终都坐在病床上观看着整个竞标现场的情况 而竞标的结果让刘勤宇十分欣慰 随着第三轮的展开 各家投资公司都拿出了真正的底牌 对于那些投资金额在几十亿上百亿的投资公司来说 他们的竞争是最激烈的 因为投资在几十亿到三四百亿之间的公司是最多的 竞标公司足有二十多家 所以在经过第三轮惨烈的搏杀之后 在四百亿以下排名前八家的公司给出的活作条件是十分优厚的 对陆明市的长远发展十分有利 在四百亿到一千亿之间的投资公司竞争的公司只有六家 不过这六家公司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 最终排名前两家的公司一家承诺投资九百亿 一家承诺投资八百亿 给出的条件十分优厚 足以让陆明市动心 这两家公司一家是国内的基金公司 一家是国外的风险投资 到了一千亿以上的竞争之时 只剩下三家 第一个出场的就是刘晓飞所代表的华安集团 刘晓飞上台之后也没有啰嗦 直接开门见山的给出了竞标条件 承诺投资一千两百亿上限 优惠条件在第二轮承诺的优惠条件基础上 增加对陆明市的环境领域治理的投资 并至少投资五十亿元 以促进陆明市环保产业的发展 而且保证五十亿资金在中标后三天之内 到达陆明市的分公司账户上 当这个投资条件提出来之后 墨耶斯和三井优人的脸色全都十分难看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刘晓飞竟然给出了这么优厚的合作条件 这简直是逼着他们两人拿出更加优厚的合作条件了 轮到三井集团的陈述人进行竞标陈述的时候 对方在得到了三井优人授权之后 在刘晓飞所承诺的那些优惠条件的基础上指出 三井集团将会提供日本方面最精通港口运营的专业人才 以及国际专业运营人才为整个陆明市港口运营提供顾问咨询 甚至是职业经理人服务 从而确保整个港口的运营能力得到最大的提升 并且保证五年之内整个港口就可以获得盈利 并且可以与陆明市方面签订对赌协议 如果三井集团方面无法保证五年之内可以实现港口盈利 那么愿意少拿股份分红金额的10% 当三井集团这个条件提出来之后 整个会场所有人全都震惊 要知道港口投资并不是一个短期就可以见到效益和盈利的效果 一般而言没有个十年八年很难见到盈利 属于中长期投资项目 但是一般港口投资的合同年限都很长 至少要签单30年甚至50年以上的年限 从而确保让投资商能够获得长期的利益回报 毕竟港口投资属于超级巨大的风险投资 不仅投资金额巨大 成本回收周期长 所以投资商对于港口投资要求的投资回报周期也比较长 但是三井集团却提出了对赌协议 而且这个对赌协议明显对陆明氏非常有利 如此优惠的合作条件足以打动在场的很多评委了 三井集团的表现大大出乎了柳清宇的意料之外 柳清宇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以前柳清宇也和三井集团打过交道 知道三井集团一向善于于各地的主要领导打交道 一向喜欢通过贿赂公关等手段拿下相关主要负责人 从而确保可以以最小的投资代价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 但是这一次三井集团不仅没有对天涯省和陆明氏的一些领导们进行公关 反而表现出了一副如此诚心诚意合作投资的态度 这让柳清宇感觉到有些仗儿和尚摸不到头脑 难道三井集团的投资风格转变了吗 难道狗可以改得了吃屎吗 如果按照三井集团所承诺的优惠条件来看 恐怕华安集团要想入围本次上限金额融资股东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了 难道刘晓飞这小子不知道在他身后还有两个强势的投资商在虎视眈眈吗 刘清宇可是清楚的记得的 刘晓飞跟他说的非常清楚 华安集团非常看好这次的陆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建设 他们会拼尽一切努力 也要确保拿到那唯一的上限融资金额名额的 因为谁拿到了这个融资名额 也就意味着该公司将会在未来的股东大会上获得最大的话语权 而真正让刘清宇感觉到有些纳闷的是 以刘晓飞的老辣 他不应该想不到排在他后面进行竞价的两大公司 会拼尽全力去和他们公司拼的 为什么刘晓飞不承诺一些更加优厚的条件呢 按理来说刘晓飞依然可以做出很多让步的呀 而且既然日本三家公司可以做出的承诺 对于刘晓飞和华安集团来说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呀 就在柳晴宇思考之间 在现场评委委委员会一致评分之下 最终日本三井集团拿到了93分 比华安集团高出了两分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后面的加成投资 如果不能拿到更加优惠的投资条件的话 那么三井集团将会获得本次上线投资金额的唯一名额 将会成为未来整个运营集团董事会中的大股东 掌握整个董事会最大的话语权 而这一点恰恰是柳晴宇最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柳晴宇总是隐隐约约感觉得到 以三井集团的背景 对于陆维岛项目的动机并没有那么单纯 柳晴宇对三井集团还是十分忌惮的 这是加成投资集团的陈树代表登上了陈树席 各位评委 各位朋友 我是新加坡加成投资集团的陈树代表魏东平 我是地地道道的华夏人 我也是咱们天涯省人 我现在的职务是新加坡加成投资集团 华夏区的副总裁 如果我们公司能够中标这个融资项目的话 那么今后这个项目后续所有的融资合作 都将会由我来负责 如果有机会合作的话 我一定会以一颗华夏人的爱国之心 在爱国与工作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 确保国家利益和我们公司的商业利益 全都得到可靠的保证 因为我是一个华夏人 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 我也喜欢这份工作 魏东平一出口 现场立刻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刘清宇有些吃惊的看着魏东平 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 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副总裁不简单呢 刘清宇非常清楚 在场的这些评委大部分做事 一向都是十分公平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评委会成为本次评标委员会的评委 最为关键的是 这些评委全都非常爱国 这也是成为评委的必要条件之一 而这个魏东平在之前的陈述表现时 表现得很是平静 说话做事一直都是规规矩矩的 并没有给柳清宇留下多少特殊印象 《权力巅峰》第1362集 然而此刻魏东平的这番表述 直接让柳清宇刮目相看 尤其是他这番话 不仅仅是让很多在场的评委们感觉到激动 就连台下很多投资商都明显的被他那充满激情的演讲风格给感染了 纷纷鼓起掌来 最为关键的是 魏东平直接指出自己是华夏人 而且要是中标了 将会负责这个项目 这与三井集团承诺的组建日本专家组成的顾问团 有着明显的区别 甚至有些针锋相对的味道 现在几乎现场很多人都被魏东平这些话激起了对于三井集团的不满 由于日本对于历史有拒不认错的态度 导致很多国人对其十分不满 而如今魏东平一上来就是这番表述 明显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同 这时魏东平接着说道 当然了 大家可以尽管放心 我之所以敢这样说 是因为我得到了我们集团董事长莫耶斯先生的授权和认可 莫耶斯先生也是一个对华夏十分友好 十分感兴趣的国际友人 他已经决定 如果我们公司要是中标的话 未来五年将会直接拿出六亿元 对于天涯省的希望工程进行赞助 对于天涯省的扶贫工作进行赞助 让更多天涯省的失学儿童 以及处于贫困生活的人得到帮助 虽然我们加成投资的董事长不是华人 但是我们加成投资集团中有很多董事是华人 所以我们加成投资可以说是有着身后华夏背景的国际公司 我们愿意在华夏投资 在天涯省投资 说到这里 魏东平观察了一下现场众人的表情 尤其是现场评委们的表情 看到大多数评委们全都在轻轻点头之后 立刻说道 请各位专家束我直言 我是一个华夏人 我个人对于日本公司和财团十分反感 尤其是三井集团 其母公司属于日本的军工财法 如果由三井集团中标的话 就我个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我代表我们加成投资集团承诺以下合作条件 第一 我们的投资金额为上限金额1200亿元 第二 我们承诺六年之内只投资绝不分红 第三 我们加成投资 不管是在环保领域 还是在港口运营领域 都有着突出的优势 我相信 大家对于新加坡领航环保集团 和天丰港口运营集团并不陌生 这两大集团里 我们加成投资都是大股东之一 从这两大集团成立之初 我们就开始投资这两大集团了 所以 我们在环保和港口运营领域 有着绝对专业的优势 我们承诺 将会把领航环保集团的优势产业项目 拿到路名市来进行分场建设 并进行投资 至于投资规模绝对不会小于五亿元 而且我们将会建议引入 天丰港口运营集团的一些先进运营理念 和运营手段 甚至如果未来成立的董事会同意 我们可以从天丰港口运营集团 引入华夏裔的港口运营职业经理人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确保整个陆维岛项目处于我们华夏人的掌控之下 确保整个项目能够为陆明市人民服务 好了 我的话说完了 谢谢大家 说完之后 魏东平十分谦恭地冲着专家评委席深深地鞠了一躬 随即转身走下台阶 现场立刻再次传来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 尤其是很多评委专家看向魏东平的时候 眼神中充满了欣赏 柳琴雨却眉头紧皱 看向魏东平的眼神中充满了破获疑惑 刘小飞嘴角上却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冷笑 看向魏东平的时候 嘴角都是撇着的 似乎对于魏东平很不以为然 这一次 专家评委们经过慎重讨论 评分之后 最终给出了嘉诚投资的最终得分96分 这也是整个评标过程中产生的最高分 当这个分数一出来 现场掌声响成一片 很多其他自认为可以中标的竞标公司老总们 纷纷站起身来 向嘉诚投资的董事长莫耶斯和魏东平表示祝贺 很明显 嘉诚投资已经成为1200亿上线标段唯一的中标公司 人家将来可是董事会内最大的股东 也将会是话语权最大的股东 现在祝贺并且打好关系 这对于以后的合作是很有利的 莫耶斯在听到分数的那一刹那立刻兴奋地蹦了起来 胳膊在空中狠狠地挥舞了一下 兴奋之情一于言表 与此同时 他的目光似乎不经意地向着三井幽人的方向看了过去 目光中流露出了强烈的不屑和挑衅 三井幽人的脸上故意露出了愤怒和不甘的神色 当场拍案而起 怒气冲冲地起身离席而去 貌似十分恼怒 很多现场的人全都笑了 有些专家也笑了 他们知道 这一次想要一举中标的日本人败了 虽然刘晓飞的华安公司最终没有能够中标 但是新加坡加成投资公司中标了 而去未来负责这个项目的 将会是由从天涯省走出去的爱国人士来负责 现场很多人欢欣鼓舞 酣畅淋漓 然而 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 莫伊斯在向三井幽人发完挑衅表情之后 再看向现场的那些华夏商人和评委专家的时候 眼神之中充满了嘲弄和不屑 只不过他掩饰的很好 那种表情只是一闪而过 随即便和那些排名靠前的投资商们寒暄起来 随后 王洪波走了出来 宣布今天的竞标大会到此结束 至于中标结果将会在三日后公布 而且在会上 王洪波还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全都震惊的消息 各位 三日后 中标结果将会由我们陆明市市长柳青玉同志 亲自出席宣布 欢迎各路媒体记者朋友们前去采访报道 这时一个现场的记者忽然大声说道 王副市长 我听说柳市长现在还在医院养伤呢 难道他已经好了吗 王洪波立刻笑着说道 柳市长确实是在养伤 不过他届时会带病出席的 而且柳市长的伤势只是外伤 经过近一个月来的优养 已经恢复了很多 可以坐轮椅出席了 柳市长对于二期工程项目一直比较关心 而且二期工程的启动 就是柳市长大力推动提前上马的 所以这一次经过我们市委书记沈胡飞同志 与柳市长的沟通 柳市长决定亲自出席参加中标商的宣布仪式 此刻三井幽人虽然已经走到了房间外面 但是他的耳朵上戴着耳机 他一直通过耳机密切倾听着会议室内发生了一切 当他听说柳清宇竟然要带商参加三天后的宣布仪式的时候 他的眼神之中一抹杀气汹涌地蹦发出来 咬牙切齿的心中暗道 柳清宇啊柳清宇 你简直是找死啊 受伤了 你竟然还想要出来溜达溜达 那可就别怪哥们儿我心狠手辣了 柳清宇啊 你可能还不知道 你早就被我们三井集团列入 必杀黑榜人物中的排名第一的人物了 不管是谁 只要能够在不泄露自身动机的前提下杀了你 不仅可以获得植物上的大幅度提升 还可以获得五千万美元的奖励 那可是五千万美元啊 哪怕是我后半辈子不在工作也足够我开销了 既然你找死 可那可就别怪我了 三天后的宣布中标仪式将会成为你的死期 只要杀了 我们三井集团在陆明市陆维岛项目上所有的阻碍将会消失 到时候陆维岛项目将会成为我们三井集团的囊中之物 柳清宇 你绝对不会想到 你们陆明市所聘请的那些爱国评委们 全都被魏东平给忽悠了 全都被我和莫耶斯所演的一场满天过海的大戏给忽悠了 你绝对不会想到 新加坡加成投资背后最大的股东 就是我们三井集团 一边想着 三井幽人一边向外走着 心中充满了得意和杀气 在他眼中 已经无法动弹 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柳清宇 已经成为了他的囊中之物 柳清宇 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嘛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以前三井集团派出的人 一波接着一波 在柳清宇的手中败走呢 那些人物也太废误了 看来该找我三井幽人 发财走运呢 随着王洪波宣布散会 众人纷纷撤走 而刘晓飞也混在人群中 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 这时魏东平从后面走了过来 轻轻地拍了拍刘晓飞的肩膀说道 刘总 真是不好意思啊 没有想到最终我们公司中标了 非常对不起 今天晚上我专门摆酒 向你赔礼道歉如何 身为华夏人 我非常希望我们华夏公司能够中标 不过我现在身在外企 只能各位其主吧 还请你给个面子吧 说话之间 魏东平脸上充满了诚意 刘晓飞停住脚步 看着魏东平那张充满了真诚和歉意的脸庞 微微一笑轻轻摇摇头说道 不必了魏总 你们公司能够中标 那是你们的本事 我要向你和贵公司道贺的 祝你们一切顺利 我还有事就不和你很宣了 我相信我们有机会一定还会再相见的 说完刘晓飞飘然而去 这时身后魏东平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屑和鄙意 操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刘晓飞再怎么厉害 不也是败在老子的手下了吗 等着吧 刘晓飞 昨晚有一天我魏东平会把你们华安集团连根拔起的 病房内 刘晴宇默默地沉思着 刘晓飞在临走之前的表情是那样的淡定从容 但是结果却又是那么不尽如人意 刘晓飞到底为什么会如此从容淡定 难道他不想华安集团中标这个项目吗 绝对不可能的 以柳晓飞对刘晓飞的了解 这家伙的战略眼光不比自己差 而且既然他要参与这个项目肯定是想要中标的 因为柳晓飞相信 以刘晓飞的商场才华绝对会拼尽一切努力都要中标 但是为什么他却偏偏不肯在这个项目上和加成投资 以及日本三井集团进行应拼呢 要知道 刘晓飞如果真的想要应拼的话 绝对不可能排在倒数第三去进行第三轮的陈述 想到此处 刘晓飞拿出手机拨打刘晓飞的电话 然而得到的电话却是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刘晓飞顿时瞪他的眼睛 双拳紧握起来咬着牙喃喃自语道 刘晓飞 你这个家伙到底想要做什么 竟然不接我的电话 希望你小子千万不要惹事啊 这一次的二级工程 恐怕全世界都看着这里呢 虽然刘晓飞没有接刘晓飞的电话 但刘晓飞却并不生气 因为他知道 此刻的刘晓飞和刘晓胖 那几个自己关系最亲近的兄弟们都没有出现 这就说明他们这些人肯定是混到一起去折腾去了 尤其是当刘晓飞得知廖志才和董志浩身上 发生的一系列诡异的事情之后 刘晓飞就更加肯定 这些事情的背后 肯定是刘晓飞这帮好兄弟在幕后操控的 尤其是刘晓飞 这家伙绝对是罪魁祸首的主导者 刘晓飞之所以会做出如此判断 是因为刘晓飞非常清楚 只有像刘晓飞这种在商场上和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油条 才能真正明白官场中人最害怕的是什么 为什么对他们来说才是致命伤害 尤其是廖志才被记者拍照并视频直播的这个手段 刘晓飞一看就知道是刘晓飞的手法 因为一般人是不可能想到这种办法的 就算是想到也办不到 而且刘晓飞隐隐感觉到 不管是刘晓飞也好 刘晓飞和秦帅等人也罢 他们肯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 也就是说 廖志才垮台 他们并不满意 而是在憋着更厉害的大招 至于这个大招到底是什么 刘晓飞暂时无法猜测 但是他却知道 一旦等他们的这个大招放出之后 陆明市甚至天涯省肯定会大地震 想到此处 刘晓飞嘴角上只是露出一丝淡淡的冷笑 地震就地震吧 既然某些人想要动用非常规的手段 置自己于死地 那么就不要怪我刘晓飞也不讲什么规矩了 只要刘晓飞他们所使用的手段 合法 刘晓飞是绝对不会去官涉的 至于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他刘晓飞愿意一力承担 自从竞标会结束之后 很多国内外媒体都对这次竞标融资 进行了大幅度的报道 尤其是在某些人刻意推动之下 新加坡加成投资被塑造成了华夏的抗日英雄 尤其是魏东平那番激动人心的演讲词 更是被各大媒体广为流传 魏东平更是被评为了身在曹营 心在汉的爱国人士 很多媒体也积极和魏东平进行联系 对他进行了长篇累读的报道 而魏东平似乎对于有些大媒体的采访报道来者不拒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一边继续强调自己是华夏人 坚决要捍卫华夏的利益 一边又强调新加坡加成投资 做事公平公正同搜无期 港口运营经验丰富 可以说利用这次的舆论造势 魏东平也好 新加坡加成投资也罢 在华夏 尤其是天涯省赚足了人气 而天涯省副省长孙德胜 更是亲自会见了新加坡加成投资的董事长莫耶斯 而天涯省电视台 更是对此事进行了电视新闻报道 对新加坡加成投资天涯省的行为 给予了高度肯定 晚上 总统套房内 莫耶斯 三井优人 魏东平等多名三井集团和加成集团的高层人物 在套房内举行了小范围的庆功会 三井优人端着酒杯 满脸含笑着说道 好 非常好 莫耶斯 嘿东平 你们这次竞标会做得非常出色 虽然你们的言行 让我这个日本人听起来很不舒服 但是效果却是出奇的好 俗话说的好嘛 成大事者 不拘小节 这一点你们做得相当好 来 这一杯酒 我敬你们 向你们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和祝贺 说完 三井优人 一饮而尽 其他人也纷纷阴影而尽 而魏东平的脸上更是露出了感激涕零的目光 恨不得跪在地上给三井优人磕几个头 权力巅峰 第1363集 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的留学生 在日本留学期间被三井集团的负责人赵安 成为三井集团重点培养的入属华夏的商界精英 未来三井集团还将会不断加强对魏东平的栽培 让他真正成为在华夏的知名人物 成为华夏爱国人士的代表 这样将来魏东平在华夏的话语权将会越来越大 到那个时候魏东平这枚棋子将会对三井集团 在华夏的诸多战略任务起到重要作用 日本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类似魏东平这种人他们网络了很多 这一晚整个总统套房内笑声不断 诅咒骂柳琴雨的声音不绝于耳 莫耶斯醉了 三井幽人罪 魏东平亦罪了 他们畅想着 蔑视着 在他们的嘴里 柳琴雨就是一个流氓 恶棍 就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丑 甚至三井幽人更是在酒后指出 柳琴雨绝对活不成三天 时间过得很快 三天的时间 眨眼就到 星云大酒店新闻发布会大厅内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 寄记一堂 长枪短炮 全都对准了新闻发布席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今天受了重伤 几乎惨死的陆明市市长柳琴雨将会在时隔一个多月后 第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 一方面 大家都想要知道不是秘密的竞标结果 另一方面 大家也想要看看 柳琴雨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毕竟现在柳琴雨在整个华夏尤其是天涯省的粉丝数量之多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尤其是柳琴雨的微信公众号MRHS下杠17K里面 本丝更是每天都以数以万计的增长着 与上次新闻发布会不同 这次的新闻发布席是一个比较宽大的桌子 桌子长有两米左右 宽有一米左右 似乎是为了美观 在原本敞开式的新闻发布桌后面 也是新闻发言人的站立位置 专门还加装了一个高度级地面的帘子 同时 原本是几级台阶的登台处 以及加装了一个支架做成的斜坡 看样子是为了方便轮椅上台 此刻 会场一角的投资商区域内 三井忧人默默地坐在投资商之间 默默地打量着整个新闻发布会 现场的情况 她的嘴角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冷笑 眼底深处一抹杀气盯着主席台的方向 向着主席台的方向扫了几眼之后 三井忧人收回目光 在投资商人群中开始扫视起来 一圈看完之后不由的眉头皱了起来 她发现华安集团的刘晓飞竟然没有出现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刘晓飞的出现 三井忧人竟然感觉到心中有些不太踏实 这种感觉她也说不出来 但就是心中不踏实 这个刘晓飞到底去哪里了呢 为什么还要两分钟新闻发布会就要开始了 刘晓飞还没有赶到现场呢 难道是她知道他们华安公司肯定无法中标就不下来了 不应该呀 按理说哪怕是有一点点的机会 没有任何投资商会放过参加这种新闻发布会的 至少可以第一时间知道中标结果 想到此处 三井忧人在坐在身边手下的耳边 低语了几句 她的手下立刻站起身走了出去 在外面四处转用了一圈 依然没有看到刘晓飞的影子 倒是看到几名华安集团的主要负责人 从外面走了进来 这名手下立刻返回到三井忧人的身边低声说道 三井忧人先生 华安集团的人刚刚赶到 不过刘晓飞并没有出现 三井忧人轻轻点点头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心中暗道 华安集团的人来了 刘晓飞却没有来 难道刘晓飞真的不来了吗 想到此处 三井忧人拿出手机给魏东平发了一条短信 魏东平接到短信之后 便笑着凑到一名华安集团的负责人进前笑着说道 我说程总 我怎么没有看到刘晓飞刘总啊 他今天不来了吗 华安集团的程总笑着说道 来了呀 我们刘总早就来了 难道你没有看到吗 魏东平当时就愣住了 四处看了看 并没有看到刘晓飞的身影 立刻纳门的说道 不可能啊 我在会场内看了一圈 没有看到刘总的影子呀 难道你们看到刘总在哪里了吗 程总却是微笑着说道 怎么 魏总 你找我们刘总有什么事吗 魏东平立刻笑着点点头说道 是啊 我确实有些事情想要和他当面聊聊 不知道程总可否告知刘总在哪里 程总苦笑着摇摇头说道 不好意思啊 魏总 刘总在来之前跟我说了 如果谁要是有什么事情找他的话 暂时不要跟他联系 让大家直接跟我谈就可以了 我现在可以代表刘总进行谈判 至于说我们刘总到底去哪里了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我们刘总已经过来了 我估计可能去厕所了吧 有可能是在记者席里 跟一些熟识的朋友在那边聊天的 你可以等过一会儿再找他 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 可以直接跟我谈 哦 倒是没有什么急事 那我先回去了 说完 魏东平向前面自己的座位处走去 一边走 一边向着记者席那边望了望 不过此刻的记者席那边 很多记者为了抢占有力位置和地形 方便拍摄 甚至有些记者已经坐在了桌子上 把摄像机高高的架了起来 更有人直接把两把椅子落在一起 把摄像机架好 如此一来 记者席那边一片混乱 高高低低的 再加上人员密集 要想找出一个人来 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他观察了一会儿也就放弃了 想到此处 他便返回自己的座位 打开自己的手机 将刚才偷偷录下的与程总之间的对话 发给了三井优人 三井优人接到录音之后立刻戴上耳机 仔细听完之后在会议室内扫射起来 当他看到记者席那么乱哄哄的样子之时 会游到一兆眉头 最终还是放弃了 因为他知道刘晓飞既然来了 肯定早晚会出现的 而且他有充分的自信 这一次 1200亿上线这个级别中标的 肯定是新加坡加成投资公司 跟刘晓飞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刘晓飞不管出现与否 都不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所谋划的事情 想到此处 三井优人也就不再担忧了 目光向着新闻发布席上看去 这时 随着一阵阵音乐声响起 坐在轮椅上 双腿打着石膏的柳清宇 被秘书长王建刚和柳清宇的秘书张义琛 两人推着上了新闻发布席的高台 王建刚和张义琛 把柳清宇推到新闻发布桌后面之后 便退了回去 远远地站在新闻发布席高台下面 默默地等待着 此刻 看到柳清宇出现 现场立刻闪光灯此起彼此 快门声响成一片 各路记者们纷纷把摄像机的镜头 对准了柳清宇 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 而有些媒体更是直接对本次新闻发布会进行了现场直播 其中就包括陆明市电视台和一些新闻门户网站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次陆明市的这个项目融资金额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搞出来的动静也非常大 所以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结果应该不会出现意外 但是众多媒体依然追逐着这一次的新闻 尤其是在新加坡加成投资重金公关之下 很多媒体都派出了最强势的阵容参加本次新闻发布会 准备对这次新闻发布会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报道 以便于一旦中标之后 就可以把加成投资的名气彻底在华夏投资商打响 身为外资投资公司 新加坡加成投资是有着长远的战略眼光的 虽然他们现在的落脚点是陆明市陆维岛项目 但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却是想要通过这次新闻发布会 将加成投资的品牌彻底树立起来 所以虽然表面上新加坡加成投资是投入了几百万对各路媒体进行公关 但是相比于通过这次中标以及新闻媒体报道所树立起来的加成投资的品牌 这几百万的投资根本不值一提 因为对加成投资来说 品牌形象是无形资产 如果没有这次中标的机会 恐怕加成投资就算投入几个亿也未必会收到什么好的效果 毕竟品牌形象的树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柳清宇坐在轮椅上 平静的目光向着现场记者席以及投资商席处扫视了一圈 缓缓收回目光 笑着说道 感谢各位投资商以及各位新闻媒体记者朋友们 出席这次陆明市的陆维岛二期工程中标结果新闻发布会 闲言少叙 我现在直接宣布中标结果 400亿级以下融资数量级的中标共有10家 分别是 厅海融资390亿 中天控股融资280亿 随着柳清宇宣布第一阶段中标名单之后 现场的新闻记者们一下子就轰乱了起来 因为新闻记者们突然发现 这次陆明市所宣布的中标名单比原定的8家要多出了2家 很明显 这次的结果是陆明市方面进行了全新考量 陆明市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会多出2家 这些问题这些记者们肯定是想问的 不过现在柳清宇还没有宣布完毕 大家只能暂时把这些问题全都憋在心里 不过很快的记者们又发现了一个令他无法接受 甚至是感觉到非常震惊的事实 那就是柳清宇在宣布中标结果时 手中竟然没有任何的纸质文件 也就是说柳清宇是在靠记忆力来宣布结果 这样的现实 让很多习惯了领导手中拿着文件来念的国内记者们 感觉到有些无所适从 甚至不可思议 即便是一些国外记者们 对于柳清宇竟然没有拿着文件来念结果 也感觉到十分不满和质疑 难道柳清宇就不怕他的记忆力出错吗 然而 等到柳清宇宣布完四百亿以上 一千亿以下的中标名单时 这些记者们再次震惊了 因为他们突然发现 在这份名单上 原本计划八家公司中标的名单 最终竟然只选择了六家公司中标 有两家公司被抛弃了 不过这还不是让在场所有媒体记者们震惊的 真正让他们震惊的 却是最后一千亿以上 一千两百亿以下数量级的中标结果 这个数量级只有三家公司竞标 一个是之前排名第一的新加坡 加成投资公司 一个是日本的三井集团 一个是华安集团 按照之前的竞标积分结果 新加坡加成投资排名第一 日本三井公司排名第二 而华安集团排名第三 现场很多记者都在等待着 柳清宇宣布新加坡加成投资中标 因为很多记者们 全都收到了加成投资的公关经费 而且很多记者们 甚至提前都把要发布的新闻稿件 都已经写好了 就等着柳清宇宣布完之后 就直接按一下回车键 立刻发布稿件了 更有一些记者 在柳清宇刚刚宣布完第二轮竞标结果 马上就要公布第三阶段中标结果之前 因为手快 直接把新闻稿件发布了出去 他们发布的结果 是由新加坡加成投资中标 此刻 三井忧人更是双眼中 充满了享受和期待的 看着新闻发布其上的柳清宇 眼中则是杀气弥漫 心中暗道 柳清宇 快点宣布结果吧 等宣布完结果之后 你就可以死了 你的生命终结者 我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他们现在距离你的位置 只有不到三米远 一边想着 三井忧人的目光 一边飞快地向着距离柳清宇 只有三米远左右 坐在第一排的两名神马大的外国记者 看了一眼 那是两名美国记者 他们面相看起来特别普通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这种人在西方国家一抓一大把 他们的脖子上悬挂着会议组颁发的记者证 不过三井忧人却非常清楚 这两人乃是在整个国际杀手界都是赫赫有名的最新崛起的杀手组合 千面兄弟 这两人最擅长的就是化妆 他们可以把自己化妆成任何他们想要化妆的人 然后以出其不意的身份接近暗杀目标 突然抱起出手搞定目标 然后微快的消失 为了请出这两位顶尖杀手出面搞定柳清宇 三井忧人花费了足足八百万美元 这一次他可是用了自己的前途和那五千万美元的奖金再多 而这八百万也是他一半的财产 他相信以这两人距离柳清宇那么近的位置 再加上线子的柳清宇双腿上打满了石膏 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只要这两位顶尖杀手出手 柳清宇必死不疑 柳清宇自然并不知道他面前的两名记者 就是国际顶尖杀手 而且就算是他知道也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的柳清宇确实双腿骨折 正处于打石膏恢复过程中 他只能坐在轮椅上 很难动弹 此刻在众人的关注期待中 柳清宇大声宣布 一千两百亿以下 一千亿以上标段 中标的投资伤势 说到这里 柳清宇故意顿了一下 吊足了现场众人的胃口 就在这一刻 已经有很多记者激动之下 按下了回车键 将早就准备好的新闻稿件 发布了出去 王安集团 当最后四个字 从柳清宇的口中说出来之后 现场先是一阵死一般的沉寂 最后现场立刻犹如开锅了一般 汪汪汪的声音在会场内响起 什么 是华恩集团 不可能吧 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国内的记者大声地喊了出来 柳市长 你是不是没有拿着名单说错了呀 这名记者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的质疑 柳清宇听这名记者如此一问 只是微微一笑 这位记者朋友 你不用怀疑我会念错 因为我的记忆力非常之好 绝对没有念错 权力巅峰 第1364集 说到这里 柳清宇向深厚一指 具体的中标名单 大家可以参考后面大屏幕上的详细结果 同时 我们的工作人员 也已经把相关的结果通过我们陆明市市政府的官方微信 微博和客户端发布到了相关的信息平台之上 大家可以随时查询 当柳清宇说完之后 记者们先是抬头看向前面大屏幕上打出来的详细名单 等到大家看完名单之后 现场很多记者们全都瞪到了眼睛 因为他们发现 大屏幕上打印出来的名单 和柳清宇宣布的名单 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 就连宣读顺序都是分毫不差 此时此刻 众人对柳清宇的记忆力全都充满了钦佩 要知道 当着这么多记者 敢于不拿着稿子念的市领导可是不多见的 此刻 记者席和投资商席已经彻底的开始轰乱起来 很多人都开始在下面窃窃私语 并且声音越来越大 莫耶斯和三锦忧人两人在听到柳清宇宣布完结果之后 脸色全都变得阴沉无比 三锦忧人更是气得双手颤抖起来 这时莫耶斯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站起身来大声的喊道 柳市长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次上线竞标之中 我们新加坡加成投资 明明是在竞标评分之中排名第一位 结果却没有中标 甚至连排名第二位的三锦集团也没有中标 但却偏偏是你们华夏的华安集团中标了呢 据我所知 华安集团是你在白云省之时引入到你所执政的城市的吧 而且我听说你和华安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刘小飞之间还是好朋友 你今天宣布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太让人寒心了 你不是天天口口声声的说要保证投标的公平性和公开性吗 为什么结果却是竞标时得分排名第一第二的公司没有中标 反而是排名第三的公司中标了呢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在寻思王法 我要向天涯省省委投诉你 莫耶斯已经想开了 今天要是不把这个事情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揭露出来 恐怕他们加成投资真的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当莫耶斯说完之后 现场的很多外国记者们也纷纷大声地对柳清宇提出了他们的疑问 一时之间整个新闻发布会大厅变得混乱起来 各种指责之声全都集中打向了坐在轮椅上的柳清宇 听到莫耶斯的话 听着旁边记者阵营中那炮火连天的质问 三紧忧人的嘴角上露出一丝冷笑 柳清宇啊柳清宇 我倒是要看看 面对悠悠众口 你如何解释 如果你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的话 恐怕你柳清宇算是彻底丢人丢到家了 到那个时候 恐怕你这个市长的位置也坐不稳了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到时候想办法搞死你的压力也会大大减轻的 然而 当三紧忧人向着柳清宇方向看去的时候 却发现 自始至终 柳清宇的脸色都是那样的平静 面对那机关枪一般的质问声浪 柳清宇依然满脸含笑 并没有急于去辩白 等到会场内众人都说的差不多的时候 柳清宇这才抬起右手 手掌做出轻微的向下压的姿态 淡淡的疏道 好了 大家现在可以安静一下了 我现在可以先回答 来自新加坡加成投资集团的董事长莫耶斯先生的问题 他的问题还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听到柳清宇说到这里 现场众人立刻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记者全都把摄像机照相机对准了柳清宇 快门声此起彼伏 闪光灯闪成了一片 这一刻 柳清宇绝对比好莱坞巨星们还要有人气 只不过 现场很多人并不是抱着友好心态 来为柳清宇拍照的 正着有些人打算寻找一些好的角度 来拍摄一些柳清宇比较丑陋的照片 呈现在他们国内的报纸上 以此来作为对华夏官员负面影响的一种常态化报道 刚才莫耶斯先生问 为什么他们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三井集团都没有中标 偏偏我们华夏的华安集团中标了呢 他还说 知道华安集团是我在在白云省之时引入到我所执政的城市的 还说我和华安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刘晓飞之间还是好朋友 在这里 我可以先回答莫耶斯先生的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说的没错 我和刘晓飞之间的确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 甚至前些天我被建筑物废墟 免埋在地下差点命丧黄泉的时候 如果不是刘晓飞及时赶到现场 恐怕我早已经魂飞明明了 或许莫耶斯先生因此就怀疑我 或者是我们陆明市对华安集团会有特殊照顾 那么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同等条件下 我绝对会优先照顾我们华夏的企业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此我绝对不会否认 现场立刻再次轰乱起来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刘晓飞竟然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怀疑起来 难道柳晴宇不担心会被国外媒体狂批吗 这时柳晴宇接着说道 我之所以会这么说 道理很简单 同等条件下 我们没有理由把融资的名额交给你们外国公司 因为条件相同 那么谁来赚钱不是赚啊 而且交给我们国内的公司去做的话 最终这些钱是留在我们国内的 而不是被你们外国公司转移到国外去 留在国内 就有可能会促进国内的公司增加对国内其他领域的投资机会 我相信 在世界各个国家 大家采取的都是这种态度 当然了我也不否认 在我们国内有些地区 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了捞取政绩 在同等条件下 甚至在很多外国公司开出的合作条件 还不如本土企业开出的合作条件优越的情况下 他们依然会把合作的机会让给你们外国公司 甚至还会奴言悲惜的给你们外国公司开出很多丧权辱国的合作条件 因为这些人的目的很简单 他们想要捞取政绩 他们想要升官发财 或许你们外国公司很多习惯了这种合作模式 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 我们陆明市欢迎一切国内外公司到我们陆明市前来投资合作 但是同等条件下 我依然会选择国内的公司进行合作 当然了 如果外国公司有先进的技术或者项目 那么我们陆明市依然会敞开胸怀来欢迎你的到来 甚至如果你们没有资金 我们还会为你们配套提供各种资金和长职等相关的支持 因为我们陆明市市政府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不断壮大我们陆明市的经济实力 要不断增加老百姓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柳琴宇这番话一说完 现场很多华夏国内的记者们纷纷大力的鼓起掌来 柳琴宇说的这番话实在是太解气 太大快人心了 什么叫强势 这就叫强势 什么是霸道 这就是霸道 什么是爱国 这就是爱国 然而现场的很多外国记者们却纷纷撇起嘴来 其中一名日本记者战起声来大声地说道 柳市长 难道你不认为你的思维实在是太过于狭隘了吗 身为一名市长 不是应该具有国际事业和宽广的胸怀吗 难道你认为像你这样一种充满了狭隘民族思想的官员 适合走到更高位置上吗 刘卿宇淡淡一笑 这位记者朋友 对于你所说的狭隘一词 我不敢苟头 人们常说一句话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但是艺术家却是有国界的 同样的 我们华夏官员需要有国际事业不强 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祖国 我们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 为自己的祖国 为自己主政区域内的老百姓谋取利益 否则的话 我们又凭什么当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就像你身为日本记者 你在进行各种新闻媒体报道的时候 不也是想尽一切办法去美化你们日本 以及你们日本以前那些不光彩的历史吗 套用一句你们新闻记者的常用语 新闻是没有国界的 但是新闻记者却是有国家的 刘卿宇说完 现场再次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即便是一些在电视机前 在电脑前 在手机上通过电视 网络看视频直播的华夏网民们 也全都鼓起掌揽 日本记者脸色阴晴不定的变换了好几次 最终只能善善的坐下来 他突然发现 以前的时候 自己面对任何一个华夏官员都可以提成 十分刁钻的问题 而那些官员们总是喜欢用太极推手来回答他 而他却总是可以通过对这些官员的太极推手 进行歪曲解读 从而抹黑滑下 但是今天 刘卿宇这个市长却并没有玩太极推手 而是直接针锋相对的进行回答 他不斥的他哑口无言 这让他有些郁闷 这时 一名美国记者突然站起身来说道 刘市长 我看你还是不要说别的废话 还是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中标的不是嘉诚投资和三井集团 而是华安集团吧 你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该不是想要糊弄过去吧 我们大家可是不会答应的呀 大家说是不是 是 听到这位美国记者的大声质问 现场很多外国记者们纷纷齐声附和 虽然这些老外们的普通话都是不太标准 但是人数多呀 听起来也挺有威势的 尤其是现场那名多摄像机照相机 在这一刻似乎十分配合的纷纷拍摄 似乎大有柳琴予无法很好解释回答 就把他给曝光的意思 三井忧人看着眼前的一切 嘴角上那抹冷笑更浓烈了 他知道 柳琴予今天的做法肯定是让很多人看不过眼去 柳琴予这是犯了多国记者之怒啊 面对如此威压 柳琴予却依然那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这位记者 看来你在我们华夏待的时间不短了吧 某些无良官员比较喜欢扣帽子的手段 你也学的有模有样的嘛 不过可惜啊 你这帽子扣错地方了 柳琴予这话一说出来 现场立刻传出一阵哄笑声 当然了 发出这哄笑声的大部分都是国内的记者们 哄笑声过后 柳琴予记者说道 我刚才早就说过了 我要回到莫耶斯的问题的 只不过我刚刚回答到一半 就接连被两名记者给中断了我的回答 为了出于对这些记者的尊重 我才临时先回答他们的问题的 而且他们的问题也太有针对性 不回答的话恐怕很难交代 所以这位记者 你刚才确确实实是在扣帽子了哟 说完柳琴予立刻说道 好了不逗你了 我接着回答莫耶斯的问题 我们路名是 之所以不选择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三井集团 作为中标投资商 而是选择华安集团作为中标商的真正原因是 说到这里柳琴予又顿住了 现场记者们瞪大了眼睛盯着柳琴予 但是柳琴予却偏偏不说了 众人内娇一个郁闷啊 尤其是莫耶斯和三井优人 他们也很想知道柳琴予到底为什么不选择他们中标 在众人大眼瞪小眼的期待中 柳琴予大声说道 原因是 新加坡加成投资公司并没有按照我们路名市竞标文件的要求来进行投标 他们违反了招标文件中规定的相关条款 所以按照相关的竞标规定 他们的投标属于无效标 所以加成投资没有中标 莫耶斯立刻大声问道 柳市长 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有按照竞标文件上的要求条款去投标 你完全是在信口胡说 我们完全是按照竞标文件要求去投标的 柳琴予不屑一笑 莫耶斯先生 你的记忆力好像不太好吧 你口口声声说你们是在按竞标文件的要求去投标的 那我问你 竞标文件上 有没有明确说明每家公司都必须要公布排名前20家的股东资料 要求了呀 而且我们也按照竞标文件的要求全部写清楚了呀 莫耶斯毫不示弱的说道 刘青宇冷冷一笑 莫耶斯先生 你们的的确确在上面写出了20个股东信息 但是你不觉得在数据上造假是一个很无耻的事情吗 难道你们新加坡加成投资就是这种做事风格吗 还是你认为我们陆明市的评标委员会 或者是我们陆明市的有关部门是吃素的呢 莫耶斯心头一惊 不过依然表面上十分强势的说道 刘青宇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要栽赃陷害吗 栽赃陷害 莫耶斯先生 你实在是高看了你自己 我有必要对你进行栽赃陷害吗 一边说着 刘青宇一边轻轻拍了拍手掌 很快的刘青宇身后的大屏幕上便出现了新的内容 这是两个并排的名单列表 通过这两个并排的名单列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组对比参照列表 这时刘青宇用手指向着身后的大屏幕方向指了指说道 各位新闻记者朋友们 新加坡加成投资公司中排名第一的大股东应该是日本的三井集团 其占股比例超过了51% 也就是说 曾井集团才是新加坡加成投资的控股股东 然而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 在新加坡加成投资所列出的这个列表里面 排名第一的是董事长莫耶斯 更让人感觉到愤怒的是 通过两个左右股东对照表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新加坡加成投资公司所提供的这份竞标对照表中 竟然隐藏了五家来自日本的投资公司股东的真实情况 而是用其他小股东替代了这五家公司 并且把他们的股份通过加权分散到了这些小股东的头上 说到这里 柳清宇冷冷地看向了莫耶斯 权力巅峰第1365集 莫耶斯先生 你能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难道这就是你们新加坡加成投资的做事风格吗 你们为什么不把真实的股东信息罗列出来 你们到底在躲避什么 各位新闻媒体的记者朋友们 你们认为面对如此不真诚的合作伙伴 我们路名市可以选择他们作为中标投资生吗 刘清宇这话一说出来 现场一下子再次轰乱起来 很多人全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而莫耶斯的脸色这一刻变得异常苍白 阴晴不定的变化好一阵 这才渐渐平稳地下来 他双眼中闪烁着寒光鼠道 刘市长 我不知道你所提供的这个股东信息 到底是从哪里取得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 你所提供的这份股东信息 绝对是虚假的 绝对不是真实的 我们在竞标中所提供的股东信息 是真实无误的 此时此刻 莫耶斯把现实情况看得十分清楚 今天他是绝对不能承认提供信息引物的 否则的话 他不仅要承担所有责任 而且面对这么多媒体的尽头 他们新加坡加成投资将会名声扫地 虽然很多媒体全都接受了他们的公关 但是当媒体面对充满诱惑力的新闻的时候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先报道新闻 尤其是在这个新闻爆炸的时代 一个有看点的新闻是非常吸引眼球的 然而 柳清宇既然坐在角落里 又岂会无地放尸 面对莫耶斯的否认 柳清宇只是轻轻一笑 再次拍了拍手掌 很快的在柳清宇身后的大屏幕上 一段音频文件开始播出了 这段音频文件里播出来的 正好是三井幽人和莫耶斯之间的对话 他们之间的对话是用英语进行的 大屏幕上还专门出现了汉语字幕 当听到几句对话之后 莫耶斯和三井幽人两人的脸色全都苍白起来 因为这段对话正是两人在酒店里之间秘密商议如何应对这次股东信息的对话 对话里莫耶斯主动提出要把真实的股东信息进行隐藏 尤其是要把所有排名靠前的日本股东信息隐藏 以便确保加成投资能够中标 在后面还有莫耶斯与三井幽人两人之间商量着如何通过竞标配合 通过演戏来确保加成投资中标的详细情况 等到这段录音信息播完之后 在所有记者们目瞪口袋的表情中 录音很快再次切换 这次所播放的信息是莫耶斯与道尔之间的对话 包括莫耶斯如何蛊惑道尔去牵头组建抗议者联盟 以及组建联盟后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 当这段录音再次播完之后 整个新闻发布会大厅内一片沉寂 莫耶斯和三井幽人两人对视了一眼 全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畏惧和忧虑之色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之间那么隐蔽的对话竟然被人给窃听了 要知道 他们这次来的时候 可是带着专业的安保人员陪同的 在进行对话之前 安保人员早就把总统套房内外所有的地方全都检查过了 确保没有任何窃听的可能才会展开对话的 但是现在 他们之间的对话竟然被完整的播放了出来 这问题可就麻烦大了 刘青宇轻轻咳嗽了一声 打破了沉默的气氛 忽然大声地说道 各位新闻记者朋友们 你们认为 面对如此卑鄙无耻 如此弄虚作假的投资公司 我们陆明市可以选择他们作为投资伙伴吗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陆明市的官方网站上明显 位置已经专门做好了一个问卷调查 大家只需要登陆我们陆明市市政府的官方网站 就可以投票表达自己的意见了 我们欢迎各位网民 各位陆明市的市民 登陆我们陆明市市政府的官方网站进行投票 我们现在可以在线观看大家的投票结果 我们陆明市市政府做事一项以民意为基础 只要是大多数老百姓喜欢的支持的事情 只要是合理合法的事情 我们陆明市市政府都将会不遗余力地去做 随着柳青宇的话音落下 他身后的大屏幕上 立刻切换出了陆明市市政府官方网站上的 调查结果统计图表 在现场所有人的注视下 大屏幕上的统计图表 几乎以每一秒都在变化的频率 在飞快地变化着 在统计图表上 十分清晰地显示出几个统计调查结果的票数和比例 在其中不同意新加坡加成投资和三井集团中标的调查选项上 投票人数几乎每一秒都在飞快地增加着 代表其比例的长条每一秒的都在延长着 随着时间的飞逝 仅仅是五分钟之后 统计结果已经再也清晰不过了 短短五分钟的时间内 投票人数竟然超过了一百万 其中有九十五万人选择了不同意 新加坡加成投资和三井集团中标 其他选项也大部分都是表示反对的意思 而真正选择同意选项的还不到两千人 这时柳琴宇大声书道 好了 我相信五分钟的时间基本上已经表明 陆明市老百姓和全国网民们的态度了 我相信 现场的记者朋友们应该也可以明白 为什么我们陆明市没有选择 让新加坡加成投资中标的真实原因了吧 刘轻宇刚刚说完 现场便有记者再次站起身了 这次站起来的是一名加拿大记者 这名记者用十分不标准的普通话说道 刘市长 有一点我十分想不明白 即便是新加坡加成投资 有意掩盖股份事实 为什么你们要取消 加成投资的中标资格呢 因为按照你们的竞标文件要求 三井集团所有的投标过程 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他们没有任何的问题呀 当然 你也可以指责他们在加成投资 这个事情上有些牵连 但是这也是仅仅是加成投资的事情啊 跟三井集团有什么关系 他们本身好像没有违反你们的相关条款吧 你们凭什么取消三井集团的中标资格 难道这不是你在以权谋私 为自己的好朋友刘小飞的公司 在谋其私利吗 刘轻宇淡淡一笑 这个记者朋友 你又犯了胡乱盖帽子的老毛病了 诚然 有一点你说的没错 三井集团确确实实在投资过程中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违规 甚至包括他们公司所公布的股东信息 也是真实的 但是有一点 你因为并没有看到我们详细的竞标文件 所以可能不知道 那就是我们在竞标文件中清楚的注明了一点 那就是为了确保不会有公司在这次竞标中通过一系列不光明正大的手段获得整个二期工程项目的垄断地位 为了确保更多投资商的利益 我们在竞标文件中明确的注明了一点 那就是任何一家公司或者与之有关的关联公司只能有一家公司入围本次项目 说到这里 刘青瑜用手向大屏幕一指 各位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大屏幕上呢 这家名为新迪加的美国公司 已经中标了我们500亿元这个级别的项目 而这家公司也的的确确公布了所有排名靠前的股东信息资料 这一点该公司并没有造假 但是有一点 在该公司所公布的这家名为海天控股的华夏公司中 海天控股的大股东就是日本三井公司 该公司持有海天控股60%的股权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三井集团也是这家新迪加公司的实际控股人 根据我们在竞标文件中所做出的相关规定 既然已经有一家三井集团的关联公司已经中标了该项目 那么三井集团就不应该再出现在1200亿数量级的竞标项目中了 所以根据竞标文件的相关规定 我们陆明市取消了三井集团在该级别中的竞标资格 既然没有竞标资格了 自然也就谈不上中标不中标了 这位记者 你对我的回答还满意吗 柳清宇说完现场再次安静了下来 包括那名加拿大记者也没有想到 柳清宇竟然说得有理有据 如果事情真是像柳清宇所说的那样的话 那么陆明市宣布让华安集团中标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此刻坐在投资席上的三井优人脸色气得苍白无比 咬牙切齿 他千算万算 还是低估了陆明市的信息搜索能力 身为三井集团的负责人 他前来投标的时候 他非常清楚 三井集团对于这一次的陆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 是有着深刻的语心的 集团是想要通过三井集团加上新迪加公司 再加上加成投资这三大公司联手的模式 至少确保其中两家公司能够中标 然后再通过一系列幕后关联公司的模式 大幅度收购其他获得了本次二期工程项目中标资格的公司的股份 通过关联公司股东控股的模式 从而间接地控制整个二期项目在今后运营 甚至是建设阶段的控制 从而让整个陆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处于三井公司的控制之下 从而为三井集团在这个项目中做一些手脚安插一些间谍人员 甚至是间谍器材提供最有力的条件 甚至三井幽人还打算在陆维岛深水港项目中 安排一些三井集团研制的最新导弹引导信号器 在深水港项目最核心的位置 从而确保一旦华夏与日本进入战争模式的时候 日本可以动用导弹 在第一时间对深水港项目的核心位置进行打击 彻底摧毁整个港口 然而三井幽人万万没有想到 他最为得意的算计最终竟然被陆维岛方面给识破了 最让他郁闷的是 他最看重的加成投资竟然失败了 而且还是在他与加成投资联合导演了一场 瞒天过海之际的情况下失败了 这种惨败让一向自诩至谋算计天下无双的三井幽人 充满了沮丧 同时三井幽人也对柳秦宇充满了深深的怨恨 这时柳秦宇的目光淡淡地扫过整个新闻发布会现场众人 大声说道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 各位投资商朋友们 还有没有哪位朋友 对我们陆明氏所宣布的中标结果提出异议 只要大家有 我柳秦宇在这里可以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 这一次新闻媒体记者席那边暂时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 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再出言去挑衅柳秦宇和陆明氏的权威了 大家都看出来了 这一次三井集团明显是想要玩弄阴谋手段 实施对二期工程项目的垄断行为 只不过陆明氏却是技高一筹 在竞标文件的条款上已经从制度上遏制了投机取巧行为的出现 而这种手段远远比仓促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熔断制度的某些拍脑门领导要高明太多了 真正的高明的领导 高明的决策人员是绝对不会去照搬照抄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所谓先进技术或者手段的 因为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国际形势更是瞬息万变 有多少只恶狼在睁大了眼睛盯着华夏股市和华夏的诸多市场领域呢 有多少国际大鳄想要把华夏这只长得肥嫩可口的小肥羊昏入腹中呢 在这个时候 你不想办法在制度上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反而是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那些制度和手段 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了吗 再说了 华夏人商人最擅长的是什么 投机 国际投资商最擅长的是什么 投机 明明知道市场内外有一大批眼睛发绿的恶狼在盯着这块肥肉 明明知道做空与股市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竟然还不知道从制度上去打断这种关联 岂不是市场要国际化 资本要国际化 这没有任何问题 但问题是不能盲目的国际化 不能野蛮的国际化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各种市场 以及其他领域的制度都是基于本国国情所制定的 要想国际化之前 你必须要先从制度上不要给国际投资大鳄们以肆意利用的空间 必须要保证整个市场的运行规范 否则的话 只能涂增笑柄造成人为刀足 我为鱼肉的困境 刘晴宇的脸色十分淡定从容 因为他从一开始决定要启动二期工程的时候 就已经预料到那些国际投资大鳄们在利益的趋势之下 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只去获得有限制的股权份额的 他们肯定会通过联盟收购等方式 强行去控制整个项目的主导权的 所以 从陆维岛二期工程项目一开始 刘晴宇便召集了一帮专家在他的病房内 针对如何防范各种问题 如何从制度上确保项目的正常运行 健康运行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当然了 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而且所有的条款也都是以一种十分谨慎的姿态出现在竞标文件中的 而且在竞标文件条款上还注明了一条内容 所有条款的解释权终归陆明市市政府所有 也就是说 陆明市市政府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 根据不同的突发事态设定新的漏洞补充方案 从而确保整个项目的健康高效进行 任何时候任何官员只有心中想着国家 想着百姓才能在做事的时候真真正正的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一味的照抄照搬 随便拍拍脑门就OK了 这时 随着柳琴与朱健掌控了新闻发布会的主动权 现场一些记者们纷纷开始再次提问 只不过这次 大家在提问的时候都是十分正常的问题 再也没有记者不开眼的去故意刁难柳琴宇 而柳琴宇回答起来更是幽默风趣中带着超人的智慧 不时的博得在场记者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三井幽人感觉自己就好像是跳梁小丑一般 在陆明市上演了一场场闹剧之后 最后竟然要独自吞下一切的苦果 这绝对不是他所能容忍啊 三井幽人决定要出杀招了 想到此处 三井幽人阴毒的目光 犹如蛇蜥一般盯着柳琴宇看了好几眼 随即按下了手中的一个信号发射器 很快站在距离三四米远第一批的两名杀手记者 便感受到了腰间信号接收器上所传来的剧烈震斗 两人对视一眼 立刻以胸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摄像机内的底座 摸出了两把锋利的匕首 在其他记者们还在提问的时候 从新闻发布席的两侧向柳琴宇包围冲击过去 丝能的匕首向着柳琴宇的咽喉和胸前要害同时刺出 无法动弹分毫的柳琴宇必死无疑 权力巅峰 第1366集 此刻站在新闻发布台下面 脚门处的秘书长王健刚和秘书张以琛 看到两人冲上主席台的时候 他们先是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 纷纷向着柳琴宇的方向冲了过去 然而王健刚和张以琴两人只是普通人 速度比较慢 再加上他们距离柳琴宇的距离有七八米远 而那两名假扮成记者的杀手 距离柳琴宇只有三米左右 而且两人又是西方人 身高腿长 又是杀手出身 受过专业训理 所以当两人已经冲到了柳琴宇身边的时候 王健刚和张以琴也仅仅是刚刚费力的登上新闻发布台 距离柳琴宇还有六七米左右 王健刚和张以琴立刻大声喊道 保护柳市长 此时此刻 台下的记者们和投资商们也充满了震惊的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全都被现场发声的这一幕给惊呆了 谁也没有想到 现场竟然有两人要手持匕首 注目睽睽之下 刺杀柳琴宇这位堂堂的陆明市市长 这两人简直是疯了 要知道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可是通过电视台 向陆明市的老百姓进行电视直播的 而且网络上直播这次新闻发布会的平台 也有好几个 现在至少有上千万的老百姓和网民们 在关注着这场新闻发布会 然而 这两人竟然无视了华夏的法律 想要置柳琴宇死地 难道他们不怕死吗 柳市长 小心啊 电视机前 陆明市陆角县乡下农村农户家里 一名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 看到电视上直播出来的这一幕 立刻充满了焦虑 担心地大声喊道 柳市长 快闪开啊 有人要刺杀你 陆明市市区 某商场内 一名电视促销员大声地喊道 柳市长 电脑前 一名柳琴宇的网民粉丝 看着眼前直播里发生的这一幕 眼睛里泪水第一时间便涌了出来 声音有些哽咽着 直接捂住了自己的双眼 因为他知道 现在的柳琴宇双腿 已经因为在人质危机中 为了救那些幼儿园的孩子们 被歹徒引爆的建筑废墟给压的骨折了 柳琴宇现在几乎无法动弹来 现在的他只能坐在那里等死了 柳市长 希望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能够保佑你的平安 女孩捂着自己的脸悲声抽泣着 泪水已经无法抑制地流淌了出来 顺着他的指缝渗了出来 此时此刻 燕京市 情政殿内 当刘飞通过电视机 看到眼前这一幕的时候 气得直接狠狠地 把手中的紫檀木笔筒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咬着牙鼠道 好贼蛋 简直是胆大包天 别让我知道到底是谁做的 否则的话 我让你们后悔终身 一边说着 刘飞一边拿出手机 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黑子 陆明市新元大酒店内 柳琴宇的老妈柳媚嫣 正在通过电视直播 观看着儿子柳琴宇在电视上的精彩表现 她的脸上充满了得意和骄傲的神色 眼前电视里舍战群记者 把众人驳斥得哑口无言 最终让所有记者们都为职责服的男人 就是自己的儿子呀 也只有自己的儿子才有这么出色 有这样的儿子 对于柳媚嫣这个当妈的来说 是她一生之中最大的骄傲 然而 当柳媚嫣看到两个杀手 竟然突然从柳琴宇的面前 那么近的距离冲了上去 马上就要刺死柳琴宇的时候 柳媚嫣一瞬间目自欲裂 双眼深处一抹深深的恨意 油然而生 双手紧紧地抓住了沙发上的皮套 咬牙切齿地盯着那两名杀手 她想要把两名杀手的脸庞 深深地烙印在心中 如果自己的儿子 要是有个好歹 她会不惜一切代价地 也要将两名杀手给除去 此时此刻 所有人几乎都认为柳琴宇必死无疑 而现场的一些摄像记者们 虽然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十分吃惊 但是身为记者特有的敏感性 还是让他们第一时间 把手中的摄像机 照相机对准到主席台上 记录着主席台上发生的一切 这绝对是今天新闻发布会上 最火爆的新闻 此刻 在所有摄像机里 坐在轮椅上的柳琴宇 依然满脸含笑 似乎根本没有把那两名 冲上主席台的两名杀手放在眼中 甚至在这种危机似乎 死亡临近的时刻 竟然还有心情端起主席台上 一杯茶水掀开盖子 轻轻地品尝了起来 这一刻 左边匕首刀锋 距离柳琴宇的咽喉 只有不到二十厘米 右边匕首距离柳琴宇的胸口 不到十厘米 现场所有人全都被柳琴宇 此刻所表现出来的超级镇定 给惊呆了 柳琴宇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马上就要被人给杀死了 竟然还有时间喝茶 难道他想要喝完最后一口茶之后 就安心地死去吗 不是听说柳琴宇身上有功夫吗 就算是此刻无法站起身来 但是身体最起码的多少也应该有吧 哪怕稍微躲一下也不会被人给杀死吧 然而 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最让人震惊的一幕突然发生了 那两名杀手的匕首刚刚临近柳琴宇的身边 突然两把荧光闪闪的钢管 突然从柳琴宇身前那宽大的新闻发布桌里探了出来 同时挡住了那两把匕首 发出了当当两声吹响 随后那两名杀手突然身体向后猛地退了出去 他们两人的小腹处同时出现了一个清晰的脚印 随后两个人从新闻发布桌底下钻了出来 手中的钢管同时闪电般出击 与手持匕首的两个老外站在一处 两个老外谁都没有想到在新闻发布桌的里面竟然还藏着这么两个人 而且这两人的功夫都不在他们之下 此刻四面八方已经有数十名负责新闻发布会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汇聚了过来 见此情况两名老外知道形势不妙 连忙想要夺路而逃 然而他们却突然悲催地发现 他们想要逃都逃不了了 因为他们面前的两个对手实在是太强悍了 再加上四周已经被突然出现的保安们给围了起来 他们想要逃基本上没有可能了 两人见此情形也知道厉害 两人眼神中凶光闪烁 转身与拦住他们的两人站在一处 他们想要把这两个坏了他们好事的人干掉 他们汗透了这两人 然而三分钟之后 这两名杀手悲催地发现 这两人的水平之高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他们虽然是世界顶级杀手 但那是刺杀技术 但是此刻面对面的对阵 他们的水平大打折扣 最为关键的是 他们面前的这两人并不是普通人 一个是曾经叱咤世界雇佣兵界 喊逢敌手的刘晓飞 另外一个则是军中超级精英陆昭 这两人如果要是进入杀手界 绝对是能够排进前五的超级牛人 而他们这两个杀手 也仅仅是堪堪排进前十而已 两声翠响过后 两只匕首被刘晓飞和陆昭两人打落在地 随后两人一阵乱棍打下 两个老外直接被打晕 刘晓飞冲着冲过来的保安大手一挥 把这两人先给我带走 那些保安立刻冲了过来 以极高的效率把这两人带走了 这些保安并不是普通的保安 而是柳清宇的贴身保安团队 这些人乃是柳媚烟亲自为柳清宇配备的 顶级精英保安 此刻 电视机前 当柳媚烟看到刘晓飞和陆昭出现 并逼退了两名杀手之后 他这才使劲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脯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双眼狠狠地瞪着电视机里的柳清宇咬着牙说道 这个臭小子 今晚弄这种危险的把戏 可怕老娘我吓坏了 下次 要是再这样玩 老娘我非得狠狠抽你一顿不可 此时 刘飞看完现场的情况之后 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笑骂道 柳清宇这小子 还真有老刘我当年的风范 太神崩塌于前 面不改色 竟然还有时间去喝茶 装 这小子可真是能装啊 此刻 在秦政殿一号办公室内 首长在看完眼前电视机前发生的这一幕之后 双眼中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轻轻点点头说道 嗯 好 非常好 刘飞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呀 柳清宇是个帅才 绝对的厉害人物 我们华夏就需要这种可攻可守 了敌欲先 筹谋有度的人才 此子可以重点培养 自始至终 刘清宇连看都没有去看那两名杀手 一直镇定自若地坐在那里喝茶 这时 刘晓飞和陆昭已经搞定了两名杀手 静止从后面脚门处飞快地离开了 轻轻放下茶杯 刘清宇看向下面乱哄哄的新闻记者们和投资商们 淡淡一笑 这时 看到杀手失手了 三井雍人站起身来 转身就要向外走去 刘清宇却是笑着开口说道 三井雍人先生 还请游步 全场震惊 大家有些不解地看着刘清宇和三井雍人 不知道刘清宇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三井雍人听到刘清宇的喊话 心头一惊 却转过身了 冷冷地看向刘清宇说道 刘学长 有什么事吗 刘清宇淡淡一笑 三井雍人先生 不要着急走嘛 难道你不想知道知道 这两名杀手到底是什么人指使的吗 难道你不想知道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我们陆明市如此肆无忌惮的行事吗 三井雍人不懈地摇摇头 刘市长 他们怎么做 那是他们的事情 调查到底是谁指使的 是你们陆明市公安局需要做的事情 我对这些没有兴趣 我还有事 就不留在这里看热闹了 说完三井雍人转身就要走 就在这时 三井雍人发现他的身前已经有两人站起身来了 挡住了他的去路 这两人的身上散发出一股强悍的气息 三井雍人要想撇开两人离开 几乎没有可能了 三井雍人的脸色刷的一下就阴沉了下来 冷冷地看向刘清宇 笨怒地说道 柳清宇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 前面刚刚把我们三井集团贬得一无是处 你还不满意 还想要禁锢我三井雍人的人身自由吗 难道这就是你们陆明市对待投资商的态度吗 柳清宇文言轻轻一笑 三井雍人先生 看来随随便便靠帽子不仅是你们日本记者擅长 你也很擅长嘛 三井雍人脸色越发阴沉难看了 柳清宇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必须得当着所有在场记者们的面说个清楚 否则的话 我要向你们天涯省的领导投诉你 三井雍人说完 现场很多国外记者们纷纷把摄像机和照相机再次对准了台上的柳清宇 很显然 如果柳清宇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的话 那么柳清宇这次恐怕又要再次成为负面新闻的主角了 柳清宇文言脸色也沉了下来 三井雍人 我又总是把自己定位在受害人的角色去夺得同情 你们三井集团不仅在这次陆维岛二期工程项目上违规操作 瞒天过海 想要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整个二期工程项目的控制权 还肆意妄为 意图杀害华夏官员 三井雍人 难道你真的以为你的所作所为谁都不知道呢 柳清宇 你不要血口喷人 不要立刻向国际仲裁法庭告你诽谤 三井雍人怒声大吼道 一边怒吼着 三井雍人的表情也变得十分争利 额头之上轻轻抱起 很显然此刻的三井雍人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其实此刻的三井雍人心中已经彻底的惊慌起来 他不过是想要用愤怒来掩盖自己内心是惶恐不安 三井雍人非常震惊 柳清宇凭什么断定刺杀事件和他有关 他不相信自己在这次事件中做得那么隐蔽 柳清宇怎么可能会发现 要知道他这次动用的可不是三井集团的资金去聘请的杀手 而是动用的自己的资金账户去支付首付款的 而且他的资金账户是在日本的 他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自己的情人在日本使用网络来进行转账支付的 他不相信以柳清宇一个小小的陆明市市长有实力能够把调查的触角伸到日本去 看着三井雍人那声色俱丽的样子 柳清宇突然笑了 三井雍人先生 说话的时候不要这么大声嘛 我的耳朵还是非常好使的 我相信在座记者们的耳朵也非常好使 你所说的话大家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一边调侃着柳清宇便说道 三井雍人先生 你是不是认为你的所作所为十分隐蔽 不可能被人发现啊 你是不是认为你没有直接出手 我们就抓不住你的把柄了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 那么你肯定要失望了 因为我陆明市的官员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和无能 我们陆明市的公安局和公安局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废物 我们陆明市的网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无用 三井雍人文言顿时脸色大变 心中更加慌张了 不过三井雍人毕竟垫多识广 虽然眼前的形势已经超出了他的预估 他却依然努力维持着表面上的镇定 他冷笑着说道 刘清宇 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直接说出来好了 不要层着掖着 意图舞蹈大家的注意力 刘清宇淡淡一笑 好 既然你三井雍人想要看证据 那么我们就直接给你看看好了 一边说着 刘清宇冲着身后轻轻招了招手 很快的大屏幕再次亮了起来 随即又是一段文字信息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这段信息正是三井雍人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他在日本的情人 让他操纵自己的账户向杀手组织支付预付款的信息 当三井雍人看到这段信息之后 脸色一下子由黑转白 他的身体也微微颤抖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清宇为什么会拿到自己通过网络发送给自己情人的信息 要知道他的电脑可是由三井集团总部专门特制的 他所发送的每一条信息都是经过三井集团特制的加密程序进行专业加密过的 目的就是为了要确保他所发送的每一条信息都是安全可靠的 如此一来 即便是他处于美国这样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 他想要发送任何信息都能够确保其信息的安全 权力巅峰第1367集 然而他却震惊地发现 自己的信息竟然被陆明氏披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岂能不让三井雍人感觉到震惊 这时大屏幕上的信息又变化了起来 刘清宇依然淡定地坐在那里 用手向身后指了指说道 三井雍人 你继续往后看 后面是你银行账户的资金支付转移情况 从这些信息可以清楚地看到 你的情人在接到你的信息之后 立刻操作你的银行账户 向美国某杀手组织支付了首付款500万美元 500万美元啊 好大的手笔 这还只是首付款而已 总价竟然达到了800万美元 连我都没有想到我的这条命竟然能够价值800万美元 看来你三井雍人倒是真的很重视我呀 不过三井雍人先生 我很纳闷我某杀宇到底在哪里得罪了你了 为什么你非得要置我于死地呢 某杀宇的这番话一说完 整个新闻发布会现场一片沉寂 所有人全都充满了震惊的 看着大屏幕上出现的银行账户信息 此刻所有人新闻记者们全都内心起伏着 一方面记者们心中很是纳闷 为什么陆明市可以找到日本银行账户的相关信息 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拿到的 另外一方面 他们更加震惊的却是三井雍人竟然不惜拿出800万美元 请杀手去刺杀柳清宇 柳清宇不过是陆明市的一个市长而已 虽然这次竞标中 陆明市发现了三井集团的违法行为 并且加以了处罚 但是两者之间的矛盾 应该还没有到如此苦大仇深的程度吧 而且拿出800万美元来刺杀 这可是大手笔啊 三井雍人此刻脸色已经彻底惨白起来 他已经意识到 恐怕这一次自己真的有些失算了 他终于意识到 这一次自己确确实实 对陆明市对柳清宇有些轻视了 他总算是有些明白 为什么以前自己的那些朋友们 全都会败给柳清宇了 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完了 这时 柳清宇轻轻拍了拍手 立刻十几名合枪实弹的警察 走进了新闻发布会大厅内 把三井雍人包围了起来 柳清宇淡淡地说道 三井雍人先生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如果你要是没有别的话可以说的话 那么就麻烦你跟我们的调查人员走一趟吧 套用美国警方最常说的一句话 你可以保持沉默 但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会作为呈堂证供 用我们华夏的话来说 你小鬼子的好日子到头了 你这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三井雍人文言冲柳清宇黑黑一笑 柳清宇 我可以跟你们的人走 不过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你怎么把我抓起来的 你还得怎么把我给放出来 想要动我三井雍人 你柳清宇没有那个资本 说完 三井雍人十分高傲地扬起头 充满不懈地向着柳清宇的方向看了看 转身跟在警察们走了出去 即便是身处逆境 三井雍人依然不肯妥协和认输 身为日本人 身为三井集团的中层干部 他有着日本人特有的高傲与嚣张 柳清宇冷冷地不屑地看了一眼三井雍人的背影 嘴角微微撇了撇 柳清宇早就和这些小鬼子们交过多次手了 对于他们的出招路数早就了如指掌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把三井雍人的威胁放在眼中 因为柳清宇清楚 三井雍人虽然嚣张 但是他充其量也只是别人眼中的一枚棋子 一杆枪而已 他只不过是被人利用却根本不知的悲剧棋子 在经过这次私立逃生的事件之后 柳清宇的心已经变得越发坚毅 同时他在战场上磨砺出来 但却因为进入官场渐渐被封印起来的杀气 也渐渐地被激发出来 此刻柳清宇已经决定 要借着这次三井雍人事件 彻底掀起一场大的风波 他要将所有想要把自己置于死地的人 全部打落下马 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 柳清宇的反击真正的开始了 随着三井雍人被拿下 整个新闻发布会彻底被引爆了 一时之间所有新闻媒体记者们全都被震惊了 很多记者们纷纷向柳清宇进行提问 柳清宇毫不避讳直接回答 一名美国记者问 柳市长 你们怒民事打算怎么处理三井雍人 柳清宇道 很简单 按照我们华夏的法律 严肃惩处 绝不姑息 柳市长 据我所知 你在其他地方执政的时候 好像也处罚过一些三井集团的负责人 你是不是对日本 尤其是三井集团有着特殊的厌恶之情呢 否则为什么总是处处针对他们呢 这位记者同志 你说错了 不是我处处针对他们 而是他们处处针对我 难道今天这场景 你还没有看出来吗 如果不是我早就有所准备 我今天恐怕被那两个杀手给刺杀致死了吧 难道事情都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你身为美国记者 还要颠倒黑白吗 难道这就是你们 CMN记者的做事风格吗 我对你很是失望 我不想再回答你的问题了 随后 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 一一被抛出 柳清宇一一作答 此刻 电视前网络上 很多人全都在关注着柳清宇回答记者们的提问 因为很多网民都发现 此刻的柳清宇 虽然坐在轮椅上无法动弹 但是他的回答是那样的幽默风趣 却又充满了强势和霸道 他的回答总是能够让那些肆意挑衅 甚至给柳清宇设置言语陷阱的西方记者 日本记者们狼狈不堪 很多人都感觉到 看柳清宇回答记者们的问题 他们能够感觉到一种 酣畅淋漓的感觉 而柳清宇对于很多记者提出的 很好的问题 回答的也十分认真 尤其是关系到 弄民社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之时 柳清宇总是能够给出 十分详实而又准确的数据 甚至有些时候 还会给出具体的解决措施 几乎没有一句话是空话套话 全都是大石话 甚至是一针见血的话 现场 所有的记者们的情绪 全都被柳清宇充分的调动起来 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柳清宇却稳坐钓鱼台 一一坐打 整个新闻发布会 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 现场的记者们 针对陆明市的政治 经济 金融 农业 国土 信息 矿业 医疗 教育 等诸多领域 提出了很多尖锐 甚至是充满了陷阱的问题 却被柳清宇一一化解 除了那些蓄意挑衅的记者之外 所有提出问题的记者 对于柳清宇的回答 全都十分满意 当主持人王建刚再次走上新闻发布席 宣布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的时候 很多记者依然意犹未尽 但是此刻 大部分记者们 看向柳清宇的目光中 全都充满了钦佩和敬重 他们大多都是老资格的记者们了 他们出席过各种各样的新闻发布会 见识了各种各样层级的官员 他们更是见识过很多擅长太极推手 顾左右而言他的官员 然而 他们却是第一次看到像柳清宇这种 对陆明市各个领域全都了路指掌 轻描淡写之间 就将各种各样陆明市的政治经济数据 信手拈来的领导 很多人一开始 也认为柳清宇所说的各种数据 全都是心口雌黄 胡说八道 但是当现场有记者直接打开 陆明市市政府的官方网站 查看着各种各样数据 与柳清宇所说的数据 进行对比的时候 他们却十分震惊地发现 柳清宇所说的各种数据 与陆明市市政府官方网站上 所公布的数据完全一致 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这个记者的发现 很快就在国内外记者们之间传开了 更多的人在现场进行了验证 当所有人确定这一消息的时候 记者们对柳清宇的钦佩之情 已经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了 没有人认为柳清宇会刻意去背诵这些数据 而且这些数据 就算是你刻意去背诵 也未必能够真正的背诵下来 只有那种心怀百姓 时刻都在想着工作的领导 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与记忆力的强弱虽然有一定关系 但是更多的却是对于工作的态度 此刻的柳清宇并不知情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不仅很多网民在看 燕京市行政店内 一号到七号办公室内 主要的领导们 都在看着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看着柳清宇如何回答问题 甚至有的领导也亲自验证过柳清宇所说的数据是否真实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当众人看到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 之前很多对柳清宇充满了敌视 刁难记者们都纷纷起身 大力的鼓掌为柳清宇送行的时候 很多领导的脸上全都露出了欣赏和笑容 陆明市需要这样的领导 华夏需要这样的领导 时刻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时刻都清楚自己的定位 时刻都把工作装在心中 新闻发布会结束了 柳清宇再次返回病房 不过柳清宇刚刚回到病房内 王健刚便赶了过来 王健刚脸色有些郁闷 甚至还带着几分愤怒 刘市长 市政府这边刚刚接到 孙副省长的电话 苏市要我们立刻放了三井游人 并且把他驱出国境 柳清宇闻言顿时眉头一皱 这事情沈书记知道了吗 沈书记已经知道了 我先向他进行的汇报 沈书记是什么态度 刘清宇问道 沈书记并没有表态 只是让我过来向您汇报此事 沈书记说 这件事情以您的意见为主 他尊重您的意见 好 既然沈书记这样说 那你就直接给孙副省长回复吧 就说我们陆明氏 不会按照他的意思去办的 我们陆明氏 会严格按照我们华夏的法律 来处理此事 而且三井游人并不属于 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人员 所以 我们华夏的法律 对他同样使用 他雇用杀手 意图杀害国家官员 扰乱陆明氏的经济秩序 其已经触犯了我国的刑法 将会由司法机关 对他进行充分调查取证之后 依照法律程序 对其进行审批 并且进行官押服刑 如果孙副省长 非得逼着我们陆明氏 释放三井游人的话 你告诉他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麻烦孙副省长 拿出省里的公文出来 如果他能够拿出公文来 我们陆明氏 会按照文件办事 如果没有公文的话 那么对不起 孙副省长的话 只能代表其个人的意见 我们陆明氏可以考虑 却不会遵从 王健刚文言 情绪一下子就高涨起来 脸上明显露出了激动之色 他等的就是柳青宇这句话 刚才孙德胜的那番话 让他实在是太气愤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 孙德胜竟然直接 让市政府这边放人 这让王健刚感觉到 十分的郁闷和愤怒 虽然孙德胜口口声声说 释放三井游人是为了陆明氏的大局 是为了避免和三井集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冲突 影响到日后的投资 但是王健刚却并不这样认为 要知道 三井游人可是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被抓起来的 如果是陆明氏在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 就立刻放人 陆明氏的脸往哪里放 陆明氏的尊严何在 此刻 听到柳秦宇的指示之后 王健刚立刻拨通了孙德胜的电话 说道 孙副省长 您好 我是王健刚 我刚才就您的意见 向我们柳市长进行了汇报 柳市长的意思是 我们陆明氏会依照我们华夏的法律法规 来依法办事 我们陆明氏会参考您的意见 但是具体处理起来 还是要以法律为准绳 您还有别的指示吗 听到王健刚这么说 孙德胜顿时起的脸色铁青 怒声说道 王健刚 你把手机递给柳清宇 我要和他通话 在说话的时候 王健刚是打开了免提的 这样可以让旁边的柳清宇 把两人之间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此刻听到孙德胜要和柳清宇通话 王健刚却并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看向柳清宇 直到他看到柳清宇示意 他把手机给自己的时候 王健刚这才把手机交给了柳清宇 柳清宇接过电话淡淡的说道 孙副省长 您好 我是柳清宇 柳清宇同志 刚才王健刚说的代表你的意见吗 孙德胜充满了愤怒的质问道 是的 那就是我的意见 柳清宇斩钉解体的说道 柳清宇同志啊 我理解你的想法和心情 但是我要十分严肃的告诉你 就在你们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 日本三井集团已经通过日本外交部门向我们天涯省提出了严正抗议 认为你们陆明市擅自抓捕他们公司高层 已经严重触犯了他们的底线 当然了 日本方面说的很是过分 但是他们已经说了 如果你们陆明市要是不放人的话 那么他们会让其控股的公司直接撤出本次融资 同时还会联合其他投资公司从陆维岛项目中撤出投资 同时还会通过国际舆论向你们陆明市施压 同时 他们也对你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出示的证据材料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他们认为你所出示的证据材料并不充分 而且其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认为你们陆明市在这种情况下随随便便就把三级游人给抓捕了 属于无乱执法行为 孙德胜说完 一下子就沉默了下来 他在等待着柳清雨的回答 柳清雨却是淡淡一笑 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听完柳清雨的回答 孙德胜的怒火一下子再也无法抑制了 充满了愤怒的说道 柳清雨 你有没有一点政治素养 你知不知道 三井集团是日本的超级大集团 他们甚至能够左右一些重要大事的军策 现在对方已经通过外交途径来向我们天涯省施压了 如果我们要是不有所表示的话 我们天涯省将会承受多大的压力 你知道吗 权力巅峰 第一千三百六十八集 孙副省长 树我只眼 你是不是有些太过于不自信了 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又没有先行请示一下杜省长或者唐书记的态度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孙副省长 我柳清雨以前当县长副市长的时候 我就敢直接和日本三井集团对着干 那个时候 我们所承受的压力 比你当前所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得多 但结果呢 最后不依然严格按照法律来行事了 孙副省长 说句不应该说的话 如果你身为天涯省的副省长 连这么一点压力都无法承受 为了你自己的乌纱帽和避免责任 既然在这个时候还向我们陆明市施压的话 那么我敢断言 你的仕途之路将会止步于此 因为我相信 不管是杜省长也好 唐书记也罢 这个时候 肯定会坚定地和我们陆明市站在一起 我相信 燕京市的高层领导们也在关注着这件事情 我相信 如果我真的按照你的想法去做的话 恐怕最终被上级领导所比夷的人肯定是我 我不想替你背这个黑锅 说到此处 刘晴雨语气变得异常强硬 孙副省长 我还是那句话 要想让我们陆明市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事 可以 拿出文件来 有了文件 你让我们怎么干 我们就会怎么干 如果没有文件 你就上嘴皮一碰 下嘴皮就想对我们陆明市施压 甚至想让我们陆明市当替罪羊 那么对不起 我们陆明市不会接受的 说完 刘晴雨直接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 电话那头 听着听筒里传来嘟嘟嘟的盲音 孙德胜气得脸色苍白 双手颤抖 狠狠一把把电话摔在桌面上 摇牙切齿地说道 刘晴雨 你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竟然敢说我走不上更高的位置 竟然说我要拿你当替罪羊 简直太过分了 一边怒骂着 一边站起身来 点燃一根烟 在办公室内走来走去 其实 孙德胜心中非常清楚 他之所以打这个电话 就是想要一石二鸟 一方面想要趁着柳晴雨不在 市政府的时机 向陆明市施压 逼迫陆明市放人 只要陆明市承受不住 他的压力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了 那么三井优人一放 他最大的担忧 就彻底放下心来 另外一方面 到时候 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对陆明市市政府进行狂批 说他们没有气节 说他们向日本方面妥协 到那个时候 刘晴雨必然会因此而背上黑锅 成为万众唾弃的对象 而刘晴雨不管是否能够 从这件事情抽身而出 那么有了向日本妥协这个事情 那么他今后的仕途之路 就再也没有任何冲击 更高位置的机会了 然而 孙德胜没有想到 陆明市方面不仅第一时间 向柳晴雨做了汇报 而且强硬地执行了柳晴雨的指示 而且柳晴雨的态度 也是如此的坚决 这让他蓄积全身力气打出的 一拳打在了空处 郁闷飞肠 然而孙德胜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这番话 彻底刺激了柳晴雨的斗志 柳晴雨决定 彻底引爆整个陆明市的地雷 挂断电话之后 柳晴雨先给杜玉峰打了一个电话 杜省长 刚才孙德胜副省长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要我们屈从于日本方面的压力 把三井优人放了被我给回绝了 什么 孙德胜竟然给你打这个电话 胡闹 简直是胡闹 我们天涯省什么时候可以向日本妥协 尤其是在我们的官员被对方的工作人员 花费重金想要刺杀的情况下 他这个副省长到底是怎么当的 还有没有一点最基本的政治素养 有没有一点最基本的原则立场 简直是胡闹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约谈 如果他真的总是这样做事的话 我看他这个副省长也没有必要再干下去了 一向做事稳妥 稳重 喜怒不形余色的杜玉峰彻底给愤怒了 其实 日本外交方面施压的事情 他身为省长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但是对于此事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直接对此事采取了无视的态度 他相信唐万刚那边也肯定不可能会屈从于对方的压力 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 孙德胜竟然在没有向汇报的情况下 竟然擅自越级向陆明氏施压 逼迫陆明氏放人 这种做法是非常不讲究政治规矩的 想到此处 杜玉峰直接一个电话打到了孙德胜的办公桌上 声音严肃地说道 孙德胜同志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孙德胜一愣 杜生长 有事吗 有大事 你赶快过来一趟 杜玉峰沉着脸说道 孙德胜来到杜玉峰的办公室内 刚刚在杜玉峰对面坐下 便看到杜玉峰怒视着孙德胜说道 孙德胜同志 你给柳青玉同志打电话逼迫他们陆明氏放人了 这个 孙德胜经文此言 立刻感觉到形势不妙 要知道他才刚刚放下电话没有多久 现在杜玉峰竟然知道了 这明显是柳青玉故意把这件事情给捅出来的 这一刀子捅的可是够狠的 不过孙德胜还是狡辩道 杜生长 柳青玉同志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让他要慎重处理此事 巴巴巴巴 杜玉峰狠狠拍了三下桌子 孙德胜同志 不要在这里跟我玩什么文字游戏 我不相信柳青玉连这点意思都看不明白 孙德胜同志 你这次做得太过分了 政治规矩懂不懂 省政府党组会议通过决议 要如何处理此事了吗 省委常委会通过决议 决定要如何处理此事了吗 你凭什么要擅作主张 去逼迫陆明氏放人呢 万一陆明氏真的按照你的意思放了三井游人 我天涯省的颜面往哪里放 天涯省的老百姓会如何看待我们这些当官的 燕京市的上级领导会如何看待我们天涯省的省委班子 你可知道 你的这个决定万一被执行了 我们整个天涯省省委将会变得十分被动 孙德胜同志 我很好奇 你到底处于什么目的 要逼着柳其宇和陆明氏去放人 随后 让孙德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一向对待下属十分和善的杜宇峰 竟然出人意料的 把他这个副省长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无敌自容 身为一个副省 虽然平时杜宇峰对孙德胜还是比较放权的 几乎从来没有过于苛责的言语 哪怕是孙德胜经常在常委会上跟他唱单调 杜宇峰也十分大度的没有去和他计较 但是这一次 孙德胜的行为严重触犯了政治规矩 甚至极有可能会引发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 如果不是柳其宇的做事强势 有绝对的原则 那么这一次 天涯省省委恐怕都要跟着背黑锅 然而让孙德胜更加郁闷的还在后面 就在孙德胜刚刚从杜宇峰那边出来之后 郁闷的抽着烟怒骂柳青鱼狡猾的时候 他再次接到了省委书记唐万刚打来的电话 他随后被唐万刚给喊了过去 又是一顿愤怒的咆哮 唐万刚也直接跟孙德胜拍了桌子 怒斥孙德胜没有原则 怒斥他做事不讲究政治规矩 这一下孙德胜难受到了极点 要知道以前的时候唐万刚可是很少会训斥下属的 但是这一次唐万刚不仅训斥了 而且还是当着外面十多名等候汇报工作的厅长 副省长等人的面 直接雷霆怒斥的 孙德胜清楚 这次自己被训斥的事情 肯定很快就会传遍整个省委大院的 到那个时候他肯定是要颜面扫地了 然而让孙德胜更加郁闷的还在后面 就在他被唐万刚训斥的无地自容 神情沮丧的从唐万刚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 他接到了省委副书记黄玉川的电话 黄玉川声音中带着几分忧虑的说道 老孙啊 你这次事情做得有些过火了 我刚刚接到燕京市那边打来的电话 你给柳轻语打电话这件事情 已经被捅到燕京市去了 一些高层领导对于你的表态十分不满 恐怕你的仕途之路将会十分艰辛啊 老孙啊 你这次实在是太过于冒失了 听完黄玉川的话之后 孙德胜彻底郁闷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不过是想要一尸二鸟算计一下柳轻语而已 却没有想到竟然结果会变得如此出人意料 竟然被捅到了燕京市那边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 是柳轻语杜玉峰还是唐万刚 孙德胜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 已经脸色犹如死灰 神情沮丧到了极点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一个小小的举动 竟然引来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孙德胜哪里知道 就在柳轻语被设计差点丧命之后 刘飞 刘峰宇 梅月禅 柳妹烟 柳家 谢家 曹家 薛家 等诸多巨头们的目光 全都盯着天涯上 盯着陆明市 一直在寻找着那个设计 想要坑害柳轻语的人 虽然他孙德胜 这次的行动十分隐蔽 十分阴险 但是又怎能 可能隐瞒得过 那么多的巨头们呢 更何况 他孙德胜虽然高明 但不管是刘峰宇也好 刘飞也好 梅月禅也罢 他们谁会看不出来 他孙德胜这一招 一石二鸟的阴险呢 虽然暂时还没有查出来 到底是谁在背后设计 刺杀柳轻语 但是孙德胜这个时候站出来 也足以成为众人怒火 咆哮的核心了 当然了 刘飞和刘峰宇等人 出手自然不会鲁莽 更不会无敌放尸 现在孙德胜根本不知道 他本身已经坐在了火药桶上 刘秦宇在挂断了孙德胜的电话之后 沉思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 把自己引爆计划 前前后后仔细地推演了一遍 确保万无一失之后 这才拿出手机 拨通了刘晓飞的电话 小飞 我是刘秦宇 秦宇 有事吗 电话那头传来了刘晓飞 略微有些懒散的声音 得了吧刘晓飞 别跟哥们我装了 你小子的声音虽然装了懒散 但是我敢肯定 你现在忙得要死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廖志才被记者撞破好事 以及董志浩家被盗 是你带着陆昭他们一起做的吧 刘秦宇的声音中充满了肯定 刘晓飞嘿嘿一笑 嘿嘿 刘秦宇 我就知道 这事情瞒不过你的 没错 这两件事情 是我们哥几个做的 怎么 你现在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你现在应该打算 在陆明市掀起 最后一场滔天风浪吧 刘晓飞苦笑着点点头 我就知道 我的想法也瞒不过你 刘晓飞笑道 刘晓飞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真的要引爆 这场滔天风浪的话 恐怕等风浪平息之后 你将会无法再继续 在天涯省和陆明市待下去了 而且根据我们目前所调查 出来的线索显示 这场风浪一旦掀起 恐怕不仅仅是 陆明市要大地震 天涯省恐怕也不会风平浪静 而到那个时候 作为引爆所有风暴的你 未必会有什么好骨子吃啊 肯定有人会站出来 说你没有大驱观 政治素养不够等说辞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没有引爆董志豪 背道事件的原因 我们怕你为难 刘晓飞的心头顿时一暖 什么叫好兄弟 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刘晓飞可以为了自己 在废墟现场怒斥唐万刚 可以不顾生死去挖掘 废墟营救自己 在查出线索 甚至可以为自己报仇的时候 却又不会盲目行动 而是考虑到自己试图前程 考虑到自己的意愿 虽然他带着兄弟们 做了很多事情 却从来不会亲自对自己说 只是默默地做事 这才是贴心的好兄弟啊 在刘晓飞心中 刘晓飞虽然不是亲兄弟 却胜死亲兄弟 刘晓飞笑着说道 刘晓飞 彻底引爆董志豪 这面地雷吧 我已经不想再隐忍 我现在也算是看出来了 现在有一些人 看不得我在陆明市做出成绩 尤其是对于 陆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 有些人依然贼心不死 不仅寄予着 这个大项目的政绩 更寄予着这个大项目 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想要横插一脚 而我的存在 就是他们想要拿下 这个大项目的最大阻碍 所以他们为了 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不惜把我置于死地 既然都已经撕破脸皮了 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的了 如果我依然不采取反击的话 恐怕后面那些人 还会变本加厉地操作此事 我虽然想要和他们和平共处 但是我相信 他们绝对不会愿意的 因为有些人的贪欲 是永远无法被满足的 既然如此 那我也只有用 雷霆万军的手段 将他们彻底打倒在地 而且我最担心的是 陆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本身 这个项目从立项到现在 可谓是磕磕绊绊 一路走来一路风雨 几乎没有一个地方 是顺利进行的 虽然在我和沈鸿飞等人的努力下 以及省委的支持下 这个项目已经走到了 二期工程这个阶段 但是相比于一期工程 二期工程所涉及到的利益纷争更多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更加敏感 而一旦这个项目再次发生意外 要想再挽回 可就没有一期工程那么简单了 所以我无论如何 都不会允许二期工程再次出现意外 否则的话 我对不起陆明市的老百姓 对不起那么多信任我的领导和同事 更对不起为了这个项目 辛辛苦苦付出的工人们 听到此处 电话那头刘晓飞对柳清宇充满了敬意 他沉声说道 柳清宇 你这是想用用你自己的牺牲来引爆董志浩世界 并将所有寄予二期工程巨大利益的那些阴谋家们 彻底打倒在地 从而确保二期工程可以顺利进行了 柳清宇 你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却最终成全了沈无非 这个你一生之中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样做值得吗 柳清宇淡淡一笑 值得吗 当然值得 虽然沈鸿飞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竞争对手 但他也是我十分敬重的对手 他虽然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 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那就是他同样有着一颗为国为民之心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 他能够坚定地站稳立场 坚决会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坚决维护老百姓的利益 权力巅峰第1369集 我相信 只要沈鸿飞还是陆明市的市委书记 他就能够坚决地把陆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进行下去 只要这个项目最终成功了 那么最终获利的不仅仅是陆明市的老百姓 还是整个天涯省的老百姓 甚至是周边省份的老百姓 而这个大型深水港项目的建成 也将会成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 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 牺牲我柳秦宇一个成全了国家民族和人民 我柳秦宇又有何遗憾 说到此处 柳秦宇豪气甘云 字字铿锵 态度坚决 这就是他柳秦宇的态度 这就是他柳秦宇的胸襟 这就是他柳秦宇的气魄 听完柳秦宇这番话 铿锵有力的言辞 柳秦宇也感觉到身体上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在迸发着 什么叫官员 这才是官员 什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就是 在柳秦宇的身上 柳秦宇看到了一名真正华夏精英官员的典型特点 在柳秦宇的身上 柳秦宇感受到了无穷无尽的希望 柳秦宇轻轻点点头握紧拳头大声说道 好 柳秦宇 好兄弟 你不愧是我柳秦宇真正认可的好兄弟 我柳秦宇配为 敬重 我要和你做一生一世的好兄弟 也放心吧 董志浩这件事情 我会在今天彻底引爆 后面的事情 你做好准备了吗 柳秦宇点点头 脸色郑重地说道 刘晓飞 我的好兄弟 你放心吧 我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你那边引爆了 我这边会立刻跟进你 我要在离开陆明市之前 彻底为沈宏飞 清理好陆明市的那些贪官污吏和所有阻碍 哪怕是在天涯省层面 我也要为沈宏飞打好坚实的基础 我要确保我离开之后 沈宏飞可以大刀阔斧地推进陆明市的各项惠民政策 让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坚定执行中央的各项指示精神 让陆明市和天涯省的老百姓真正地享受到我们国家发展和陆明市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好 干了 刘晓飞哈哈一声大笑挂断了电话 随后刘晓飞扫了一眼身边的刘晓胖 小二黑 柳门四杰等人大声说道 兄弟们 刘清雨那边已经做好准备了 咱们开始展开行动吧 随着刘晓飞一声令下 一场声势浩大的引爆计划彻底展开了 只是此时此刻 不管是天涯省的杜玉峰 唐万刚也好 黄玉川 孙德胜也罢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一场对陆明市和天涯省产生深远影响的超级引爆计划 竟然是由刘晓飞 这个很多人都没有真正重视过的商场菜鸟所主导 陆明市市委大院 市委书记董志浩正坐在办公室内看着文件 就在这个时候 他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嘟嘟嘟嘟嘟的响了起来 他立刻接通了电话 我是董志浩 董书记你好 听说你家里丢了很多十分珍贵的东西 不知道你想不想要拿回去啊 电话里一个明显经过处理的声音充满了得意的问题 董志浩脸色一沉 家里丢东西这件事情已经困扰了很多警察 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被公之于众 他也暗中派人调查过来 却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却没有想到竟然有人给自己打电话说 要告诉自己自己所丢的东西是他拿走的 这让董志浩的神经一下子就紧崩了起来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董志浩压低了声音愤怒的问道 电话那头对方却是黑黑一笑 董书记 你也不要生气 我呢 只不过是一个独行大盗而已 当然了 这是养成 说白了吧 我就是一小偷 前段时间流窜到你们露民室来作案 没有想到我已经进入了你家 当时我看到你们家那个四面密闭 安保措施相当严密的房间之时 哎呀我真的被彻底激起了我的较量之心 我这个人吧 自认为在偷盗技术上 天下无双 没有人能够比我更强 但是你们家那个密闭房间的防盗门 我一时半会儿去打不开 哎所以啊 我就出去了一趟 又带着一些我的作案工具 挽回了你家 当然了 你们家的那个 密闭房间的保安措施虽然很好 但是呢 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的困难 所以经过足足一个小时的破解之后 我终于不留痕迹的打开了你们家的小金库 说到这里 对方似乎充满了惊叹 董叔姐 我不得不说 你们家里的小金库藏品可真是够丰富的呀 各种与翡翠珍珠玛瑙字画应有技要 最让我震惊的是 那里面的现金竟然是成堆成堆的 就那么自然的放在里面 甚至有一些已经已经发霉了 董叔姐 你家可真有钱啊 听对方说到这里 董志浩感觉到自己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跳动起来 他知道自己家里被盗了 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家里的一些经营首饰和一些好酒好烟没了不少 还有他的手机也丢了一步 而那部手机恰恰是他用来和那些商人们进行联系的手机 这也是他为什么当初丢了东西之后 立刻派人发动黑道势力大肆搜查的原因 因为那部手机里还存有一些重要的信息 虽然那些信息都是经过加密的 他相信一般人是解不开的 但是他还是不放心 而且事后他专门进入自己的密室里看了一般 没有发现丢任何东西 所以他虽然着急 却也没有特别的上心 但是现在 听到对方竟然曾经进入了自己的密室 这让他有些担心起来 因为密室里的东西才是他最为看重的 他这一辈子所赚下的所有贵重物品全都在密室里 当然了 那个密室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即便是想要使用暴力破解 除非把他的整个房子都拆了才有可能 而且即便是房子拆了 不动用大型切割机也是无法打开密室的 因为那个密室四周全都是用钢板进行特殊处理的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 这个小偷竟然破解了自己的密室密码 还进去了 否则的话他不会说出密室里有翡翠珍珠玛瑙等物品 想到此处 董志浩愤怒的低声说道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对方依然那么不羁不虚的说道 董书记 不要激动 不要生气嘛 气大伤身 你放心吧 我并没有拿走你密室里的一分钱 也没有拿走你密室里的任何一件古董 当然了我也的的确确是从密室里拿走了一个东西 那东西也不是多值钱 就是一个笔记本而已 我相信你应该会对那个笔记本很感兴趣的 董书记 你说是不是 什么 你拿走我的笔记本 董志浩文言脸色大惊失色 要知道 他的那个笔记本可是房子密室里的保险柜里面的 而且那个保险柜没有自己的指纹根本无法打开的 而且在自己丢东西之后 他专门进入密室里查看了一番 那个保险柜并没有被暴力打开的迹象 所以他也没有进去查看保险柜里面的东西是否失窃 但是这个小偷竟然说他拿走了自己的笔记本 这可是要他老命的事情 因为他的那个笔记本上可是记录了每一笔向他行贿的记录 以及每一笔他向上面行贿的记录 可以说那个笔记本是他纵横官场的保命底牌 那也是他最后的一个后手 董志浩非常清楚 在官场上混 时刻都面临着成为弃子的风险 所以他准备好这个底牌的目的就是为了自保 如果万一某一天有谁想要把自己当成弃子 那么他会让这个人后悔一辈子 当然董志浩也很清楚 这种东西平时是绝对不能见光的 所以保存的相当隐蔽 除了他自己以外 连他老婆都不知道 因为他清楚 这东西虽然是他保命的底牌 但也是他自己的致命罪证 如果这个笔记本落到了纪尾手中的话 恐怕他想要不被双规都很难 但是现在 这个小偷竟然说他拿到了那个笔记本 这让他着实心惊不已 想到此处 董志浩已经基本上相信了这个小偷的话 他咬着牙说道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你给我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小偷黑黑一笑 董书记 这你还用问吗 我当然是为了钱啊 你要知道 当我进入你家的密室里 看到那里有那么多的现金的时候 我真的眼红了 我每天都奋斗在生死线上 每天都冒着被人抓住的风险去偷盗别人的物品 但是我偷了一辈子 加在一起 也不过才偷到了百十来万而已 但是你家的密室那里 那里仅仅是现金就有八千万以上 那么多的现金啊 我看这就眼红啊 但我只有一个人 我拿不走多少钱啊 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去洞那里的现金 而是拿走了你的笔记本 我相信 这个笔记本对你来说肯定比较重要 否则的话 你不会在密室里再专门设置一个超级保险柜 来保存这个笔记本 而且保险柜里还有一个小保险柜 如此被层层保护的东西肯定价值不符 所以董书记 我拿走这个笔记本之后 为了提醒你 我来过你们家了 所以拿走了很多你家外面客厅里的很多东西 包括你的手机 事实不出我的所料 你的确发现了家里丢东西了 还派人从黑道上想要把我给查出来 不过我相信你恐怕要失望 因为我并不是你们本地人 所以你们本地的黑道势力根本查不出我的踪迹 所以 董书记 你也不要再耗费心机去调查我了 你是查不到我的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直接说出来好了 不要再绕圈子了 听到对方说完之后 董之浩已经看出来了 眼前的这个小偷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小偷 也是一个十分谨慎的小偷 这家伙很不好对付 所以他干脆直接询问对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董书记 既然你如此爽快 那我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很简单 我是小偷 我当然是为了钱 这样 我给你一个银行账户 你先往我的银行账户里打两千万 打完两千万之后 你再从密室里取三百万的现金装在一个箱子里拿给我 我要拿着钱跑路 到时候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我拿到三百万现金之后 会直接把你的小本子交给你 咱们各不相欠 你看怎么样 董之浩沉默了起来 怎么 董书记 以你上亿元的身价 难道还舍不得花费区区两千三百万元 来把你最重要的东西拿回去吗 如果你真的要是不想要这个笔记本的话 那么我会感觉到非常郁闷 郁闷之下 我只能把这个笔记本邮寄给天涯省省纪尾了 我相信 他们肯定会对这个笔记本非常感兴趣的 电话里小偷的声音中带着几分浓浓的威胁 董志浩心中盘算了一番咬着牙书道 好 钱我会打给你 不过不是人民币 而是美元 我会从国外的银行账户打给你三百万美元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再带着三百万现金去找你 好 董书记果然够爽快 那你就赶快行动吧 在看到我的银行账户里进账三百万美元之后 我会通知你见面地点的 当然 我希望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 玩什么卫星定位等把戏 否则话我保证你会后悔的 说完 对方挂断了电话 听到嘟嘟嘟嘟嘟王英之后 董志浩彻底出离愤怒了 狠狠一拍桌子 奶奶啊 竟然敢偷到老子头上来了 老子要是放过了你这只狡猾的小毛贼 老子就不是董志浩 随后 董志浩把自己秘书喊了进来 吩咐他今天自己所有的安排全部取消 自己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随即董志浩便带着自己的一只掌上电脑离开了办公室 独自一个人开车搬回家中 当然 这个家并不是他在市委大院的家 而是一座高档别墅小区里的别墅内 回到家之后 他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打开密室的房门 进去打开保险柜 拿出里面的小保险柜看了一眼 确认自己的笔记本确实丢了之后 董志浩的脸色一瞬间便苍白起来 他知道 这一次自己彻底被动了 无奈之下 他只能拿起掌上电脑 先从自己国外秘密账户上 赚了三百万美元 到小偷发送给他的银行账户上 过了一会儿 小偷打来电话 好 很好 董书记 你果然守信 三百万美元 我已经收到了 你现在立刻准备三百万现金 今天晚上六点钟 到建设大街与淮安路交口等我 我们在那里交易 看看时间 现在才是下午三点左右 董志浩坐在家里十分烦躁 只能打开电视不断的换台 打发着剩下三个多小时煎熬的时间 不过在等待的期间 董志浩也接连打出去几个电话 安排好了人手 在淮安路与建设大街交口附近做好准备 吩咐对方只要看到自己与那个小偷交易完成之后 立刻第一时间把那个小偷给控制起来 到那个时候 他不仅会让小偷把自己的钱乖乖地还给自己 还要对方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做到如今这个地位 董志浩深知如今地位的来之不易 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安全 更何况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偷 在董志浩的心中 小偷小摸这种人根本上不到台面 自己想要捏死他们 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般那么容易 晚上五点半左右 董志浩从家里出来 驾车带着装有三百万现金的拉杆箱 用了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到了建设大街和环路交叉口 他下车的时候 脖子上带着一条围巾 脸上带着口罩 眼睛上戴着墨镜 头上还戴着一个帽子 几乎将自己围了个严严实实 没有任何人能够通过他的穿着打扮 看出他的身份 就连他的这辆车也是专门安排人送到他家里门口的 下了车之后 董志浩站在交叉口处路边静静地等待了起来 心中十分的淡定 因为他可以看到在他周边不远处至少有十几个人 早已经准备就绪了 就等着那个不开眼的小偷过来钻进陷阱里了 权力巅峰 第1370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二十分钟之后 已经是六点十分了 但是对方依然没有出现 董志浩的脸色有些难看了起来 表情也显得有些焦急 时不时地拿出手表来看上你 眼神中的焦急难以掩饰 这时 董志浩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接通了电话之后立刻十分不满地问道 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我们约好了六点钟见面吗 为什么现在都六点十分了 你怎么还不出现 你难道想要耍我是不是 我真没有想到你这个堂堂的陆明市市委副书记 做事竟然如此阴险 恐怕不是我想要耍你 而是你想要阴我吧 我其实早就到了 只不过我发现你这个人做事不地道啊 竟然在这路口附近中埋伏了十几个人 这明显是想要等着交易结束之后 狠狠地阴我一把的节奏啊 董志浩 你难道认为我是那么容易被人阴死的吗 你实在是太小看我了 反正我两千万我已经有了 最后那三百万现金到底拿不拿到 我也不在意了 我看咱们之间的交易就到此为止吧 别别别 兄弟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其实我只是想让他们保护我的安全而已 并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你过来吧 我立刻让他们撤走 董志浩连忙焦急地说道 情急之下 连兄弟这个称呼都喊了出来 对方依然在沉默着 董志浩见状 连忙接着说道 我说兄弟啊 你不要生气了 我身上还带着一张两百万的现金支票 要不这样 等一会交易的时候 我把这张现金支票也交给你 你干怎么样 算是我给你赔礼道歉了 对方这次淡淡地说道 好吧 那就这样吧 不过董书记 我最后一次郑重地提醒你 千万不要再跟我玩什么花样了 否则的话 如果我要是再发现一次不对劲的时候 我会直接放弃与你的这次交易 直接将你的笔记本邮寄给省纪尾 我相信 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终生的 听到对方那浓浓的威胁 董志浩双眼之中充满了愤怒和狠辣 却又有一丝无奈 他没有想到 这个小偷竟然如此狡猾 竟然能够发现 他已经提前埋伏下了人手 他只能点头说道 好好 没问题 这样吧 这个地方我是肯定不会过来了 你直接开车顺着淮安路 一直往东走吧 我说让你停 你就停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现在距离你的位置并不远 我随时都可以看到你的一举一动 你的手机从现在开始保持通话状态 省得你再耍花招 说完 对方沉默了下来 董志浩见状 只能苦笑了一下 冲着埋伏好的那些人手摆摆手 示意他们全都离开 随后自己独自一人驾驶着汽车 一路向东行去 按照对方的指示 董志浩到了玉才街附近之后 便把车直接停在了路边 随后拎着拉杆箱横穿马路 然后一路继续向东前进 随后上了一辆出租车 到了万达广场处停了下来 很好 董志浩 算你聪明 这次没有耍什么花样 你现在可以带着拉杆箱 进入万达广场一楼大厅里了 我在大厅里等你 到时候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说完对方挂断了电话 董志浩只能拎着拉杆箱 向大厅内走去 进入大厅 董志浩四处张望 他看着从他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 都像是那个小偷 但是每一个走过去的人却都不搭理他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董志浩进入大厅 已经足足有二十多分钟了 却依然没有看到有人过来和他打招呼 期间倒是有几个搞推销的 走过来跟他搭讪 被他十分愤怒的喝斥走了 他现在心情极度焦虑 这时有人从身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董志浩立刻皱着眉头 向身后走去 发现身后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戴着一个墨镜 满脸的笑容看着他 董志浩皱着眉头说道 你干什么 年轻小伙儿笑着说道 老董啊 你到这里有二十分钟左右了吧 等着急了吧 董志浩顿时眼前一亮 从对方说出他过来的时间 他基本上已经判断出来 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物 老董啊 我的那个箱子和里面的东西 你帮我带过来了吧 说着年轻小伙儿看下了董志浩手中的箱子 董志浩文言淡淡一笑 箱子和东西我都带过来了 我的东西你带过来了吗 年轻小伙儿点点头 已经带过来了 不过我要先行验货 看看箱子里面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董志浩轻轻点点头 这没有问题 一边说着 董志浩一边打开拉杆箱一脚 露出了里面满满当当的现金 然而年轻小伙儿却是轻轻摇摇头 这样不行 你把拉杆箱全部打开 我要看看里面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我可不想被骗 董志浩眉头一皱 在这里打开看合适吗 年轻小伙儿淡淡一笑 没事 我手快 看一下就能够确认了 你松手吧 我自己来吧 董志浩只能松手 年轻小伙儿自己亲自打开拉杆箱 把盖子彻底打开 露出了里面满满一箱子的现金 周围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人 眼睛都看得直了 好家伙儿 这么多的现金 这也太有钱了 这时 小伙儿很是快速的随手一插 从里面抽出了一捆现金 仔细查看了一下 确认没有问题 笑着说道 好 没有问题 东西给你 一边说着 年轻小伙儿一边站起身来 拿出了一个小本子 递给了董志浩 董志浩刚刚接过本子 就看到年轻小伙儿似乎站立不稳 一下子就把箱子给踩翻了 所有现金全都散落了出来 见此情况 董志浩心中怒骂一声笨蛋 只能先把笔记本装进口袋 手忙脚乱地帮助年轻小伙儿 把现金重新装进箱子里 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合枪实弹的警察 突然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手中的枪口正对准了 正在收拾现金的董志浩 和小偷大声说道 你们两人谁都不许动 我们是警察 正在办案 请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请周围的围观群众们散了 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随着警察一声令下 四周围观的群众开始向外扩散 不过劝并没有离开 甚至有人拿出手机进行拍照 与此同时 现场突然出现了几名电视台的记者 开始对整个现场进行实时拍摄 同时出现的 还有两家门户网站视频频道的记者 他们也拿出摄像机 对着现场进行直播 其中一个直播记者 一边指着现场一边介绍道 各位观众们 我们今天为大家直播的是 陆明市官局现场 永勤独角大道的场面 这是一幕交易的现场 大家看到没有 那个箱子里面 可是满满一箱子的现金啊 尤其是那个和独角大道交易之人 竟然把脸蒙得密不透风 我很是好奇 到底是谁会和独角大道 在这里进行交易呢 他们交易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 此刻 很多玩微信微博的人 也纷纷通过自己的微信微博 而对现场进行独片文字直播 一时之间 在这里发生的这件事情 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股新闻飓 这次事件 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 便传遍了整个网络 董志浩看到四面八方 突然围上来的警察和现场 突然出现的那些记者 他的心中突然生起了一丝不妙的预感 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是被人给设计了 为什么会有警察出现在这里呢 为什么会有记者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还有人进行现场直播 难道有人还坑害自己不成 难道是这个小偷要害自己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董志浩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警察身后传来 董小叶 你跑不了了 我们陆明市警方整整追踪了你 一年多的时间 跑遍了全国各地 终于再次在我们陆明市 把你这个独角大盗给抓到了 请场中 你们二位立刻举起双手 否则我们就要开枪了 说话的人竟然是艾坤 陆明市公安局的局长 董志浩彻底郁闷死了 也惊呆了 这个董小叶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值得艾坤亲自出手 听到是艾坤的声音 董志浩心中那叫一个尴尬和郁闷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就为了抓捕这么一个小毛贼 艾坤这个堂堂的市官局局长 竟然亲自出面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你艾坤没事 凑什么热闹呀 不过就是一个小毛贼而已吗 至于这么心事动众吗 爷说是董志浩了 现场的很多围观群众也有些不理解了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毛贼竟然会惊动市局的局长呢 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记者在场啊 别别别 各位警官 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偷而已 你们千万可别开枪啊 我这个人一向胆小的 我先把脸上的眼镜摘下来 然后举起双手 你们可不要误伤好人哦 一边说着 小偷一边小心翼翼的摘下自己的墨镜 一边缓缓举起了双手 似乎害怕警方开枪一般 这时 一名警察用手枪指着董志浩说道 你 也把脸上的口罩 墨镜 帽子给摘下来 捂得这么严实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竟然还随身带着这么多现金 一看就是和董小义要做什么非法的勾当 董志浩文言 心中内叫一个奇异啊 不过这个时候 他自然不能把脸上的装备摘下来 否则一旦被这些记者们给曝光了 那自己可就彻底在陆明市没有面子了 甚至还会因此得来大的麻烦 想到此处 董志浩故意粗着嗓子 看向爱坤说道 爱坤同志 你过来一下 我有话要跟你说 董志浩打算把爱坤叫过来 低声地透露自己的身份 然后让爱坤想办法把自己从这些事情里给摘出去 至少不要让自己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 而且他相信 自己叫出了爱坤同志 再加上自己虽然搓着嗓子说话 但是爱坤应该也能够听出来七八分自己的声音 然而爱坤文言却冷冷一笑 上我过去 你以为你是谁呀 就你们这些犯罪分子的小伎俩 怎么能瞒得过本局长的滑眼 你是不是想要把我喊过去后 然后突然控制我 当人治 你也太小看我们警方的智商了吧 来人呢 过去两人 把这个犯罪嫌疑人脸上的东西 全都给我取下来 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多么狡猾的罪犯 敢于在我面前耍花招 说话之间爱坤大手一挥 立刻有两名警察向董志浩走了过去 董志浩听爱坤这么说 心头就是一沉 难道爱坤没有听出来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爱坤今天说话这么儿戏 这么不着调呢 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平时的爱坤啊 尤其是当董志浩 看到那两个警察已经走到自己近前的时候 他有些着急了 立刻大声喊道 爱坤同志 立刻把女人撤过去 我是老董啊 这个时候 董志浩也顾不得暴露自己的声音了 立刻大声喊出来 他相信这次爱坤肯定听得清楚了 应该可以认出自己了 然而 爱坤这个时候却是冷冷的说道 老董 哪个老董 我怎么不记得我认识一个叫老董的犯罪嫌疑人 你们认识吗 一边说着爱坤一边问 向身边的警察有的人说道 爱坤 我倒是知道一个叫老董的 是上城区的一个混混 一向喜欢捣头古董进行买卖 所以大家都叫他老董 我看此人身材倒是和老董挺像的 就在爱坤和身边人对话的时候 那两名警察已经走到董志浩的身边 一个人直接一把扭住董志浩的胳膊背到身后 让他弯下腰老实的呆着 另外一个人则摘下董志浩脸上的墨镜 帽子回巾 随后两人一左一右夹住董志浩的一个胳膊 让董志浩正面面向爱坤 这时候 现场闪光灯和快门声已经响成了一片 与此同时 摄像机自始至终都在记录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这一刻董志浩的脸色气得铁青 这一刻董志浩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堂堂一个市委副书记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如此控制着 被当成嫌疑犯一般的控制着 竟然正在和小偷进行交易 这一刻董志浩心中想得的却是 希望爱坤千万不要较破自己的身份 否则的话 他的脸可是丢大了 然而他再一次事与愿违 当董志浩正脸面对爱坤的时候 爱坤故意装出一副十分震惊的表情大声喊道 你们两人快把董书记放开 我的天哪 竟然是我们陆明市的市委常委 市委副书记董志浩同志 董副书记 你怎么化妆成这个样子 带着这么多的现金到这里来了 你怎么认识这个独角大盗董小义的呀 你们这是想要做什么 随着爱坤这一声貌似震惊的大喊 现场记者们顿时犹如吃了兴奋剂一般 照相机的快门声几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闪光灯一片片的亮起 董志浩的脸几乎被从各个角度都拍了一遍 董志浩气得用手捂住脸大声喊道 不要拍了 爱坤 立刻命令这些记者们都离开 我正在执行公务 然而 此刻爱坤却好像没有听到一般 立刻大声说道 董书记 你说啥 我没有听清楚啊 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 你到底在执行什么公务啊 董志浩自然说不清楚 他捂着脸就想要离开 然而这个时候 董小义却不干了 大声喊道 爱局长 你们陆明市公安局做事 也太不公平了吧 明明是我们两个人一起交易的 凭什么你们只抓我不抓他 他也不是什么好鸟 我跟你说啊 这个董副书记绝对是一个大贪官呢 他家里的密室里 光是现金 就足足铺了整个房间啊 最起码有八千万以上 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珠宝 手势翡翠玉器等 这家伙绝对是一个超级大贪官啊 爱局长 天地良心啊 你身为陆明市市公安局局长 总不能只抓我这么一个小偷小摸的 却连这种超级大贪官都不管不问了吧 爱局长 你总不能抓小放大吧 这样的话我可不服气啊 我可是知道的 人民警察都是为人民的 你要是把他放了的话 那你们就是官官相护 就是沆瀣一气 我不服气 听到董小义在那里竟然口不择言 啥都往外说 董志浩有些着急了 怒声呵斥道 你胡说八道 一边说着 董志浩一边气得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此刻他不仅仅是愤怒的问题了 还有一丝丝的恐怖 因为他可是清楚的 现场可是有这么多的记者呢 权力巅峰 第1371集 什么 你居然敢说我胡说八道 董志浩 你这个当官呢 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 你敢对爱局长说明白 你今天带着这么多的现金来找 我是为了什么吗 你到底要和我交易什么 你敢说吗 董志浩顿时气得用手颤抖着 指着董小义说道 还困 让他给我闭嘴 这家伙竟然到处胡说八道 竟然还敢诽谤我 董小义 我要告你诽谤 诽谤 董志浩 咱们两人都是姓董的 没错 但是我董小义 却仅仅是小搓小摸 你却是大偷大摸 爱局长 爱局长 我要向你举报 现在董志浩的口袋里面 就装着他从下面下属那里所收受贿赂 以及送给各级领导的贿赂 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只要派人去他的口袋里一搜 就能找到了 爱局长 我是无意间小头小摸 进了董志浩家的密室 从他密室里拿到那个秘密账本的 后来我找到他 为了这个账本 他已经用国外的账户 打给我了三百万美版 今天的现金 也是我们交易这个账本 最后一笔款项 爱局长 你要是一个好官的话 你就派人去把那个账本给找出来 交给省纪委去 我相信 这个大贪官一定会被省纪委绳之以法的 似乎是早就知道 自己投不过法律的惩罚 董小义也想要戴罪立功 今天他算是彻底什么都不顾了 这一下董志浩可有些作拉了 他非常清楚 面对董小义这种疯狂之人 他还真没有什么办法 尤其是当他的目光看向爱坤的时候 发现爱坤正在看向自己的口袋 这个时候 董志浩才突然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爱坤可不是自己的人啊 而是柳清雨的人 爱坤可能放过自己口袋里的账本吗 这可是整导自己的大好机会啊 想到此处 董志浩知道 现在自己必须要下定决心 回去这个账本了 虽然那样做会很冒险 但是一旦账本被爱坤搜查出来交给省纪委 那个时候不仅要自己完蛋 会有一大批人跟着倒霉的 想到此处 趁着爱坤还没有做出决定之前 董志浩飞快地取出账目 三把两把就把它给撕成了好几份 然后毫不犹豫地把整个账本 直接吞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现场众人一片哗然 谁也没有想到 董志浩竟然将那个账本 吞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难道董小艺说的是真的 难道这个董志浩真的是一个贪官不成 现场摄像机一直在对着董志浩拍摄 在董志浩吞厌账本的时候 现场的记者们在飞快地按动着快门拍摄的照片 吃完账本之后 董志浩知道 自己的仕途之路 恐怕从现在开始要彻底完蛋了 董志浩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自己竟然会毁在这么一个小偷的手里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小偷为了戴罪立功 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把这个事情说 董志浩哪里知道 现在的小偷们也不傻呀 他们很多人也是经常上网看新闻的 他们可是清楚的记者 曾经有一个女小偷偷偷地进了某一个厅官的家里 发现了很多贵重物品 后来被抓住之后 想要戴罪立功 举报了此人 结果下场却是相当凄惨 现在 眼看着现场有这么多记者和围观的群众 还不尽快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争取戴罪立功的机会 难道还要等着万一被抓起来之后 被彻底下达封口令 什么都得不到吗 要知道 董志浩的级别可不低呀 权力可是非常之大呀 董小艺拼了 董志浩郁闷了 此刻 董志浩恨不得杀死董小艺的心都有了 旁边 现场的记者们和围观的群众们 看到董志浩竟然把账目吞吃了之后 全都大吃一惊 同时也有很多充满的愤慨 一边指责着董志浩无耻 一边指责着艾坤他们办事不利 此刻 艾坤已有些气愤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董志浩竟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推验证物 这说明这份证物实在是太重要了 但是现在 东西都已经被董志浩给推验下去了 他是彻底没有脾气了 他已经后悔了 他刚才为什么要让那两名警察松开控制着董志浩的胳膊呢 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他想要后悔已经晚了 艾坤双眼愤怒地看向董志浩 咬着牙 说道 董副书记 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账本给吃了 董志浩淡淡一笑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有些饿了 很无赖 很无耻的一句话 却充分地将他毫无顾忌的心情表达了出来 事情到了这个阶段 大家只能各凭本事去拼了 董志浩相信 只要没了那个账本 没有人能把自己怎么样 就算是省纪委真的抄了自己的家 他相信也肯定有人会帮助自己运作的 肯定会把自己给救出去的 因为随着账本知识被媒体公开 他相信 不管是那些给自己送过礼的人也好 被自己送过礼的人也好 肯定会想办法保住自己 否则的话 自己如果把知道的事都说出来 谁也别想好过 这是董志浩认为他能够获得的最好的结局了 只要自己不死 只要自己不交代出自己在国外的银行账户 哪怕是自己被关个十年二十年的 自己出来之后 照样可以逍遥快活 而且他相信 哪怕是自己真的被判个一二十年的 恐怕自己真的在里面做到的时间 不会超过三五年 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想办法把自己给捞出去的 然而 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就在董志浩得意洋洋地认为自己做了一件果断的事情之时 就在爱坤在那里后悔不已的时候 旁边的董小艺突然哈哈地大笑起来 董志浩啊 你没事干 干嘛要把我的账本给吞下去啊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我刚才给你的那个账本并不是你原来的那个账本 而是我在市场上买的一本和你的账本一模一样的账本 里面的那些账目也全都是我这几天记账用的 你的那个账本现在还在我的口袋里呢 真是不好意思啊 刚才让我给弄岔了 爱董志浩 真是非常对不起 你那个账本白痴了 哦也不能算是白痴 你刚才不是饿了吗 正好管饱了 一边说着 董小艺一边看向爱坤说道 哎局长 董志浩的那个账本 现在就在我的口袋里 麻烦你拿出来转交给省纪委 我董小艺虽然是一个小偷 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董志浩这种贪官 麻烦你 请省纪委去董志浩 在夏城区碧水别墅小区 12号别墅2楼211房间旁边的房间 去提取赃物 那里的东西至少价值上亿元 希望爱局长能够看在我举报董志浩的份上 能够对我从轻处理 董志浩说完 董志浩气得眼睛瞪得大大的 眼神中闪烁着怨毒和愤恨之色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董小艺不知道被董志浩杀死多少次了 董志浩气得快要吐血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董小艺竟然在之前玩了一张偷梁换柱 而那个时候 由于爱坤等警方人员出现的太过于及时 以至于他根本来不及查看账本的真伪 就匆匆装进口袋中 结果之前因为害怕账本被发现 又玩了一首吞吃的好戏 如今董小艺却告诉他账本是假的 这让他彻底被气晕了 不过此时此刻 董志浩也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太对头 今天的交易这么隐蔽 董小艺怎么可能会被警方发现呢 警方为什么出现的那么及时呢 为什么这么一件小事就劳动爱坤亲自出面呢 会不会整个事情都是一个针对自己的陷阱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布置这个局的人可就太阴险很多了 这明显是想要把自己往死里整的节奏啊 爱坤却并不知道董志浩的想法 他已经亲自走到董小艺的身边 伸手从董小艺的口袋中摸出了一本 和刚才董志浩拿出来的账本一模一样的账本 打开之后 只是随便翻看了两三页 便惊得脸色大变 立刻冲着手下大声喊道 现在立刻把这两人带上警车回警局 务必要确保他们两人的安全 你们两个人跟着我去省委 我要直接向省委唐书记和刘书记 汇报此事 一边说着 爱坤一边飞快地上了一辆警车 警车向着省委方向急驰而去 车上 爱坤首先拿出电话 打给了老领导 刘卿宇 把这边发生的事情 向刘卿宇汇报了一遍 刘卿宇文言立刻说道 好 你立刻去省委唐书记那里 我这就向唐书记 杜省长 刘书记 沈书记 进行汇报此事 随后 刘卿宇接连打出去了四个电话 分别打给省委书记唐万刚 省长杜玉峰 省纪委书记 刘建伟 以及陆明市市委书记 沈红飞 打完电话之后 刘卿宇的嘴角上 露出一丝淡淡的冷笑 坐在轮椅上 望着医院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刘卿宇淡淡的说道 孙子们 清算从董志号开始 但也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 想要我领卿宇的性命 那我就让你们全部为我来买单 为你们的卑鄙无耻行为买单 鹿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 你们给我设置屏障 我可以赢人 你们处处刁难我 我可以赢人 为了这个项目 能够顺利实施 为了让陆明舍和天涯舍的老百姓 享受到这个项目所带来的好处 我甚至可以做出退让 甚至政绩我都可以不要 但是 你们却采取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 想要通过暗杀我 来达到阻止 或者巧取豪夺这个项目的目的 我无法容忍 既然你们如此不顾全大局 那就让我柳轻宇通过 以此最为雷霆的行动 来和你们同归于尽吧 我知道 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我柳轻宇的仕途之路 肯定会受到挫折 但是我无怨无悔 因为我相信 我牺牲 会为陆明舍留下一个安全 放心的发展环境 我要的只是这个项目 能够顺顺利利的进行下去 是无非 今后 陆明舍就看你们了 希望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一边喃喃自语着 刘轻宇一边轻轻的仰面 靠在温宇上 沉默了起来 他的心情十分的复杂 刘轻宇清楚 随着董志浩的事件引爆 随着那个账本被送到省委领导面前 陆明舍和天涯省的大地震即将展开 省委大院已经飞躺了 很多人已经通过网络视频直播 或者是网络新闻 微信朋友圈等各种社交媒体 得知了董志浩 已经被陆明舍市公安局控制起来的消息 同时也得知了发生在万达广场大厅内的 那一幕幕精彩的好戏 尤其是当董志浩当场撕开吞吃账本的视频 被曝光之后 所有人全都震惊了 但是让他们更加震惊的是 董小艺玩出的那一手偷梁换柱 彻底将董志浩玩残了 省委书记办公室内 唐万刚听完柳清宇的汇报之后 已经气得脸色铁青 狠狠地拍了桌子 立刻通知秘书把省长杜玉峰 纪委书记刘建伟以及沈鸿飞给喊了过来 其实不用秘书去喊 他们三人已经在赶往 唐万刚办公室的路上了 毕竟陆明氏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清楚了 唐万刚肯定会喊他们过去的 最关键的是 艾坤正在赶往省委大院的路上 艾坤的手中还拿着账本 此时此刻 陆明氏表面看似平静 实则已经暗流汹涌起来 一方面 艾坤在前往省委的路上 就已经派出了大量的警力 前往董志浩的秘密别墅周围 将整个别墅彻底控制了起来 另外一方面 孙德胜在得知了董志浩 已经被市公安局那边带走 并且艾坤正在带着帐门 赶往省委大院的时候 当时就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他彻底着急了 因为他是非常清楚的 董志浩给他送的礼是相当之多的 如果那个账本真的落在唐万刚的手中 那么他这个副省长的位置恐怕保不住了 孙德胜决定要出狠手了 他必须要放手一搏了 艾坤乘坐着警车一路几尺 当警车来到一个偏僻街道的时候 车门飞快地打开 一个头上戴着口罩和墨镜的男人 从车上飞快走了下来 警车飞快离去 整个动作用时不超过15秒 车上男人下车之后 立刻打开路边早就停在那里的一辆电动车 向着与警车相反的方向驶去 警车依然沿着原来的路线 向着省委大院急驰而去 天涯省省委大院共有两个大门 一个是南门 一个是东门 此刻在这两个门口四周 停着四辆重型卡车 一般情况下 这种重型卡车是不让进入主城区道路的 然而这几辆卡车却偏偏进入了主城区道路 四名司机正坐在卡车里无聊 却又紧张地默默地等待着 他们的耳朵上全都带着无限耳脉 就在这个时候 四个司机耳脉里同时传了声音 做好准备 目标即将在南门出现 随着一声令下 司机立刻启动了重型卡车 尤其是在南门两侧的重型卡车司机 目光更是紧紧地盯着各自的车道 一辆警车急驰而来 向着南门口的方向驶去 这时两辆重型卡车 一个向东 一个向西同时启动 拦腰撞向了那辆警车 而且这两辆重型卡车的启动 时机十分准确 正是警察从南边车道拐弯 要驶入位于北侧的省委大院南门口之时 如此一来 即便是这辆警察躲过了 对面逆向行驶过来的重型卡车 也躲不过另外一侧车道 顺向驶来的重型卡车 可以说 如果没有任何防备的话 这是一个必杀局 因为谁都不会想到 这两辆重型卡车竟然抱有 同样一种目的 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这辆警车似乎早有防备 就在对面重型卡车 飞快撞击过来的时候 这辆警车突然一个飘移转弯 原本是九十度角 想要横向进入省委大院南门的警车 突然变成了投西尾东的顺位 正好卡在南北两条车道的中间位置 南侧车道的重型卡车 几乎是擦着警车的边缘轰隆隆的 急驰而过 此刻 南侧这条车道的很多汽车 看到这辆逆向行驶的重型卡车 纷纷绕路 被这么重量级的大家伙给撞上一下 啥车也受不起 全力巅峰 第1372集 此刻 原本处于北侧顺向行驶的重型卡车 是想要拦腰撞击警车的 不过看到那辆警车竟然停在路中间 卡车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转弯向着警车撞击了过去 然而就在此刻 那辆警车突然猛的向后飞快倒退 躲过了这辆重型卡车的致命一状 大卡车见状 没有丝毫停留 直接逆向向前驶去 同时 警车停下 车上飞快下来三名警察 一边打电话联系布控 同时那辆警车也开始小心翼地 跟在前面那辆重型卡车的后面 同时响起了警笔之声 同时通过扩音器大声喊道 前面的车停下 前面的车靠边停下 一时之间 围绕着两辆重型卡车 路名市警方与两辆卡车司机 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此刻 谁也没有注意到 就在两辆卡车刚刚离开之后不久 一辆电动车来到了省委大院南门前 不过 这电动车刚到大门口 就被两名知情武警给拦了下来 车上之人下了电动车 拿出自己的证件 武警看完之后 立刻让对方走了进去 此人正是市公安局局长爱坤 爱坤进入省委大院之后 这才常常地出了一口气 快速向着省委办公大楼走了过去 这时 办公室内 孙德胜的手机响了 他接通了电话 领导 事情有些麻烦了 孙德胜的心头一震 怎么回事 我们的人想要撞击爱坤乘坐的那辆警车 但是没有得手 对方似乎早有准备 而且爱坤也不在那个警车上 我刚刚接到汇报 说是爱坤已经进入省委大院了 对话说话的时候 声音明显充满了担忧 哦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之后 孙德胜双眼中寒芒一闪咬着牙说道 好一个爱坤 看来 你小子还真是够狡猾的 似乎算准了有人要对付你啊 不过你纵容再狡猾 我又怎么可能让你得逞 想要拿着笔记本去见唐万刚 门都没有 老子我早就给你准备了第二道防线 爱坤在省委大院内快速地奔跑着 向着省委办公大楼的方向跑去 他非常清楚 越是这个时候 他越是不能出现一点意外 越是早点见到省委唐书记 他就越安全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在省委大院内 弯腰打扫垃圾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突然挺直了腰杆 快步向着爱坤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 他的手中出现一把荧光闪闪的匕首 一股股杀气 在此人的脸上涌现出来 与此同时 距离爱坤前面不远处的另外一名二十多岁的卫生人员也抬起头来 一把扔掉了手中的扫码 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匕首快速地向着爱坤跑来的方向 赢了过去 两人一前一后 将爱坤夹在了当中 看样子是想要将爱坤给包饺子了 爱坤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那个人 但是看到了前面的那个人见此情况 他大吃一惊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竟然有人在省委大院里还安排了人员来拦截自己 真是胆大包天 胆大妄为 无法无天啊 此刻 爱坤由于前面的一段奔跑 体力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 再加上前面有人阻挡 无奈之下 他只能向右侧空地跑去 此刻 他身后 两人一左一右 向着爱坤的方向追击 而且紧追不舍 突然 爱坤脚下一个没注意 踩到了一块小石子上 脚下一滑 身体便向着前面扑倒 见此情况 两名卫生人员眼中大喜快速地冲了过 距离爱坤只有一步之遥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高大的身影突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 那两名卫生人员身前同时出手 将两人打倒在地 直接控制起来 这时四周巡逻的 武警也飞快地赶了过来 迅速将这两名卫生人员 碰住 爱坤这才稍微有些狼狈地爬起身来 这个跟头摔得比较狠 他的手掌和手臂都已经擦破流血了 脸部也有些轻微的擦伤 这时爱坤才看到面前的三人 这三人他从柳青宇那边见过 知道是柳青宇的人 冲着三人微笑着点点头 便不顾伤势 简单地跟巡逻武警交代了两句之后 便快速向着省委大楼的方向跑去 在他身后 有两名武警默默地跟随着 一直护送着爱坤 进入唐书记的办公室 这才返回 当爱坤满脸鲜血地 进入唐万刚的办公室之后 他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知道 自己现在算是彻底安全了 不过此刻他才注意到 唐万刚办公室内 省长杜玉峰 省纪委书记刘建伟 以及省委常委 陆明市市委书记 沈鸿飞 全都在场 众人看到爱坤这种满脸鲜血的样子 也全都大失一心了 要知道 爱坤可是陆明市的公安局局长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爱坤 怎么回事 沈鸿飞问道 爱坤伸出衣袖 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和鲜血 苦笑着说道 哎 进入省委大院之后 被两个乔装成环卫人员的人 拦路截杀 摔了一个跟头 不过没事 都是皮外伤 一边说着 爱坤一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时 杜玉峰直接打电话 通知省委大院的住点医务人员 过来为爱坤进行治疗 打完电话之后 杜玉峰这才问道 笔记本搭过来了没有 爱坤轻轻摇头说道 没有 没有 这一下 唐万刚的脸上都露出了震惊和不满之色 爱坤连忙解释道 路线长 各位领导 是这样的 我知道这个笔记本关系重大 而且当时有那么多的媒体记者在场 笔记本在我手中的消息肯定会传播出去的 弄不好就会有人半路截杀 所以我在半路上就从警车上下来 上了早就准备好的一辆电动车 然后到了一个僻近几落之后 又把帐门交给了早就等候在那里的领事场 然后我又继续向神尾这边赶了过来 目的就是瞒天过海 以防止对方想办法将帐门给抢走 听到爱坤解释完之后 现场这四位大佬再次看向爱坤的时候 眼神之中已经闪烁着欣赏和钦佩 此刻他们都看出来了 爱坤这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充当诱饵啊 尤其是当大家看到此刻爱坤那满脸鲜血 胳膊和手掌上也到处都是鲜血的样子 心中对爱坤更加敬重了 什么是好警察 这就是 什么是顾全大局 这就是 什么是无故生死 这就是 爱坤为了能够让账本 能够顺利的送到省委 送到省委书记唐万刚的桌面上 不顾生死 冲破层层阻碍 终于赶了过来 这才是一条真正的汗子 这才是一个真正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官员和警察 这时 两名医护人员敲门走了进来 唐万刚站起身来 走到了爱坤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爱坤 很好 你是我看过的最有魄力和心胸的警察 你先跟着医护人员去卫生所去治疗吧 今天你暂时先不要回去了 就住在后面的省委招待所里面 我安排人24小时保护你 直到这件事情结束 爱坤听到唐万刚的这番话 轻轻地点点头 没有丝毫犹豫 便跟着医护人员离开了 爱坤是个聪明的人 他清楚账本交到柳市长手中 他就彻底放心了 而省委层次的事情 他也插不上手 而且此刻所有人都知道 账本在他的手中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有很多人想要他的这条小命 所以这个时候 留在省委招待所是最佳的选择 爱坤离开之后 杜玉峰打通了柳清宇的电话 柳清宇 爱坤说账本在你的手上 柳清宇点点头 杜省长 账本确实在我的手上 我这边已经进入省委大院了 再过几分钟就到唐书局那里了 嗯 你过来吧 我们都在这里 路上要注意安全 杜玉峰沉声说道 柳清宇淡淡一笑 杜省长 您放心吧 这次我可不是一个人过来的 说话的时候 柳清宇多少有些无奈 这次柳清宇的老妈 柳媚嫣太担心柳清宇的安全了 直接从柳家派出了 12名高手组成的专业安保人员 随时贴身保护他的安全 当然了 进入省委大院的时候 这些安保人员从12人减少到了5个 一个负责帮助柳清宇推轮椅 两位四人则前前后后将柳清宇围了个严严实实 甚至这四人随时都做好了挡子弹的准备 对柳清宇的保护可谓提高到了相当的级别 作为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男人 柳清宇虽然很不习惯这样 不过他也清楚这是老妈的一片心意 所以他也没有拒绝 因为他也清楚 虽然平时自己纵横天下 征战沙场无所畏惧 但是此刻的自己却只能坐在轮椅上养伤 双腿不能动弹 这个时候的确是自己最为脆弱的时候 再加上他也接到了爱坤的电话 得知他在省委大院里被袭击的消息 所以有这五个人跟着他他也挺放心的 对于这五个人柳清宇也并不陌生 他们都是柳家收养的孤儿 这些人的年纪和柳清宇差不多 从小的时候也跟着柳清宇一起玩过 所以对于这五个人对于柳家 对于柳清宇的忠心柳清宇从来不担心 当柳清宇在五人的保护下进入办公大楼 这五个人一直紧紧绷着的神经 这才放松下 全都站在唐万刚办公室外面默默地等待着 柳清宇自己开着电动轮椅 进了唐万刚的办公室内 看到柳清宇双腿打着石膏 出现在办公室内的时候 不管是唐万刚也好 杜玉峰也罢 刘建伟也好 沈洪飞也罢 大家的脸上全都露出了愧疚之色 唐万刚主动走上前来 伸手握住柳清宇的手说道 柳清宇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 那次烂尾楼爆炸事件 省力一定会调查出结果来 给你一个交代的 柳清宇微微一笑 唐书记 我没有什么可委屈的 我相信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官员 在那种情况下 肯定是要去救治那些孩童的 唐万刚轻轻点点头 看向柳清宇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欣赏 如果说他以前对于柳清宇的人品 和德行的认识 也仅仅是建立在杜玉峰 对柳清宇的欣赏之上的话 甚至还是有着几分怀疑 但是经过那次烂尾楼爆炸事件 唐万刚深深地意识到 杜玉峰为什么会如此欣赏 面前这个坐在轮椅上 却依然笑容灿烂的男人了 就凭刚才他那句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官员 就足以让唐万刚 窥见柳清宇人生性调的全貌 良知两字 看似轻描淡写 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 却又谈何容易 很多官员别说是良知了 就连正常的工作都会推三阻四 敷衍色泽 一旦牵连到利益关系的时候 就会左顾右盼 左摇右摆 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 是否会受到损害 是否会牵扯到同僚的意义 是否会为自己树立政敌 总之就是一句话 没有好处 没有利益的事情不做 得罪人的事情不做 要承担责任的事情不做 这时杜玉峰笑着说道 清宇 账本带来了吗 柳清宇笑着从怀中拿出账本 轻轻地放在茶几上 杜玉峰拿起账本 递给了唐万刚 唐万刚接过账本 一页一页地仔细翻看着 等他翻完这个账本之后 脸色阴沉着递给了杜玉峰 杜玉峰看完之后脸色同样阴沉 随后又递给了刘建伟 刘建伟看完之后递给了沈洪飞 这时柳清宇笑着说道 各位领导 你们先看着 我就先回去养生了 唐万刚轻轻点点头 好 柳清宇啊 你要多注意休息 不要太累了 柳清宇笑着点点头 操控着电动轮椅 转身离去 唐万刚 杜玉峰等人 亲自把柳清宇送到了办公室外 等到柳清宇的背影消失在走廊之后 几人返回办公室内 关上了房门之后 唐万刚脸色阴沉地说道 对于这个账本上所记录的事情 你们怎么看 刘建伟脸色阴沉着说道 唐书记 我记得在看视频直播的时候 那个小偷董小义曾经说过 说是董志浩的家中密室里 藏有大量的现金和古玩字画等物品 再加上这份账本 我认为 我们纪委部门 应该首先从董志浩的家里入手 对董志浩展开调查 如果董志浩的问题落实了 我们再顺藤摸瓜 对这账本上所记录的人员 一一展开调查 当然了 我们省纪委 只能调查我们省纪委 职权范围之内的那些官员 对于省里的那些涉案人员 我们必须要上报到中纪委 请中纪委出面进行核查 唐万刚没有表态 看向杜玉峰和沈胡飞说道 你们两位的意思呢 杜玉峰轻轻点点头 我同意刘建伟同志的意见 沈胡飞没有丝毫犹豫 我也同意 唐万刚直接站起身来 脸色沉重地说道 好 既然你们都同意 那这件事情 我这就向中央进行汇报此事 说完 唐万刚拿出手机 直接拨通了电话 一番通话过后 唐万刚大手一挥 好 刘建伟同志 你们省纪委立刻展开行动吧 中纪委那边很快就会下来人了 上面的意思十分明确 所有涉案人员一查到底 绝不姑息 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威严 省纪委的行动 是非常迅速而高效 散会之后不到二十分钟 省纪委第一副书记王少明 便亲自带队 赶到了董志浩的私家别墅内 由于被警方控制住 并转交省纪委之后 董志浩什么都不肯承认 更不承认家里别墅内 藏有任何物品 所以无奈之下 那位小偷董小义 被省纪委的人带了过来 在董小义的帮助下 省纪委的工作人员 打开了董志浩 私家别墅的密室 并从里面查出了 大量的现金古董字画 北翠玛瑙等珠宝 保守估计 价值至少上亿元 如此一来 原本还算处于 暂时被控制状态的董志浩 没有任何悬念 直接被省纪委宣布双规了 当看到双规文件 放在面前的时候 龙志浩的脸色 显得苍白无比 双手都是颤巍巍的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么多年来的 小心谨慎 哪怕是贪污受贿 也从来不亲自出面 更从来不接受银行转账 但是最终 却依然被省纪委给查了出来 权力巅峰 第1373集 而且最让他窝火的是 他竟然并不是败给省纪委的 因为省纪委自始至终 都没有查出 他贪污受贿的线索 他是败给了一个小偷 董小义 这让他输得相当不甘心 凭什么呀 他不过是一个小偷而已啊 根本上不了档次 但是自己竟然 接二连三地 被这个小偷给算计了 不过 董志浩虽然被双规了 但是在被双规期间 他只是承认了 自己收受贿赂的罪行 对于自己行贿的事情 坚决不肯吐口 哪怕是省纪委的工作人员 把他的那个小账本 都摆在他的面前了 就连笔记 鉴定报告 都放在桌面上了 他依然不肯承认 那个账本是他自己的 对于账本上所记录的 他的行贿记录 更是坚决不肯承认 如此一来 针对更高层次人员的调查 也暂时陷入了停滞状态 要知道 要知道 由于这个账本上所涉及到的 天涯省层面的官员位置 十分显赫 如果拿不到董志浩明确的证词 要想直接对那些人展开明确调查 是肯定不行 因为纪委方面做事 也是要讲究证据的 夜幕深处 整个天涯省夜空一片黑暗 一个私人会所内 孙德胜与一个戴着墨镜 口罩帽子的人 面对面的坐在茶几旁 茶水已经凉了 但是两人却谁都没有喝的意思 屋子里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孙德胜惨笑着问道 我听说中纪委的人 已经到了我们天涯省了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 恐怕董志浩的那个小本子 也到了他们的手中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 咬着牙说道 光有那个小本子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董志浩不开口 把我们给咬出来 就算是上面怀疑我们 也不可能轻易动我们的 只要我们在这段时间内 好好地将屁股擦干净 应该没有什么大事 孙德胜脸色一变 你的意思是让 董志浩消失 没错 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全的 墨镜男人声音阴冷地说道 可是 毕竟董志浩搁了我们多年 而且万一他要是 还有别的后手 岂不是会很麻烦 孙德胜照着眉头说道 有什么可麻烦呢 把董志浩关系比较近的人 全部排场一遍 重点监控 发现谁有问题就直接 嗯 说到这里 墨镜男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言语间那阴冷的声音 却显露出了他的本意 孙德胜感觉到 后几位有些挖凉 说实在的他并不想走那一步 因为一旦走到这一步 他就再也没有任何退路了 你还在犹豫吗 是的 据我得到的消息 董志浩到现在为止 依然没有向省纪委吐露任何信息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他下手 你这是不仁之人 他现在不吐露信息 我代表今后不会吐露 那是省纪委还没有找准他的软肋 任何人都是有软肋的 只要省纪委找对了方向 董志浩早晚都会开口的 混在官场上 随时都要有成为弃子的觉悟 对于我们来说 死道友 不死平道 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墨镜男说话的时候 语气森然 态度坚决至极 孙德胜 见此情形只能苦笑着点点头 好吧 看来也只能如此 才能保全我们自己了 唉 说实在的 我真的不想这么做 毕竟以我们现在的身份 做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对不起自己组织 对我们多年的培养 对不起人民对我们的信任 像当初我刚刚进入官场的时候 我也想着为老百姓 多做一些好事和实事的呀 其实 你平时不也是做了很多事情吗 可问题是 你做的事情再多 一旦涉及到腐败问题 依然是触犯了法律 而对我们官员来说 手中有权 谁不需要获得利益呢 而一旦在权力 利益和理想面前进行权衡的时候 谁又能够经受得住利益的诱惑呢 墨镜男叹息一声 声音中充满了无奈和苍凉 唉 现在我真的很佩服柳青 于这个小家伙 他既然能够抵制住任何的诱惑 其心智之间 确实 悲伤人可必呀 最让我佩服的是 他竟然敢在烂尾楼事件中 冲到第一线去救人 这种魄力 不是一般人能够举报的 孙德胜叹息一声说道 这一刻墨镜男沉默了 对于孙德胜所说的话 他也比较认可 过了两久 墨镜男才苦笑一声说道 如果世间多一些像柳青语这样的官员 或许我们这样的人 将会越来越少吧 两人再次沉默了下来 房间内的气氛一时之间显得十分沉寂 谁没有年轻时热血沸腾呢 谁没有年轻时的理想抱负呢 但是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是骨干的 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 很多人进来 有的人被染成了一身黑色 有的人被染成了一身红色 有的人被染成了一身黄色 而真正能够一尘不染 始终保持着一颗初心的人 却是很少很少 这里很少有人能够上来 即便是上来 一般人也进不来 这里没有任何标志 大门内走廊两侧 所有的房门全都是关着的 走廊上没有一个人 即便是有人进来了 也看不出任何线索 这里是天涯省省纪委的 一个特别办事处 此刻在其中的一个房间内 省纪委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董志浩进行问话 省纪委副书记王少明 就坐在一旁 默默地等待着观察着 董志浩 难道你还不肯交代吗 你认为就凭在你家里搜查出来的那么多现金和财物 你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不可能的 我知道 你肯定是在等待着有人可以捞你出去 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做白日梦了 就你限制的罪行 谁敢捞你出去 就算是你手中掌握着他们的把柄 他们也不敢捞你的 谁捞你 谁搭进来 问话的是省纪委的一名处长 听完这位处长的话之后 董志浩充满亲密的一笑 根本就没有把他说的话放在眼中 只是淡淡地说道 好了 杜统长 你就不要再浪费口舌了 我是陆明市市委副书记 以前也干过一段时间的纪委 对于你们在这套公心为上的把戏 熟悉得再不能熟悉了 你们用来对付那些菜鸟还有用 对付我一点用都没有用 我看你还是省省吧 说着 董志浩看了看墙壁上的挂钟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杜统长 王副书记 我有些饿了 你们看是不是给我整点夜宵呢 好歹我也是副厅级干部吧 提这么一点要气不过分吧 杜统长看向王少明 王少明淡淡一笑 董志浩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最新楼的烤鸭 另外鸭架要做成鸭鸡汤 再来一份金酱肉丝 一份西清百合 一盘老醋花生 凑合着就这么多吧 王副书记 我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如果你们经费困难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钱 董志浩淡淡地说道 好小杜 你直接给最新楼打电话 让他们送到楼下 到时候你亲自下去去拿饭菜 王少明说道 好的 说完 杜统长亲自给最新楼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们送外卖的地址 并点了菜 打完电话之后 杜统长还想再做一做董志浩的工作 不过这个时候 董志浩已经闭嘴 什么都不肯说了 杜统长无奈 只能暂时掩齐息鼓了 这时 王少明感觉肚子咕噜噜地叫了起来 杜统长的肚子似乎也受到了传染 同时咕噜噜地叫了起来 他们为了能够尽快让董志浩开口 自从双规了董志浩之后 还一直没有吃过一口东西呢 这是一个人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左手手中拎着一个大塑料袋 右手手中拎着一个暖壶 放下东西之后此人苦笑着疏导 王书记 这附近就那么一家小卖铺 东西不多 只有一些泡面香肠和榨菜 您看咱们是凑合凑呢 还是喊外卖 王少明苦笑了一下说 算了吧 咱们这两天的经费 都花在董志浩的身上了 咱们今天就随便凑合凑合吧 明天换班的时候 我请你们出去吃大餐 好嘞 那我们就先谢谢王书记了 一边说着 来人一边笑呵呵地拿出三包泡面 同时还拿出六根香肠 三个卤蛋 撕开包装 全都放进了泡面碗里 倒上水之后 默默地等待了起来 过了几分钟之后 泡面好了 三位纪委工作人员 随随便便吃了一碗泡面之后 就算搞定了他们今天晚上的晚饭 过了一会儿 都处长的电话响了 送外卖的到了 让他们出去拿 都处长起身下楼 接过最新楼的外卖 回来后 把东西全都摆在了 董志浩面前的桌上 顿时 房间那一股香喷喷的烤鸭香味 以及烤架汤的味道 便弥漫了整个房间 这让刚刚吃完一桶泡面的几个人 同时使劲地吸了吸鼻子 董志浩也不客气 自顾自地打开包装 拿起筷子正想吃东西 这时 王少明突然说道 董志浩 你等一下再吃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了 听王少明这么一说 董志浩顿时一愣 有些不解地看向王少明 这时 为什么用手指着面前监控器里 正在回放的杜处长 去接外卖时的那个外卖人员说道 你们看啊 这个送外卖的 虽然是骑着送外卖的车子 但明显 他的衣服不太合身 显得有些太大了 你们看他的上衣 穿在他的身上 骑着电动车的时候 手都被袖子给遮住了 如果他要是天天 穿着这样的衣服去送外卖 那得多麻烦呢 听王少明这么一说 众人的目光 全都落在了回放的录像上 王少明就接着说 你们再看此人的裤子 这明显是西裤 虽然和送外卖人员 穿的黑色裤子颜色差不多 但是款式完全不一样 据我所知 最先龙送外卖的人员 可都是统一服装的 尤其是鞋子 你们看 此人穿的是黑色皮鞋 而最新楼送外卖的人员 穿的都是黑色的旅游鞋 这人绝对不是送外卖的 杜处长仔细回想了一下 当时接外卖时候的细节 突然说到 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把钱递给他的时候 他连看都没有看 便揣进兜里了 要知道 我给他的钱 可是有灵有整的 一般送外卖的人员在收钱的时候肯定要仔细数一遍的 但是此人却连数都没有数 就放进兜里了 这说明 他对于这钱 根本就没有在意 但一个真正送外卖的 最担心的就是在钱上少收了 否则的话 他们要自己往里面贴钱的 而且此人皮肤白皙 根本就不像是风餐露宿的送外卖人员 王少明眉头一皱 小陈 你去隔壁房间 拿几只小白鼠过来 我怀疑这外卖有问题 此时此刻 董之浩的脸色 也有些阴沉的情 监控器就放在这个房间内 他自然也可以看到所有的细节 过了一会儿 小陈手中拎着三只小白鼠走得进来 他先是取了一片鸭肉 又给一只小白鼠 那只小白鼠吃了没有任何问题 这一下 董之浩常常的出了一口气 其他人也全都松了一口气 这应该是一场虚惊 随后 小陈又分别加了其他两种菜 给小白鼠吃 小白鼠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最后 小陈把鸭架汤给小白鼠喝了之后 那只小白鼠当即蹊跷流血 躺躺在地 时间之短 让现场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哀 这鸭架汤也毒 众人的脸色顿时阴沉了起来 立刻对小陈说道 小陈 你立刻去通知市公安局 让他们立刻通过城市视频监控系统 全城布局 抓捕这个伪装的送外卖小贩 小陈立刻出去打电话联系去了 这时王少明又看向董志浩问道 董志浩 你是不是平时每次吃最先楼的烤鸭 都必须要喝汤 董志浩使劲地点点头 对 每次我都要喝的 因为我认为最先楼的鸭架汤 是最好喝的 比鸭肉都要好吃 我去那里喝汤是最主要的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不过知道我这个习惯的人 并不是很多 王少明顶顶头 这就对了 除了比较了解你的人 别人是不可能知道你的这个习惯的 但是这个伪装的送外卖之人 却明显了解你的习惯 否则的话 他完全有机会在饭菜等物品里面下毒 但是他却没有 却只是在鸭架汤里面下毒了 这说明他肯定知道你肯定是要喝那鸭架汤的 这到底是谁下的毒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到底是什么人想要毒死你呢 随着王少明这一连串的反问 董志浩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异常难看 董志浩的心在这一刻在剧烈的翻腾着 眼睛瞪得大大的 咬牙切齿的双拳紧握 身体在微微的颤抖着 过了一会儿 董志浩使劲的点点头 咬着牙叔道 好 好你个孙德胜 好你个黄玉川 竟然想要将我董志浩毒死 以绝后患 算我董志浩瞎了眼睛 还一直想要期待着 你们能够把我捞出去 你们的心也太狠了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无所顾忌了 要死 大家就一块儿死 权力巅峰 第1374集 说到这里 董志浩看向王少明说道 孟少明 你们赢了 我什么都交代 我的的确确是收取了很多贿赂 不过我所收取贿赂的50%以上 全都用来给孙德胜和黄玉川上工了 孙德胜的女儿在英国读书 不仅在英国拥有一栋别墅 还有豪华跑车 她的所有消费全都是我来提供的 每年花费差不多有两千多万元 黄玉川的儿子在美国开公司 公司现在情况很一般 我每年都要给这个公司提供两千多万元的资金支持 否则这家公司就无法维持下去 这种情况差不多持续了有三四年了 随着董志浩的交代 孙德胜黄玉川两人渐渐走进了省纪委的事宜之中 然而真正让省纪委感觉到震惊的 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董志浩的交代和指导下 王少民现场从董志浩的电子邮箱内 提取了一份录音文件 这份录音文件录制的是孙德胜三井优人 以及董志浩三人秘密协商 如何整死柳情语的详细情况 在这份录音中 孙德胜与三井优人达成了一项交易 那就是孙德胜会鼎力协助三井集团中标 而作为回报 三井集团在中标之后 要每年拿出2%的利益分红给孙德胜 拿出3%的利益分红给黄玉川 当然了 考虑到前几年可能没有分红 三井集团每年必须要拿出2,000万给孙德胜 拿出3,000万给黄玉川 同时三井优人还要负责想办法搞死柳情语 而且搞死柳情语也是双方达成这次的交易的重要条件 因为双方都清楚 如果不搞死柳情语 陆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是不可能会落在三井集团手中的 而且双方在这次交易中还指出 三井集团要负责为孙德胜他们这一方提供定时炸弹和遥控器 由董志浩来具体负责协调人手来设局坑杀柳情语 当听完董志浩的交代之后 王少明等人这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陆明市公安局那边一直找不到 是谁想要坑杀柳情语 包括他们查遍了很多能够制作定时炸弹的地方 都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原来这些定时炸弹和遥控器 是从日本偷偷运进来的 而且据董志浩交代 那个负责现场引爆遥控器的人 已经被他们秘密送到边境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隐居了起来 至于那些绑架幼儿园儿童的人 他们的的确确是一些绑匪 不过这些绑匪也都是董志浩通过陆明市黑道的关系联系的一些人 只是这些绑匪谁都不会想到 从他们接到这个本可以大赚一笔的业务的时候 他们的结局就注定是死亡 因为不管他们是否真的会成功 最终董志浩他们的目的是在尽可能减少孩子伤亡的情况下 将柳晴宇炸死在楼内 甚至如果无法保证孩子们安全的话 也不需要顾忌 也必须要将柳晴宇留下 这是一个阴狠到极点的毒计 这是一个根据柳晴宇的性格设计好的毒计 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柳晴宇竟然在几乎必死的情况下 被成铁牛帮忙抵挡了一下那些杂落的建筑废墟 最终大难不死 只是双腿骨折 而众人更没有想到的是 孙德胜竟然为了除去柳晴宇 为了掌控整个陆维岛项目中的巨大利益 竟然和三井优人相互勾结 简直卑鄙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当董志浩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来之后 王少明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第一时间拨通了省纪委书记刘建伟的电话 把得到的情况第一时间向刘建伟进行了汇报 刘建伟得知此事之后 立刻向唐万刚杜宇峰进行了汇报 唐万刚杜宇峰立刻第一时间 向燕京市方面上级领导进行了汇报 此刻整个天涯省上空阴云密布 电闪黎明 暴风雨就要来了 第二天上午 天涯省省委大院内立刻流传出一个小道消息 天涯省纪委在双规董志浩的过程中 董志浩咬破了藏在牙齿里的毒药 无毒自杀了 这个小道消息传播的越来越大 说的也越来越玄武 后来有人干脆说董志浩是被人毒死的 总之各种说法互一而足 但是所有传言的结果最终都是董志浩死了 孙德胜坐在办公室内 听着秘书汇报过来的消息 心中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董志浩终于死了 他和黄玉川可以彻底放心了 只要董志浩一死 他和黄玉川基本上就算是安全靠岸了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着手 清理自己之前所有的 与董志浩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罪证了 只要把这些全都清理干净了 到时候两人依然可以在天涯省 耀武扬威 我洗我素 这时 孙德胜桌子上的电话响了 孙德胜接通了电话 电话是省委秘书长张任凡打过来的 通知孙德胜去省委常委会议室开会 孙德胜装在很是轻松的问道 任凡通知 这次会议是什么主题呀 张任凡笑着说 孙圣长 我也不太清楚 是刚刚唐书记让我通知所有常委 去立刻会议室开会的 不过我估计可能是和省纪委那边的事情有关 虽然没有说明白 不过张任凡还是稍微点了一下孙德胜 孙德胜文言 心立刻彻底放下了 他估计这一次省纪委刘建伟那边 肯定要被狠狠地批评了 董志浩这么重要的人物死了 这绝对是重大的责任事故啊 想到此处 孙德胜咬着牙说道 哼 刘建伟 你平时总是在常委会上跟我作对 看我这一次不狠狠地落井 下十才怪 一边说着 孙德胜一边得意洋洋地站起身来 昂首挺胸向着省委常委会会议室走去 此刻黄玉川也接到了张任凡的电话 当他听到张任凡的点播之后 脸上同样露出了喜色 他的心情和孙德胜一样 既然没有了后顾之忧 他也决定在今天的常委会上 要好好地对刘建伟进行落井下十了 就算不能让刘建伟背负一个处分 最少也要狠狠地恶心一下刘建伟 谁让这个老家伙总是在常委会上和自己作对呢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 省纪委采取的行动越来越多 而很多人被双规的人 全都是黄玉川和孙德胜的人 刘建伟的做法早就让黄玉川十分不满了 十分钟之后 省委常委会会议室内坐无虚席 所有常委全部到齐 唐万刚坐在主持席上 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常委 脸色显得十分凝重 同志们 今天我们会议讨论的主题和省纪委那边正在处理办理的董志浩的案件有关 唐万刚第一句话就直接切入了主题 不过唐万刚没有想到的是 他这话刚刚说了一半 就被孙德胜给打断了 此刻的孙德胜太过于激动了 尤其是当他听到唐万刚确定了此事和省纪委办理的董志浩的案件有关之后 激动之下就没有顾忌官场的规则 直接打断了唐万刚的讲话 激动的说道 唐书记 我听说昨天晚上省纪委在审讯董志浩的时候导致董志浩死亡了 我认为省纪委责任重大呀 毕竟董志浩可是堂堂的陆明市市委副书记 副厅级的干部 他的死亡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啊 孙德胜的话 一下子让在场所有人全都露出震惊之色 要知道关于董志浩的死亡 现在也只是小道消息 还没有经过任何官方证实 现在孙德胜就齐匆匆的站出来表态 是不是有些稍嫌早了一些 一时之间整个会议室内静悄悄的 大家彼此对视着 观察着其他人的表情和动作 猜测着其他人的立场问题 孙德胜不停地向着黄玉川使眼色 示意他跟进 黄玉川这次却并没有直接跟进孙德胜的话题 因为他总是感觉到 今天的气氛有些不太对劲 尤其是当他看向刘建伟的时候 却发现刘建伟依然老神在在地坐在那里 似乎没有一点压力 如果董志浩真的出事的话 他会那么稳健地坐在那里吗 黄玉川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太对头 而且现在唐万刚并没有直接点出董志浩已经死亡 所以这个时候 黄玉川并不想对没有被证实的事情去表态 他认为孙德胜这次有些冒失了 毕竟关于董志浩的死也仅仅是小到消息而已 当然了 黄玉川也知道 此刻的孙德胜 确确实实有些着急了 因为他清楚 董志浩可以说是孙德胜一手提拔起来的 如果他真的要是交代了问题 恐怕孙德胜也难以善终 看到黄玉川一直不说话 孙德胜心中有些郁闷 但是他也清楚 这个时候自己已经骑虎难下了 就算是没有人挺他 他也必须要坚持下去 这时 唐万刚淡淡地说道 孙德胜同志 你听谁说董志浩死了呀 孙德胜一愣 黄玉川那边却已经汗流浃背了 黄玉川已经隐隐感觉到 恐怕孙德胜掉入别人设计好的圈套中了 很有可能董志浩的死是某些人故意散布出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恐怕孙德胜危险了 孙德胜此刻自然也已经反应了过来 心中一边剧烈地波动着 脸上却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 是我的秘书 告诉我说现在省委大员内都在谈论此事 说是董志浩昨天晚上自杀身亡了 唐万刚突然一拍桌子 孙德胜同志 你好歹也是副省级的干部了 最起码的政治规矩 你应该懂的吧 任何事情在没有经过官方确认发布之前 都不能作为证据或者事实 拿出来进行评述的 更何况是在朝委会上这种重要的场合 你刚才言语犀利针锋相对地指出 有人要承担责任 你想要让谁来承担责任 你有没有想过 你所听到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事实 如果不是事实的话 你的指责是不是会冤枉了好同志 随着唐万刚一声声怒斥 孙德胜脑门上冒出了窦大的汗珠 这时黄玉川眼珠转了转 他连忙插口疏道 唐书记 您先别生气 我看孙德胜同志 可能是太过于关心我们天涯省的工作了 而且他满身的正气 一向饥饿如仇 最看不得有人在工作上敷衍色泽 尤其是出现严重失误 而且我看孙德胜同志 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刚才有些鲁莽了 我看这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一边说着 黄玉川一边向孙德胜使了一个眼色 孙德胜见状立刻会议 他联盟说道 是啊 唐书记 我刚才确实有些鲁莽了 我错了 到了这个级别 虽然有些时候面子很重要 但是为了大局 有些时候必须要学会赢人 孙德胜非常清楚 如果自己这个时候不认错 一旦被唐万刚揪住自己这个小辫子 紧抓不放 对他来说确实比较麻烦 所以他只能先认错 以免被接连进行打压 唐万刚只是冷冷地扫了孙德胜一眼 对于孙德胜的心思 他自然看得出来 便淡淡地说道 好 既然孙德胜同志认错了 那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 不过我希望今后同志们在发言的时候 一定要实事求是 要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发言 我要听风就是雨 我们这里是省委常委会 是全省最高决策机构 我们必须要对我们自己的言行负责 说完 唐万刚这才转换了话题说道 我今天之所以召开这次常委会 是因为昨天晚上 在省纪委的同志们 对董志浩进行审讯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 竟然有人意图用毒 谋害纪委专案组的同志们 以及董志浩 作案之人似乎知道 董志浩喜欢喝鸭架汤 所以特意在昨晚纪委同志们 为董志浩所叫的最先楼外卖中下毒 差点将所有人都给毒死 当孙德胜和黄玉川听到 唐万刚用了差点这个词的时候 当时两人的心语 全都疏得往下一趁 一种不妙的预感 从他们心头生起 董志浩没有死 但是今天早晨 省委大院却流传出 董志浩已经死亡的消息 这绝对是一个陷阱 然而更加让黄玉川和孙德胜 感觉到心惊胆战的事 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不清楚 到底是谁做了这个陷阱 这个陷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但是他们却清楚 现在恐怕他们要想从天涯省离开 恐怕很难找到借口了 这时 唐万刚接着说道 好在省纪委专案组的王少明同志 做事比较老练 为人谨慎 他及时发现了送外卖人员所表现出来的破绽 并及时对外卖饭菜用小白鼠进行了验证检查 最终发现了压架汤里存在的剧毒 最终没有酿成重大安全事故 说到此处 唐万刚的目光向着孙德胜的方向看了一眼 眼神中充满了寒意 《权力巅峰》第1375集 经过陆明市公安局的连夜侦查追捕 最终在陆明市城郊的一家小旅馆里 抓到了那个乔庄城送外卖人员 最终确认 此人是孙德胜同志司机的一个远逢亲戚 这话一说出来 整个会议室内众人纷纷看向了孙德胜 大家都知道 以唐万刚的身份 是绝对不会轻易说出这种话题的 恐怕唐万刚话里还有话 孙德胜见状 连忙说道 唐叔姐 还有这件事情 我回去时候一定会好好地学问一下小赵 他的亲戚怎么能做那种事情呢 这不是给我抹黑吗 唐万刚却突然冷哼一声说道 哼 抹黑 我看不见得吧 孙德胜文言 心立刻狠狠地跳动了一下 他感觉到自己的腿有些滑软了 从唐万刚的阴沉的脸色中 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危机灵际 连忙声音都也是颤抖着说道 唐叔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怀疑这事情是我指使得不成 我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孙德胜冷冷地说道 你有没有必要 你心中最是清楚 你司机的远方亲戚已经交代了 他说是你的司机交代他去下毒的 还说他拿到了你司机给他的一百万元 还让他做完这件事之后 立刻远走高飞 只可惜他最终没有能够逃脱法王 孙德胜同志 在你过来参加这次常委会之后 是公安局的人已经把你的司机给带走了 至于到底是谁指使他的 相信很快就会有调查结果了 听到唐万刚这样说 孙德胜反而镇定了下来 因为他在交代秘书去操办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已经让秘书跟司机交代得非常清楚了 一旦这件事情爆发出来 让司机他亲切把所有事情全都承担下来 并且还要让司机许诺 如果被抓住了 只要什么都不说 就给他家里一千万 保证他家里人衣食无忧 还会为他的亲人安排好的工作 所以 孙德胜相信 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查到他的身上 然而孙德胜刚刚镇定下来 就听到唐万刚突然说道 孙德胜同志 你女儿在英国读书花费 英国不小吧 孙德胜一愣 随即心头剧烈震动 他已经隐隐感觉到事情恐怕要麻烦了 不过 他的脸上却依然保持着那种稳定表情 说道 唐书记 你这是什么意思 唐万刚却并没有理会孙德胜的询问 而是转过头看了一眼 黄玉川淡淡地说道 黄玉川同志 你儿子在美国的花销应该也不小吧 那套一千多平米的别墅住起来应该很舒服吧 唐万刚这两句话一说完 会议室内众人再次震惊了 要知道 唐万刚这话可绝对不会是随便说的 一旦说出来 那可是要负责任的 要知道 这可是省委常委会 任何人都是要为自己的话负责的 而唐万刚前前后后几句话 目的非常明显 他这是在暗指黄玉川和孙德胜两人儿女 在国外的开销很大 而以他们夫妻的收入 根本不足以支撑那么奢华的生活 那么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呢 此时此刻 不管是黄玉川也好 孙德胜也罢 两人内心深处全都陷入了十分惶恐的地步 他们已经意识到 恐怕今天的常委会不会那么风平浪静了 甚至弄不好 他们两人很有可能会翻船啊 这种情况下 黄玉川也清楚 必须要坚决否认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因为在他看来 就算是昨天晚上董志浩 却却实时招任了一些对他和孙德胜不利的信息 但只要他坚决否认 只要不在常委会上被带走 只要给他们一点喘息的时间 他们就有信心彻底把自己从危机中解脱出来 想到此处 黄玉川冷冷地说道 唐书记 我不明白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儿子确实是美国 但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靠他自己赚来的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唐万刚听到黄玉川直接否认了 却是淡淡一笑 是吗 真的是靠他自己奋斗得来的吗 董志浩可不是这么交代的呀 随着唐万刚的话音落下 纪委书记刘建伟直接从手包中拿出一叠文件放在桌子上 让工作人员分发给在场的各位常委 随后说道 这是昨天晚上我们省纪委工作人员所获得的董志浩的口供 据董志浩供人 这些年来 他分别以向孙德胜的女儿黄玉川的儿子提供资助的行事 向两人进行行贿 行贿总额高达一亿元以上 而这些钱的来源则是董志浩通过其与黄玉川 孙德胜两人之间的关系 帮助一些商人牵线搭桥 拿取项目所得来的 而且这些钱也是这些商人们通过银行转账的行事到国外的 虽然这些行动看起来十分隐蔽 但并不是无据可查 目前我们已经核实了一部分 更多的信息正在核实之中 听到刘建伟的话 黄玉川立刻震怒拍着桌子说道 刘建伟 你只是省委书记 你没有资格查我和孙德胜同志 你们这属于乐拳 刘建伟却是淡淡一笑 乐拳 我怎么可能做乐拳的事情呢 就在我们得到董志浩的口供之后 我们省纪委已经向中纪委汇报了此事 中纪委已经派出一个工作组下来亲自调查此事了 而我们省纪委也奉命配合调查 我们所调查的这些证据 全都是与中纪委配合之下得来的 一边说着 刘建伟又拿出一份调查文件说道 这是一份从美国英国方面传真过来的 关于孙德胜黄玉川女儿儿子在国外花销的所有账目信息 从其银行账户信息来看 他们两人这些年来花销非常大 生活非常奢命 在国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这些资料里有照片 有视频 还有相关的诸多信息 大家都可以仔细地翻看一下 黄玉川和孙德胜文言拿起自己面前的文件翻看了一下 顿时感觉到心惊肉跳 因为文件上的那个账号 赫然是自己儿子和女儿的银行账户 其账号各种消费明细罗列的十分详细 尤其是一些大额的消费 全都被清楚地标示了出来 两人全都惊呆了 要知道 从董之号被双归到现在 一共也没有多长时间 连一天都不到 为什么纪委方面可以得到这么详细的资料 就算是他们亲自派人过去 也至少需要一两个星期的调查 才有可能取得这么详细的资料 甚至就算是纪委过去了 也未必能够拿到这些信息 要知道 国外对于这些账户信息可是非常保密的 纪委方面是怎么得到的这些信息呢 其实 对于此事 不仅仅是黄玉川和孙德胜感觉到不解 就连刘建伟现在心中也还迷糊着呢 他得到这份文件信息的时候 十分的震惊 因为这些信息实在是太详尽了 没有相当实际的调查根本就拿不到了 而且要想拿到这些信息 绝对需要巨大的能量了 但是在陆明市 到底谁才有这么大的能量 可以得到这些信息呢 刘建伟想不明白 不过刘建伟也能够隐隐猜到 这些信息可是从美国那边传真过来的 这就说明 绝对有人在幕后操作着这件事情 再联想到柳秦宇的受伤 基本上刘建伟可以肯定 这些证据的出炉 绝对和柳秦宇的受伤有关 恐怕已经有人已经查清楚之前 柳秦宇被暗算 差点送命的事情 和孙德胜和黄玉川有关了 所以早就启动了对他们两人的暗中调查 只不过到底是谁在进行调查 刘建伟就搞不清楚 但是绝对是柳秦宇那边的人 甚至他感觉到这事情 刘飞应该是知情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五分钟之后 当众人把这些文件看完之后 黄玉川和孙德胜两人已经脸色显得异常苍白 他们已经看到董志浩交代出孙德胜 与三井幽人相互勾结 想要坑杀柳秦宇的那些内容了 他们知道 当这些事情全部曝光出 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仕途之路 已经走到终点了 而这个时候 两人也已经想明白 今天早晨的那个董志浩被毒杀的谣言 应该是为了留住他们两个 防止他们突然逃跑而专门安排的 安排这个布局之人的心思实在是太缜密了 大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就在这个时候 唐万刚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说道 好了 你们进来吧 随着唐万刚电话挂断 会议室房门被推开了 一个身穿黑色西服 年纪在四十多岁的男人 在四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唐万刚和其他常委们看到此人 纷纷站起身来 唐万刚走过去 与此人握了握手 疏道 陈副书记 欢迎您到我们天涯省来视察工作 陈副书记 与唐万刚握了握手 笑着疏道 唐书记 我知道你们不欢迎我们来 但是我们还是来了 唐万刚苦笑了一下 随即看了一眼黄玉川和孙德胜 叹息一声说道 陈副书记 我没有想到 在我们天涯省 竟然出现了这种事情 我会向上面进行检讨的 陈副书记立刻笑着说道 唐书记 你不用担心 上面对你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有些事情 毕竟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掌控的 说完陈副书记 迈步来到黄玉川和孙德胜的面前 淡淡地说道 黄玉川 孙德胜 我 你们应该认识 我现在正式向你们宣布 你们被双规了 随着陈副书记话音落下 立刻有工作人员送上来两份文件 到黄玉川和孙德胜面前 请两人签名 当黄玉川和孙德胜看到眼前这位陈副书记的时候 他们便知道自己完蛋了 要知道这位可是一向以办案扎实 铁面无私而著称 这位可是中纪委的实力派干将 是天下贪官最为害怕的一位纪委副书记之一 他的出现便意味着铁岸如山 黄玉川和孙德胜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 虽然心中充满了不甘 但是看完刚才那些材料之后 他们知道就凭那些材料足以让两人被双规了 两人只能惨笑了一下 随即在文件上签了字 神情中充满了沮丧 当两人正要被带走之时 黄玉川忽然盯着陈副书记说道 陈副书记 你们此来应该是和刘飞有关吧 难道刘飞就不怕引发与赵家之间 无法避免的矛盾冲突吗 陈副书记却是淡然一笑 这不是你需要操心的问题 我们纪委办案一向对视不对 你既然做错了事情 就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 黄玉川黑黑一阵冷笑 是吗 我看不见得吧 我倒是想要看看 刘飞怎么向赵家交代 就在黄玉川和孙德胜被双规之后 另外一波更为凶猛的浪潮 正在天涯省疯狂的进行着 以柳氏集团 华安集团 梅月禅基金等多家商业财务 针对赵家在天涯省的诸多产业 发起了联合围剿 从商业上和金融上对赵家的产业进行了强力打压 几乎在几天之内 赵家在天涯省的产业几乎是哀红遍野 多家旗下产业几天破产或者被并购 两家上市企业之间被强行并购 这还是小事 其中在多个省份 赵家人担任重要职务的大型企业里面 赵家之人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行为的确凿证据 被邮寄给中纪委和相关省纪委媒体 一时之间 多个大型企业负责人被双规被逮捕 陆明市市委秘书长吴成坤被双规 赵家实力损失异常惨重 而且 这种行动到现在为止 虽然仅仅是从天涯省开始的 但是正有向其他省份扩展的迹象 这一次的行动犹如风卷残云一般 风云变色 一般的局外人也许并不觉得什么 甚至在新闻上都看不到相关的报道 包括网络上也很少出现相关的新闻 但是真正的局内人却看得清清楚楚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次赵家有麻烦了 之前赵家人一直以为随着黄玉川和孙德胜被双规 某些人的怒火应该差不多消了 但是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 一只暗兵不动的柳家突然动了 梅月禅动了 华安集团动了 还有更多的方方面面也在暗中配合着行动着 直到此时此刻 赵家才意识到 捅了柳青云这个马蜂窝到底有多么麻烦 但是等他们明白过来之后 一切都已经晚了 因为到现在为止 赵家想不出任何办法来阻止这些势力联合起来的采取行动 因为人家根本就没有跟你在官场上玩 人家是从商业上对赵家进行打击的 柳家 人家根本不玩政治 只专心进行商业经营 梅月禅已经很少再去干涉梅月禅基金的各种经营活动 但是他这里依然是一言九弟 一句话吩咐下去 整个梅月禅基金都会高效运作起来 柳眉烟双眼寒光凛冽 感动我的儿子柳清宇 真以为老娘是好欺负的吗 梅月禅面带寒霜 谁敢动我的宝贝孙子柳清宇 我动他全家 一时之间整个赵家四处告急 鸡飞狗跳 权力巅峰 第1376集 此时此刻 燕京市 刘飞正在批阅着文件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刘飞看了一眼电话号码 嘴角上不由地露出了一丝冷笑 是赵家掌舵人赵东风老爷子打过来的 刘秦宇接通了电话 老丈 你好 刘飞 我听说天涯省那边 黄玉川和孙德胜已经被双规了 但是很多行动依然还在继续 你不觉得事情做得有些太过分了吗 过分 有何过分之处 他们有问题就应该被双规 至于说其他行动跟我有什么关系 刘飞淡淡地说道 刘飞 不要跟我讲这些官话套话 我见得太多了 我非常清楚 你这是在蓄意报 你难道就不怕跟我们赵家翻脸吗 分脸 从我儿子柳青宇被你们赵家之人设计 想要用爆炸给炸死的时候 我就已经决定和你们翻脸了 老赵 我知道 你们赵家一直对柳青宇当年在瑞源县将赵之强给彻底打败之事心怀不满 后来柳青宇几乎每去一个地方都会遭到你们赵家之人的阻碍甚至是陷害 但是我自始至终都从来没有出面阻止过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虽然做事过分 但是你们所使用的手段始终是官场层面的手段 就算是有些地方是否阴险恶毒我也没有去在意 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官员要想在官场中拼搏出来 要想成为为国为民的好官就必须有能力应对各种名强案件 但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你们的行为必须要符合官场的规矩 但是这一次 你们赵家之人竟然和日本相互勾结 为了拿下陆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的控制权 为了置柳青宇死地到了这一种程度 你们的行为已经彻底超出了我的底线 我忍无可忍 所以老赵 如果你要想翻脸随便你 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 就算你不跟我翻脸 我也准备跟你翻了 你听清楚吗 从现在开始 我刘飞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对你们采取反击行斗 当然了 你尽管放心 我刘飞做事绝对不会像你们赵家那么英雄无耻 我所采取的反击 都将会是符合官场规则的 咱就等着瞧吧 赵东风文言气得呼须发抖 刘飞 你不怕得罪人 太多对你问鼎巅峰狐狸吗 不怕引发混乱吗 刘飞冷笑着说道 怕 我当然怕 但很多事情都是破而后立 对于有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 就应该有毫不犹豫拿下的勇气 谁敢作乱 必被群起而诛之 不信就试试看 我的反击只是刚刚开始 要玩 咱们就在规则之内玩 敢于对我的亲人动用非规则手段 我绝对不会客气的 刘清宇是最后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如果他要是再次遭遇一次意外 我会直接动你 不要以为我刘飞脾气很好 我的脾气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的 真要是超出了规则 我刘飞照样也奉陪到底 霸气 绝对的霸气 赵东风气得直接挂断了电话 将屋内可以砸的东西 全都砸了个遍 赵东风已经意识到 刘飞这次真的发飙了 赵东风心中对孙德胜和黄玉川两人恨得牙根痒痒 你们对付柳清宇可以 干嘛要跟小日本勾结呢 干嘛去触碰刘飞的底线呢 你们真是在给我找麻烦啊 刘飞虽老 霸气依然 赵东风气得要死 却也无处泄火 因为两个半世人黄玉川和孙德胜 已经被双规了 他即便是再有办法也无济于事了 他只能愿自己眼光不好 为什么当初选择这两个人进行培养 挂断电话之后 刘飞坐在办公室内脸色阴沉 久久沉默不语 这时曹静阳从外面走了进来 刘飞起身相迎 老曹 你怎么来了 曹静阳也没有客气 坐下之后 沉生说道 刘飞 你打算对赵家出手吗 刘飞点点头 没错 我打算对赵家出手了 曹静阳苦笑着说道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刘飞点点头 后果自然考虑过 原本按照之前大家的布局 针对赵家的问题 我们要采取一点点的蚕食计划 逐渐肃清赵家阵营中的那些著处 但是这一次 黄玉川和孙德胜的动作 彻底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而赵东风不禁不思悔改 反而对我进行指责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赵家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存在着 几只蛀虫的问题 而是从理念上来看就存在问题 身为一名国家官员 他首先应该想的不是自己阵营中 这些人是否被双规了 是否晋升了 而是应该想着如何把这个国家经营得更好 应该如何让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加富足 如何制定各种福利措施 让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如何制定防止一切外国敌对势力 对我们华夏进行各种各样的颠覆活动 赵东风以前的时候的确还是不错的 但是最近几年来 我看似乎眼光也不行了 用的一些人也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甚至是带病提拔 这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我认为 我们很有必要 提前启动针对他的布局 坚决打击腐败势力 进化官场风气 曹靖阳不由得眉头一皱 如果要提前行动的话 那我们之前很多布局 恐怕就要白费了 刘飞笑了 白费 那都不见得 我们没有必要全面对赵东风发起进攻 完全可以采取一点破面的方式来展开 曹靖阳一愣 一点破面 说完之后 曹靖阳眼睛瞪了起来 刘飞 你该不会又想要打柳轻女的主意吧 她现在可是正在养伤呢 刘飞淡淡地说道 她的伤 再有一两个月基本上就可以恢复了 而陆明市那边要想彻底理顺后续的诸多发展问题 也恰恰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 等她伤势恢复以后 就可以直接走马上任了 走马上任 去哪里 你打算怎么安排她 曹靖阳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刘清宇可不仅仅是刘飞的儿子 也是曹靖阳的女婿 虽然曹淑慧已经宣布脱离曹家了 但是身为曹靖阳最疼爱的女儿 曹靖阳怎么可能对曹淑慧一点都不关心呢 更何况曹靖阳也是从小看着柳晴宇长大的 对于柳晴宇这个张扬却又坚持原则 充分继扬了刘飞以名为本 一心为名做官原则的年轻人 曹靖阳也是非常非常欣赏和喜欢的 刘飞略微沉吟了一下 我打算让他去天都省 曹靖阳不由地眉头一皱 去天都省 那里可是赵家势力最集中的地方 说到此处 曹靖阳的声音不由地提高了几分 刘飞 柳晴宇可是你的亲儿子 你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 你难道不知道柳晴宇刚刚差点送命吗 如果他这次去了天都省 万一要是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刘飞淡淡地说道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曹靖阳一愣 不会出现了 为什么 刘飞道 刚才赵东风给我打电话了 我已经在电话里严重警告过他了 在官场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 他随便玩 但如果要是再次发生 类似这种爆炸事件 我会让他赵东风吃不了 兜着走 听刘飞这样说 曹靖阳的眉头 依然紧紧地皱着 刘飞 我知道你想要锻炼柳晴宇 可照你这种锻炼法 他可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呢 刘飞叹息一声说道 你说的没错 但你说的这些 我又何尝不知道了 但是老曹啊 你没有看到吗 如今的估计形势 正处于极其复杂的 纷乱变化之中 虽然美国依然是世界霸主 但是其实力正在衰败 俄罗斯正在准备抛弃石油交易 用美元结算的惯例 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去美元化 新的世界秩序 要想重新确定 必定会经过新一轮的激烈博弈 甚至不排除会发生一些局部战争 甚至是区域性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谁 要想走到我们华夏的巅峰位置 如果没有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和魄力 如何能够带领我们华夏 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呢 我欣赏柳秦宇 为国为民的秦华 我疼爱柳秦宇 但正因为如此 我却要对他要求更为严格 也许我的这种做法会让很多人心疼 甚至我也心疼 但是我别无选择 谁让他是我的儿子呢 谁让他和我一样 想要一心为民 一心为国呢 既然有雄心壮志 就必须要做好经受最严酷考验的准备 曹靖阳沉默了 对于刘飞所说的话 他没有办法反驳 因为如果换成是他 他也会这样做的 因为曹靖阳清楚 要想成为一名可以带领华夏 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者 就必须要经受层层魔力和考验 就必须要有应对各种复杂 困难局面的能力 刘飞 那你打算怎么安排柳秦宇 让他去天都省担任什么职务 曹靖阳问道 刘飞不由地苦笑了起来 如果不出现这次的 天涯省地震之势的话 让柳清宇去天都省 完全可以担任一个市委书记的角色 因为以柳清宇县子的能力和水平 担任一个市委书记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这一次 天涯省政坛恐怕要大抵震了 毕竟 随着孙德胜和黄玉川被双规 肯定还会陆陆续续 有更多的干部会被牵连进来 而现在 随着纪委那边的调查进展 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天涯省地震已经是不可避免之事了 虽然对于孙德胜黄玉川的倒台 以及那么多人员即将被双规 虽然柳清宇不是始作俑者 但是他却是一个关键人物 我相信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之后 各方势力肯定会对柳清宇十分忌惮 这个时候要想把柳清宇安排到天都省去担任一个市委书记 恐怕很难 而且现在天都省市委书记的位置也没有空位 听刘飞说到这里 曹静阳突然眼前一亮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问道 刘飞 你该不会是想要把柳清宇安排到天涯省 去担任天涯省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板摊局局长吧 刘飞笑着看了曹静阳一眼 不愧是自己的老伙计 老搭档 这脑袋瓜转的就是快 刘飞笑着说道 没错 我就是打算安排柳清宇去天涯省担任天涯省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板摊局局长 曹静阳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 表情复杂的说道 刘飞 我明白你的用意了 你是打算让柳清宇去天都省去拔出一些赵家的祖宠 进一步进化天都省的官场氛围 为下一步我们的布局做好铺垫 刘飞轻轻地点点头 没错 以赵家在天都省的实力 如果一般人去当这个反摊局局长 恐怕会极其忌惮的 但是经过这次陆明市的生死考验之后 刘清宇已经具备了抵抗任何外来压力的能力 而且他本身一向作风硬朗 由他出任反摊局局长 在天都省掀起一场反腐风浪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天都省的副检察长 反摊局老局长也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退休了 刘清宇过去正好接班 彻底将天都省的反摊工作抓起来 曹靖阳听完之后眉头又皱了起来 刘飞 刘清宇在陆明市可是施权派的市长 到了天都省却仅仅是一个副检察长 恐怕他会非常不适应吧 刘飞笑了 不适应 刚开始是肯定的 但是身在官场 谁有可能会一帆风顺呢 更何况这次天涯省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要说柳清宇一点责任都没有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且现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不管是孙德胜和黄玉川的落马也好 董志浩与廖志才的落马也罢 都与柳清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虽然不是柳清宇亲自出手导致的 但也是他的人在背后策划实施的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继续提拔柳清宇的话 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毕竟官场上出头的船子鲜烂 枪打出头鸟 让柳清宇暂时去天都省折服一段时间 顺便在天都省那边搅合搅合 也许天都省的局势会很快明朗起来 而柳清宇这家伙最擅长的就是浑水摸鱼 火中取栗了 我把他送到天都省去 也有保护他的意思 我要通过这种调整 让他领悟一些官场上的生存哲学 曹静阳听完柳飞的这番分析之后 沉默了一会儿 轻轻点点头 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 那就先这样吧 不过柳飞啊 手掌似乎对柳清宇的情况比较关注 你这个想法跟手掌沟通了吗 刘飞笑了 当然跟手掌沟通过了 手掌对于我的想法还是比较支持的 他也认为这个时候 是需要让柳清宇承受一些魔力和挫折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必须要让柳清宇明白一些事情 这样对于他的长远发展有好处 曹静阳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此刻的柳清宇自然不清楚天涯省之事 刚刚告一段落的时候 他的未来去处已经被安排好了 因为此刻的柳清宇在孙德胜和黄玉川被双规之后 已经感觉到自己在鹿围岛项目的操作上 束手束脚的感觉彻底消失了 这个时候正是他大干一场的时候 所以此刻的柳清宇虽然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羊腿伤 但是人却已经忙碌起来 现在柳清宇把陆明市大部分的长务工作 全都放全给了新上任的长务副市长王洪波去主持 而他现在只专心一件工作 那就是陆维岛大型深水岗的项目 虽然柳清宇并不知道老爸刘飞的决定 早就已经出炉了 但是柳清宇却非常清楚 随着黄玉川和孙德胜的垮台 天涯省他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因为有了这两人的前车之鉴 柳清宇再继续在天涯省待下去 天涯省的领导们肯定会觉得不太舒服的 而他要调离天涯省只是早晚之时 这种预感从当初决定彻底引爆天涯省的地震 开始就已经有了 所以现在的柳清宇争分夺秒的在梳理着陆维岛二期工程之事 他想要在自己临走之前 尽可能地留给沈鸿飞以及新任市长一个可以轻易上手的项目 而不是一个烂摊子 所以现在这段时间里 柳清宇每天都在整理着陆维岛项目的相关资料 对整个项目进行长远规划和布局 有了最新想法之后 吉舍和沈鸿飞以及王洪波进行沟通 以确保他们能够对自己比较好的想法和建议得以吸纳 随着陆维岛二期工程项目的展开 整个陆维岛呈现出一种强劲的发展活力 不管是在旅游市场上还是在经济建设上 陆维岛正在以一种崭新的姿态 呈现在陆维岛老百姓的面前 陆维岛老百姓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身边环境的变化 尤其是随着董志浩 廖志才的落马 一大批与他们有关联的贪官污吏被肃清 陆维岛市的官场风气为之大变 在沈鸿飞和柳青宇通力合作之下 陆维岛市的人事调整大范围展开 一大批工作责任心强 能力出众的年轻干部被分派到各个机关部门 而在柳青宇和沈鸿飞的支持下 陆维岛市市纪委更是下大力气整顿 官场风气 严查四封问题 陆维岛市的官场风气几乎每天都是一个新的面貌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眨眼之间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 柳青宇在陆维岛市的很多工作 都基本上梳理得差不多了 他并不知道的是 再有半个月 他就要被调走了 现在的柳青宇依然每天字字不倦地忙碌着 柳青宇一向认为 只要自己在陆维岛市市长的位置上待一天 他自己就必须要为陆维岛市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绝对不会因为即将调走而疏远了政务工作 距离陆明市一百多公里外的海洋上 刘晓飞正躺在一艘私人游艇上享受着午后的阳光 本来他这次乘坐游艇出来是和萧孟雪一起来的 但由于萧孟雪临时有事 刘晓飞不得不把他送到了岸上 刘晓飞知道刘晓飞这次难得有机会可以享受一下轻松的假日 所以便没有让刘晓飞陪同 直接让刘晓飞继续开着游艇 享受着海上巡游的惬意生活 整个游艇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 刘晓飞直接设定成自动巡航模式之后 便惬意地躺在游艇的甲板上晒着太阳 自从入住华安集团之后 刘晓飞每天的事情非常多 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休息过了 这一次趁着在陆明市操作陆维岛项目的机会 他难得地获得了几天假期 自然不肯错过 他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 品味生活的人 然而 刘晓飞却并没有注意到 此时此刻 在距离他的这艘私人游艇不到两海里的地方 另外一艘大型私人游艇的甲板上 有两人正在站在上面拿着望远镜 观察着刘晓飞的这艘游艇 这是两个老外 一个金发碧眼 一个皮肤有黑 他们正在用英语交流着 不啦 那艘游艇上的男人 应该就是刘晓飞 没错 说话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 他的手中拿着一张刘晓飞的照片 正一边拿着望远镜 一边观察着刘晓飞的一举一动 没错 那个就是刘晓飞 穷斯 你立刻和雇主联系一下 就说我们找到刘晓飞的下落了 如果他想要我们干掉刘晓飞的话 先打七百万美元到我们的账户上 我们洪水雇佣兵可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尤其是对刘晓飞这种曾经雇佣兵中的王者 要想干掉他 没有一千万美元 连想都不要想 好的 我马上联系 穷斯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黑人 身体强壮 浑收肌肉累累 看起来就充满了力量感 穷斯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赵先生 我们已经查到你所点名要求搜寻的目标人物刘晓飞了 现在他正乘坐私人游艇在公海上晒着太阳 我们的第一期合作任务已经完成了 如果你想要继续我们之间的合作的话 请你打七百万美元到我们的公司账户上 等我们干掉刘晓飞之后 你立刻把剩余三百万美元打到我们的账户上 好的 没问题 钱我立刻就打给你们 不过你们必须要确保刘晓飞死的不能再死 电话那头一个阴侧侧的充满了院读的声音 咬牙切齿的说道 好的 这一点赵先生 您尽管放心 我们洪水过佣兵还从来没有失守过 更何况现在是在公海上 是阿死一个刘晓飞对我们来说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 整个刺杀过程 我们会全程直播给你 保证让你满意 琼斯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此刻 布朗已经指挥工作人员开着游艇向着刘晓飞的那艘游艇飞快的行驶过去 电话那头 那位神秘的赵先生正坐在陆明市一家五星级的宾馆豪华套房内 即便是在房间内 他的脸上依然戴着墨镜 围衣巾和帽子 将整个面孔遮掩得严严实实的 他的身边还有着另外一个同样遮掩的严严实实的男人 只不过一个高一个矮 高个子男人看向矮个子男人说道 赵哥 你确定这一次我们赵家在天涯省几乎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就是刘晓飞吗 那些提交上来的信息准确吗 如果要是搞错了的话 那我们可是亏大了 这可是一千万美元啊 赵哥咬着牙说道 错不了的 这次对方提供给我们的信息非常详细 包括刘晓飞对廖志才董志浩的设计过程 几乎都描述得十分详尽 基本上可以百分百的确定就是刘晓飞所为 如果不是刘晓飞 董志浩和廖志才就不会出事 如果他们不出事 黄玉川和孙德胜就不会出事 可以说这一次 刘晓飞就是导致我们赵家 在天涯省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 柳晴雨现在我们不敢动 否则刘飞一旦发飙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刘晓飞不同 刘晓飞只不过是一个商人而已 就算是我们杀了刘晓飞 也不会有人为他出头的 更何况现在刘晓飞处于公海之上 杀了他 也没有人会看到的 到时候就算是刘晓飞真正的追查起来 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到时候刘晓飞的尸体 没准进了哪只鲨鱼的肚子里了呢 这一次 我一定要让刘晓飞死无葬身之地 随后赵哥立刻通过手机操作 将七百万美元转账到了穷斯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收到了到账信息之后 穷斯立刻对布朗黑黑黑一笑 布朗我们可以行动了 一边说着 穷斯一边转身走进了游艇船舱内 从里面拿出了一支肩扛式火箭筒 两海里的距离几乎是眨眼就到 几分钟之后 两艘游艇相距不到三百米远了 而此刻 在布朗的指挥下 这艘大型游艇在飞快地 向着刘晓飞的私人游艇靠近着 此刻 刘晓飞已经听到了轰隆隆的马达声 与此同时 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从刘晓飞的心头升起 刘晓飞一个鲤鱼打挺 从甲板上站起身来 随即便看到 正在飞快驶过来的大型游艇商 站着两个外国人 其中一个肩膀上扛着火箭筒 正在向着自己这边瞄准着 另外一人则手中抱着一把冲锋枪 对准了自己这边 当刘晓飞刚刚站起身来的那一刹那 对面的火箭筒已经发射 一道浓烟向着刘晓飞的私人游艇 急驰而来 呼啰一声巨响 整个游艇瞬间发生了剧烈爆炸 刘晓飞整个人腾空而起 被爆炸的冲击波直接冲击到海中 那一瞬间 刘晓飞落下的地方 阴红的鲜血染红了一小片海域 与此同时 强声大作 布朗拿着手中的冲锋枪对准 刘晓飞私人游艇爆炸的地方 和刘晓飞落下的地方 疯狂地扫射着 一弹夹子弹打光之后 他没有丝毫犹豫 再次换上了一个弹夹 继续扫射 随后 琼斯也拎出了一把AK-47 向着海中疯狂地扫射着 鲜血在海面上慢慢地扩散着 对于刘晓飞 在公海上发生的情况 刘晓飞一无所知 已是因为刘晓飞 已经和刘晓飞好几天没有见面了 刘晓飞也知道 刘晓飞比较忙 再加上刘晓飞行动不便 所以两人除了偶尔之间电话联系一下之外 虽然一直都在一个城市 这几天却并没有过多联系 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因为刘晓飞太忙了 最近这些天 刘晓飞几乎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晚上11点多 如果不是老婆曹叔会强制命令他睡觉 他还想再多工作一段时间 又过了半个月左右 刘晓飞的伤势基本上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已经完全可以下地走路了 虽然还无法进行剧烈运动 但是正常活动已经无碍 刘晓飞也从医院搬了出来 回到家中与老婆曹叔会 刘浩天 刘香薇两个小家伙们住在一起 这一天 刘晓飞突然感觉到很久没有和刘晓飞联系了 想到刘晓飞 刘晓飞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心中好像刀割一般的疼痛 他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刘晓飞连忙拿出手机拨打刘晓飞的电话 然而等来的却是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消息 刘晓飞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呢 以刘晓飞对刘晓飞的了解 刘晓飞的手机一直都处于24小时开机的状态呀 要知道他可是华安集团的老总啊 他关机的话会耽误很多事情的 一想到此处 刘晓飞越发感觉到不安起来 甚至他感觉到自己竟然有些心慌 刘晓飞 到底怎么了 你小子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一边想着 刘晓飞已经无法一直心中对刘晓飞的关注 拿出手机拨打萧梦雪的电话 因为他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萧梦雪也来到陆明社了 正常情况下 刘晓飞应该和萧梦雪在一起 电话很快便接通了 电话那头传来了萧梦雪十分疲惫的声音 刘晓飞 我是萧梦雪 萧梦雪 刘晓飞在忙什么呢 怎么打他的电话 他关机了 刘晓飞有些焦急的问道 萧梦雪文言声音中都带着哭腔了 刘晓飞 我们华安集团的人也正在寻找他 这次他难得的有时间可以休假几天 便租了一艘私人游艇去公海上钓鱼游玩去了 但是 自从前些天他出去之后 到现在一直没有回来 本来 私人游艇上是有GPS导航定位的 但是前段时间导航定位突然消失了 租借公司找到我的时候 我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就联合租借公司以及公司的一些人员去公海上搜寻 结果依然没有找到 我们也已经报警了 海警搜寻船也出动了 但还是没有找到刘晓飞的下落 说到这里的时候 萧梦雪已经泣不成声了 听到此处 刘晴雨的心更加难受了 他猛地站起身来大声问道 萧梦雪 你知道刘晓飞最后消失的地方在哪里吗 萧梦雪点点头 知道 租借公司有坐标 不过我们已经去附近搜索过了 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线索 柳晴雨不由得眉头一瘦 没有找到线索 怎么会这样的 你把坐标给我 我派人再仔细地查一查 萧梦雪把坐标报给了柳晴雨 柳晴雨立刻一方面指挥海警人员 继续前往搜索 一方面也联系了一些深浅人员 前往刘晓飞出市海域 进行潜水搜寻 三天后 刘晴雨终于得到线索 在事发海域海底 发现了刘晓飞所乘坐 私人游艇的残骸 从残骸可以确定 刘晓飞的私人游艇沉没了 而且是被人用暴力手段击沉的 而且潜水员还在海底发现了 刘晓飞经常随身携带的一把三菱军刺 那是他最喜欢的一把武器 是从刘晓飞当雇佣兵开始 就陪伴着他的武器 而现在那把武器上赫然有一个弹孔 当刘晴雨看到这把三菱军刺的时候 他就知道 刘晓飞肯定出事了 从沉默的私人游艇 到带着弹孔的三菱军刺 刘晴雨可以确定 刘晓飞是被人给暗算偷袭了 权力巅峰 第1378集 刘晴雨直接气得发飙了 当时就给刘晓胖等人下了死命令 立刻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想办法找到刘晓飞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同时不惜一切代价 悬赏一亿美元 征求刘晓飞被袭击的线索 如果有人能够提供 比较详细的证据 这一亿美元就是他的了 哪怕提供的证据不是十分详细 只要有用 华安集团都可以付钱 刘晴雨同时还作出指示 如果找到幕后凶手 不惜一切代价 要进行报复 不管是谁敢于伤害 自己的好兄弟 柳晴雨绝对不会轻饶 为了刘晓飞 柳晴雨甚至不惜动用柳家的诸多力量 加入进行 柳晴雨发飙了 然而 让柳晴雨出离愤怒的是 好多天过去了 竟然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找到一丝一毫的线索 柳晴雨到底哪里去了 她到底是生是死 就在柳晴雨动用各种资源疯狂搜索柳晴雨的时候 她接到了省长杜玉峰的电话 晴雨啊 到我这里来一趟 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接到杜玉峰的电话之后 柳晴雨的脸上不由地露出一丝苦涩 她知道杜玉峰的这个电话 肯定是和她下一步的工作调整有关 自从黄玉川和孙德胜被双规之后 柳晴雨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柳晴雨点点头 好的 我马上过去 随后柳晴雨出门 直接打车前往省政府大院 敲门进入了杜玉峰的办公室内 此刻杜玉峰的办公室外面坐了很多人 这些都是过来向杜玉峰汇报工作的 不过当杜玉峰的秘书看到柳晴雨过来之后 她便立刻进入杜玉峰的办公室内 向杜玉峰进行汇报去了 很快杜玉峰办公室内 向杜玉峰汇报工作的公信厅厅长走了出来 向着柳晴雨微笑着点点头便出去了 秘书立刻说道 柳市长 你先请吧 杜省长在等着你呢 其他领导们看了柳晴雨一眼 随即便默默继续地等待 大家早就看出来了 杜省长对于柳晴雨的欣赏是从来不会掩饰的 而且随着这一次柳晴雨引爆天涯省反腐风浪 恐怕柳晴雨离开天涯省也不远了 对于这一点很多人全都看得十分清楚 所以这个时候自然也没有人会站出来说三道四的 柳晴雨敲门进入杜玉峰的办公室内 十分恭敬地说道 杜省长 您找我 杜玉峰笑着说道 秦宇啊 坐吧 我估计我不说 你也应该猜到我找你什么事情了吧 柳晴雨苦笑着点点头 杜省长 是不是我要调走了 去哪里 柳晴雨没有拐弯抹角 开门见山地问道 杜玉峰见状也没有在兜圈子 苦笑着说道 去天都省省检察院担任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厂 检察院内排名第三 主抓反贪局 反独职侵权局 公诉处等工作 至于你的级别吗 依然没有变化 还是正听级 说到这里 杜玉峰观察着柳晴雨的表情笑着问道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到有些失落呀 柳晴雨不由的一阵苦笑 失落 或许有一些吧 不过这个结果倒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甚至比我预想的还要好一些 怎么 你预想的是什么样的 杜玉峰问道 我以为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我会被派到一个闲职部门 好好地反省一段时间 不过既然是去检察系统工作 而且还主抓反贪工作 我相信我肯定不会闲得无聊了 柳晴雨说这话的时候 似乎还带着几分欣喜 杜玉峰自然看得出来 柳晴雨流露出来的这种欣喜表情 不是装出来的 不过正因为如此 他对柳晴雨这个小家伙的心胸 却越是欣赏 杜玉峰现在是真的看出来了 或许柳晴雨从一个风光无限 权力滔天的诗纯市长 到检察系统的三把手之间进行转换 肯定会有很多的不适应 毕竟市长可是市政府的一把手 即便是在市委里也是二把手 而到了天都省检察院 柳晴雨只是三把手 虽然这种转换之间 柳晴雨的正厅级级别没有改变 但这期间的权力落差还是比较大的 毕竟身为陆明市市长 柳晴雨在很多方面 几乎都可以拍板做出决策 但到了天都省 柳晴雨的头上有着一把手和二把手 虽然现在分管的部门已经定了 也算是有些权力的部门 但是要想把反贪反独职工作抓起来 又何谈容易 想要出成绩又是何等的困难 更何况赵家在天都省的实力 可是非常强大的 柳晴雨要想在那边做出成绩 恐怕是非常之难的 晴雨啊 你难道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安排吗 杜玉峰问道 柳晴雨摇摇头 其实杜省长您不说 我也能猜得出来 这肯定是我老爸的安排 他是绝对见不得我一帆风顺的 早知道小时候我就多骑几天大马了 说到这里 柳晴雨嘴角上流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杜玉峰顿时一愣 看到杜玉峰不解 柳晴雨嘿嘿笑着说道 杜省长是这样的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骑在我老爸脖子上玩骑大马 那个时候我老爸对我那叫一个疼爱 不过随着我的逐渐长大 他对我的要求却是越来越严格 不过呢 我现在也理解他的想法 他是想要降门出胡子啊 而且他也希望我成才 所以才不断地把我放在艰难困苦的局面里去摔打 虽然我每次都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甚至九死一生 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他 因为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 所以不管他安排我去哪里任职 我都不会有任何的怨言 不管到哪里 我都会坚决地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只有如此 才能对得起国家发给我的工资 才能对得起组织对我的信任 不过唯一可惜的是 我现在有些后悔 当初为什么不多跟他玩一些骑大马的游戏 毕竟小的时候老爸总是围着我转了 而现在我却得跟着他的指挥去转 有些不爽啊 柳情语说完 杜玉峰笑了 从柳情语的这番回答中 他可以感受到柳情语与刘妃之间那种真挚的父子情怀 刘妃虽然对柳情语要求严格 但那却是处于对柳情语最真切的爱护 他对柳情语要求严格 是不希望柳情语将来一旦走到高位 却因为能力不足而给他自己 甚至国家人民带来损失 这是一种真正博大的爱 而柳情语对刘妃的所作所为也非常理解 这说明柳情语是一个聪明人 是一个真正有心胸和气魄的人 而不是一个顽劣之人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尤其是一部分富二代 官二代们都喜欢享受父母权势财富 所带给他们的便利和方便 却很少去主动去思考 自己应该如何通过努力去超越自己的父母 靠着自己去做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还有一部分人总是抱怨这个世界的不公 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当官的老爹 或者亿万富翁的老妈 他们总是抱怨这是一个拼爹拼妈的时代 抱怨种种的不爽 却从来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自己的生活非得靠别人呢 你自己没有手没有脚吗 为什么不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打拼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呢 想到此处 杜玉峰不由得一阵苦笑 如果每个人都有柳青宇这种想法和心胸 或许这个世界上会多出很多真正的成功人士吧 悲快地收回思绪 杜玉峰看向柳青宇说道 青宇啊 你这次去天都省有什么打算吗 你知道你父亲派你去天都省的用意吗 刘青宇轻轻点点头 我可以猜到一些 这一次孙德胜和黄玉川 在天涯省对我采取了非常规的手段 想要把我干掉 他们的行为已经彻底违反了政治规矩 也触及到了我老爸的底线 而天都省又是赵家实力比较集中的地方 老爸让我过去直接进省检察院 主抓反贪和反独职两项重要权利 目的应该是让我通过对天都省的反贪工作 将赵家在天都省的那些腐败势力尽可能地清理出去 还天都省人民一个晴朗的天空 杜玉峰笑了 柳青宇不愧是刘飞的儿子 虽然刘飞并没有直接跟柳青宇提及此事 但柳青宇却对刘飞的每一步安排 都能直接看清其本意 不愧是父子连心 不愧是知父莫若子 这时 路易峰脸色却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青宇啊 你既然猜到了你老爸的用意 那我也就不在这这个方面多说什么了 不过我要提醒你的事 天都省不同于天涯省 在天涯省虽然有赵家的势力 但并没有达到完全主导的优势 但是天都省却不一样 赵家在天都省实力要比在天涯省强得多 而你到了天都省之后极有可能会是孤军作战 即便是有一些照应 恐怕也是有限 更何况你只是检察院三把手 要想做出什么事情都会受到各方面的彻褶 所以你到了天都省之后必须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在天都省的工作到底应该如何展开 你在天涯省的时候 上面有我作为你的强力后盾 在做事的时候可以强势一些 这或许没有什么 但是到了天都省 人家赵家之人可是不会惯着你这些的 如果你一旦被他们抓住把柄 绝对会把你往死里整 所以你到了天都省之后 必须要步步为营 小心谨慎 而且据我所知 赵家在天都省有一个十分神秘的幕后策划者 此人据说是一位某个领域的大师 此人相当神秘 不仅手眼通天 极其善于交际 还精通各种阴谋诡计 曾经有一些其他势力的人进入天都省 最终都黯然离场 据说应该都是败在了这位所谓的大师手中 而能够成功留在天都省的那些精英做事 也十分低调谨慎 但是此人到底是谁 为何被人称为大师 这些问题外人很难了解 而且赵家对于此人的防护十分严密 因此仅仅是在天都省被冠以大师称号的人 就有十几个人之多 这里面有书画大师 古董鉴定大师 像术大师 风水大师等等 不一而足 甚至每个大师的称号下面 都有好几个可以叫得上名号之人 所以外人虽然可以查到为赵家 在天都省出谋划策的人被称呼为大师 但是到底是什么领域的大师 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至今依然是一个名 不过柳青云 你到了天都省之后 一定要小心防备 这位大师出手十分阴险 很多人都着了他的道 听到杜玉峰的警告 柳青云的脸色立刻也变了 他知道 以杜玉峰的身份 能够对这位所谓的大师 竟然还如此顾忌 这就说明这位大师 的确是很有能量 或者是很有手段之人 自己要想真的小心一些 想到此处 刘青云连忙说道 谢谢杜省正的提醒 我到了天都省之后 一定会小心此人的 杜玉峰点点头 接着说道 青云 对于你做官时 为国为民之心 我是非常欣赏的 但是对于你在工作时 绝对强势 不肯妥协的性格 却是我十分担心的 输到此处 杜玉峰的脸色 再次严峻了起来 青云 我相信 经过最近的一系列事情之后 你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了 现在 你的为人 你的性格 已经被很多人所了解 你的强势和不妥协 是你的优点 但有些时候 也会成为你的缺点 尤其是你 世事都喜欢冲锋陷阵 在第一线的习惯 更是我最为担忧的 你必须要记住 你现在已经是正厅级的干部了 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 已经没有必要 总是冲锋在第一线了 否则的话 一旦你的政治对手 有针对性的 为你设置陷阱 不排除再次发生 烂尾楼爆炸事件的可能性 或许赵家 不敢再做出 类似的事情来了 但是你别的敌人呢 比如说三井集团 比如说 你以前得罪过其他的敌人 难道他们不敢了 秦宇 我希望你必须要 对此事提起高度注意 否则的话 下一次你可不一定有这么好运了 尤其是成铁牛这一次 由于伤势过重 至少要休养一两年 才能彻底恢复健康 在这期间 你的安全工作 就缺少了一个强有力的支点 所以 你更加要懂得保护自己 我给你的建议是 要想办法组建自己 可以信赖的团队 要充分发挥团队中 每一个队员的能力 让他们成为你的眼线 成为你的手臂 而你身为领导 只需要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 和运作就可以了 当然了 在陆维岛项目上 你也的的确确已经有了这种意识了 但是那还不够 你必须得做得再高明一些才行 希望你在天都省 能够把这一点好好地改进一下 柳秦宇使劲地点点头 杜玉峰所说的这些 都是他在工作中 所展现出来的一些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 柳秦宇其实心中 还是比较清楚明白的 不过很多时候 柳秦宇在战场上的拼杀的习惯 还是让他喜欢冲锋陷阵在第一线 尤其是当年在战场上带兵的时候 他身为整个团队的队长 只有冲锋陷阵在第一线 才能对于整个战局有比较清楚的把握 也只有如此才能尽可能地减少整个团队的损失 也才能获得整个团队里 每一个队员发自内心深处的钦佩和支持 而现在进入仕途 他虽然已经在想办法改变一些想法和思维方式 但是作为一个心系百姓的官员 有些时候他还是喜欢亲自前往第一线 了解第一手的实际情况 亲自解决百姓的问题 虽然柳秦宇也清楚 自己个人精力有限 无法什么事情都势必轻功 但有些时候 他确实会不由自主地就那么去做了 权力巅峰第1379集 不过经过这次杜宇峰的再次点播 刘秦宇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知道这次到了天都省 由于局势的特殊 再加上职务的特殊 所以如果他依然是单打独斗的话 恐怕工作很难展开 毕竟他要展开的新的工作 是需要极其细致的调查 需要大量的可靠的人手 所以这个时候 他必须要充分将自己在战场上带团队的时候的领导力 充分地发挥出来 随后杜宇峰又点播了柳清宇一些官场上应该注意的问题 随后便把一份调令交给了柳清宇 而柳清宇则继续以异地干部交流的名义 再次调往天都省省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排名第三 分管反贪反毒职和公诉工作 然而 柳清宇并不知道的是 此刻 天都省省会天都市 一场针对即将到来的柳清宇的天罗帝王 早已经暗中有条不紊地展开了 赵东风 竟然知道刘飞想要 把柳清宇送到天都省去搅局 他怎么可能会置之不理呢 在赵东风的授意下 赵家 早已经在天都省布下天罗帝王 严阵以待 就等着柳清宇踏入天都省了 赵东风已经决定 这次 一定要通过官场手段 彻底将柳清宇的仕途之路 埋葬在天都省 他要让刘飞 为做出与赵家彻底翻脸这个决定 而后悔终身 不知道是各方势力的默契呢 还是某些势力的有意为之 柳清宇的这次异地调整 进行的非常低调 直到柳清宇发调令 都到了柳清宇的手中之时 柳清宇才知道 而陆明市和天涯省知道的人 也寥寥无几 拿着调令函 柳清宇与从省里空降下来的 市长齐国锋进行了工作交接 齐国锋是唐万刚以前的秘书 后调到省农业厅 担任常务副厅长 半年前刚刚提到厅长的位置上 这次 直接从农业厅空降到陆明市 担任陆明市市长 在交接的时候 柳清宇对齐国锋 九路明市当前的经济形势 和今后的发展规划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包括之前已经采取的 一系列针对长远规划 所采取的措施 也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柳清宇虽然清楚 这种说明在有些时候 是官场上的大忌 但是他却并不在乎 因为柳清宇不希望等自己走后 自己辛辛苦苦所制定的 长远规划被搁置 自己做出的一些长远规划项目被抛弃 最终导致一个个项目烂尾 最终让财政和百姓成为一些项目的买单者 好在齐国锋是一个十分有想法 有报复之人 他听完柳清宇的详细阐述之后 很快就明白了柳清宇的真正用意 齐国锋当即表示 请柳清宇放心 他会坚决按照柳清宇之前 所制定的规划思路去发展陆明市 因为他认真研究过柳清宇之前的规划思路 认为是十分先进的 尤其是之前所策划的一些项目 他也会继续坚决向前推动 确保项目能够对陆明市的老百姓产生积极的作用 当然齐国锋也表示 自己也有一些想法 会在后面进行实施 不过所有想法的实施 也都会在柳清宇之前的规划上进行小幅度调整 不会伤筋动骨 这是齐国锋对柳清宇的保证 柳清宇到此也就彻底放心地离开天涯省了 柳清宇走的那天 陆明市整个市委班子在沈红飞的带领下 为柳清宇送行 临走之前 沈红飞紧紧地握着柳清宇的手说道 柳清宇 说实在的 我真舍不得你走 你在陆明市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为我们陆明市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其实已经到了收获的时候了 但是你却走了 我感觉到非常惋惜 虽然之前咱们两人在执政的过程中 因为理念和思路也有过多次交锋 但是你在这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局观 但我非常认同 你的所作所为 有些时候也会让我进行深刻的反省 柳清宇 最后 我代表陆明市市委市政府 陆明市的老百姓 对你在最后这个阶段为陆明市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你拼得一身寡 坚决把黄玉川和孙德胜拉下马的勇气和魄力 我表示深深的钦佩 我知道 因为这些原因 导致你在下一步的仕途之路上 多了很多的挫折 最终不得不黯然离开陆明市 本来 以你现在所做出的成绩 晋升一个市委书记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算是晋级省委常委 都是够资格的 但是现在 你却为了陆明市的老百姓 为了陆围岛大兴深水港项目的顺利进行 拼建了权力 将黄玉川 孙德胜 吊志才 董志浩 这些障碍全部扫清 最终确保了整个项目可以顺利进行了 你不仅为天涯省老百姓除去了官场上的住宠 也为老百姓未来的幸福生活 打下了坚实基础 刘千语 谢谢你 沈鸿飞的这番话很长 说的时候很是动情 眼神之中充满了真诚的感动 沈鸿飞太清楚柳青宇这次拼尽全力 引爆天涯省官场大地震事件的真正目的 太清楚柳青宇为引爆这次地震 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而柳青宇所有的这些付出 为的是天涯省 为的是陆明市的老百姓 为的是陆围岛大兴深水港项目的顺利进行 要知道 以柳青宇在深水港项目上的贡献 提拔一个市委书记绝对绰绰有余 就算是晋级省委常委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 却因为引爆了天涯省官场大地震 那么不管柳青宇之前做过多少贡献 不管是在哪个上级领导的眼中 柳青宇的这种做法都是不成熟的 或许大家都可以理解柳青宇的贡献和目的 但是政治就是政治 是有其规矩和规则的 柳青宇这次的做法不太成熟 就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所以原本可以高升的柳青宇 只能黯然调离陆明市市长这个实权位置 安排到天都省检察院去担任副检察长 板摊局局长 虽然级别依然是正厅级 但是沈红飞却知道 这两个正厅级手中的权力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在天都省的位置上 柳青宇将会很难做出成绩 虽然沈红飞也清楚柳青宇调到天都省 有针对赵家的意思 但是他依然认为 柳青宇此去天都省的仕途之路 将会异常曲折 此时此刻 哪怕是沈红飞清楚 柳青宇将会是自己一生的对手 但他依然对柳青宇充满了尊敬和钦佩 他为自己有柳青宇这样的对手 而感觉到庆幸和欣慰 当一个人站在巅峰的时候 最痛苦的事情不是没有合作伙伴 而是没有一个重量级的对手 柳市长 请您放心 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会坚决贯彻您以名为本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官理念的 说话的时候 陈棉灿紧紧地握着柳青宇的手 眼圈红红地说道 对陈棉灿来说 柳青宇就是他的贵人 正是由于柳青宇对他的信任提拔 从而使他从一个副秘书长进级到了市政府秘书长 进而成为陆角县县委书记 市委常委 实实在在的正厅级 如果没有柳青宇 也许他要想进级正厅级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必能够进级到副厅级 而柳青宇以名为本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官理念 更是深深地影响到了陈棉灿 让陈棉灿看清楚了自己的官场之路 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 得到了施展自己报复的机会 在陈棉灿心中 柳青宇就是他的贵人和偶像 黄红波也紧紧地握着柳青宇的手说道 柳市长 大恩不言谢 我会和陈棉灿一起 为了老百姓而奋斗终身的 陈棉灿是不会寂寞的 柳青宇笑了 他笑得非常开心 在陆明市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最为得意的事情 并不是陆维岛项目从无到有的奋斗历程 也不是将黄玉川 孙德胜董志浩 廖志才这些人拉下马 而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的努力 影响了像陈棉灿 王洪波这样的一批官员 提拔了一批年轻有为 有理想 有抱负 能够一心为民做事的精英官员 项目是死的 做了一个还可以再做第二个 但人是活的 项目是人做的 只要有了陈棉灿 王洪波等一大批敢于做事 能够做事 能够心中想着老百姓 想着国家的官员 柳青宇相信 未来的天涯省 未来的陆明市 前途将会一片光明 在众人或热烈或感动或寒暄的话语中 柳青宇回首与众人告别 上了一辆出租车 赶往机场 陆明市本来想要出车送柳青宇的 被柳青宇给拒绝了 柳青宇公司分明 既然自己不是陆明市的官员了 就不应该再用陆明市的车了 出租车是柳青宇通过手机APP约好的 就在陆明市市委门口等着柳青宇 当出租车司机看到柳青宇是在陆明市 那么多市委领导的陪同下送行离开的时候 司机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 尤其是当司机看到在柳青宇上车开窗挥手 汽车启动的那一刹那 竟然有人流出了眼泪 出租车司机彻底震惊了 当出租车司机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着身后穿着一身便装 拎着一个简单行李包的男人的时候 他的脸上也露出了惊喜之色 一边开着车一边声音颤抖着说道 您您就是柳青宇市长 柳青宇微微一笑 我是柳青宇 不过现在已经不是陆明市的市长了 不 您永远都是我们陆明市的市长 我们陆明市的老百姓 永远都把您当作是我们陆明市的市长 一边说着 司机的眼神之中竟然隐隐有泪花在闪烁着 他飞快擦去眼角之中的泪花 随手拿过车载对讲机大声说道 各位兄弟们 我们陆明市的柳市长要走了 他要去街场 他马上就要离开我们陆明市了 我们为柳市长送送行吧 他为了我们陆明市付出了那么多 最后却只是平调 官场的东西我们不懂 不过我们却懂得一点 那就是感恩 没有柳市长 就没有陆维岛二期工程项目 就没有我们陆明市现在良好的旅游秩序 就没有我们陆明市现在蓬勃的活力 我现在正在前往机场的淮安东路上 请想要为柳市长送行的兄弟们 开启双闪 沿着淮安东路一路向东 送柳市长去机场 我的车牌号是陆A23679 随着出租车司机在对讲机里的一声呐喊 对讲机里彻底沸腾了 一个接着一个的声音在对讲机里响起 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租车司机 发出了响应号召的回复 随后 陆明市老百姓看到了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 在前往机场的淮安路上 以前毫无秩序 喜欢加塞 抢到的出租车司机 突然全都变得异常文明起来 很多出租车司机 全都亮起了双闪灯 在前往陆明市机场的道路上 一字排开 匀速前行者 很多出租车司机 车窗后面的LED广告牌上此刻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广告标语 有的只是一句循环出现的话语 刘市长 您永远是我们陆明市人民的好市长 出租车司机感谢您 陆明市人民感谢您 祝您一路顺风 只有这么一句话 在陆明市所有出租车司机的后创的LED广告牌上循环的播放着 此时此刻 出租车司机行业诸多出租车司机的行为 最终引起了陆明市电台的注意 很快的 陆明市电台的主持人 便纷纷开始在各大陆明市电台的频道上播出了广播 各位刺激朋友们 为我们陆明市做出突出贡献的好市长柳晴宇 要离开我们陆明市了 没有公车送她 她是坐着一辆出租车走的 各位朋友们 各位市民们 柳市长为了我们陆明市做出了那么多 甚至差一点被坏蛋的炸弹给炸死 但是她走的时候却是如此安静 难道这就是我们陆明市老百姓对待恩人的态度吗 难道这就是我们陆明市老百姓对待这么一位市长的态度吗 不是 绝对不是 我们陆明市老百姓 是懂得感恩的 我们陆明市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柳市长为我们陆明市老百姓所做出的一切 从柳市长刚刚上任时整顿旅游秩序到后来提出陆维岛大型深水港项目 从柳市长不惜以身犯险救下我们幼儿园的小孩子们到如今尽悄悄地离开 柳市长为我们陆明市做了那么多 那么我们陆明市老百姓我们陆明市老百姓能够为柳市长做些什么呢 当电台女主持人说到这里的时候她的声音都已经哽咽了 泪水在已经隐瞒了她的眼睛 但是她还在继续说着 各位市民们 各位司机们 我认为 我们应该用一种别样的方式来为我们最尊敬的柳市长送行 我们要让柳市长永远地记住我们陆明市 记住我们陆明市的人民 我提议 在淮安路上司机们请自觉遵守交通秩序 请自觉让出一条车道来 让我们这位临走时依然不愿意占老百姓占公家一点便宜 却自己乘坐出租车离开的好市长送行 让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对柳市长最崇高的敬意 让我们整个城市的汽车双闪灯亮起来 这位女主持人已经忘记了她主持的是一档音乐节目 忘记了已经到了她应该插播广告的时间了 她甚至已经忘记了导播在话筒里的提醒 她就那样一遍一遍的大声的呐喊着呼吁着 很快 这位电台女主持人的播音 引起了很多其他频道主持人的附和 几乎所有陆明市和天涯省电台的主持人们 几乎全都在响应着这位女主持人的提议 不断的在各大电台内播出这种呼吁 全力巅峰 第1380几 当陆明市的私家车司机们 看到那些亮起双闪行进有度的出租车司机 突然转性的时候 很多人还在纳闷呢 但是很快的 他们便通过电台广播 得知了柳市长乘坐出租车 要离开陆明市的消息 很多私家车司机们 也被这个消息给震惊了 但很快的 很多人便反应过来 于是所有与淮安路连接的路口处 不管交通灯到底是红灯还是绿灯 几乎所有车辆 全都停止了前行 整个华阳路上 一路畅通 渐渐的 整个华阳路上 大家看到了一条 由亮着双闪的出租车 组成的滚滚洪流 陆明市 有三千多辆出租车 加入整个送行队伍 整个出租车队伍 绵延数公里远 在这些出租车中间 刘清宇所乘坐的那辆出租车上 闪烁着几个大字 刘市长在这里 此刻 很多私家车全都原地停响 亮着双闪 只有整个出租车长队穿过的地段 再次恢复了正常的交通 陆明市的交通 第一次发生如此大面积的瘫痪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 发出任何的抱怨 所有人全都自觉地 遵守着交通秩序 当柳清宇坐在出租车内 看着沿途淮安路上 那些停止不动的汽车 一直都在为整个出租车车队 让路的时候 当他看到几乎所有的汽车 全都亮着双闪灯的时候 柳清宇被陆明市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质谱 和行动给感动 柳清宇的眼神中也闪烁着泪花 多么朴实的老百姓啊 自己不过是做了一名官员 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老百姓们却没有忘记他 他本来只想和当初来陆明市一样 低调而来 低调离去 却没有想到 老百姓们竟然用这种方式 来为自己送行 这是柳清宇第一次看到 如此特殊的送行方式 却也是印象最深的一次送行方式 柳清宇望着前方一望无际 打着双闪的出租车队伍 他的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壮志豪情 我们的人民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真正以民为本的官员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能够实实在在 为老百姓做事的官员 身为一名官员 自己必须要坚决贯彻老爸刘飞 交给自己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为官原则 坚决要为老百姓做实事 做好事 也只有如此 才能对得起老百姓对自己的尊敬和信任 对得起党和组织对自己的培养 这一刻 柳清宇感觉到自己的肩上责任更重了 这一天 整个陆明市媒体沸腾了 整个天涯省的媒体沸腾了 全国的网民们沸腾了 发生在陆明市这一幕特殊的场景 很快便通过网络传遍了整个华夏大地 对于陆明市发生的这一幕 网上出现了很多意见 有人认为这是陆明市官员 故以为之 是在为柳清宇歌功颂德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蓄意的炒作 但是对于陆明市的老百姓而言 对于陆明市的广大出租车而言 他们确确实实的是在用自己的真心实意 在为他们最尊敬的柳市长送行 所以陆明市的网民们和全国的网民们之间 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大辩论 然而就在这场辩论如火如土展开的时候 柳清宇却并不知道 此刻的他已经坐上了前往燕京市的飞机 柳清宇要去燕京市休息几天 陪陪自己的家人 然后前往天都省报道 燕京市赵家 赵东风脸色阴沉地看着赵志强说道 志强 现在天都省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赵志强淡淡一笑沉声说道 老爷子 您放心吧 一切都准备完毕了 各种各样的圈套都已经准备妥当 天罗地网已经张开 就等着柳清宇往里面钻了 赵东风点点头 好 你也好好地准备一下 随时坐好前往天都省的准备 这一次我会为你再创造一次 与柳清宇全面展开对决的机会 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 将柳清宇彻底击败 赵志强充满自信地点点头 老爷子 您放心 虽然当年在瑞源县的时候 我败给了柳清宇 但是这些年来 我韬光养晦 我心肠胆 我早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赵志强了 我相信这一次 我一定会将柳清宇彻底踩在脚下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 柳清宇在燕京市休息了七八天左右 在这期间 柳清宇带着儿子柳浩天 女儿柳香薇两个小家伙 在燕京市各大游乐场里几乎玩了一遍 这次游玩阵容可是够庞大的 柳清宇曹书会自然不必说了 柳魅烟也专门安排了一下行程 在这几天里陪着自己的孙子孙女 玩了好几天 当然了 柳魅烟也有陪着儿子柳清宇的意思 因为他清楚 儿子下一步的行程将会更加艰险 届时恐怕回家的次数将会更少了 所以他想要利用这段时间 多陪陪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孙女 除了柳魅烟之外 刘峰与梅月禅自然也是加入其中的 同时还有小魔女韩湘怡 刘小胖怒招小二黑等人 这个阵容绝对够强大 所以在游玩的时候 倒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除了两个小家伙比较淘气雷人之外 大家倒是都玩得十分尽兴 期间 刘秦宇又和老爸刘飞仔细谈了一下天都省的局势 刘飞只送给刘秦宇八个大字 哪八个字呢 以名为本 无欲则刚 听完老爸的这八个字之后 刘秦宇便知道自己在天都省该怎么做了 在燕京市休息了一段时间 刘秦宇计算了一下时间 距离自己正式报道还有三天的时间 刘秦宇琢磨了一下 最终还是决定提前两天过去 先摸摸天都省的情况 毕竟自己今后要干的可是天都省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反贪局局长 同时还分管反独职侵权局 柳秦宇非常清楚 这个位置看似没有实权 实则主抓一省反贪重任 如果要认真干的话 其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挑战性也非常强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干部 柳秦宇自然不想混日子 所以他决定提前两天到达天都省 对天都省的情况摸摸底 好在 柳秦宇这次前往天都省 并不是两眼一抹黑 因为柳秦宇大学好友朱运兴 现在就在天都省当律师 朱运兴是人大毕业的 和柳秦宇在一次同学聚会上相识的 两人之间一直都有着联系 而朱运兴就是天都省天都市人 而且由于身为律师 经常要接触天都省官场和各个层面的人 所以找朱运兴了解情况 是柳秦宇的第一选择 柳秦宇和曹淑慧商量了一下 自己这次去天都省 暂时就不带着曹淑慧去了 等到柳香薇和柳浩天三岁左右 可以上幼儿园之后再让曹淑慧过去 毕竟天都省的情况十分复杂 让曹淑慧现在过去 柳秦宇有些不放心 曹淑慧自然理解柳秦宇的担忧 也就决定暂时继续在燕京市待着 一架飞机呼啸着从首都机场起飞 插入云霄 当飞机降落时 已经到了天都省天都机场了 天都省位于华夏西南腹地 与余都前省 滇省接壤 虽然自古以来山路多难行 但却枝叶寒润草木有方 万品灵质 道熟卖乡 物美欲人 属于天福之地 柳秦宇下了飞机 便看到一个身高一米八左右 一身黑色西装 气质儒雅的中年人 站在后机区等待着 见柳秦宇拎着一个轻巧的旅行包走过来 此人愣了一下 随即走过来给柳秦宇一个大大的拥抱 紧紧握着柳秦宇的手说道 我说柳秦宇 你这好不容易到我们天都省来一趟 也不知道给我带点烟筋的土特产啊 你这小包也太小了吧 柳秦宇笑道 正因为给你带了土特产 所以我才拿着这么小的旅行包的 东西已经快递运过来了 到时候你就在家里就可以等着签收了 我说 朱允显 好多年没见了 你这家伙倒是越来越有气质了 看来 你的大律师干得不错嘛 朱允显黑黑一笑 不错啥呀 也就是混口饭吃 柳秦宇 你不在天涯省好好当你的市长 怎么想到跑我们天府省来了 难道你是过来休假的 柳秦宇哈哈大笑道 我说老朱啊 你难道不上网吗 我已经从天涯省调离了 这次就是到你们天府省过来任职的 啊 到我们天府省来任职 难道过来当天都市市委书记 我可没有听说过天都市委书记要换人啊 朱允显这次可是有些震惊了 他没有想到柳秦宇竟然到天都省来任职了 两人一边聊着天 一边上了朱允显的汽车 上车之后柳秦宇这才笑着说道 我过来是担任神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反贪局局长的 老朱 有关天府省的情况 你可得给我多介绍介绍啊 否则的话 我可就真就两眼一抹黑了 朱允显也是个聪明人 听柳秦宇这么说 便明白柳秦宇找自己的真正含义了 不过对于柳秦宇这位大学时的好友 他十分欣赏 而且柳秦宇之前执政的一些履历和围观理念 朱允显也十分钦佩 所以身为一名充满了正义感的律师 朱允显时刻笑着说道 好 没问题 只要是我老朱知道的 保证全都跟你唠叨唠叨 一边聊着天 朱允显一边开车 带着柳秦宇到了天都省一家比较有名的酒店 天福大酒店 天福大酒店是一家综合性酒店 虽然以川菜为主 卤菜这菜也十分有名 可以说是很多社会精英阶层接人待物的首选之地 天福大酒店还有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地方 那就是包间很少 但是大厅却极其宽广 大厅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敞开式的大厅 一部分是被划分出了很多的隔断的雅座 不管您有多有地位 到了天福您只能选在隔断式雅间 至于说真正的包间总共有八间 而这八间一般只有到了正厅级 以及正厅级以上职务才有资格进去的 即便是如此 基本上每天天福大酒店的包间不仅天天爆满 而且要想进入包间还需要提前预定 即便是大厅内的雅间隔断 如果没有预定的话也很难排上号 此刻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 正是酒店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 朱韵新带着柳清宇刚刚走到酒店台阶下的时候 便感觉到身后有人推散了两人一下 把两人推散到了旁边 柳清宇倒是没有动气 只是和朱韵新一起默默地站在旁边 看了一眼推散他们的人 这是两名穿着西装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看起来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纪 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两人把柳清宇和朱韵新推到一边之后 立刻躬身冲着后面一个人说道 朕大师您先请 听到大师耳自 柳清宇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 向着这位大师望了过去 柳清宇在前来天都省之前 老领导杜玉峰曾经向柳清宇提醒过 赵家在天都省有一个 十分阴险狡诈的幕后策划高手 这位高手有一个大师的头衔 同时为了掩饰这位大师的真实身份 赵家还特别在天都省策划了一系列大师 到底这些大师哪个 才是赵家在天都省真正的幕后策划高手 也是柳清宇十分关注的事情 到了柳清宇这个级别 他非常清楚 这官场之上的斗争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 如果你连对方长得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的性格 有什么样的做事风格都不知道 你如何与对方交手呢 而柳清宇这次到天府省来 身兼反贪局局长重任 势必会和天都省的腐败分子展开一系列的巅峰对决 而要想打败对手 势必会和赵家的这位大师进行交手 而从杜玉峰的分析来看 这位大师手段十分狠辣犀利 但是风格多变 所以柳清宇到了天都省之后 最想确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查清楚 天涯省这么多位大师 到底哪位才是赵家御用的那位 只有确定了对方的本尊 并对对方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 柳清宇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做到有地放始 否则盲目出手的话 弄不好就会像之前那些进入天都省的人一样 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此刻柳清宇看到 那两个壮汉所恭敬的人身高在一米七八左右 四十多岁的年纪 头发稀疏却梳理得十分整齐 几缕较长的发丝 遮住了大部分光脱脱的顶部 一身的名牌服装 戴着金边眼镜 看起来十分斯文 嘴角上总是带着几番淡定的微笑 在此人的身边 簇拥着几名气场相当强势之人 一柳清宇的眼光 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 其中有两人肯定是官场中人 还有两人是商场中人 至于另外三人应该是秘书或者下属的角色 郑大师 您先请 一名挺着大肚男充满了遗旨气使气度的男人 十分恭敬地谦让道 别啊 孙副市长 您可是我们天都市的父母官 还是您先请吧 带着金边眼镜的郑大师 谦虚地说道 郑大师 您太谦虚了 我们今天只谈艺术 不谈政治 在艺术领域 您是大师 我是后学墨镜 还是您先请吧 权力巅峰 第1381集 这时 孙副市长身边那位官气十足的西中男人 也笑着说道 郑大师 您还是不要客气了 您是今天我们宴会的主角 您先请 其他两人也在旁边帮衬着 郑大师 这才谦恭地微笑着 荡先走去 等到几人离开之后 柳琴宇在后面低声问道 我说 这位大师到底是做什么的 怎么连副市长对他都这么客气 卓运欣笑道 这位大师可不简单 是我们天都省有名的书画大师 他的书法和绘画都自成一体 在艺术界很有名望 旁边的那个是天都市的副市长孙清成 那个肤色较黑的是天都市公文局副局长孤铁文 另外两人 一个是天都市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楚雄敬 一个是天都市建筑公司总经理乐文强 这几个都不是上运的 柳琴宇不由得眉头一皱 那他们怎么凑到一起了 朱运欣苦笑道 很紧 利益关系呗 柳琴宇有些诧异的书道 他一个书画大师 怎么会与这些官员商人之间产生利益关系 朱运欣道 这个其实并不由他 正因为郑国伟是书画大师 所以他的字画 在天都市的书画市场上 还是相当有价值的 当然了 至于书值多少钱 不同人有不同的标准 据我所知 按照市场价的话 这位郑大师的书画作品 一个字是一千元 而书画作品一瓶尺是两千元 正常来说 还是值这个价钱的 当然了 郑大师的作品之所以并不是很高 一是因为郑大师为人豪爽 喜欢赠送自己的作品 很多官员都生藏有郑大师的作品 二是因为天都省的书画市场容量有限 当然了 对普通市民而言 郑大师的作品 即便是再便宜一半 他们依然不会购买的 即便是他们想要购买 也找不到购买的渠道 而郑大师的作品 一般只在商人和官员之间流通 而且似乎郑大师本人 似乎对他的作品销售价格的控制能力比较强 这也是导致他的作品 售价始终不高的真正原因 刘勤宇文言 眼珠转了转 他总是感觉这里面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按理说 身为一名书画大师 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越值钱越好 售价越高越好 但是这个郑大师为什么会通过这种办法来控制他作品的销售价格呢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怎么想都没有什么好处 要知道 身为一名艺术家 在这个普遍浮躁的社会 用什么来衡量你的艺术价值 作品的售价 很多艺术家为了炒作自己的作品 炒作自己的作品价格 甚至不惜花费巨资在各大火车站 各种人流密集场所进行广告宣传 从而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钱 知名度越高 钱就越多 但为什么郑大师却偏偏要控制自己作品的销售价格呢 虽然柳情语仅仅是和这位郑大师只有一面之缘 但是柳情语看得出来 这位郑大师绝对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温文尔雅 因为他的眼神之中似乎带着一丝利器 这说明此人绝对是一个心狠手了之辈 而且此人看人的时候 眼皮是向上凡大 这说明此人为人十分势力 这一点从刚才与副市长以及商人之间的寒暄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这位书画大师只是那位孙副市长寒暄了两句 至于旁边的公安局副局长以及几个副商 他连谦让的意思都没有 这样一个明显十分势力的人 怎么可能是一个懂得做事收敛 不喜欢占便宜的人呢 又怎么可能会把即将到手的利益放弃掉呢 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他却偏偏这么做了 这就说明此人绝对有问题 几乎就在那么一瞬间 柳琴雨的大脑里便飞快地分析了很多东西 两人一边聊着天 一边进入了大厅内 直接到朱玉兴定好雅座隔断处坐下 非常不凑巧的事 就在距离柳琴雨他们这个雅座正对面的雅座内 坐着的正是刚才那几个走进来的书画大师郑国伟等人 由于整个雅座隔断是用移动式屏风隔离出来的 所以隔断的大小是根据预定人员的人数来调整的 所以对面的隔断明显比柳琴雨他们这个雅间要大上一些 双方只隔着一条走廊 所以彼此能够看到对方 不过由于相距六七米远 所以彼此说话的时候 如果要是声音小一些的话 到时不予对方听到 柳琴雨和朱运兴坐下之后 点好菜 两人便闲聊起来 聊了一会之后 拌菜上来 两人一边说一边吃 倒也其乐融融 这时柳琴雨的微信响了 柳琴雨打开微信一看 是曹叔会发来的 问柳琴雨在干什么呢 柳琴雨说正吃饭 曹叔会说道 我才不信呢 你是不是又在泡美女 我要看看现场的情况 你发给我 无奈之下 柳琴雨只能拿出手机 环绕着整个雅间 拍摄了一圈视频 尤其是把朱运兴也给拍了进去 以免让曹叔会心生怀疑 现在的柳琴雨感觉到 有些时候挺无语的 自从经历了这次爆炸事件之后 曹叔会对他越来越黏了 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 或者发微信 查柳琴雨的港 这让柳琴雨有些挺无奈的 不过柳琴雨也清楚 曹叔会这是对他深深的爱 而且柳琴雨也知道 曹叔会其实根本不担心自己会搞什么外遇 因为曹叔会是一个对自己相当有自信的人 不过这并不妨碍曹叔会和柳琴雨开这种小玩笑 这也是他们这对小夫妻之间 因为彼此无法长时间相处在一起曹叔会发明的一种撒娇的方式 对于柳家一口气生下龙凤胎的功臣曹叔会 柳琴雨自然溺爱有加 对于曹叔会的种种要求自然不会拒绝 等到柳琴雨把整个隔断包间的情况全都环视拍了一圈之后 给曹叔会发了过去 同时立刻说道 老婆你看我对面的就是朱运星 这次你该放心了吧 曹叔会这才娇哼一声说道 哼算你小子有良性 柳琴雨和曹叔会之间微信聊天正火爆之时 对面的隔断内 副市长孙清成看到柳琴雨刚才拿出手机 在他们的隔断内环绕着拍了一圈 而且其中有一个时段 把他们这边的情况也拍了进去 孙清成的脸色当时便阴沉了下来 身为一名副市长 他非常清楚 现在八项规定 六项禁令正是严格落实执行之时 而官员参加各种宴请活动是十分敏感的 本来今天这种场合他是不想过来参加的 因为他知道按照他的级别 根本无法拿下天福大酒店的包间的 顶多只能预定到雅间隔断 虽然也有一定的私密性 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曝光风险的 但由于今天晚上的饭局 是书画大师郑国伟亲自组的局 他不能不给这个面子 而且对于楚雄敬和乐文强 这两个天都市商界的大人物 他也早有耳闻 既然郑国伟亲自组局 为两人牵线搭桥 他也不能不给这个面子 毕竟很多时候 他还是需要借助于郑国伟的 而且由于饭局是在晚上 不属于上班时间 自己又不是公款吃喝 所以他这才勉为其难的过来参加了 而且他也清楚 像天福大酒店这边来参加 私人饭局的领导还是不少的 大家在这里都是心照不宣 彼此之间 哪怕就是在隔壁坐着 如果不是关系比较近的话 也都是各玩各的 以免发生意外 但是刚才 孙清成看到柳清宇 竟然拿着手机拍摄视频 这让他的神经一下子紧绷了起来 身为一名副市长 他还是有着相当的警惕之心的 所以孙清成 当时便眉头紧皱地说道 郑大师 你看到没有 对面的那个男人 竟然拿着手机 对我们这边拍摄 孙清成说话的时候 柳清宇正好拿着手机 环绕着他们的包间进行拍摄 结束之后 柳清宇立刻坐下去 给曹叔会发微信 看到这里 郑国伟的脸色当时就阴沉了下来 直接对两名保镖说道 你们过去把他的手机上 所有的视频和照片 全都给我删了 那两名保镖立刻站起身来 向着柳清宇他们这边走去 这两名保镖 正是之前那两个 推散了柳清宇和朱运兴的两个保镖 来到柳清宇旁边 其中一人脸色阴沉着 向着柳清宇伸出手来说道 把手机给我 柳清宇不由得眉头一皱 把手机给你 凭什么呀 一边说着柳清宇一边把手机放进了口袋里 脸色不由得难看起来 柳清宇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如此强势 如此不讲理 尤其是之前两人在上台阶的时候 十分野蛮地把他和朱运兴两人推散到一边之势 柳清宇可是清清楚楚地记得呢 现在这两人竟然过了想要要自己的手机 这让柳清宇相当不爽 因此 柳清宇毫不犹豫地强势应对 没有给对方一点好脸色 看到柳清宇竟然把手机装起来了 靠近柳清宇的那个保镖立刻不满起来 伸手就要抓向柳清宇的衣领 想要把柳清宇给抓起来 柳清宇岂能让他抓住 直接手一挡 便把对方的手给拨开了 冷冷地说道 不要动手动脚的 看到这里朱运兴有些不乐意了 这柳清宇好歹也是自己的客人 现在自己请柳清宇吃饭 这两人不问青红皂白 就要抢柳清宇的手机 这不明显着欺负人吗 想到这里 朱运兴气得站起身来 冷冷地说道 两位朋友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好好地吃我们的饭 你们过来抢夺我朋友的手机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你们难道不知道抢劫是违法的吗 后面的那个保镖 直接一个大嘴巴 狠狠地扇在了朱运兴的脸上 凶狠的目光 冷冷地瞪着朱运兴说道 没你的事 老实地给我待着 再唠叨 老子我削你 说完 这个保镖也用手指着柳清宇脸色 阴狠地说道 你小子马上把手机给我拿出来 把上面的视频照片全都给我删了 否则的话 你别想走出这个房间 听到后面这个保镖的话之后 柳清宇已经隐隐猜到 这两个保镖的真实用意了 他们肯定是担心自己刚才拍摄的视频 可能是针对那位孙副市长的 是担心自己把手机视频发到网上去 这样的话 恐怕这位孙副市长就要面临着一定的舆论压力了 想明白这个事情 柳清宇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尤其是刚才 其中一名保镖竟然敢报答自己的好朋友朱运兴 这让柳清宇心中彻底暴怒了 再加上这两名保镖先后威胁自己 柳清宇的脸色当时直接阴沉了下来 冷冷地说道 那我要是不交出来呢 那老子就打到你交出来为止 一边说着 其中一名保镖立刻狠狠地一脚向柳清宇的小腹处踹了过来 要知道 这里可是隔断雅间 面具并不是很大 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柳清宇就算是想要躲 都没有地方躲 但柳清宇又岂是一般人 几乎就在那个保镖一脚踹过来的时候 柳清宇虽然坐在椅子上 但是他的脚却是后发先制 抬起脚来狠狠一脚与保镖踢过来的脚撞在一起 对方顿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向他脚面撞击过来 顿时站立不稳 登登登登 向后退了好几步 幸好被后面的保镖给扶住了 此刻 柳清宇已经站起身来 朱运兴也已经站起身来 愤怒地瞪着两人说道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这里可是天都省省会 这里是有法治的地方 那名高个儿保镖 充满不懈地瞥了朱运兴一眼 你压得还知道法治 我告诉你 在天都市 我们老大的话就是法治 一边说着 那个保镖可能之前打朱运兴顺手了 又是一个大嘴巴抽了出去 然而这一次 他的手并没有预想中的清脆的巴掌声 在半空中 便被一个强而有力的手掌 给抓住了手臂 随即 一连串的大嘴巴的声音 接连响起 紧接着 那名保镖的身体直接腾空而起 直接越过走廊过道 跌落在对面 雅间众人的椅子底下 随即 那名保镖扑哧一下 鼓出了一大口鲜血 鲜血中还混杂着几颗槽 这时 另外一名保镖健壮 顿时大怒 猛的一脚向着柳情语的裆部便踢了过来 想要一下子搞定柳情语 这一脚踢得又阴又狠 明显是想要废掉柳情语的节奏 柳情语双眼中立刻寒光闪烁 猛的也是一脚踢出正中保镖的腿骨部位 咔嚓 一声清脆的响声响起 那名保镖踢出来的小腿骨直接骨折 与此同时 柳情语再次飞起一脚 踹在这个保镖的小腹上 直接把他踢得腾空而起 直接跌落在了对面众人的桌子上面 将整个饭桌上面的杯盘碗叠砸得七零八落 菜汤肉汤溅落到孙清诚 郑国伟等人的脸上 身上众人顿时狼狈不堪 看到此处 朱运星已经瞪到了眼睛 充满不可思议的看着柳情语这位老朋友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当年那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老同学 现在竟然如此狂暴 看起来似乎是一名功夫高手啊 这时柳情语冷冷地看了孙清诚一眼 冷冷地说道 麻烦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家的狗 不要让他们到处咬人 权力巅峰第1382集 说完 柳情语冲着朱运星 一笑说道 老朱 对不起啊 这次因为我让你挨了一巴掌 好在 我刚才替你报仇了 回头你回去抹上点红花油 过两天就应该可以消肿了 朱运星虽然脸上火辣辣的疼痛 但是看到柳情语刚才 踹飞那两名保镖的那一刹那 他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要知道对面的人可都是天都市的副市长和说话大师 还有公安局副局长 自己的老同学当着他们的面 把他们的保镖打得如此狼狈不堪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老同学对自己被打十分在意啊 他替自己报仇了 而且根本不计较后果 想到此处 朱运星淡淡一笑 没事 不过是被狗给咬被狗罢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来 咱们继续喝酒 我敬一杯 说着朱运星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酒到杯干 好爽 柳情语自然 知道这位老朋友的性格 二话不说 也是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然而两人此刻的潇洒好爽 看在对面雅间里众人的眼中 却是另外一般风景 作为今天晚上的祖局之人 郑国伟大师 脸色显得异常阴沉 不过他心机深沉 他的两个保镖被对方打了 他只是冷冷地看了两名保镖一眼 便目光看向了市局副局长郭铁文说道 郭局长 咱们天都市的社会治安啥事好这么差了 竟然有人在饭店之内公然殴打他人 这种人绝对是社会的渣子呀 郭铁文立刻轻轻点点头说道 没错 郑大师说的对 这种人就是渣子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吧 我保证对郑大师一个有着交代 说着郭铁文站起身来 走到柳秦宇的雅间内 微风凛凛地往那里一站 一致气使地说道 年轻人火气不小啊 竟然敢在公共场合打架斗殴 偷拍别人的隐私 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 身为市局副局长 郭铁文的心思还是比较细致的 刚才那两个 郑大师的保镖过去的目的 是为了删除对方手机上 刚刚拍摄的视频 但是两人太过于嚣张了 却又没有对方功夫高明 所以被打倒不是什么意外 对郭铁文来讲 收拾对方倒是容易 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但是他担心的是 对方会不会趁着这个时间 拿刚才拍摄的视频 发布到网上 如果真的被对方 发布出去的话 那么对他和孙副市长来说 都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郭铁文首先要做的事情 是想办法 先让柳铁瑜 把手机视频给删了 柳铁瑜看到郭铁文走了过来 只是冷眼那么看着 听到对方一上来 就一指气使地指责自己 柳铁瑜却是冷冷一笑 看样子你是市公安局的吧 借如此的话 那么我相信 你应该非常懂得法律的 而刚才的事情 我相信你应该看得清清楚楚 整个过程 我们这一方都是被动反击 是正当防卫 如果不是他们先动手 殴打我的朋友 如果不是他们两个 想要殴打我 甚至废了我 我是不会出手的 所以麻烦你 我要动不动的 就给我扣帽子 听到扣帽子三个字 郭铁文顿时眉头一皱 要知道一般来说 扣帽子 可是官场中人比较擅长的手段 而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一上来 就点出了扣帽子的手段 看来对官场之事 很是了解呀 而且在这个天赋大酒店内 能够定到雅间隔断的 也不是普通人 想到此处 郭铁文心中略微犹豫了一下 不过想起自己背后站着的是 副市长和郑国伟大师 郭铁文感觉自己的腰杆 立刻硬了起来 要知道即便是孙副市长 对于郑国伟大师 也是相当尊敬的 虽然他不太清楚 为什么孙副市长 为什么那么尊敬郑大师 但是他却清楚 如果不是郑国伟有着相当的背景 就凭他一个大师的身份 是很难让孙副市长 那样手握权柄的副市长 如此刻意去结交的 郭铁文 朗朗地看了柳清雨一眼 说道 郑当防卫 不是吧 如果你是郑当防卫的话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 你和你的朋友 受到一点点伤害 反而是郑大师的 两个保镖受伤了呢 年轻人我奉献你一句 立刻删除手机里的视频资料 同时过去 向郑大师和他的两名保镖 好好地道个歉 如果郑大师心情好喽 也许今天这件事就算结过去了 如果你要是不听劝告的话 我们天都市警方 身为人民的守护神 绝对会公平执法的 到那个时候 恐怕你想要后悔 可就来不及了 柳清雨淡淡一笑 这样说来 如果我要是不交出手机 删除视频的话 你们是不是还想要把我给抓起来了 孤铁文冷冷地说道 你认为呢 柳清雨直接往椅子上一靠 淡淡地说道 好啊 那你就叫人过来抓我吧 我也正想看看 天都市警方到底是如何执法的呢 看到柳清雨在知道自己是公文局领导的情况下 依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 竟然如此淡定从容 以郭铁文的智慧 立刻就判断出来 恐怕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否则的话 他怎么可能敢和自己叫板呢 心中略微盘算了一下 郭铁文暂时压下心中想要叫人过来抓捕柳清雨的想法 冷冷地说道 我怀疑你是我们警方正在追捕的网上逃犯 麻烦你把身份证拿出来 我要对你进行检查 刘清雨皱着眉头说道 啊不好意思啊 这次出来忘了带身份证了 没有带身份证 那么把你的驾照工作证等能够证明你身份的证件拿出来 如果拿不出来的话 我有理由怀疑你的身份 郭铁文冷冷地说道 郭铁文同志 如果你是以副局长的身份想要执法的话 你的执法流程不对吧 根据相关的规定 你是不是应该先向我出示你的警官证 和相关能够证明你身份的资料 在我确定你的身份之后 我才会对你的询问进行回复呢 否则的话 万一你这个警察要是假的呢 说话之间 刘清雨依然靠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眼睛也斜着不屑地 看着郭铁文 听刘清雨这样说 郭铁文的心中就是一动 从刘清雨的这番话中 郭铁文敏感地抓到了几个词语 第一个就是同志 面前的这个人管自己叫同志 这就说明此人很有可能是体制内的人 否则外人一般是不会管自己叫同志的 还有 外人也不可能对执法程序这么清楚 就算是清楚 也不可能如此大大咧咧地让自己出示证件 要知道 对方既然知道自己的名字 那么就应该知道自己的职务 既然知道自己是副局长的身份 竟然还敢在自己面前大大咧咧的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此人带有来头 对自己似乎没有任何的畏惧 对方到底是谁 什么来历 什么身份 想到此处 郭铁文略微犹豫了一下 立刻拿出自己的警官证 来递给刘清雨 冷冷地说道 这是我的警官证 你确认一下 刘清雨接过郭铁文的警官证 上下翻看了几眼 点点头说道 这个证件倒是真的 这么说你是天都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了 既然你按照程序 给我看了你的证件 那么现在你也有资格看我的证件了 说完 柳清雨从怀中拿出那份调令 直接拍在了桌子上 淡淡地说道 这是我的证件 你自己看吧 郭铁文拿起柳清雨的调令 仔细一看 脸色顿时便苍白起来 拿着调令的手也颤抖起来 是柳清雨 竟然是柳清雨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省反贪局局长 我的老天哪 这位柳大检察长 不是过两天才上任的吗 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过来也就过来了呗 怎么这么倒霉 还被自己给遇到了 更倒霉的是 既然自己还要收拾他 麻烦了 这一次可是麻烦大 郭铁文的内心 在激烈地翻腾着 他的脸上表情 也在飞快地发生着变化着 从一开始时候的 遗旨气使 傲气凌人到现在 渐渐露出了笑脸 然后笑容渐渐绽放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夸张 就如同一朵展开的菊花一般 不一会儿的功夫 之前那个一脸阴沉的表情 已经彻底换了一张面孔 哎呦 哎呀 这真是对不起啊 没有想到既然您 竟然是刘检察长 这是实际实际 这次的事情 我们这边确实做得有些冲动了 我这里给您赔礼道歉 您放心 等回头 我们会好好地训斥一下 那两名不懂事的保镖的 他们竟然有眼不识泰山 刘检察长 您千万不要生气 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 一边说着 郭铁文这边满脸陪笑着 此刻副市长孙青城 也听到了郭铁文的那番话 注意到了他的那番表情 不过他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检察长 难道是天都市的检察长吗 不应该啊 天都市的检察长他可都是认识的 不管是郑副 难道是省里的检察长 就算是省里的检察长 他大多数也全都认识啊 也没有见过这么年轻的检察长啊 突然 孙青城眼神狠狠地收缩了一下 那个柳字 一下子就让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姓柳的检察长天都省 的确没 但是他可是听说了 天都省即将有一位 姓柳名叫柳清宇的副检察长上任 而且直接兼任反贪局局长 同时还分管反独职侵权局和公诉处 以孙青城队检察院系统的了解 在天都省 一般反贪局和反独职侵权处 是由两个不同的副检察长来分管的 公诉处也往往是由另外一个副检察长来分管的 但是这一次 柳清宇这位检察长 竟然将三个十分关键的领域同时分管了 虽然柳清宇仅仅是在省检察院内排名第三 但是其权柄之重 绝对不是普通副检察长可以比拟他 所以当他想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吓得直接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低声在旁边坐在主位上的书画大师 郑国伟的耳边低语了几句 郑国伟文言 表情依然显得十分淡定 但是眼神之中却闪烁着忌惮之意 和孙青城一起站起身来 郑国伟和孙青城两人对视了一眼 郑国伟端起了一杯酒 倒满 孙青城则端起两杯 走过去的时候递给郭铁文一杯 三人站在柳清宇的面前 郑国伟没有说话 只是笑着看着柳清宇 孙青城则端起酒杯笑着说道 刘检察长您好 我是天都市副市长孙青城 今天这事情是一场误会 是下面的人不懂事 冲撞到您了 还请您多多海涵 我给您介绍一下 我这边 我身边这位 是我们天都省的书画大师 郑国伟大师 郑大师的书画造诣 不仅在我们天都省有名 在整个华夏书画界 也是颇富盛名 和省里各位领导关系非常好 为了向您表达歉意 今天我们特此过来 向您敬酒 这杯酒我干了 您随意 说着 孙青城将酒杯里的酒 一饮而尽 这可是三两酒的酒杯 一杯下去 孙青城就感觉到 喉咙里传来一阵火辣辣的感觉 郭铁文健壮 也是端起酒杯说道 刘检察长 这杯酒我干了 您随意 等到两人都干了 郑国伟不慌不忙地 端起酒杯笑着 看向柳青宇说道 刘检察长 真真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那两个手下 太不懂事了 对你有些冒犯了 还希望您看在我的面子上 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了 这杯酒算是我 向你赔罪了 说完郑大师也是话道悲干 三人喝完之后 目光落在柳青宇的脸上 一般情况下 官场之人都是十分好面子 今天这件事 以三人的身份 都已经低声下气地 过来向柳青宇来赔罪了 如果是一般人 见到这么够级别的人物 前来赔罪 还是先干为敬 怎么着也得把酒干了 最不济 也得抿一口 或者端起酒杯来 沾沾嘴唇 给对方留一个面子 但是 三人非常不走运的是 他们遇到的是 柳青宇这位 不按常理出牌之人 本来柳青宇 从来不愿意惹事 也最讨厌有麻烦事上身 所以出来的时候 他一般都是比较低调的 但是这一次 先是在门口台阶处的时候 柳青宇和朱韵星两人 被那位书画大师的保镖 给推散到一边 这明显说明 这位书画大师嚣张怪了 而到后面 这两人也是明显 受到了他们那边人的知识 过来想要强行删除 手机上的资料 甚至到后面 郭铁文都亲自过来 向自己施压 如果不是最后柳青宇 拿出了调令 恐怕这件事情 未必能够善了 弄不好 自己还有可能有牢狱之灾 这些人只是看到 自己的调令之后 态度这才有了一个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势力 非常势力 柳青宇直接给几个人 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看着三人把酒杯中的酒喝干 就那样尴尬地站在那里 柳青宇却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 只是静静地靠在椅子上 看了三人意 淡淡地说道 赔礼道歉 我看就不必了 刚才我朋友被打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你们赔礼道歉 我差点被打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你们赔礼道歉 而且刚才骨铁文局长 不是也说了吗 这人呢 是我打的 我这也不是正当防卫 而是殴打他人 我是有罪之身呢 怎么当得起你们的道歉呢 权力巅峰 第1383集 至于说这位书画大师的道歉 就更没有必要啊 因为 我一不认识你 二和你没有任何交情 三我不知道你这个大师 到底是真大师呢 还是假大师 似我不喜欢和善于钻营 所谓艺术家打交道 所以 你的道歉 我更不会接受 三位 你们还是请回吧 我和朋友要接着吃饭喝酒了 说完 刘情宇拿起酒杯冲着朱运欣 举了举 笑着说道 来 老朱 感谢你今天对我的款待 同时 对于你今天因为我被打了一巴掌 我深感歉意 这杯我干了 你随意啊 说着 刘情宇端起酒杯 一拧而尽 朱运欣 看着旁边那三位在天都市 都赫赫有名的人物 竟然就那样被刘情宇晾在那里 尴尬无比 他有些于心不忍 不过他也知道 自己这位老朋友 从上大学的时候 做事风格就特立独行 要想改变刘情宇的做事习惯 恐怕很难 再说了 他也对这三人今天的表现 十分不满 所以 干脆一咬牙 直接无视了三人 端起酒杯笑着说道 刘情宇 你太客气了 你远来是客 作为老朋友 老同学 我不接待你 谁接待你 至于说那一巴掌 我记下就是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也干了 说完朱运欣 也一饮而尽 此刻 孙清成 郭铁文 镇国伟三人 全都被那样 直接晾在了那里 三人脸色一阵黑 一阵白的 难看到了几点 不过他们也看出来了 今天的事情 刘情宇 没有打算原谅他们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梁子 他们算是结下了 今后大家就各凭手段吧 郑国伟第一个冷哼了一声 转身向外面走去 孙清成和郭铁文 见状 也满是愤恨地 看了刘情宇一眼 跟在郑国伟的身后 向外面走去 等出了酒店大门 郑国伟目光中露出 两道森冷的光芒 老孙 老郭 这个刘情宇真是不知好歹 我打算收拾他 你们要不要一起参与 听到郑国伟要收拾刘情宇 孙清成和郭铁文 两人全都是眉头一皱 身为官场中人 孙清成和郭铁文 两人的做事风格 和郑国伟不一样 郑国伟是书画大师 他在书画上的成就 要远远高于 他在政治领域的成就 现在的郑国伟 在政治上最高的头衔 也不过是 省书法协会副主席 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而已 虽然他和很多省领导关系 非常密切 但是他的心胸 却也是相当狭隘的 做起事情来 更是资诸必教 雅字必报 当然了 这也只是郑国伟 给两人的表面印象 以两人这么多年来的官场阅历 他们自然看得出来 郑国伟绝对不可能 有他表面上显露出来的 那么肤浅 否则的话 以省领导的眼光和情怀 又怎么可能和郑国伟 成为朋友呢 不过 不管郑国伟 平时表现出来的种种 做事风格到底如何 孙卿城和郭铁文身为官场中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做事原则 那就是轻易不会与手握重拳之人 启动战端 所以等到郑国伟说收拾柳轻语之后 两人全都沉默了下来 见此情形 郑国伟不由得眉头一皱 怎么 二位 难道你们就心甘情愿 今天被柳轻语 如此不给面子的打脸 难道你们心甘情愿的 忍下这口恶气吗 孙卿城沉声道 郑大师 今天柳轻语不给面子 我自然心中不舒服 但是如果要收拾她的话 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郑大师 你可知道 这柳轻语的来历吗 郑大师眉头一皱 来历 柳轻语有什么来历 孙卿城苦笑着说道 郑大师 柳轻语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你可知道 他今年多大岁数吗 多大 我看他也就三十来岁左右吧 这又如何 郑国伟道 孙卿城道 郑大师 柳轻语今年应该 有三十三岁了 在来我们天都省之前 他可是在天涯省省会 陆明市担任市长大 本来按照他在陆明市的成绩 调到我们天都市来担任市委书记都没有问题 只不过是因为他在天涯省引爆了一系列的事情 最终导致黄玉川和孙德胜两位省委常委落马 并导致多人落马 正因为如此 他才在天涯省无法再待下去了 至于说为什么会调到我们天都市 具体情况我无从得知 但是他在天涯省的所作所为来看 柳轻语绝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嚣张 那么没有诚服 真实情况恰恰相反 柳轻语此人曾经在白云省和天涯省都待过 可以说 此人虽然做事风格极其嚣张 但是做事手段十分诡异 一般人根本斗不过他 否则的话 黄玉川和孙德胜两位省委常委的身份 又怎么可能被柳轻语给拉下马呢 所以 如果我们要收拾柳轻语的话 就必须要考虑到 他有可能针对我们发起攻击 郑国伟的脸色刷的一下就阴沉了下来 孙清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今天我们遭到了如此羞辱 就一声不吭地认栽了吗 你们应该清楚 今天晚上在天佛大酒店里用餐的人可不少 应该有不少天都市的同僚们 都看到了你们所受到的屈辱 难道你们就不担心今后被人传扬出去 脸上无光了吗 孙清长脸色一寒 郑大师 你曲解我的意思了 我孙清长 虽然级别不如柳轻语高 但我好歹是从天都市成长起来的 我好歹也算是地头蛇了 柳轻语虽然是猛龙过疆 但要想压住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的意思是 我们即便是要收拾柳轻语 也绝对不能草率行事 否则的话 一旦被柳轻语发现是我们干的 必定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说白了 你还是怕他呀 郑国伟有些不满的说道 这时郭铁文说道 郑大师 你误解孙市长的意思了 郑大师 我们怕的并不是柳轻语这个人 而是他手中的权力 他的职务 你可知道 柳轻语 当我们天都省担任的是 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反贪局局长 还分管反独职侵权局 也就是说 柳轻语随时可以根据 他手中掌握的情况信息 对我们展开调查 如果要是被他知道 我们在针对他 只要我们没有一下子把他给打倒 在地永远起不来了 那么他的反击 绝对会够我们喝一壶的 郑大师立刻露出一副释然的样子 哦 原来是这样 没有想到 柳轻语这个反贪局局长的位置 这么重要啊 如此看来 我们要想收拾柳轻语 还真得从长计议啊 你们说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收拾柳轻语 反正今天这口气 我是咽不下去的 哪怕是动用省里的资源 我也在所不惜 我一定要找回今天的厂子 听到郑大师这样说 孙清诚和郭铁文 同时使劲地点点头 说道 好好好 那这事情 我们好好地商量商量 不过他们的心中却对郑国伟的话 嗤之以鼻 动用省里的资源 你以为省里的那些领导 轻易就会为你出头吗 当然 这些话 两人自然不会真正地说出来 他们巴不得郑国伟能够 请动省里的领导 出面去收拾柳轻语呢 那样他们反而轻松了 毕竟 柳轻语那可是反弹局的局长 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想要收拾他弹劾容易 两人自始至终 都只是在应付郑国伟而已 他们心中根本就无法 生起收拾柳轻语的斗争 郑国伟离开孙清诚和郭铁文 独自上了自己的汽车之后 之前表现出来的那种 鲁莽和义气用事的表情 已经完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丝笑 看天下的从容和傲气 一边启动汽车 一边满脸不屑地 喃喃自语道 孙清诚 郭铁文 你们以为你们两个 想要利用我去收拾柳轻语 坐享愚人之力的小算盘 老夫我看不出来呢 你们以为我真的是 对政治一窍不通吗 如果真是这样想的话 那么你们两个恐怕 不会有什么前途了 以老夫的才华 说话 不过是我的业余爱好 政治 也不过是眼中的 一场游戏罢了 就你们还想要利用老夫 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看看最终到底是谁利用谁 说到此处 郑国伟又眉头紧照着 自言自语地说道 真没有想到 这个柳轻语竟然提前两天 就到天都省了 看来 这个家伙 倒是挺有心机的呀 想要提前过来摸摸情况 而他想要了解情况之人 应该就是旁边的那个姓朱的人 听起口音 应该是本地人 一边想着 郑国伟一边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小陈 你给我查一个人 这个人姓朱 具体的情况 你去天福大酒店那边去调取监控录像 和他在一起的人叫柳轻语 是我们天都省新任的检察院副检察长 你仔细地查一查 和柳轻语在一起的人到底叫什么名字 什么来历 调查清楚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挂断电话之后郑国伟继续开车前行 一边开着车 郑国伟大脑中一边回放着和柳轻语相遇之时的种种画面 思考着柳轻语一举一动中所蕴含的深意 过了二十多分钟 当郑国伟开车进入自己家的别墅里 刚刚把车停好 他的手机变响了 老板 那个姓朱的资料 已经查清楚了 是我们天都省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叫朱运兴 在本地律师里面应该还算是比较有名气的 不过为人比较特立独行 属于那种标榜为了正义而打官司的律师 哦 知道了 以下一步再仔细地调查一下 朱运兴此人的详细情况 包括他家的情况 他的收入情况 他与柳轻语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信息越详细越好 挂断电话之后 郑国伟皱着眉头推开了家门 而此刻 柳轻语并不知道 就在他和朱运兴还在喝酒吃饭的时候 那位郑大师已经开始暗中对他们两人展开了秘密调查 当真是阴险到了极点 柳轻语和朱运兴两人本来性质颇高 不过因为出了一点小插曲 所以两人又边吃边喝边聊 进行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之后 便起身走人 不过当两人刚刚走出雅间隔断来到敞开式大厅的时候 便被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幕给惊呆了 只见酒店的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 随后七八名手中拿着砍刀 清余色光头的年轻男子突然气势汹汹的 冲进了天福大酒店大厅内 几个人进入大厅之后 眼睛在大厅内扫了一圈 随即立刻向着距离柳轻语 他们不到五米远正在吃饭的一桌客人走去 这桌客人只有两人 距离柳轻语比较近的一位年纪 在三十多岁上下 长得白白净净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看起来文质彬彬 他桌边的椅子上摆放着摄像机 支架 笔记本 电脑等物品 他对面的人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正在表情漠然地听着白镜男人在讲话 眉头不时地紧皱着 似乎对白镜之人的话题不是很满意 这七八个人看到白镜男人 二话不说 抡起手中的砍刀 分成两支队伍便冲了过去 手中的砍刀高高举起 森冷的刀刃闪烁着悠悠寒光 傻气凛然 为首一人大声说道 那个戴着眼镜的就是陈宣斌 就是他四处无论举报的 砍死他 随着这一声大喊 这些人带着滔天的杀气锁定了陈宣斌 此时此刻 柳秦宇刚刚走到这里看到这种情况 他当时就是一愣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柳秦宇还没有搞清楚 这时那名白镜的男人大声喊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是记者 我是记者 你们不能这么做 说话之间 陈宣斌已经从椅子上跳了下来 转身向着柳秦宇的方向跑了过来 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 我是记者 我是记者 身后围首的那个人 黑黑冷笑着 喊的就是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傻逼记者 快 砍死他 说话之间 众人已经冲到了柳秦宇的近前 这时 柳秦宇基本上已经听出了怎么回事了 看来那个白镜男人是一名记者 可能出于某些原因举报了某些人 而被举报人恼羞成怒的 要砍死这名叫陈宣斌的记者 柳秦宇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的目光在酒店内那些宝安的身上扫视着 他发现 那些宝安就那么稳稳的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似乎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些砍人的人一般 这些宝安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酒店能够这么火爆 这些宝安肯定是非常出色的才对呀 否则如何保证这个酒店的安全 但是现在酒店内出现这么大的事情 这些宝安竟然不出面阻止 反而站在那里看热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边想着 柳秦宇一边向前迈了一步 正好挡在那些砍人之人之前 冷冷的说道 各位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 干嘛非得要动刀动枪的呢 多危险啊 操 你是谁啊 赶快给我滚开 否则老子连你一起砍 我一手之人用刀尖点指着柳秦宇怒声喝道 柳秦宇的眉毛挑了挑 那我又是不离开呢 兄弟们 砍了他 说着 此人挥舞着手中的砍刀 向着柳秦宇的脑袋便砍了过来 似乎根本就没有担心 万一要是把人给砍死了 会有什么后果一般 柳秦宇看得心中有些发寒 这些人简直就是亡命之徒啊 居然视人命为草剑 这得多么嚣张的风格 多么强硬的后台才敢这么做呀 权力巅峰 第1384集 想到此处 柳秦宇身体向左一闪 同时一脚狠狠地踢出 直接将此人踹倒在地 随后又是一脚踢出 踢在一个人攻过来的手腕上 砍刀被对方的力道带着飞上了天空 柳秦宇伸手接住落下砍刀的同时 又是一脚将另外一个人踢飞 接住砍刀之后 柳秦宇只是几个照面 便把这些人全都放倒在地上 整个大厅内顿是一片寂静 所有人全都充满震惊地望着眼前这一幕 谁也没有想到 刚才还那么嚣张跋扈的这些人 竟然在短短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 被眼前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 给轻松地收拾了 那些距离柳秦宇之前吃饭 座位比较近的人更是大吃一惊 他们已经从之前柳秦宇 与孙清成 郑国伟等人发生的矛盾冲突中 听到了柳秦宇的真实身份 他们没有想到 这位新来的副检察长不仅作风强硬 这身手也是相当厉害 此刻 陈宣斌并没有走远 当他从柳秦宇身边跑过 想要逃跑的时候 便注意到柳秦宇拦住了那些人 所以他跑到门口的时候 并没有立刻跑出去 而是看着身后的情况 身为一名充满了正义感的记者 他可不希望柳秦宇出事 当他看到柳秦宇竟然轻松打败那些人的时候 他惊得眼珠子都等了出来 这家伙简直太强悍了 一个人竟然干倒了那么多人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武林高手吗 柳秦宇看着满地的伤员 眼神中闪过两道寒芒 迈步走到其中为首那人的身边 用脚轻轻地踩在此人的一根手指上 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这个朋友 是谁派你们过来砍人的呀 屁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贪老子的口风 那个砍人的满头黄毛的家伙倒是很硬气 虽然被柳秦宇踩住了手指 却依然没有屈服的意思 柳秦宇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脚下却已经用上了力 这家伙就感觉到一种钻心的疼痛 从手指上传来 顿时嚎叫起来 柳秦宇依然是那副笑容可具的样子 现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呀 没 没有人派我们过来 黄毛依然不肯屈服 咔嚓 一声脆响 一根手指断了 黄毛疼得尖叫一声 啊 犹如杀猪一般在整个酒店内 响起 这时那些保安们见状 没有丝毫犹豫 已经飞快地冲了过来 手指挥舞着井棍说道 喂喂 你 立刻放开他们 不许在我们酒店内撒野 柳秦宇冷冷地扫了一眼那些保安 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 他的脚已经换到了黄毛 另外一根手指上 脚下微微一用力 扶下身子低声说道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会一根根地把你的手指踩断 再不说的话 就会把你的手指踩碎 以后你就什么东西都拿不起来了 真的 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 一边说着柳秦宇的脚一边微微用力 身体抬起来的时候 森冷的目光注视着那些跑过来 渐渐凑过来的保安 眼神渐渐地变得冷立了起来 柳秦宇刚才所说的话的声音并不大 只有他和那个黄毛能够听得清楚 黄毛听完之后 当时眼神中充满了畏惧之色 他是流氓 他的地痞 他混混 他喜欢欺压善良 但是他怕死 更怕狠人比他还狠的人 眼前这个男人能够一人打倒他们所有人 这绝对是一个猛人 他刚才的那番话证明 这是一个狠人比他还要狠的人 不过这时 黄毛看到保安们过来了 心中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心中的底气又足了起来 他相信 这些保安不会让这个狠人得逞的 果然七八名保安跑过来之后 立刻把柳秦宇围在当中 还有几名保安正在向着这边跑过来 为首一名身材壮硕 脖子上有道伤疤的保安 用紧棍一支柳秦宇 你 要么留下吃饭 要么走人 这里不是你随便撒野闹事的地方 柳秦宇冷冷地说道 刚才他们这些人砍人的时候 你们在干什么 难道你们的眼睛是瞎了吗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有顾客 在你们的酒店内差点被砍死吗 现在看到这些砍人的被我打倒了 你们却出来了 怎么着 难道你们是一伙的不成 难道你们天福大酒店 就是这样对待你们的顾客的吗 难道你们天福大酒店 就是这样与黑恶势力 抗泻一气 蛇鼠一窝的吗 扣帽子 谁不会 挽起辩论 较量起口才来 不管何时何地 柳秦宇从来不会认输的 对于聪明人 柳秦宇会采用聪明的方式 对于鲁莽的人 柳秦宇也会采取比较鲁莽的方式 那些保安听柳秦宇这样说 立刻脸上变色 刀疤保安怒声说道 胡说八道 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没有反应过来 这不太对劲吧 从他们冲进酒店大门的时候 到他们找到那位叫陈宣斌的记者 这期间至少有三十秒的时间 我不信那么长的时间 你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算你们是大象 反射弧很长 也应该反应过来了吧 更何况从他们找到人冲过去 这期间又是二十多秒的时间 难道你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吗 但是我却发现 从你们看到我踩住 这个黄毛的手指头 到你们过来 这之间好像也就是 十来秒的时间吧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 你们之间的反应 时间却相差这么多呢 柳琴玉说话的声音很大 再加上他底气十足 声音洪亮 整个现场大厅里的人 几乎都可以听得到 不得不说 柳琴玉这一手做得相当漂亮 随着他话音落下 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看了过来 人们也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那几名保安脸色全都变了 他们都看出来了 面前的这个男人 似乎根本就不怕把事情闹大 刀疤保安的脸色变化了几下 脸色阴沉着说道 你们也不用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里是营业场所 或许我们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但是你现在在这里肆意殴打他人 你难道不知道这种行为 已经是犯法了吗 犯法 到底什么是犯法我相当清楚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我自始至终都在正当防卫 不信的话 你可以调取一下监控录像看一下 把他先拉到外面去 刀疤保安打声说道 随后那些保安们立刻冲了上来 想要把柳琴玉给拉走 这时朱运兴突然站出来 首先从口袋中拿出了自己的律师证 在这些保安们的面前晃了一下 冷冷的道 我是国胜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我建议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你们可以等警方过来再解决问题 否则如果你们轻举妄动的话 我可以视你们这种行为为主动攻击 到那个时候 如果我的朋友采取了什么反击措施的话 从法律上来讲 这属于正当防卫 如果你们的结果和他们这些人一样的话 后果由你们自己承担 朱运兴一出手 保安们立刻傻眼了 柳琴玉也有些呆住了 什么叫颠倒黑白 这就是 什么是牛逼律师 这就是 那些保安们看了看朱运兴 又看了看柳琴玉 再看看地上横七竖八的那一地人 保安们全都缩了缩脖子 有些保安已经开始悄悄地向后撤了一两步 拉开了与柳琴玉之间的距离 虽然他们是保安 却不是沙包 他们刚才可是亲眼看到了 柳琴玉是多么强悍 他们可不想像那些流氓地痞一般 被柳琴玉当成沙包来打 尤其是刚才这个律师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如果他们要是上前的话 就会被当成是攻击 人家就要进行正当防卫 刀疤保安 虽然是保安的头头 但是这一刻 他也有些头大了 尤其是当着柳琴玉那森冷的眼神 落在他的脸上的时候 他不由自主地向后撤退了一步 因为柳琴玉的目光太冷了 尤其是当他的目光落在柳琴玉脚下 正踩着黄毛手指头的脚面之时 吓得又向后倒退了两步 这位爷太狠了 自己虽然是保安的头头 但是如果要他 布这位黄毛的后尘的话 他可不愿意 不过刀疤保安倒是很有心眼 他立刻冲着几名手下说道 你们立刻报警 我给老板打电话 一边说着 刀疤保安一边拿出手机 给老板打电话 汇报此事 而他们这些人 虽然距离柳琴玉有些距离 但是却并没有走远 依然承包围圈 把柳琴玉围在当中 这时柳琴玉根本不再搭理他们 而是蹲了下来 脚下微微用力 用目光淡淡地看着黄毛说道 这位朋友 我刚才说的话 你好像没有听到是吧 要不我们再接着玩下一个目标 一边说着 柳琴玉一边向着黄毛另外一只手看了过去 黄毛顿时感觉到浑身一片冰凉 他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今天现场 竟然会出现这么一位 杀星一般的狠人 这家伙竟然连天福大酒店的保安都不害怕 要知道天福大酒店可是天都市赫赫有名的大酒店啊 这里之所以如此火爆 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饭菜质量好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在这里用餐十分安全 没有任何人敢来这里闹事 因为这里的保安是由天都市最牛逼的黑帮 直接提供保护的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天福大酒店可是有着超级强硬的背景的 即便是他们这些人 如果不是提前知会了酒店的保安部门 获得了进入资格的话 也是不敢进来砍人的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今天却偏偏出了这么一个猛人 竟然根本不把这些保安放在眼中 要知道 那个刀疤保安想当年在道上 也是赫赫有名的超级猛人打手 黄毛心虚了 害怕了 眼前的这个人 那森隆的目光犹如恶魔一般盯着他 让他不寒而栗 最后问你一句话 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柳琴雨的声音很小 很是低沉 只有静在咫尺的黄毛能够听得清楚 说话之间柳琴雨的脸色已经阴沉的下来 一股股杀气 在眉宇之间 敌荡着 黄毛真的害怕了 产生疏导 是 我说 是吴队长吩咐我们来的 吴队长 哪个吴队长 叫什么名字 刘琴雨第一声问道 是市公安局的吴队长 叫吴德鑫 他为什么要吩咐你们这么做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刘琴雨问道 因为陈宣斌 实名举报了天都市的公安局局长 黄坤鹏 吴德鑫 是黄局长的亲信 我们只是小虾米 大哥 求求您放过我们吧 说话的时候 黄毛也是声音很低 他也清楚 这四周的这些保安之所以并不走远 就是害怕自己随便瞎说 但是他又不能不说 所以只能把声音压得很低 只有柳琴雨能够听得清楚 至于说后面自己如何对吴德鑫等人解释 他自然是有办法的 到时候只要不承认就可以了 他也想好咯 等这事结束之后 立刻远离天都市 柳琴雨双眼中寒光闪烁 你说的可是真的 千针万圈 不敢有丝毫隐瞒 黄毛连忙讨好 柳琴雨这才轻轻抬起脚面 缓缓站起身来 这时候警笛声响起 与此同时 一个四十多岁 一身顶级名牌西装身材受削的男人走了进来 看到此人走进来 很多用餐的人纷纷和他打着招呼 在此人的身后跟着两名高大威猛的保镖 气场失足 此人微微向众人点头示意 快步向着柳琴雨这个方向走了过来 看到此人来了 保安们脸上全都露出了兴奋之色 刀把保安连忙攻身说道 蒋老板 来人正是天福大酒店的老板贾力刚 这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 在天都市商界绝对是呼风唤雨级别的人物 不论是在商界还是政界都有着相当广博的人脉 即便是像刀疤保安这种级别的黑道聚销 看到贾力刚也得恭恭敬敬的 贾力刚根本就没有正眼去看刀疤保安 只是轻轻地点点头 迈不来到柳琴雨的境界 上上下下看了柳琴雨几眼 淡淡地说道 这位朋友 哪条道上的 到我们天福大酒店来 想要做什么 柳琴雨淡淡一笑 白道 吃饭 很简单四个字 贾力刚脸色一沉 看向柳琴雨的目光中充满了阴寒 哪个部门 什么职务 说话之间 贾力刚语气十分平静 但是话语中却隐隐带着几分威压 一般人在他这种威压面前 恐怕早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 柳琴雨却只是淡淡地不屑地 看了贾力刚两眼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你是这酒店的老板 柳琴雨反问道 没错 我是酒店的老板 你为什么要在我的酒店里闹事 贾力刚不是善茬 避重旧情之后 立刻再次反问 依然是扣帽子 闹事 我从来不喜欢闹事 不过总是有事情找上我罢了 贾老板是吧 你们酒店的保安也太差劲了吧 客人在你们酒店被砍 他们不管 我只不过是想要收拾一下 那些砍人的人 却差点被他们攻击 难道这就是你们酒店的代客之道吗 贾力刚闻眼 脸色一寒目光 看向刀疤男 他说的是真的吗 刀疤男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 只能尴尬地沉默以对 贾力刚眼中寒光一闪冷冷地说道 打断孙振兴的双腿 给我丢出酒店 保安队长换人 肚子也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